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1106集 也又没弄死你 听到风清白的声音 刘一生立即起身往房间走 干脆利落 被瞬间抛在脑后的两人嘴角齐愁 你刚才还八卦呢 既然要八卦 能不能认真点 能不能专业点 夫君一叫立马就走人 他听到他夫君刚才骂他两个至交好友为脑残了吗 听到了吗 肯定听到了吧 他居然不理会 重色轻有到这种程度 他们想给他找个开脱的理由都找不到啊 屋子里 对于两人刚才一口同声的怒骂全无反应 赤裸裸的无视 回到房间 瞧着还斜躺在床上浑身慵懒的男子 刘一生失笑道 你拉仇恨的技能 小女子佩服的五体投地 不用投地 投这里 男子轻挑了一下唇角 朝他伸手 刘一生华丽地扑过去 撞进男子怀里 他用了巧劲承接他 一点没有让他撞疼 使坏 你更坏 我还可以再坏一点 刘一生立即求饶 双手并用地挡住男子覆过来的脑袋 别闹 外面有人呢 等他们不存在 他刚睡醒 精力充沛 隔壁也有人 千一就睡在他们隔壁 他不会听到 他皆有准备 待会儿奶奶就要叫我们来吃早饭了 一刻不到的时间 你够用 这个杀手锏让风轻白鹅角滑下黑线 不够用 非常不够用 如果他说够用 那就是他没用 女子埋在他怀里 笑得花枝乱颤 将那几条黑线扶去 风轻白唇角浅浅地翘起 师生 我也可以速战速决 刘一生立即脸了笑 转移话题 但刚才那几句话没发生过 千万斤这次 真的被薛青年整着了 他们昨晚不是出去打架了吗 打出仇来了 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现在要是不找点话题出来 故左右而言他 死的可就是他了 风轻白无奈一笑 纵着女子这点小无奈翻身而起 欠了他出门 他们玩的都是过家家 用不着管 我们去吃早饭 这个时间出去正好能赶在老太太进来吆喝之前 省了他麻烦 刘一生自然乖乖地走到他后面 巴不得赶紧离开房间离开床 出得房门的时候 不忘朝还在骂得欢的两人挥挥手 你们两个也赶紧起来洗漱 待会儿该吃早饭了 众色轻友 叛徒 二重奏一唱一鹤钟 无良夫妇轻飘飘地走了 没给他们一点多余的反应 一拳打在棉花上 那种感觉就像你搭好了戏台子 已经站在台子上开唱了 为的就是吸引一下观众们的注意 结果唯二的两位观众 看都不带多看他们一眼 目不斜视地就走过去了 气不气 气爆了 还哦 不过两人都有自知之明 他们没法过去找场子 无良夫妻不论是哪一个 他们都惹不起 福南南善医善解毒 一身都是小心眼 不好招惹 就算是好欺负 他们也不可能朝福南南下手 那是纯粹找死的行为 风清白 就更不用说了 那人从外道里都是个黑头头的 你敢动他一根手指头 他就会折断你一根骨头 你敢揪他一根头发 他就会拔光你全身的毛 牙姿必报 双臂奉还 惹 惹毛线哪 在柳家大院混久了 没有见识 也得有常识 这俩货 得离远点 牧送柳玉生跟风清白走出小院门口 趁着薛清莲背对自己的功夫 钱小金终于发威了一回 迅雷不及掩耳跳上男子背 一手揪着他头发 一手拧着他的耳朵 怒吼道 薛清莲你这个王不蛋 我扣你二大爷 居然半夜给小爷下毒 还把爷衣服给扒了 现在还敢大摇大摆地出现在爷面前 爷跟女与死网破 他妈的 天文军 你赶紧给老子下来 会不会说话 什么叫女与死网破 谁是鱼 谁是王 跟老子斗 下场只有一个 就是你死我活 我活你死 下来 薛清莲一个猝不及防被暗算 郁闷得不行 甩来甩去 甩不掉背上那个二货 打架不厉害 缠人的时候 所妖所猴 连女人扯头发的招数都用上了 二不二啊 丢不丢人哪 观人在下 就这种女人的伎俩 能困得住谁 一个瞧劲把背上的人 甩到地上轻而易举 薛清莲呲牙 哼了一声往外走 走了两步感觉不对劲 身后那个过躁的家伙 竟然没动静 他确定他是把毛巾摔到地上了的 响声结结实实 那家伙的性子 早该蹦起来 哇哇大叫了 不可能一声不吭啊 薛清莲不想理会 奈何迈开的脚步 怎么都踏不出去 最后脚跟一转 败给自己 事件落在当真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人身上 薛清莲走过去 脚尖踢了踢 喂起来 别装死 猫巾当然没死 嘴角蹶得能挂油筒 也不理会被人踢了 气哼哼地把头扭到一边去 这是打了主意 赖地上不起 特摸得谁吃亏啊 谁受苦啊 薛清莲给气笑了 又不幼稚 也又没弄死你 你自己先把老子衣裳卷走了 老子小小反击一下 你还能耐上了 只准周军放火 不准百姓点灯 哼 毛巾鼻孔出气 一声怒哼清晰无比 表达他的愤怒 拧着躺在地上 气得眼睛通红的样子 他摸得看起来 竟然一股子委屈 你起不起 不起 再问一次 起不起 不起 老子招人来围观了啊 招就招 王八高子 就知道欺负小爷 毛巾哽着脖子怒吼 眼睛更红了 最后双眼一闭 准备再次长眠的架势 薛清莲又踢了踢地上的人 玩得起 说不起 你好意思吗 赶紧起来 不起 老子走人了 真让你在这里 慢慢躺 躺就躺 反正你们就会欺负我 你中同命骨的时候 小爷那么担心你 又是整削中 又是抓山赖 还山长水远地跑西凉 陪本去接应你 没良心的东西 还想弄小爷 滚滚滚 你想怎么样 不给小爷解药 小爷就不起来 有本事你把爷丢在这儿 别管 哼 薛清莲五指 捏起又松开 捏起又松开 几番强忍 才没真把地上耍赖皮的人弄死 掌心轻翻 拍在男子嘴上 将解药拍进了他嘴里 这就是个牛犊子 让人啼笑皆非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毒药 地上眼睛 地上眼睛紧闭的人立即睁开眼 很是警觉 是 毒药 你喜欢躺就继续躺着吧 牛犊子 装 说完薛清莲转身就走 这次是真走了 没打算再理地上的人 也就是前晚今 换另一个 敢这么对他叫嚣 早就死上十遍八遍了 吐槽了一句 背上又是一尘 所要所肩 挂得牢牢的 薛清莲好容易冒出来的 钉点耐心 呲的一声 烟消云散 他妈的得寸进尺了还 毒都解了你还来 赶紧给老子滚下来 不下 你刚才摔小爷了 腿崴了走不动到 背我出去 看不清后面人的表情 但是只从声音就能听出来 这鸭的一准是满血复活 嘚瑟了 真不下 别怪老子 手下不留情了啊 吓唬谁呢 你要这么留情 钢子还能给小爷解毒 行了别磨蹭了 再晚点早饭都被人抢光了 赶紧的 后头人拍拍他的肩膀 指挥着往门外走 声音怎么听怎么欠揍 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 大大方方多好 那叫疯度 非要跟小爷争面子 有意思没意思 见天吓唬爷 最后不还是给爷解毒了 我就知道 我钱万斤钱小爷 打小开始就人见人 人见人宠 天生的 谁都羡慕不来啊 薛青莲刚聚起来的那劲儿 咻的一下 散了个一干二净 给恶心的 快走啊 磨蹭什么呢 咱俩还没洗漱呢 别等我们到了前院 知秋跟蓝叔 红翼他们已经吃上了 那可是三个劲底 别矜持了 钱万斤是真格的质德意满 被折磨一晚上的憔悴不见了 意气风发 不用走路的感觉很好 使唤薛青莲这王八蛋的感觉更好 呵 他千万斤是什么人 但凡是能见到他的 就没有不喜欢他的 天生励志 难自弃 团宠 就薛青莲这样的 还真能整着他 跟命运对抗 那简直是自不良理啊 背对他的人磨牙的歌之声 频频传出 钱万斤只当是没听见 怎么着 怎么着 再生起你也舍不得怒死我 薛青莲对这二货是真服了 压得得意过头 心里想什么 居然从嘴巴里蹦出来 他自个儿怕是还没意识到吧 宽人在下 不大诡异 小月相仿一扇窗户开着 窗台上漂亮姑娘双手脱塞 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 时而五唇怯笑 没想到薛青莲那个嘴巴嫩毒的人 居然也有被人克制的时候 看他吃憋 他心情其实不错的 身边有三两好友知己 每天这么打打闹闹的 他心里其实是很高兴的吧 不然他那样的性子 怎么可能会让人爬到他背上去 真背着人往外走 有钱万斤那么闹腾的人在 根本就没时间孤单寂寞嘛 知己身则伸了个懒腰 轻衣打开房门也往前院走 不能再晚了 再晚就没饭吃了 刘家大院的早晨一如既往的热闹 吃过早饭之后 院里陆陆续续地开始来人了 都是院子里的书婶婆娘 昨儿个一早刘玉生他们回来 消息没多久就传遍小小的村落 村民们同样很是惦记他们 只是昨天人刚回来 他们没好意思立即过来打扰 事已选在了第二天 才过来串门子打个招呼 千一又一次见识到了 杏花村人的热情和善 人来的不是一个接一个 是一波接一波 年龄从三岁小玩 到八十的白头翁 全部都有 囊括甚广 看得他惊讶又惊讶 他们圣屋寨同样是一片和气 整个寨子里几乎都是 沾亲带故的亲戚 说是一家人也不为过 也没有像杏花村这样的 村民们上门的时候 完全没有为客人的拘谨 就跟自己家一样自在 老柯谈笑逗玩 一堆妇人凑一块 聊的话题一开始自然是 昨天刚回来的人 然后很快话题就被带歪 最后妇人讨论 谁家那的鞋底后事好穿 比来比去讨论了一个多时辰 老爷们又凑另外一对 不过没窝在堂屋 而是去了造房 摆开饭桌 抓上两叠花生咸菜 开两坛酒 隔一个多时辰 他假装晃悠过门口 悄悄地往里看了一眼 人人喝得面红耳赤 桌上巴掌大的花生碟子里 炸花生还剩下半叠 造房里男人豪迈的大笑声 跟堂屋里妇人们的 叽叽喳喳 炒结实的声音 毁成一片 意外的和谐 站在柳家小院 自然而然就能感觉到 一股热烈的氛围 空气里流动着什么 他说不清楚的东西 置身其中 让人莫名地 便生出留恋来 堂屋门口 刘玉生跟柳木秋正逗弄 沈婆们带来的几个小玩儿 时而牵着他们的小手 引导他们走路 时而捏一块糕点 细心地碾碎了 喂给几个玩儿吃 牛头看到千衣 凝望着他们发愣 所以笑着同他们招手 站那儿做什么呢 我爷爷跟我爹 他们这一趟 估计得喝到晌午 没那么快三场 不过你放心 薛青年没那么容易被灌醉 千衣笑着蹦过来 哼 我不是担心他被灌醉 我就是觉得新奇 刘姐姐 你们村子真热闹 比他们圣屋寨热闹好多 而且村民们之间的关系 看起来比他们圣屋寨的 亲戚大族还要融洽 他喜欢这里 刘姐姐 我喜欢这里 喜欢就在这里住下 咱村子里的人很好相处 待久了 你会更喜欢这里 刘玉生婉儿 薛青年也是在这里待久了 所以越来越喜欢这里嘛 三句不离薛青年 刘玉生跟柳木秋相识失笑 却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这个 你得要问薛青年 他没跟我们说过 千衣当即小脸一垮 回来之后 他都没时间理我了 想起早上看到的那一幕 千衣很是苦恼地问了一句 刘姐姐 薛青年会不会不喜欢女人 喜欢男人啊 两个浅笑淡然的女子 被这句话给呛得差点差气 这想法惊世骇足啊 哪怕知道在某个现代 有妇女这个词 也有姬友这个词 刘玉生依旧没稳住 现在是什么朝代 能冒出这种念头来 千衣非同一般啊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零八集 使他自己放水 这边两人还没震惊完 那头千衣化又蹦出来了 哀声叹气 特别发愁 要是薛青莲真喜欢男人怎么办 不知道我再努力点 能不能争得过 小麻雀 你这是众目睽睽 毁爷清语 也喜欢 薛青莲刚巧从造坊走出来 把堂屋门口的话听了个全 脸色铁青 男人两个字 他实在是没法说出口 大院里全是姓华村的老爷们老娘们 那都是喜欢往大槐树下蹲点唠嗑的主 他要是这么一吼出来 明个整个村就会传遍薛青莲原来喜欢男人 他不能自作孽 自损受缘 当初就该把这狗皮膏 要一脚踹回西北码头 他怎么能让他上船呢 你喜欢 芊姨一点也没有被抓包的心虚 听了她的话之后 眼睛反而瞪得溜远 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真的喜欢 刘玉生跟柳木秋往后退散了几步 造坊门口大步走过来的男子 已经被气得头发丝都着火冒烟了 始作勇者由不知死活 小脸更垮更愁苦了 男女有别 你真喜欢男人 我还能争得过吗 我得想想办法 话音未落 被人拎起 就往内院走 哎 薛青莲 你抓我干嘛 放我下来 我还没弄清楚呢 抓你干嘛 薛青莲气急烦笑 抓你去毁尸灭迹 这种事情 怎么能让人看到 牵一两条腿发软 他当然知道自己不会被毁尸灭迹 但是薛青莲诊着人的手段 他还是知道一点的 早上刚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他没帮手 完全没保障啊 怎么办 薛青莲走得快 转瞬就消失在二进门 千一沉浸在怎么办的苦恼中 也没跟人求饶 堂屋门口 刘玉生跟柳木秋相识一眼 奇奇无嘴温笑 青莲被气疯了 遇上克星了 确实是 薛青莲是什么性子 懒得出奇 油嘴滑舌脾气 除此之外 他几乎极少会显露真实情绪 平日虽然跟着千万金 风清白还有柳之秋他们 都打打闹闹地折腾到一处 但是那些都是玩笑性质 要说真被人气出真火来 还真没有 大家认识这么久 刘玉生也就见着今天这一回 奶奶 你说青莲对千一 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柳木秋纯属好奇 刘玉生摇头说道 我也看不懂 看不懂什么 突然响在耳边的声音 让这两人吓了一大跳 回头就见前万金喝得满脸通红 正蹲在他们后头 跟他们一块望着薛青莲消失的方向 千万金屁股后面还站着风清白 倒是没看出喝多酒的模样 面色淡淡的 只有看向刘玉生的时候 漆黑眼毛才会闪烁别样的光亮 见着风清白出来 刘玉生下意识地问他 风清白 你怎么看 这种事情 外人如何看得准 风清白伸手将女子拉起来 顺便把他手里牵着的小奶丸 塞到了柳木秋手里 很是自然 柳木秋默默地积盘 风清白这分明是极度 喃喃跟小娃亲近 一个大男人小心眼到这种程度 天下罕见哪 不过他不敢说就是了 不过不管如何 谦怡能跟到杏花村来 也算是薛清莲的一种态度 把女子的手握在自己手里 风清白声音可见地回暖两分 你是说清莲能让谦怡跟过来 就等于承认她的身份了 未婚妻的身份 那一押的还真打算 以救命之恩以身相许了 千万金立即问道 八卦之火汹涌 薛清莲的性子 她不想做的事情谁能逼她 论武 千一打不过她 论毒 千一更不是她的对手 这么轻易就能被缠上 说明是她自己在放水 这么说来 其实清莲对千一 并非表面那么无情 那倒未必 恐怕她自己也弄不清楚 自己为什么会有诸多容忍吧 风清白顿了一下 叹息道 哎 医者不自医 尤其是情商这个东西 再好的医术也医不好 刘牧秋跟千万金蹲在原地 脸一抽 身边茫然懵懂的小玩 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嘴里阿鸦叫唤不停 无知无觉地凑热闹 叹息完了的男子 已经带着他家生生 慢慢悠悠地回后院 躲清静去了 路过二进院的时候 能隐约听到里面传出来的动静 刘玉生好奇 很想凑过去偷听两句 奈何身边男子 把他攥得紧紧地 直接往后院拉 断绝了刘玉生八卦旁人的心思 离午膳还有一些时辰 回到小院进了房 刘玉生便拿出了自己的小药炉 把丢下很久的炼药给拾起来 这个时间无事可干 睡又睡不着 也不可能盯着大太阳出门 转悠散步 能做的就只剩下 窝在房里打发时间 看着女子有条不紊地 做着炼药的准备 风清白没有过去打扰 随手在书案上 抽了一本书翻看 两人各做各的 当间甚至没有交谈 房间静悄悄 却没有沉寂的味道 很是安然 静好 后窗响起了敲击声 窗户是半开的 风清白抬毛 就看到处在那里的蔚蓝 探头探脑 鬼鬼祟祟 脱离尹卫营 在乡间窝了十几年 别的没有什么大改变 但是看着总是有种 越来越猥琐的感觉 或许这才是蔚蓝放飞自我之后 显露出来的真本色 跟她那张娃娃脸 很是违和 可是 没有避开柳渝生 这种程度的对话 不会对她造成打扰 而且让她听见 省了之后她好奇 又来问她一遍 主子 你们回来的消息 京城那边还不知道 我看你跟南南这几天 不赶着回去的样子 要我往京城那边发个消息 风清白沉吟片刻 点头说道 发吧 告诉他们 我跟生生农忙过后回京 未来眼里冒出喜色 农忙过后 这么说来 主子跟南南 还能在家里待半个月左右 那西凉那边 可要联系魏城 让他们回来了 屋里又静默一瞬 魏蓝只当这是主子 在做考虑 示意没有出声打扰 哪知道在猎药的女子 听了她的话之后 刷的回头 瞪着他们家主子 糟糕 我们好像把魏城给忘了 忘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1109集 功成身退 当归 西凉某寨子里 清秀男子 蹲在竹楼门口 抬头望天 神游天外 墨城守卫 亲自将南陵王 跟南陵王妃送出关 这个消息 已经在墨城 乃至整个西凉都传遍了 他自然也是知晓的 让他茫然的是 主子走了 走的时候 没传信号 让他撤退呀 主子是不是 还有别的什么安排 打算让他 继续潜伏 西凉拿情报吗 可是就算是 要继续潜伏 也应该给一个 具体的安排 和着手的方向啊 他莫名有种感觉 该不会 主子把他 正在卧底的事情 给忘了吧 不可能不可能 主子是什么样的人物 心思缜密 运筹帷幄 布局从来 不会出一丝差错的 南陵王 怎么可能会出现 遗忘下属 这样的重大失误 主子一定是 另有安排 他等 今天伤势好点了吗 别蹲在门口 拿着凳子坐着吧 身后传来 女子柔和声陷 男子一个醒神 立即单手 捂着肩膀 做不适状 伤口还是隐隐作痛 我躺着他歇会儿 视角转回来 魏兰还在后窗 看着窗里的人 整个脸都是木的 刚才南南说 把魏城给忘了 忘了 是他听错了吧 再转视线 看向自家主子 面上一如既往的平静 并没有乍然 想起某个人的表情 魏兰刚要安慰自己 主子一定是没忘记 就听到男子说道 魏城还在西凉 哦 是 那就让他继续待在那里吧 提醒他往回传递情报 多盯着点西凉心地 魏兰走的时候 一颗心被打击得七零八落 等见到魏红的时候 情绪瞬间又转了 大大的幸灾乐祸 大红 你猜魏城那小子怎么着 主子当时派他接应清廉 后来又让他混进西凉 窃取情报 结果主子跟南南走的时候 压根没想起这个人来 你说他得多不起眼 当初你被扔在苍吾镇九年多 主子也没怎么想起你来吧 魏红纳闷 这二货哪来的优越 敢取笑别人 二货兰很无语 好汉不提当年勇 后院厢房里 刘一生已经从震惊回过神来 很是为魏城可怜 估计魏城现在都不知道 自己被人忘了 最近事情太多 我只是一时没想起来 有什么差别吗 敲敲手指 风轻摆一本正经 魏城是隐蔚 隐蔚要做的就是 让旁人感觉不到 他的存在 这一点上 魏城做得很成功 等到回来 我一定会给他褒奖 刘一生点头 嗯 魏城这一点上 确实非常成功 不仅让旁人 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就连主子 都把他给遗忘了 让人哭笑不得呀 这件事情 算是结果去了 刘一生也没问 风清白 把魏城派到了西凉 什么地方 不管在哪里 都不过是搜集西凉情报 尽量让南陵对西凉更加了解 以便两国若是发起了什么冲突的时候 南陵能迅速做出最好的应对 我想八豆红豆了 等过完农忙 我们先回京一趟吧 往药炉里投放最后一位药材 刘一生轻声说道 去西北入西凉 一去就是半年 他真的想两个玩了 尤其早上逗弄村里小玩的时候 那份想念更沉 好 农忙完了就回去一趟 两人说的都是回去一趟 而不是回去 如今南陵大局已经稳定 朝廷的事情用不着 封清白在时时刻刻盯着 他给封莫涵挑的帮手 也已经开始形成班子 由柳之下三朝元老 元大人 乃至整个内阁大臣 当初跟封清白封莫涵为对手的铁三角 早就去了其二 最后一脚秦孝被他们拉到了几方阵营 即便是皇太后 也跟他们缓和了关系 已经到了能抽身而退的时候了 杏花村才是他的家 功成身退 当归 封桌上药炉冒出了白色雾气 淡淡药箱在房中缓缓地蔓延开 屋里男女依旧做着各自的事情 彼此唇角 接挂着清浅的笑意 杏花村的日子很平淡 日复一日的 庄稼人日出而坐日落而息 很是规律 像是村口那条清河流水平缓无声 几乎没有波澜 但是这里的人于生活中那份惬意悠闲 那份朴实无争 是喧嚣繁华的皇城里 绝对看不到他 在这里品的是心境 一大早上 钱万金就搬了竹椅到院子里 躺在上面享受清晨的凉意 趁着太阳没出来 能享受个小半个时辰 这才叫过日子啊 闭着眼睛 两手习惯性地揉捏肚子上的软肉 钱万金叹息道 过得舒心 人才会心宽体盘 所以他才胖了吗 门门 早上做什么早饭 扬了嗓子 千万金问灶头兼忙活的老夫人 天气太热了 早上吃清淡点的 就不烙饼炸春卷了 那些东西吃多了 容易上火 今儿简单点 喝粥送咸菜 老夫人也连忙扯了嗓子 说道 加两个咸大奶奶 行 咸菜自家腌的 好吃着呢 你这张嘴呀 什么好吃的都不落 我开酒楼的 怎么能不懂吃呢 尤其您这手艺 我祥人也忍不住啊 哄得灶头后面的老夫人 围开眼笑 刘老爷子灶钱烧火 听着一老一哨对话 笑骂一句 这小子吃这么多 全养舌头了 油嘴滑舌 前老爷子正在造房门口洗漱 听着这话点头 极为赞同 这臭小子 全身上下 出了一张子鱼的能耐 基本上一无是处 这句话他不打狂语 大院里人陆陆续续起身 拿了各自的杯子布巾 打了水 在造房狼眼底下 排成排地蹲着 一边刷牙洗脸 一边加入口发毛巾的阵营 简直跟群工打怪似的 细数毛巾的罪状 最后连长得太嫩太白 都成了罪过 反观钱万金 躺在不远处的竹椅上 任由这些人群起而公之 威鹅不动 他前小爷什么风浪没见过 被群怼那是从小经历到大的 铁皮铁骨早就练起了 会怕这么点唾沫星子 刘玉生跟风庆百姗姗来迟 看到的就是毛巾舌战群如 当然场面不可能赶得上朝堂上的 唇枪舌剑 那么犀利又含蓄 在新华村混迹十几年 钱万金完全把乡下人吵架的精髓 学了个十足时 用一个字形容 粗俗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一十几 找不到对手了 整个院子一群大老爷们给弄得跟菜市场似的 颇为壮观 路过毛巾身边时 风清白轻轻地吐出了一句 三个女人一条街 你能抵两条街 两条街怎么了 你半条街都赶不上 这是无能 身为男人无能成这样 你好意思跳我面前蹦的 前万金反口就对 三个女人一条街 福南娜说过好几次 当她没听懂啊 不就是讽刺她比女人还长蛇吗 咋地了 长蛇这点就把你踩得死死的 看着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的男人 刘玉生回身 翘起大拇指 前万金正待高兴 一只骨节修长分明的大手也探过来 把女子拇指翻转 想象 前万金脱下鞋子 就做出往男子砸的动作 动作完成了 鞋子还在手里 呦 怂了 不能啊 咱前小爷长得是熊胆 啥能腐软 狼眼下 薛青莲吐掉漱口水 嘖嘖称奇 你懂吗 这牙太阴险 时时刻刻得放 想干掉它 必须寻找万无一失的机会 小爷就得是耐性 不着急 把鞋子重新穿回脚上 前万金对着薛青莲指点江山 收获狼眼底下的一众拇指乡下 前万金视而不见 他脸皮厚 他怕谁啊 风清白那货 是能轻易招惹的 这事整个院子都知道 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送 不说别人 就说薛青莲跟柳枝秋他们俩 在大院里 那是以无耻魂不吝组成的 他们也得时时避开 风清白的锋芒 要说怂 谁也不比谁差 以他的聪明智慧 他绝对不会去当出头鸟 这是他跟风清白 斗了这么多年 用血泪换来的经验 小辈们斗得乐呵的时候 刘老爷子 前老爷子等辈分大的 已经拎着小马车 在造坊门口摆起龙门阵来了 刘老爷子臭气搂子一个 偏偏起饮还不小 之前秦孝来庆花村 老爷子跟他时常站个平手 因以为知己 奈何秦孝待在村里的时间太短 人一走 老爷子在村子里就找不到对手了 这下好容易来了个 钱百毫钱老爷子 那也是奇异不俗的 他哪能放过 趁着早上凉快 还没到太阳暴晒的时候 先杀上他两盘 酒老捧着酒壶 在一旁眯一眼观旗 时而举起酒壶 抿一口 入口是茶 刘医生给几个老家伙 明令 每天喝酒需定量 他再能耐 也抠不出更多的酒来 为了解解酒瘾 就只能酒壶装茶了 子气气人 他喝的是酒 时间长了 居然也品出了那么点味来 逐渐就养成了习惯 柳大柳二同样是臭气搂子 倒是想在一旁看来着 被老爷子一人一脚踹进了造房 地柴烧火 于是院子里出了不停斗嘴的声音 时不时还开始掺杂进老爷子毁其的无赖辩解 钱将老爷子被磨得简直没了脾气 最后生出强烈的孤独感 整个柳家大院 他觉得只有他一个是正常人 当然老狐狸的性格不是那么容易拿捏的 老狐狸还有个特点 脸皮也很厚 有句话叫做物极必反 他被磨得没脾气了 他也开始不要脸了 不是毁其吗 行啊 大家一起毁 反正你改我也改 要封一起封 做出这个决定 他是算计着来的 身为客人得给主人面子 老爷子拉着他下棋 看他那路数 他不好意思直接说不下了 便决定用同样无耻的招数 逼得刘老爷子自己 异性阑珊知难而退 那他不就解脱了 但是他错估了刘家人的奇葩 老爷子不退 一看他频频毁其 老爷子居然两眼放光 将他也引为知己 这才是跟他一个水平的高手 一盘棋能厮杀半天 结不了局 棋逢对手 旗鼓相当啊 前老爷子一头抢地 拜服 当天吃过赏午饭 前老爷子就开口辞行 逃之夭夭 先行一步回京去了 走的时候 还没忘了带走不争气的儿子 哎 好容易找个对手 结果转眼就走了 可惜啊 目送马车消失在大院门口 小路的尽头 刘老爷子惋惜 爷爷 我觉得前老爷是被你吓跑的 刘渝生说大实话 刘老爷子当即不服 怎么能是吓跑的呢 大家旗鼓相当 我旗艺也不比他高多少 前老爷肯定是有急事才走的 人做生意 能像咱们这么清闲 再说小金子那里 仙蓉还在京城等着他呢 总得回去报个平安不是 轻咳一声 老爷子背着手往回走 真是可惜了 好容易碰到一个甘愿 把旗艺降到跟他一个程度 还能跟他一道悔旗的旗友 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 这一下难办了 找不到对手了 后头刘渝生拉着风清白 默默地拐道 飞快地闪进了后院 偷偷摸摸的小模样 让风清白哭笑不得 做什么这么谨慎 爷爷真找不到人下棋 肯定得抓你 跟你下棋 他得多伤心啊 这个不能怪他 他是小辈 偏生老爷子在小辈面前 死活不肯丢人 不准他让 他倒是能悄无声息地 让老爷子赢 但是老爷子是什么人 心里门清的老爷们 这样赢 他一点都不舒坦 输了更不舒坦 所以风清白唯一能做的 就是避免被老爷子 无人可寻的时候 抓去顶包 怎么下最后郁闷的 都是老爷子 回到堂屋 老爷子尚在感叹 杀扁全村无敌手 被留老婆子怼得一地鸡毛 就用风清白举例 堵得老爷子哑口无言 这件事情在老两口之间内部消化 不外传 时间一晃而过 转眼就到了稻谷收割的日子 全村火热 而收割稻谷最热闹的时间 就是清晨 赶在太阳没出来前 能加紧收割差不多一个时辰 到了太阳出来 那也是一天当中最不晒人的时间 这时候往青河边上稻田一望 处处都是人影 金黄稻田在镰刀飞舞当中 一点一点被铲突 以蚕食的速度在金黄色地图上 画出各种形状 河岸两边及时热闹 稻谷丰收了 庄家人哪个不高兴 高兴不仅表现在脸上 还表现在聊天时扯出的嗓门上 于是在这里又可以看到一幅景象 两个村子隔岸聊天 亲密地跟一家子一样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1111集 AOV 你们那边今年怎么样 估计产量能不能比去年的多呀 那肯定不能少 咱这是什么村 沾了福气的 跟你说 咱村子今年大米 肯定不会比你们差 还扯上大话了还 咱村子大米被封强的时候 你们那儿还在最低谷呢 有啥可比性 脚踏实地点 你们还不信啊 不信 咱交货点 比比看谁的大米好吃 得了吧 你就想弄咱大米 河两岸这么扯着嗓子吆喝 伴随着河水潺潺 伴着太阳越升越高 嗓门哑了 依旧压不下大家伙的热情 这十几年 近二十年的时间 杏花村大米的质量 就没下降过 产量也一直保持 比别的村子多出一两成的亩产 每年稻谷丰收的时候 就是杏花村全年最热闹的时候 这种热闹甚至超过了九方每年发年节福利那会儿 土地是庄稼人的根 亲手种出来的作物 收获的时候那种喜悦 是任何其他收获都比不上的 河对岸下坡村这几年日子也开始逐渐跟杏花村并齐 从杏花村九方开设分房 他们下坡村人也拿到了入九方名额开始 下坡村就开始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 领月钱改善生活 存银钱翻建房屋 日子越过越有笨头 有了笨头干活也就越认真 越有劲儿 下坡村人依旧没有改变混混的本质 也依旧是无赖没下线 但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 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两个村子之间 也因着繁琐接触 变得越来越融洽 柳家人此时也是增添热闹的一员 柳家老少爷们跟女眷们此时全在 家里最懒的薛青莲 也没能躲了清闲 身上穿着短褂子挽着裤管 手里拿着一把镰刀挥寒如雨 一脸的苦逼 风清白身上的紧袍也退下了 换上了适合干粗活的粗布衣裳 倒是没有薛青莲那么豪放的 把枯管挽到膝盖上 长袖也盖着手腕 在地头忙活的时候 身上贵族气质丝毫不鲜 像是闯错了地方的贵公子 偏身跟周围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看起来丝毫不见违和 两个壮牢历在 虽然干起农活没有庄家汉子那么熟练 但是盛宰年轻有劲 加快了不少进度 农忙农忙 忙的就是抢收 越快越好 刘玉生农忙期间负责的是给田里人送水 算是最轻省的 而且这活是跟着千衣木秋一块干 轻松的不行 三个年轻女子倒是想帮更多忙 不获批准 违背刘家家规 坐在路边的阴凉处抬头看看头顶渐渐升高 开始热烈起来的日头 再看看地上 忙得热火朝天 脑门上接挂着亮晶汗珠的老少爷们 刘玉生拿起竹篮子里的汗金 带着一袋子水走过去 爷奶 爹娘 二叔二婶 歇歇会儿 擦擦汗喝喝水 日头老高了 再过会儿 先回家吃饭 不忙 早上没那么晒 还可以多干会儿 中午日头醉裂的时候 就不出来了 老爷子笑呵呵的 捞起脖子上挂着的汗金 随意在脸上抹了抹 接过小孙女递过来的水袋子 羊头就灌上几口 喝完了 把水袋子递给身边人挨个喝 家里人喝水的时候 刘玉生走到风清白的身边 亲自给他擦掉额上的汗 你也歇会儿 实在累了就到旁边的田梗上坐坐 风清白应道 割稻子要蹲着 就着这个姿势抬头 任由女子为他擦拭汗水 狭长毛子微抬 凝着女子认真擦汗的样子 毛底尽是细碎的金光 像那了天上洒落的金阳 过滤掉了那层热烈 再折射出来的 全是何许温柔 他毛心金光包裹的 是他的身影 刘玉生自伤而下 直直望进男子眼底 不自觉地 眼角就溢出笑来 趁人不备 他抬手扶额 手从他手背扶过 皱目睽睽地 吃他豆腐 刘玉生小脸 晕开两抹红侠 却不舍地转身走人 汗金下意识地 在男子脸上停留更久 哎呀 这一转眼呢 南南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 想当年第一次跟着家里下田 给咱送水的时候 才多大点呢 六岁吧 啊 旁边田地里传来 村里婆娘的感叹 刘玉生像是被惊醒一样 飞快地收回手 红着脸走回路边 沈娘 我就是两个孩子的娘了 也一样给你们送水 谁要喝的 要喝一声啊 田地里立即响起轰啸声 对 男的从小到大都没变 变得最多的还是阿修 小时候最不爱大理人 现在可比以前好多了 只要他在 啥时候去刘家大院喝酒 他都陪咱喝啊 就你们那点酒量 不够我们家阿修惯的 晚上都上我家来 准你们轮番上阵 我家就除阿修跟青莲 还有知秋 摆龙门阵 敢不敢 刘二吆喝道 龙门阵就龙门阵 怕你不成 旁边当即有人应战 应完了吆喝风清白跟薛青莲 阿修 青莲 知秋啊 晚上喝酒的时候别太急 让着点 我是你叔公 还拿辈分说清 瞧你那德行 滚肚子 真醉了 家里老婆子不让我进门 爆笑声传到河对岸 这边田里三个年轻人相识一眼 各自挑眉 龙门阵 村里长一位的准他们来五十个 路边上听到约战 唯一担心的只有千一 看柳玉生跟柳木秋 一点也不着急的模样 不迟下问 柳二叔叫人上家喝酒呢 摆龙门阵拼酒 我们圣屋寨里也常有 每次一摆成龙 至少不下二十人的 我们这边可只有三个人 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担心 刘玉生笑而不语 故作神秘 勾得千一好奇心奇 这心里就跟猫抓似的 最后还是柳木秋给他解惑 咱家爷们最不怕的就是拼酒 为什么 独门秘技 解酒完 酒前吃一粒 谦卑不倒 哎呦喂 那我就放心了 刘玉生跟柳木秋结实一正 随即笑得东倒西歪 哎呦喂 是他们家老太太的口头禅 大事小事 都会先嚷嚷一声 作为开场白 千一 这分明是把老太太的口头禅 给学了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秀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成字成城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一十二集 周瑜打黄盖 龙门镇到底没摆起来 农忙时节里大老爷们就是干活的主力军 要是一个个晚上喝得烂醉如泥 第二天哪里有精神好好干活呀 那不得累着家里婆娘 所以摆龙门镇 也就是大家伙聊天的时候 话赶话这么一说 真要是拼酒 那也得等到农忙结束 那时候更应景 请丰收啊 留下大院的人 上午回家吃饭 刚摆上桌 刘之下跟傅宇正也回来了 特地回来帮干活 去年农忙 刘之秋成口舌之快 取笑知府大人 是手无腹鸡之力的弱书生 被销狠了 今年不敢再捋胡须了 不过用事实证明 自己也是干活一把好手的刘之府 今年却不比去年好过 家里浑小子不捋胡须了 改别的招作死啊 哎 哥 这一片就交给你了 天黑钱要割完呢 我去那边 动作快点 要是赶不上家里的老家伙 他们忙完跟前的 就要过来帮你忙了 可别让人笑话你 年纪轻轻地赶不上 老胳膊老腿的 刘之下看看自己面前这一片 目测一模是多 又看看浑小子那一片 半模左右 为什么我的数量成倍 你又不是手无腹肌之力的 文若书上 一亩多点 你一下我还割不完呢 我也不轻声啊 我忙完这些 还得捆倒河呢 哎呀 你别废话了 赶紧的 刘之秋背着手走开 脸上很是志得已满 去年担心大哥 久不劳作 会应付不过来 他一个人揽了大半的活计 最后还被整得一地鸡毛 这仇他记着呢 至于背后凉嗖嗖的眼神 他感觉不到 感觉到了他也不怕 他理由亮堂堂的 大哥能拿他怎么的 当然 想是这么想 柳之秋一路也没放松了警惕 时时防着无良大哥出阴招整他 事已干活的时候 瞅着空便会往另一边看一眼 瞅着空又看一眼 很平静 平静的让柳之秋不敢相信 他大哥是什么性子 狡诈如虎 而且还是不动声色那种 谈笑风声就能让他鸡毛鸭血那种 怎么会这么平静 真乖乖的搁那一模多地 不可能啊 大哥不可能看不出来他在公报私仇 不可能不反击啊 太不对劲了 柳之秋越分析 越有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之感 事已干活的时候 几乎全程保持高度紧张 一场活迹下来 明明活量减少了 却感觉比平时高负荷干活时更累 柳之夏还真的从头到尾 没做出任何反击 用了一下午的时间 把安排的活迹就干完了 虽说不是弱书生 但是到底太久 没有做过这么累人的活 疲惫显而易见 下傍晚要回家的时候 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汗水把衣衫都浸透了 脚步也变得虚浮 甚至在跨上路边的时候 脚下一个踉枪 险些摔倒 刘之秋一个箭步冲上去 把人扶住 哥 我没事 刚才只是没注意 刘之夏笑笑 唇色都有些发白 你真是的 你逞什么能啊 我跟你开个玩笑罢了 你真做不了 你叫我帮忙不行啊 看着他疲惫的模样 刘之秋突然很不痛快 平时家里 估计都是你一个人干 也是你陪伴照顾爷爷奶奶 爹娘 你一个人承担了本该 那是我跟你一起承担的责任 这方面 我对你有愧 难得回来帮此忙 我能多干些活儿 就尽量多干些 累也是一时的 我帮你干这么做 我是你大哥 雨重心长 刘之夏抬手 在刘之秋脑袋上 轻轻地拍了拍 慢慢地往家走去 定定地瞧着男子 疲惫浓重的背影 刘之秋眼眶一下 晕出了微红 心头闷得厉害 像是密布乌云 却下不起雨来 片刻之后大步上前 把脚步虚浮的男子 背到背上 气鼓鼓地说道 你上辈子肯定是狐狸 这辈子修炼成人了你 真的气呀 明知道那番话 语中心长 兄弟情深 都是大哥的功心计 他还是甘愿上当 兄弟嘛 有今生没来世 吃点亏就吃点了 谁叫他心软呢 虽然明里暗里 总是挤对大哥 是弱书生 可是真看他 累得软啪啪的样子 他自个儿先不舒坦了 刘之下没有拒绝 刘之秋背他 大老爷们干活 还能累到要人背 丢脸 非常丢脸 不过弟弟心疼他这个哥哥 他总得领情不是 看口拒绝 会打击蠢弟弟的一片赤诚 刘之下翘翘唇脚 所以他心安理得的成情了 这个时间刘老爷子等长辈们 早就被几个年轻的赶着先回家了 剩下的就是四个后生 封清白跟薛青莲走在两人身后 看着这一幕 给出的反应出奇的一致 一个朝天翻了个大白眼 一个挑起唇角轻声低笑 柳之秋是个半猪吃老虎的人精 但是在自家人面前 尤其是在柳之家面前 他这辈子都翻不出大哥的五指衫哪 就像孙悟空能耐再大 也永远斗不过如来佛祖 一周以退为进 就把柳之秋给吃得死死的 这个农忙 柳之下不会再累着了 想到接下来几天会出现的画面 薛青莲嘖嘖有声 周瑜打黄盖啊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知秋这辈子都是黄盖 被打的那一个 你不也一样 身边男子诞声说道 薛青莲正了正 什么意思 风清白挑唇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听不懂 你到底啥意思 走那么快干嘛 你停下来 给我说清楚 风清白 四个年轻人打打闹闹 回到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 碗筷都摆上桌了 就等他们回来 一众人边看着柳之下 是被柳之秋给背回来的 心下顿时大吉 纷纷围上前去 之下这是怎么了 累着了 你说你这孩子 衙门的事情忙 你就忙你的 干嘛非要回来帮着收稻子 没你又不是做不完 看给累的 明儿跟你在家歇着吧 低头上不差你一个 长辈的关切担忧 让柳之秋真心虚 要是被爷奶知道 他故意整大哥 今晚的晚饭 直怕都没他的份 柳之下一开始笑而不语 直到身边浑小子 心虚地挪脚想溜了 这才说道 我也是打小就干活长大的 这么点祸 哪能累到我 刚才是跟之秋打赌闹着玩 不然有个大男人 怎么好意思让他背 刘之秋在长辈怀疑的眼神下 点头如捣钻 笑得极苦逼 这是大哥的连环攻心计 先让他心软 再让他忌惮 狐狸大仙啊 整得他明知各种阴有 他也只能瘦了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一十三集 他曾许他的誓言 对于刘之下的解释 刘家人立即就信了 长辈们眼里 大孙子沉稳内敛 有一说一 不像二小子见天不着调 说出来的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真 什么时候假 所以大孙子的话 可信度 那是百分之百的 见长辈们转眼 就跟没事人似的 吆喝着上桌吃饭 刘之秋脸抽抽 不是 这种自信太盲目了吧 好歹你们多问两句啊 只要你们多问两句 我就能告诉你们 那不是真的 那是被我阴了呀 被阴了呀 哎呦 你们沉稳内敛的大孙子 心里黑成墨汁了呀 爷 奶 寻求真相啊 脑袋又被大手轻拍了拍 去吃饭 刘之秋勃然变色 紧跟大哥身后苦口婆心 哎呀 哥 别装了 你变回以前那样行不行啊 你这样我不习惯 求你了 对你好不要 你求虐 大哥侧目 疑惑不解 刘之秋泪流满面 哥 我求虐 好吧 我对你有愧 今天是你求的 脑筋力 你 来个道士 收了这个妖孽吧 后头薛清连跟风清白 依次走过呆若木鸡的男子身边 各自留给了他一句真言 别挣扎了 认命吧 风清白走过去之后 一齐回头 同时跟他解释一句真言的最终奥秘 你斗不过的 我 哎呀去 晚饭吃得异常和谐 劳累了一天 几个厚生辈 就算人人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 也没影响他们在饭桌上的发挥 菜盘子上一片虚影 恍人眼球啊 当中又一柳枝秋抢得最为凶狠 连吃饭都吃出了咬牙切齿的味道 农忙第一天是最累人的 突然之间高强度干活 甚至会异常地疲惫 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是一洗漱过后 大家伙已经没有了闲老科的精力 各自回房歇息 二进院厢房里 刘之下反卧在床上 身边是弹着小肚子 饲养八叉睡得香甜的毛豆 身后一双纤细的手 在他肩膀手臂 以及背上揉捏按压 帮他缓解劳作半天的酸痛 今天又捉弄吃秋了 年纪老大不小了 怎么还老是欺负他 那小子 不欺负欺负他 他心里不踏实 我也没办法 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让傅玉珍哭笑不得 随着阅历越来越深 之下在外面的时候 待人接物 为人处事 也越来越沉稳 越来越劳烈 唯有在柳家大院 在自家人面前 他才会变得稍有不同 会显露些许 不符合他年纪身份的幼稚 比如捉弄吃秋 今天很累吧 吃秋背你回来的时候 我看你脸色有些不好 他的所有细枝末节的变化 他都不会漏掉 要是实在太累 就缓缓 最近几天应该不会降雨 不急着抢收 奴马哪有不累人的 刘之下笑道 我不是着急抢收 家里田地就那么多 我多做些 爷爷跟爹 还有二叔他们就能少干些 一年到头 我能回家帮忙的次数 去治可数 只能补偿些许了 执求捉弄他 故意让他多干活 他正好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顺水推舟 不过反捉弄那个浑小子 他也是故意的 两者相辅相成 一点也不冲突 要不明天让南南跟沐秋 帮看着毛豆 我跟你一块下地干活 家里不用留那么多人 我哥家里待着 其实没什么事可干 到地头上去 总能帮点忙 他虽然没有干过什么浓活 不代表不能干 什么事情不是从不会到学会的 不用 刘之下一口否决 女人下地干什么活 十几亩地 收完最多有的三天功夫 你跟男男他们 在家帮忙烧水做饭就行 刘之下翻了个身平躺 将女子拉下来一块歇着 我再给你揉一会儿 已经揉了很久了 够了 睡吧 男子声音很快就变得模糊 傅玉正正了一下 乖乖地在男子身边躺着 没有再发出声音 很快耳边便是他变得平缓的呼吸 已经睡着了 傅玉正眼底略过心疼 视线落在男子握着他的手上 他知道他不让他继续帮着按摩 不过是怕他手累着罢了 可是他那双手 一个下午的老左 与手背手腕却添了不少细小的划痕 那是和苗叶子刮的 还有他手心也是红彤彤的一片 有透明的水泡 是抓握镰刀跟刀杆所致 他不说疼 他却疼得红了眼圈 悄然起身 给男子双手上了药 傅玉正才又轻手轻脚地 在男子身边躺下 食指紧扣 伴他入眠 眼圈微红 他梦中露出的笑 却幸福地能溢出蜜来 梦中全是他的身影 全是他曾经给他的誓言 我抹不去那道床上 可是我能给你无数花团紧粗 去覆盖它 让你一辈子都开心地笑 玉正 我们不要把有心的生命 用来蹉跎 好不好 我能用一辈子的时间 来证明我有多爱你 我真的做得到 他一直在做 他不说多动听的话 对他的好 却全部体会在 每一个细枝末节 成亲近四载 日日月月年年 他从未变 他相信 无论余生还有多少个四年 他都会如此 如他许他那般 爱他 农忙这几天家家户户的都会起得比往常更早 趁着太阳没出来之前能多收割一些 事宜家里女眷们也同样要更早起来准备早饭 外面天没亮就听到前院传来动静 刘一声轻手轻脚爬起来 还没坐稳呢 腰间就被一股力道收紧 人正正地跌进男子怀里 担心压着他 刘一声慌忙地把手撑在两边 减轻自己的重量 男子丝毫不领情 把他两条细小的胳膊轻轻一收 让他整个压在了他身上 风轻吧 再陪我睡会儿 微弱光线下男子眼睛没有睁开 分明仍然疲惫 声音却异常地清明 听不出一丝的模糊 奶奶和娘亲还有二婶他们起来了 我去帮忙做早饭 你再歇会儿 早饭做好了我再来叫你 刘一声下意识放轻了声音 怕吵着他的模样 人身上手臂没有松开 男子也没见吭声 这是不放他走的意思 刘一声想了想 低头亲在男子脸颊 男子唇角弯了一下 这才放开他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秀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一百一十四集 男男斗法 前院早起的除了刘老婆子陈九兰跟杜娟 还有傅宇正跟柳木秋 刘一声到得堂屋 见着两人人手一块厚棉布的时候 愣了一下 三人面面相聚 然后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 起这么早 你来跟奶奶要棉布 傅宇正调侃道 用剪刀利落 把自己手上大块的棉布 剪下一块分给柳玉生 柳玉生也不客气 接过来刷刷刷记下 把布条裁出想要的形状 用脚勾了一张小马杂过来 坐在傅宇正跟柳木秋的旁边 你们起得比我还早 怎么 昨晚上心疼坏了 说得你不心疼似的 不然你能这个时候起来 可不是 往常吃早饭 每次都是南南跟王爷来的最迟 今天破天荒了 两竹梨一唱一喝 刘一声脸皮厚不红 三人现在干的是同一件事 给家里老少爷们做护手的棉布手套 这活计简单 三人一块做 不大会儿的功夫就能做够数量 人手一双 做是做好了 我估摸着又得跟往年一样 到了地头上 他们就会拽下来 柳木秋看看做好的护手套 无奈地说道 这种手套之前他们就做过 还是南南最先想出来的办法 戴上这种手套干活 能保护一下双手 但是结果很不乐观 且把他们给气得够呛 他们家老少爷们 那是真爷们 戴上手套以后 给出的评价就是 娘们饥饥饥的 干点农活还要护手 你腿子跟地头活计 打一辈子交道 干的就是粗活 戴上手套跟旁边的操汉子一比 那顿时气势上就得弱上一大截 所以老少爷们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就给点面子勉强戴上 转个身出门就脱了 收在怀里贼掩饰 不求不让一同干活的人看见 免得被笑话 想到往年那些手套的下场 刘玉生也感叹 这个问题 他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 三人再次面面相续 脑子转得飞快 最后一并将东西放好 去造房帮忙 家里女眷们被宠着 即便是农忙这样重要的时间 老少爷们也不准他们多干重活 除了灶头间忙活一下饭菜 最多也就是早上太阳还不算烈的时候 让老婆子几个帮着 将割下来的稻盒捆一捆 近晌午就把他们赶回家了 下午更是不让他们到田里来 事已看到干完活回来的家里 爷们个个晒得汗湿衣衫皮肤通红 满身都是皮态 女眷们哪有不心疼的 老太太长勺 饭菜更是完好了着 别的事情做不了 还能让家里的老爷们吃不饱吃不好 那怎么成 这两天老太太是卯足了劲 十八弯厨艺全用上了 奶奶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进门柳玉生直接问 实在是她在家里能做的事情不多 基本上跟废材无异 老太太忙得头都没时间抬 指挥道 那边早上已经烧好开水了 你负责煮茶水 紧跟着不用老太太多说 刘牧秋自动领了烧火的任务 傅玉生则去清洗要装茶水的木桶 他们家煮茶水不是煮一壶 是煮完一锅又一锅 然后用木桶抬去田边地上 地头里谁渴了都能过来喝 这也是十几年来逐渐形成的 杏花村农忙时一个奇景 他们家茶水抢得快 尤其是干活累极了的人 喝点他们家的茶 体力总能恢复得更快一些 村民们把这归功到柳玉生头上 小神医煮出来的茶 自然跟一般的茶水是不同的 刘玉生三个后生的分工合作 老太太那边跟两个媳妇也是如此 快手快脚做好早饭 家里老爷们也正好起床了 又是新的一天继续抢收 只是这一天 刘老爷们走出门的时候 脸上皆带着点菜色 因为每个人的手上 都被套上了灰色棉布手套 刘老爷子一走出门口 立马就想把手套拽下来 随即想到临出门前 小孙女低着头 期待又失落的神色 愣是没能动手 爷 真带着这个东西啊 刘之秋也很纠结 这东西丑倒是不丑 带着无妨 刘大在后头清壳 挺忧伤的 这东西是不丑 但是带上去没气概啊 乡下人干活 靠的是一把子力气 谁没事还给自己 弄一个手套戴上 又不是豪门贵族 整得也太金贵了吧 这东西显得他们不合群啊 哥 还真带 这个 到了地头上 南南看不到的时候 偷偷给摘了 摘 刘二立即点头 他又不是娘们 还搞双重保护 传出去他得多丢人呢 柳之下跟风清白沉默 他们不发表意见 他们是小辈 要是把手套摘了 那也是他们随大溜 长辈说摘 他们哪能拒绝 到了田里 几人蹲下之后 借着高高的道合遮掩 手上戴出门的手套 宣告 寿中正寝 好在大早上的村子里的人 也陆陆续续地刚来 没多少人留意到这一幕 刘江男人总算是保住了面子 东西揣兜里 家里婆娘要是过来 立马带上 装装样子就行 两天的时间容易过关 这是几人一致的想法 带得刘玉生跟刘木秋 千一台水过来的时候 几人就发现 那个想法太理想化了 他们家南南今天有点好动 不坐路边树底下纳梁 反而包了一块头巾 在田耿边上走来走去 时不时地就能转悠到他们身后 把他们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 南南这是跟他们斗法来了 风清白率先默默地 将怀里藏着的手套戴上 戴上之后 还不忘给旁边几个 还想垂死挣扎的人提个醒 爷爹二叔 你们要是嫌掉面子 不戴也没事 就是生生可能会在我们面前 晃悠一整天 再过半把时辰 太阳就开始晒人了 好吧 老爷子几个重新将手套戴好 还举起手来 冲仍在田耿上走来走去的女子 挥挥手 南南 太阳要出来了 赶紧到那边树荫下边去 啊 别在这儿走了 带上了 都带上了 看到没 别晃了 赶紧回去吧 他们家南南改变策略 不跟以前似的耳提灭命 改了现在这个无赖一样的法子 他们还真是没办法 总不能真让他晃荡上一天吧 自家姑娘自个儿心疼啊 田耿声 刘玉生对看到的很满意 于无人注意的时候 跟自家男人比了个大拇指 换来了男子 轻眼一笑 哦 叛徒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一十五集 爷日后就在这养老了 柳之下将这一幕看个正照 和这封清白为了讨好媳妇 坐了在老爷们团队里 起带头作用的内应 夫妻俩是理应外合 就是为了哄他们戴个手套 至于吗 不过 他那一声吐槽是压低了声线的 加上他就在封清白的旁边 所以话没有被人听了去 填梗上 女子已经脚步轻快地 回到树荫底下去了 封清白这边被抓了包 依旧是面不改色 生生半夜起来 给我的手调水泡上药 早上又起大早 给我缝了这个手套 封清白声线淡淡的 手上割稻子的动作不停 语气听不出什么别样的情绪来 然从侧面就能看到他青阳的嘴角 他比我更心疼我的手 戴个手套就能让他放心 为什么不戴 刘志向低头 看着手上针脚平整细密的怪异手套 不知想到了什么 眼底溢出柔色 不远处传来家里浑小子一声嘀咕 样子看起来是惯了点 根块连起来的面皮似的 不过戴着也还凑啊 快干活吧 刘志向埋头 三人几乎齐头并进 开始推倒道合的进程 第一天干重活留下来的酸痛疲惫还在 但是三个年轻人的动作不见减缓 一整天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收割比昨天还快 家里总共就十来亩地 剩下的明天再忙活一天也就差不多了 他们负责收割 割好的稻子堆在田地里 捆好之后 魏蓝魏红夫妻俩帮着挑到晒谷场 那里有九老坐镇 召集村子里一帮不下田的老家伙脱离晾 有条不紊 收工顺利 村子里的其他人家收工的时间 跟他们也是相差无极 待各家各户到田一并收割完毕 当天晚上 一群老爷们就吆喝着 上柳家大院摆起了龙门镇 喝得酣肠淋漓 全村丰收 这在杏花村已经不再是稀奇事儿 但是每个人心里依旧高兴无比 事情忙活完了 高兴尽头还在 可不得喝酒庆祝 柳家造访里坐满了人 气氛极是热闹 这热闹中几道人影悄悄地溜了出来 也没有去别的地方抱着一坛子酒 拎着几个酒杯转道去内院 正是风清白柳之下柳之秋跟薛青莲 村里老爷们谈的全是今天村子里来了多少个米饭子 村子里的大米价格再次飙高 这些不是他们关心的 也实在不习惯扯着嗓子聊天 在奏房里当了半个时辰的小透明 几人招架不住 溜了 内院很清静 跟造房的吵闹对比鲜明 此时明月当空 整个小院沐浴在淡淡的月色中 周围是村庄才能听到的特有的月下筹鸣 置身其中让人感觉心灵也受到月光的洗涤 宁静得很 这两天该准备回京了吧 嗯 俩都还在京城 自然是要回去一趟的 朝中事情也需要交接清楚 风清白笑笑 很快他跟生生就能带着孩子回到这里 开始过他们一直向往的生活 我的调令也下来了 龙猫回去后等新的知府归来坐交接 就得赶赴京城了 我以为七月你就会上京 七月你还在西凉 都担心你去了 谁有心思想那些 柳之下说这话的时候难得带上点情绪 不是不爽调令来得慢 是不爽风清白 很快就能回杏花村提前养老 而他却还要继续在京城累死累活 在儿鱼窝炸中陷阵冲锋 尖头被人拍了拍 男子一句 好好干 风沐寒那边就交给你了 把柳之下气得呕写 风清白要回京 大哥要回云中 你们一路上正好顺道 薛青莲去京城吗 柳之秋也有小算盘 在座的三人里三个都是他绝对斗不过的 他希望他们全部走人 以便他能延续自己在家中 继续位于年轻一辈食物链顶端的地位 他这话一出 三人一起看向他 怎么山中无老虎猴子成霸王 那哪能啊 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 把事情干完了再回来 那也是一样的 总要处理好首尾 保证日后安整无忧不什么 咱们家就在兴华村 还能跑哪去啊 什么时候回来都行 是吧 真不急 刘之秋笑呵呵的 正眼说瞎话 滚犊子 别装汉后 你装不来 刘之夏怼他 我没装啊 不信 你看我的眼睛 多真诚 对此 三人各自给出了精辟的评价 随眉鼠眼 张头鼠目 不堪入目 刘之秋体无完肤啊 我去 没人搭理他 另外三人基本当了不存在 继续之前的话题 我跟生生后天回京 至于薛青莲 去不去你自己决定 薛青莲沉默 他知道风清白的意思 京城 薛仲 还在南陵王府 不管薛仲曾经做了什么 名义跟事实 都是他的叔父 风清白是看在他的面子上 才会多问这么一句 给他自行决定的机会 决定薛仲是死是活 怎么死 怎么活 他沉默不是因为迷茫 也不是因为心软 只是回顾曾经相依为命那段日子 他心中 还是存下了一点不甘 他很想知道 相伴这么多年 为了叔父 他曾经拼尽全力 在叔父心里 对他究竟是个什么角色 亲人 还是工具 抑或是可曾有过那么一瞬 叔父 是曾经把他当成侄子看待的 他沉默 周围三人也没有出声 给他冷静思考的时间 我跟你去一趟京城 薛青莲再开口 是好一会儿之后 声音有些干雅 风青百应道 嗯 尖头 分别为柳之下 跟柳之秋拍了拍 这是他们给他的安慰跟支持 不管他做什么决定 他们都在他的左右 这些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出现 他是庆幸的 这是他生死亲人的朋友 而柳家大院里每一个人 其实早就将他看作家中的一员 二进院里有他专属的位置 想到这些刚刚覆盖上心头的阴霾 疏然就散了 薛青莲笑起来 慵懒散漫 透着他骨子里散发出来的不羁 那也是我该解决的首尾 解决完了 不管你那边事情处理如何 我都会先回新华森 闯荡江湖这么多年 爷爷有点累了 日后就搁着李阳老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1116集 以村都不是正常人 你这就要养老了 哎 薛青莲 你这不对呀 正当血气方刚 年轻力壮的大吼年华 应该是闯荡四方啊 这堂堂鬼一二十多岁 说养老 多让人笑话呀 去继续地闯荡江湖吧 柳知秋苦苦相劝 薛青莲邪逆 勾唇说道 万年老二 我去你妹夫 恼羞成怒没用 就算我们都不在 你也撑不了我 整天被老太太揍得 鬼哭狼嚎 你哪来的自信 当猴子王 哥 冯定柏 你们都别拦着我 今儿我不揍得 这丫头哭蝶喊娘 我就不是老二我 别闹 声声已经歇下了 这话是 风清白说的 刘知秋立即 掩齐息鼓 打他是不怕的 但是打起来 吵着喃喃 那可就不好了 厢房里刘玉生 确实已经歇下了 只是还没睡着 院子里的小吵闹 他能听得很清楚 二哥跟薛青莲 虽然相互叫嚣 两人之间 却是一点火气都没有 刘玉生玩耳一笑 闭眼入眠 一行人于浓忙之后的两天 动身回京 这次刘家人没什么伤感 取而代之的是 深深的期待 风清白跟老爷子老太太说了即将的打算 经由他口确定说出来的话 那么他是必然会做到的 也就是说 这次送别是赞别 待小夫妻俩下次再回来的时候 那就是长居了 以后阿修跟南南就会待在杏花村 还有八豆红豆也会回来 事已送别的时候 柳大笑容满面 嘴巴只差没咧到耳根 周围投来送行上不明就里的村民 被柳大吓得心惊胆战 以前哪次送别 柳大不是哭得稀里哗啦 依依不舍 这次居然巴不得 南南赶紧走的模样 咋地了 受刺激太大 有病啦 柳大全然无视周遭担忧的目光 用力地朝远去的马车挥手 南南 阿修 爹等你们回来呀 最后的尾音一波三绕 荡起回肠 陈秀兰实在不忍指使他这般蠢样 用力把人拖回去了 村民们几乎是立即围上了同样笑容满面的老爷子 老婆子 刘老哥 嫂子 大林这是咋啦 看你们一个个样子都挺高兴 有好事 是好事 刘老爷子背着双手笑眯眯地转身走往院子里 不过现在还不能说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你这老家伙 跟咱还买官子 你故意掉咱胃口是不是 老爷子那里故作高深 任凭大家伙 怎么问那就是不说 众人转耳围攻刘老太太 老嫂子 你是实在人 肯定干不出来掉人胃口的事 你给咱说说 到底啥好事啊 刘老婆子也没露口风 不是他们故意买官子 也不是不信任村民 而是封清白做出回杏花村的决定 并非小事 因为他是南陵王 所以在他真回来之前 一大家子决定 这个消息先行保密 免得造成大影响 所以老婆子麻溜地把话题就给岔开了 哎呀 看你们给急的 到时候就知道了 都别问了 赶紧散吧 还有闲情在我这儿问八卦 米贩子没上你们家折腾啊 说到米贩子 杏花村人人有话说 四个字形容 不堪折磨 注意力立即转移 当即有婆娘大腿一拍 急吼吼地往家走 不说了 我得各家院子守着去 那些米贩子跟牛似的 说了咱村大米不卖不卖 愣是装听不懂 挨家挨户地磨 买不了一筐 买一锣 买不了一锣买一把 真没见过这么能作的 你们谁有我采 我这好容易把人打发走 以为总算能清静了 那些个王八糕子 转头竟然去哄我家小孙子 哄到多少 从我小孙子那儿哄了一碗米 人群哄笑着散开 回家看门 一点也不夸张 最近他们杏花村村头村尾的 随处可见米贩子 以及大户人家的小丝 米贩子想要买米 大户人家的丫鬟小丝也是一样 米贩子需求量大 实在摸不到村民们送口 无可奈何也只能走人 转换下一家 最难缠的还是那些个丫鬟小丝 不要脸了简直 他们买米可以不论金 论粮都行 就为了能揣点米回去 给自家主子交代 蛇菜莲花十八般五一全用上了 哀兵计苦肉计 能想到的招通通往外使 兴花村村民苦不堪言 只有柳家大院没这个烦恼 那些人想来烦 也烦不到家里老爷子老太太头上 人没靠近柳家大院门呢 就被喂红喂蓝 给丢到村口去了 柳家大院在那些人眼里 乃是虎狼之地 靠近不得 至于下坡村 村里这两年大米连年丰收 口感不停翻档的消息 这些人自然不会不知 早早地就有人往下坡村去过了 下场是胡轮个的进去 胡轮个的出来 但是身上原本完好的衣裳 变成了破布条 脸上手上 但凡是能看到的皮肤 全是抓出来的血印子 下坡村人狼啊 两句话没说完 就被当成来抢米的强盗 给打出去了 还是大人小孩 骑上阵的那种 棍棒交加抓头发 个子小的脚丸冲过来 就猴子偷逃 特末的这一村子 都不是正常人啊 去过一次的人 这辈子都不会再 寻上门第二次 下坡村直接被买米的人 画了叉叉 于是仅剩的杏花村 就是重中之重 这场关于买米的攻防战 还会持续很久 那头跟柳之下 傅玉征在云州码头道别 抱了抱小毛豆 刘玉生 风清白 还有薛青莲 跟千一 踏上了开往京城的客船 京城那边 钱万金 早两天已经回到家 进门就先拉了 自家小石头回房 脱掉衣服 检查自己 还有哪里堆出了坠肉 开始第一步 减肥 接下来的几天 两人跟连体英似的 同进同出 处理不在家这段时间 堆积下来的琐事 核查完最后的一堆账本 宫里就传来御令 请两人进宫 时间扣得很准 宫里小公公刚传完话 钱万金就骂了一句三字经 盯着小公公问道 你们皇上在我这儿 安插眼线了吧 小公公冷汗都掉下来了 他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就是个传话 打酱油的 至于皇上 安眉安插眼线在钱家 不说他不知道 知道他也不会说呀 他是皇上的人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1117集 强敌坑干爹 皇太后也是知道 钱万金回京的消息了 虽然她这段时间 心思全部放在俩豆身上 外界的事情几乎没时间 也没兴趣去关注 但是宫里有个风墨寒 在大臣面前 端着高身风范 到了养心殿 立即就能化身 超级化牢的小皇帝 见天有空就往养心殿跑 她的嘴巴一张 还有什么是皇太后 不知道她 赵礼钱万金都回来了 皇室皇婶 理应也回来了 咱们这还扣着 八豆红豆俩人质呢 怎么他们一点都不着急呀 黄太太 你说皇室皇婶 不会打算把我一个人 撂皇宫里吧 皇太后手里 团扇一片 扇上小皇帝的脑门 自从前段时间 有了拍小皇帝脑门的 经验之后 这个动作 皇太后做得 越来越得心应受 谁人质了 我八豆红豆 怎么就人质了 你是皇帝 说话如此不讲究 成何体统 料她是应该的 又不是什么香饱饱 封莫涵干脆 把脑袋又凑近一点 随着皇太后扇子怎么排 反正也不痛 她担心的是自己 被皇叔皇婶放逐了 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诶 我这经过大量的事实 分析出来的 皇叔做那么多 不就想早早带着皇婶 回兴华村隐居吗 这绝对不行 皇奶奶 你得帮我 要连你都不帮我 我真的是成了 没人要的小可怜了 我 你想跟你皇叔 共进退 那肯定想的 这个很容易 你生个儿子善位 想去哪都行 封莫涵脸一下干了 她敢肯定 皇太后是故意这么说的 哪壶不开提哪壶 就是喜欢看她不高兴 心里非常扭曲 生个儿子善位 说得倒是轻巧 她后宫那一嘎嘎 个个都是不能下蛋的 她跟谁生儿子去 再说了 生完这东西 是有命中率的 就算是真有妃子怀上了 那生男生女 也还是有概率性的呀 最后就算是 生出个儿子 那不得养不得交吗 等到儿子能继承大统 她起码 已经被皇叔皇婶 撂下十几年了 皇太后 哪里是在给她想办法 她是在给她挖坑的吧 皇太后 可不管小皇帝心里 在想什么 用团扇将她大脑袋顶开 优雅在贵妃踏上斜椅 半躺在呼呼大睡的八豆红豆身边 看她们甜睡的小模样 现在已经十月中了 京城已经入秋 天气凉爽下来 俩玩白天更是好睡 风清白跟柳玉生走了半年时间 俩豆被她养得白白胖胖的 每天起床睡觉 睁眼就能看到玩灿烂的笑脸 能听到她们奶声奶气的血雨声 日子再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了 可是那夫妻俩马上就要回来了 他们回来 代表俩豆就要离开她身边 皇太后美妙的心情 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跌到了谷底 有什么办法能让那俩不回来呢 或者很久以后才回来 派人去狙击 那不行 恐怕会误伤到南南 带着俩豆跑路 那也不行 她是皇太后 私自离宫 有违规矩 可惜秦孝那个老混蛋不在京城 不然 她还能找个人一块商量商量 对策 秦孝不在 只能她一个人急得火烧眉毛 怎么办 事情刻不容缓 养心店一下陷入沉默 店里俩豆正睡得香甜 还有一老一少各自失神 各怀鬼胎 钱问津跟石仙柔道的时候 店里便是一股子诡异的气氛 皇太后 小枫儿 我们来了 怎么了这是 这么安静 吵架了 钱问津一上来 先打了一声招呼 眼珠子在两人之间来回地转悠 试图找出他们掐架的蛛丝马迹 吵什么呀 我都快急白了头了 风沐寒翻了她一个白眼 皇太后则举了团扇 朝大殿的另一侧指了指 坐 嬷嬷 凤茶 几人会议 那边矮鸡离贵妃塔有点距离 这样他们说话的时候 不会吵醒两个酣睡的玩 不急不急 让我先看看我两个干儿子干女儿 说来我也有半年没看到这两个小家伙了 钱问津压低了嗓音 迫不及待地走进榻子 拉着石仙柔一块去看两玩 一岁半了吧 长得越来越像了啊 要不是红豆眉心有胎记 我都要分不清谁是谁了 石仙柔视线也落在俩豆脸上 笑着点头 确实长得越来越像 两个人都更像男男多些 后面那句话 石仙柔视看了一眼太后脸色之后 生硬转口的 免得皇太后脸色晴转多云 一岁多的两个小娃娃 被皇太后养得胖乎乎的 尤其巴豆下巴都打了三个指 玩的五官 也随着越来越精致 特别像风清白 当然大家都知道皇太后的心结 所以在她面前的时候 话都是往能让她高兴的地方说 老太太一把年纪了 还不准她自欺欺人一把 大家都敬老 伸手轻轻地摸了一下 正好落在自己面前的脚丫子 感受指尖上羊指玉膏一样 绵软细滑 千万筋猥琐了 迅速地抓起小脚丫子 就往上面咬了一口 哎哟喂 还有奶香啊 软得都不忍心下口啊 啪 小脚丫子一收一蹬 正中面门 力道不大 但是很快 快得让人没反应过来 店内静默一瞬 视线奇奇地落到 踏上小奶丸身上 丸已经醒了 一个咕噜爬起来 墨浴般乌溜溜的黑毛 瞪得大大的 直直地瞅着千万筋 千万筋咽了一项口水 不知道为何 居然有点心虚 那个八道啊 我没咬你 我就轻轻啃了一下 你看你脚丫子上 连个牙印都没有 但是你刚才等我那脚 可是实打实的 你已经报仇了 真的 瞧着咧了嘴 哭得撕心裂肺的脚奶丸 千万筋有种 遇上强敌的错觉 他刚咬八豆的时候 八豆可没哭 结果人醒了 爬起来 然后又瞪了他一眼之后 才开始哭 反应的时间 会不会长了点 不 不是反应时间长 是人家玩 在用优势般救兵呢 会哭的玩 有糖吃 这个道理 千万筋从小就懂 可是八豆 你才几岁呀 强敌 坑干爹呀 在玩哭的第一声 被千万筋摇脚鸭子的举动 给雷住的皇太后跟风沫寒 齐齐清醒过来了 两人看千万筋的眼神 杀气腾腾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浮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一十八集 奶奶 答 此时踏上哭声已经变成二重走 红豆被八豆哭声惊醒 迅速加入队伍 情势越发不妙 前万筋往后敲摸地退了一步 黄太后 小枫儿 要不你们先哄吧 我改天再来 傻气更浓 石仙柔暗暗揉了一下眉角 拉着钱万筋到矮基旁边坐下 王爷跟楠楠说 忙完秋收就立即回京 姑母时间应该差不多到了吧 八豆红豆应该是想爹娘了 才哭成这样 柔宜 你睁眼说瞎话的本事 又见长了 风沫涵首先磨牙 想爹娘 八豆红豆只怕连爹娘 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吧 柔宜为了转移战火 竟然说出这么不要脸的托词来 那方石仙柔愣住 这么明显 非常明显 有进步是应该的 这脸皮 风沫涵要写福 恰逢老嬷嬷奉茶上来 一一地把茶杯放到个人的手边 到钱万金身边的时候 摩摩茶杯刚端起 还没来得及放下 就听到皇太后说道 前哨东家不渴 她那杯茶收回去 老摩摩手收得飞快 干净利落劲落在钱万金眼里 脸都绿了 石仙柔假装没看见 什么都没说 要是这个时候 她再护着小金子 分寸不让 那皇太后的火 会把他们一并给烧了 就当让让老人家 好歹让她把火气先降下去 皇上召我们过来 是想问问王爷和王妃的事情吧 还有薛青莲 薛青莲的事就不用说了 皇叔皇婶即将回京 刚刚已经说过 风沫涵起身 挽着袖子往钱万金走 现在来算算摇脚鸭子的账 金子说 你可别怪我以下犯上了呀 钱万金脸又绿了 知道以下犯上 你倒是别挽袖子呀 你别过来呀 皇帝跟人说要以下犯上 这亏得是旁边没外人 不然他钱万金 有几个脑袋都不够砍的 忍住想溜到媳妇背后的冲动 钱万金瞪眼 你怎么知道薛青莲没事 汤苗有事你还能笑呵呵的 早在回京第一时间 就来在我面前哭脏了你 风沫涵哼道 好歹他是皇叔亲手教出来的 连这点聪明劲都没有 他当什么皇帝 好了 既然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那我们就不多留了 等风轻百戈 风男的回来了 大家再去 说完 钱万金拉起石仙柔 就往外冲 此地不宜久留 先撤 双手插腰 瞪着门口逃之夭夭的背影 风沫涵了一声 也不留人转身跟皇太后一道哄玩去了 其实根本用不着吼 钱万金一走 小娃哭声立即就停了 跟装了开关似的 摁一下 眼泪说收就收 即便如此 依旧把皇太后心疼得不行 捏着八豆白白胖胖的小脚丫子 反复检查了好几遍 确定真没有留下牙印子 才放下心来 随后太后扭头 悠悠地瞅着风沫涵 那种眼神 让风沫涵只觉得浑身凉嗖嗖的 黄奶奶 这个不关我的事啊 谁知道前半金会 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来 我是真没想到我 真的啊 这事情随便换个人都干不出来 这个 钱万金好吃 他肯定是把八豆的脚丫子 当白玉豆腐了 嬷嬷 送客 皇上再来 拿鸡毛胆子伺候 黄奶奶 你看你气性大了吧 这真不关我的事啊 你要是还生气 要不下次等钱万金再来 咱把他给咬回去 黄太后不说话了 也不唤老嬷嬷 自个儿亲自去取了鸡毛胆子 莽腹驾驶十足 风沫涵一脑袋黑线 拔脚就溜 皇帝咋的了 照样有人敢揍 皇太后就是其中之一 还能怎么着 哑巴吃黄莲 有苦自己吞呗 这次是他看走眼了 他想不到钱万金是这种人 又赶走一个祸害 皇太后这才恨恨地 扔了鸡毛胆子 一个两个的 咬人 是狗吗 啊 他们是狗吗 嬷嬷 记得了 以后不准这几个人进殿 火害到我八豆头上来了 这账得记着 等风轻百回来了 跟他说一声 他要是不连本带力讨回来 别想把八豆红豆带走 老嬷嬷 老嬷嬷抽着脸 是 太后 其实太后的主要目的 还是在最后一句话 不让王爷 把两个小主子带走吧 前少东家做了一回 替死鬼 由不自知 妈妈 打 打 打 俩都坐在榻上一边喊 一边挥着小拳头 做出打的动作 挥一下 整个小身板都跟着动一下 气势万钧 看着俩都身上 跟着颤啊颤的小软肉 皇太后扑哧笑出来 哪里还窝得了怒气 好 打 挥着鸡毛胆子 往榻子边上轻轻地打了一下 皇太后扬作正经 以后 谁欺负我八豆红豆 奶奶就打他们 哼 打 打 八豆墨玉的毛子精亮 咧着小米牙 整个一兴奋劲头 看看自己被咬过的脚丫子 又看看鸡毛胆子 双手把裤头往上拽了一下 然后小拳头一握 又朝空气里挥了好几拳 这几拳打的是谁 不得而知 京郊码头 客船不按 脚底再次踩上码头 紧实地面 只身熙来攘往的人潮 环视周围熟悉的景色 刘玉生竟然生出一种恍惚感 不过离开半年多 感觉好像已经离开好久好久 走吧 马车到了 风轻柏牵起他 往停在码头不远处的马车走去 是南陵王府的马车 车帘子上有王府的徽章 疫情离开兴花村的时候 魏弘就往王府传信息了 王府每天都会派出马车到马头候着 什么时候接到人 什么时候算 芊衣跟在薛庆莲身后 看着马头来来往往的人群 嘖嘖称奇 没想到马头竟然这么热闹 好多人啊 比起来 西北马头就跟荒帝似的 冷冷清清 那是因为你们西凉皇帝变态 薛庆莲懒懒地回了一句 芊衣点头 我也觉得他变态 好在他已经死了 薛庆莲嘴角一抽 看了他一眼 看我做什么 我说的是事实啊 你真是西凉人 身为西凉子民 骂自己皇帝变态 庆庆他死翘翘了 真的正常 我是啊 你不是知道的吗 芊衣朝他一笑 跨上马车 那一笑薛庆莲看不懂 不过他也没放在心上 一个小丫头骗子 管他笑成那样是什么意思 他还能算计得了他不成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一十九集 老脸烧得慌 马车进城之后没有先回王府 直奔皇宫 从客船进入京城地界开始 刘玉生就归心思见 越靠近越想念两个玩儿 之前在杏花村隐忍的思念 好像一下子全部爆发了 思念之余更夹杂着愧疚 还有隐隐的情窃 风清白 你说八豆红豆 会不会不记得我们了 风清白笑笑 手指穿插进他的指缝间 食指紧扣 不会 母子连心 他们可能不记得我 但是一定会记得你 见到就能认出来 希望是这样 刘玉生微微松了一口气 至于男子话里的 他们可能不记得我 他全然没有放在心上 让风清白好气又好笑 感情只要俩豆记得他 记不记得当爹的 完全不重要 薛清莲坐在两人的斜对面 半偏着脸 视线一直在看着窗外 马车飞速 漆黑瞳孔里 倒影窗外接近 略影浮光 明明灭灭 皇宫珠红宫墙高耸 辉红巍峨 处处透着历史沉淀出来的厚重 宫门口守卫银色铠甲 在阳光折射下闪烁冷光 容色肃木 一身肃杀之气 这些落在刘玉生眼里 却显出一股亲切来 因为 这里是南陵 下车 宫门守卫最先看到四人 一愣之后立即行礼 随着四人踏入宫门 南陵王回来了的消息 立即在宫里宫外 以秋风席卷的速度飞船 彼时封莫寒正在御书房里 冥思苦想 绞尽脑汁 究竟要怎么样 才能让皇太后消气 八豆红豆是皇太后的心肝 咬了心肝小八豆的钱万斤 是她招来的 所以皇太后拿鸡毛胆子抽她 她一点也不意外 但是这活得灭呀 再不灭 等皇叔回来了 她还能有活路吗 皇上 皇上 大事情 宫里哪件事不是大事了 大呼小叫的 成何体统 封莫寒呵斥道 她正烦着呢 咋咋呼呼的 这不是往她刀口上撞吗 不是 皇上 王爷跟王妃回来了 现在已经进宫 天地下奴才禀报 说是正往养心殿去 小板子也远 皇上自己说的 一有王妃 王爷的消息 立即就跟她禀报 她兢兢业业尽职尽责 反倒被骂 成何体统 咣当 封莫寒坐下椅子 摔倒在地 人已经一溜烟地 冲出门去了 哎呀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含冤莫白的小板子哭了 同一时间 消息也传到了皇太后耳朵里 老嬷嬷禀报的时候 喜上眉梢 王爷王妃终于回来了 他们在西凉那段时间 皇太后嘴上虽然不说 但是她看得出来 皇太后实则也是为两人担忧的 果然听到消息的时候 皇太后脸色放晴 嘴角甚至染上了些许的笑意 但是下一瞬 就变了脸色 嬷嬷 把店门关了 太后 一走就是半年 把两丸丢下撒手不管 这是身为爹娘该做的 事情忙完了 才想起八豆红豆来 想着把丸要回去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关门 老嬷嬷不敢不听 吩咐内侍把店门关了 还上了门栓 伺候皇太后这么多年 她能不了解皇太后 是什么脾气性情 生气王爷王妃 丢下两个小主子那么久 固然是有的 但是更多的是 担心王爷王妃一来 就把小主子全带走了 这几个月 因着两个小主子在 养心店里每天都能听到笑声 热闹得紧 皇太后身上常年极具的估计 被小主子们一点一点地驱散 虽然一老两小之间 根本还没办法正常交流 也掩不住在一起相伴时的欢乐 如果王爷王妃真把小主子带走了 养心店又要冷清下来了 皇太后便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瞅着皇太后坐在榻子上的身影 老嬷嬷悄叹了口气 皇太后脸上的喜色已经退去 看着在她跟前 咿咿呀呀发单音的小玩 挤出的笑意 已经是极为勉强 哪哪哪哪哪玩儿 八豆举着一把小木齿 咻咻咻当棒吹石 红豆则是晃晃悠悠地爬起来 迈着小短腿 走了两步 瞅着距离近了 直接往皇太后怀里扑 被及时接住之后 咯咯直笑 爬回去走回来再扑 当成好玩的游戏 乐此不疲 小心护着不让小玩儿 从榻子上摔下去 在玩儿扑过来的时候 搂进怀里 都是小心翼翼的 皇太后拧着玩儿的笑脸 弯着嘴角 眼圈却慢慢地 蕴出微红 越来越红 玩儿们茫然不知 依旧无邪地 闹着笑着 门外再次传来禀报声 启禀太后 王爷王妃求见 不见 门外 私子亲切的柳玉生 已经站在门口 几乎贴在了门边 清楚地听到 里面飘出来的两个字 很是有力 回头 瞪着风清白 是不是你又惹太后生气了 风清白额角有黑线 隐隐地跳动 她也才刚回来 就算是想惹皇太后生气 也得有机会呀 但是朝她发难的是生生 所以这个莫须有的罪名 她啃 抬手扣响厚重殿门上的铜环 太后 别挣扎了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刘渝生想晕 太后闭门不见 她能想不出原因 就是怕他们回来抢斗嘛 这种时候 理应当时好好哄着 瞧瞧风清白跟二大爷似的 那嚣张劲 他是来火上浇油的吧 果然 里面先前还隐约透着点心虚的声音 顿时理直气壮了 不见 刘渝生挠头 挠风清白的头 风清白仰头 轻叹 拉住女子作乱的手 我想办法 别闹 这话放轻了声音 皇太后坐在最里的榻子上 距离远了一些 便听不清了 这让她觉得不踏实 她得知道 他们在说什么 才能想出最好的对策 眼角瞄向老嬷嬷 再瞄向大门 可惜老嬷嬷太过恪守规矩 此时微微低着头 垂眉脸目 愣是没看到皇太后的暗示 皇太后有心想开口吩咐吧 又想起风清白的耳朵 比狗还灵 没办法 咬了咬牙 把红豆放好 轻手轻脚地 起身往大门走 踮着脚尖 这下老嬷嬷总算是看到了 脸也扭了 想破脑袋 她都想不到 有一天皇太后 会做出这样不合体统的举动来 这可是最讲究理议规矩的皇太后啊 扭头瞪了老嬷嬷一眼 把老嬷嬷吓得再次低下头之后 皇太后继续往前前伏 一张老脸烧得慌 又把风清白恨上了 要不是风清白 她能干这样的事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二十集 只是喊喊口号 皇太后这头还在敲摸地往门口靠近 老嬷嬷一步一驱地跟在她身后不敢抬头 她把太后冷静下来之后 想起今日这番座态 全部落在了她眼里 很可能会生出杀人灭口的心思 轻微的响声传进两人的耳朵里 皇太后停下脚步 立即警觉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接着脸黑了红了又绿了 风清白 风清白就在她后殿的窗台上 堂堂王爷被拒之门外居然来爬窗 太后脸黑 随后想起既然风清白爬了窗 那刚才自己偷偷摸摸的姿态 岂不是全被风清白看去了 蹬的一下老脸烧红 再然后皇太后恼羞成怒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她的养心殿 风清白居然敢来爬窗 秦义 把她赶出去 应景似的 后殿某个角落里 从天而降一道黑影 啪唧 脸着地 分明是一早就被风清白制住了 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皇太后怒道 你怎么这么没用 秦义很是无语 她再有用 她也打不过南陵王啊 这功夫 风清白已经跳下窗台 走进殿内 神色坦然自若 浑然没有身为南陵王 竟然去爬窗 这是有多丢脸的觉悟 养心殿待客的规矩 改了 哼 南陵王上门的方式也改了 皇太后哼了一声 直到大势已去 索性大的方方 上前把门栓打开 风清白都已经进来了 没必要再把南南拦在门外 何况根本就拦不住 她自诩对风清白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但是今天这出 实在是她没想到 她没想到风清白完全不要脸 将门外几人放进来之后 皇太后便返回贵妃踏 经过含笑尽力的男子身边时 问了一句 你跟秦笑打 哪个迎面大 风沫寒毛光闪了一下 旗鼓相当 皇太后不吭声了 等秦笑回来 让她跟秦一联手奏风清白 此时柳玉生也进到店里来了 想起刚才被拒之门外的那一遭 再看已经飞快坐回榻上的皇太后 整个身板挺得直直的 挡在八豆红豆面前 从她这里只能看到俩豆 露出来的小脚丫 刘玉生哭笑不得 拒绝的架势摆得十足实啊 太后 嗯 让我看看八豆红豆吧 皇太后下意识不乐意 但是抬毛看到柳玉生的神情时 震了一下 随后慢慢地移开了身子 将一直被她藏在后头的八豆红豆露了出来 柳玉生眼睛是红的 眼底水光浮动 从看到俩豆小脚丫子开始 就在极力克制 克制眼泪滑落下来的冲动 她没想到自己会这么情绪化 但是真确看到一双儿女就在眼前 那种想落泪的冲动 便来得异常的凶猛 压不住 本来自己个儿玩得不亦乐乎的俩豆 乍然看到店里多了这么多人 很是兴奋 一点也不认生 两双同样漆黑成澈的大眼睛 咕噜噜转着 来来回回地看 八豆小牧尺一举 宣布观察结果 人多多多 红豆覆益 小牧尺往下一滑 发号是令 奶奶打打打 皇太后和店内的众人惊呆了 柳玉生眼里的五味杂臣百感交集 被杀得片甲不留 离开半年多 两个玩儿跟他离开时候的模样变化极大 张开了不少 又白又胖 尤其小身板几个月的时间 窜高了一大截 当初走的时候 他们还只会爬会坐 现在已经能扶着人站起来 会走路了 还会说话了 这本是非常值得为人父母者欣慰的事情 但是俩豆居然照面就喊着打人 顿时一切都不对劲了 这是往顽固路上奔的节奏啊 周围各处有视线聚集到身上来 皇太后皱皱眉 都看着哀家做事 不是要看孩子 看完了就退下 哀家今儿有些累 不便留客 下逐客令 却没说让夫妻俩把孩子带走 皇太后下意识地避开 以及故意引导这些人 一望要把孩子带走的念头 太后 八都要打人 刘一生动动嘴角 挤出声音来 同时心头生起一股不妙的感觉 没打 皇太后打得斩钉截铁 死猪不怕开水烫啊 确实没打 只是喊喊口号 你们能说他不对吗 不能 而此时 俩豆咕噜噜的视线 终于停在了柳玉生身上 对上了他看他们的目光 豆眨巴眨巴眼睛 懵懵懂懂 眼里似乎闪过疑惑 随后八豆 率先咧开了小米牙 小木耳指指指柳玉生 打 打 生生 生生 硬生虫红豆喊得更是响亮 柳玉生当场实话 这时薛青莲壳的脸都抽了筋 风青白什么都没说 但是从他军烈的表情 能看得出来他此刻内心的崩溃 除了千一 尚不明所以 一头雾水之外 三个都能在最危险状况下 面不改色的人 全部崩了 森 森森 生生 没错 八豆认出柳玉生来了 但是不知道这人 他应该叫娘亲 他直记得有个男人 见天在他面前喊生生 环氏这些人受了天大打击的模样 皇太后默不作声 神清气爽 不给他们点教学 他们真把孩子当成玩物 想到的时候拿起来玩一玩 有事儿的时候把物件随手一扔 就去处理所谓的当务之急 爹娘可不是这样当的 孙孙 孙孙 踏上小奶丸 游子欢快地叫喊着 小脸上笑容越来越灿烂 最后八豆又是一马当尖 觉得小屁股竟然扒着床檐往下滑 身板太小 滑下并不算高的榻子 也花费了他好大的劲 哼吃哼吃 憋红了小脸 等自己站稳之后 不忘伸手 把还在费力蹬腿 想把两脚着地的妹妹抱住 帮她一把 这期间 皇太后并没有帮忙 由着两个小东西 自己想办法自己尝试 只是眼睛始终紧紧地盯着他们 以便能在他们要摔的时候 立即扶纹 刘玉生跟风清白 也没有上前帮忙 没有急吼吼地 去将俩头抱起来 直敏唇看着 紧敏唇角 泄露出他们的紧张 一站稳 俩头就朝柳玉生扑来 迈着小短腿 摇摇晃晃 生生 生生 抱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 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二十一集 不得了了呀 蹲下身子 张开双手 接住扑进怀里的俩丸 刘一声将头 埋进他们的肩上 眼泪 晕湿眼角 冲出眼眶 终究 还是没忍住 八度红豆 看着他的时候 跟看陌生人 无异的眼神 还有那一声 森森 让柳玉生 恍恶 自己对孩子 究竟亏欠了多少 怀里的俩玩 并不安分 小脑袋在柳玉生 怀里 拱来拱去 小鼻子一耸一耸的 不停地 嗅着他身上的气息 那种熟悉的感觉 越来越强烈 四只小爪子 齐齐抓住 柳玉生的衣摆 钻得紧紧的 柳玉生沉浸在 难过愧疚中 没有察觉 然在周围的 风清白 薛清莲乃至 黄太后 都看到了 八豆 红豆 这是你们娘亲 不能叫孙子 得叫娘 到底 黄太后 还是开了口纠正 虽然 气小夫妻俩 当爹娘的不合格 但是他们的事情 也不是他气脑时候 说的那般不值一提 确实是当前不得不去做的大事 情有可原 而且柳玉生这模样 也让他心软了 为人无者 万般滋味 他哪样没体会过 他又哪会真的去为难柳玉生 自己的玩儿不认得自己 没有什么比这更难过 八豆从柳玉生怀里挣扎着 扭动小脑袋 想看浮在自己身上的女子的脸 距离太近了 看不着 但是那一声娘 却自然而然地叫出口了 不带犹豫的 娘 两个奶因一口同声 柳玉生心头酸涩更浓 人随之涌来的喜悦 又迅速将暗中酸涩覆灭 烟灭 虽然玩儿咬字不准 到底是喊了她娘亲 叫俩玩儿松开些许 柳玉生抬头 吸吸鼻子 笑看踏子上静坐的老夫人 太后 多谢 母后 多谢 风清白的道谢紧随其后 但是皇太后的脸却刷一下黑了 她觉得风清白是故意在个应她 谁要听她唤母后 听到另一道声音之后 俩都扭头看去 随后又看向皇太后 茫然疑惑的小眼神 等着皇太后告诉她们 这个人又是谁 哦 这是南陵王 她不重要 不用喊 皇太后认真地叫道 风清白很无语 柔捏眉心 回头她得想着 怎么让老夫人削减对她的敌意 虽然她不是很在乎俩豆立即喊她爹 但是 时时有个极具分量的拦路虎 给她制造障碍 那也不是她想见的 老夫人在俩豆心目中的地位 言下无法撼动 难道她还得每天跟皇太后斗法不成 薛清漓已经看出场中情势来了 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 好整以侠地看戏 皇太后不好对付 风清白想跟南南把八豆红豆带走 只怕要费上一番功夫 她就看风清白怎么解决问题 便见柳玉生抱着俩豆坐到了榻子上 风清白也跟上去了 延续她以前的习惯 抬手想把几年在女子怀里的八豆给拎起来 拎是拎起来了 小奶玩始终没离手的小木齿 也朝她当头拍了下来 眼睛圆瞪 小嘴配音 打 风清白勾了一下唇角 嘲讽轻吃 轻而易举的就接下了攻击 小木齿落在男子大掌 小奶玩使出吃奶的力气 憋红了脸都拔不出来 小手一松 就着被拎的姿势蹬腿 直踹男子面门 男子头微微一偏 避开了攻击 小脚鸭子落在男子肩膀上 接二连三 还有什么 刷刷刷 天降大雨 一股的那种 风清白躲过了明刀明枪 却没躲过明刀明枪遮掩的暗袭呀 目着脸 她就这么任由小奶玩 两手插腰 尿了她一脸 面无表情 目光冰冷 这是她人生中中中的第二次尿洗 阳心殿一瞬间静默 紧接着 围观者笑破肚皮 薛清莲直接笑倒在椅子上 手指巴豆地开当裤 这裤子穿得好啊 为什么没包尿布 脸上水滴还在往下掉 风清白牛脸看向已经快要差气的皇太后 咬牙一字一顿 回王爷 小主子很好带 这几个月已经不用包尿布了 憋不住的时候 小主子会叫人把尿 风清白脸色横冷 所以这一抛 十足是故意的呀 转回视线 跟小奶玩平行对视 一大一小如出一辙的表情 都没有表情 但是小奶玩有一种优势 脸嫩 所以哪怕他没表情 他眨把眼睛的时候 看起来依旧是满满的无辜感 尤其是被这样拎着的时候 他不挣扎 整个掉在半空 乖乖巧巧安安静静的 不仅无辜 看起来还可怜 小王八蛋 黄叔 黄婶 你们回来怎么也不提前通知我一声啊 好歹我也能去码头接人呢 店外 人未到雨先至 封墨涵兴奋地声陷传来 打破了父子俩之间蔓延的无形杀气 封墨涵来得很快 话音刚落 人就冲到店门外了 但是看到店内情况时 脚下一个亮枪 黄叔一脸湿大大的 下巴还在往下滴水 胸前的衣巾更是湿了一大片 发生什么情况了 不由自主 封墨涵视线落在巴豆身上 然后视线下移 滑到小奶丸的开裆裤 原本乖巧吊着的巴豆小脸突然一紧 眼里分明闪过警惕 两只小短腿迅速地抓住裤头 往上提 钻紧 这个动作让封清白眯了眼睛 了然 原来如此 出手如电 轻巧地撬开小奶丸紧钻的手 在玩茫然不知的时候 把那条开裆裤扒下 甩飞 成抛物线 落在大店门外 愣愣地 小巴豆低头 看到了白白嫩嫩的小短腿 还有腿上挤成堆的小肉褶 眨不了下眼睛好一会儿之后 嘴巴扁起 眼睛飞快地聚集两泡眼泪 哇的一声哭出来 惊天动地 一边哭一边喊 还不忘伸手朝柳玉生的方向拼命地伸展 眼泪大磕大磕地往下掉 沾得满脸都是 墨浴毛子浸在水光中 眼圈红彤彤的可怜极了 刚还笑叉气的皇太后脸色大变 看向风清白 目光怒火腾腾 刘玉生更是心揪成一团 冲上来就把巴豆抱进怀里 朝男子咬牙 风清白 风沫寒则是傻眼的状态 不得了啊 这手段升级了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集 黑心 黑心哪 小奶丸把风清白哭成了人民公敌 坑爹坑成这样的 以风沫寒十几年人生阅历 暂时还没找出第二个人来 平时看着 一岁半的小奶丸除了机灵一些 其他的真不鲜 今天亲眼看到这一幕 风沫寒终于能确定 小八豆这货继承了皇叔的绝对隐藏属性 阴险 风清白已经被赶到离贵妃踏最远的矮鸡那边去了 跟风沫寒薛清莲还有从进殿之后 就一直茫然状的千衣凑了一堆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呀 薛清莲歪在椅子上 兴高采烈 栽在自己儿子手上 有什么感想 来 说来听听 让我帮你分析分析 风沫寒不肯 竟然敢取笑他皇叔 这怎么能叫灾呢 一个刚断奶的小娃娃能有多大能耐呀 我皇叔是不跟小八豆计较 不然能被算计到一炮尿焦脸 薛清莲又一次浮在圈椅上起不来 千衣姑娘 你救薛清莲那天 我好像听到点动静 风清白慢条丝里地直起茶杯 吹掉茶面上的浮沫 说来 薛清莲知道你是怎么救他的了吗 两手撑腮津津津有味看八卦的千衣 浑身顿时僵硬 薛清莲则猛地从椅子上坐直 什么意思 要是当中没有古怪 风清白不会无缘无故地说这些话 正在斗嘴呢 风清白能见着他好过 但凡是他说出口又没说明白的 当中必然别有内情 这是他的依据之一 还有一点 小麻雀居然被吓得脸色都变了 他昏睡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你救的薛清莲 你懂结果 风沫寒插画 看千衣的神情充满了探究 你认不认识善赖 善赖没几天好活了 用不着问 他们两个也没有任何关系 薛清莲强势把风沫寒拨到一边 那天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救的我 本来谷已经解了 千衣一直没有透露口风 究竟是用的什么办法救他 连扶男男去打探 都没能打探出结果来 他想着这或许是人家的秘书 自然不能随意地对人说起 便不曾动过询问的念头 正如他自己 也绝对不会把自己制药的秘方 随意地告诉别人一样 但是听风清白刚才的话 以及千衣的脸色 当中分明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发生 而且事情一定不小 那他必须得问 他薛清莲从来不做糊涂鬼 他的逼问让千衣 有一瞬间的不自在 表情也不自然 含糊几次 解骨方法是我的秘密 怎么能随便说出来 再说 就算我说了 你们也学不来 那方法只有圣巫寨血统 纯正的女子才能学 你是男人 很有说服力 只有女子才能学的古术 薛清莲身为男人 连性别这一项都不过关 问了也没用 还有什么可问的 薛清莲几乎都要相信他的说辞了 如果他的眼睛不是那么飘忽的话 三言两语挑出一个秘心 始作俑者风清白 很是悠闲 没有产生半点的罪恶感 在薛清莲逼问千一的时候 视线又落到贵妃榻那边了 看着在皇太后跟柳玉生怀里 轮流打滚撒娇的小王八蛋 风清白眯眼冷笑 敢算计他 有胆识 这笔账他先记着 迟早有一天 让小王八蛋哭爹喊娘 视线再一向坐在皇太后 跟柳玉生中间 乖巧放送笑颜的红豆 风清白眯起毛子放松 嘴角情不自禁地 染上了笑意 女儿像生生小时候 一样地乖巧可爱 如果没有多一个小混蛋 在那蹦的 眼前的画面 会更加顺眼 柳玉生已经从最初 儿子女儿 不认得自己的难过 失落中缓过来了 随着八度红豆 一直粘在他身边 那种失落情绪 极快地得到慰藉 聊 咬 赖在柳玉生怀里 八度小短手指向风沫寒 又把自己小脚丫子掰起 高举到鼻子 给柳玉生看 咬 打 柳玉生事先 落在小奶丸 白嫩的脚丫子上 一头雾水 今儿早上 皇上在八度脚上 咬了一口 这是在告状 报仇呢 皇太后解释 镇定自若 风沫寒那边 虽然离得远了一些 但是习武之人 耳聪目鸣 这边说什么 怎么能听不到呢 一听小八度 居然只认识 她咬的脚丫子 还有皇太后 负责佐证 顿时心都凉了 不是我 黄叔 黄婶 不是我 是千万斤干的 这个 你当哀家 年纪大了 就忘心大 早上才发生过的事情 哀家会记错人 皇太后抬毛 皱眉反问 十足时的 不怒而为 不是 小八度 她 你欺负小八度 年纪小 说话不利索 想反口不认 风目还浑身都凉了 她算是看明白了 今儿个皇太后 跟小八度 祖孙俩联手 是要吃这只死猫 问题真不是她干的 你要是换别的时候 冤枉她 她认了也就认了 但是偏生在 皇叔 皇婶面前告状指 皇叔的手段 是她能受得起的吗 黑心 黑心哪 哦 身边男子 声线淡淡响起 风目还绝望地看去 对上男子 狭长毛子 凉薄眼神 完了 这个哑巴亏 她吃定了 皇太后 跟小八度的伎俩 自然是瞒不过皇叔 但是皇叔 为了讨好皇婶 让她背这个黑锅 还需要寻理由吗 完全不需要 八度 我是你哥 风目含叫道 企图小奶丸能听懂 看在亲戚份上 放她一条生路 八度眨把眼睛看过来 小短手顺势 提了一下裤头 脑袋便跟着转过去了 对皇帝哥哥的哀求 全无反应 红豆更绝 蹭蹭蹭地 跑到皇太后的手边 抱起扔在那儿的鸡毛胆子 拖到柳玉生面前 扔到她怀里 小手一指 刘 打 打 柳玉生也是绝望的 她能看不出来 小风儿是被冤枉了 但是她这才刚跟八度 红豆拉近点关系 要是不帮他们出头 回头会不会干脆不认她了 柳玉生纠结了一回 眉头就松开了 小风儿 委屈你了 风沐寒挤出一个笑脸 哭道 黄人儿 我不委屈 千一对眼前情形变化 看得是目瞪口呆 可以啊 两个小奶玩 刚学会发单音 就能斗皇帝了 这以后长大了 肯定有前途 刘姐姐果真跟常人不一样 人生娃娃 她生娃娃 她生的娃娃 聪明绝顶啊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二十三集 独当一灭 他真的不着急 最后 风沐寒自个儿 撅着屁股 让一口一个阿达的小巴豆 举起小木齿杖则 报了当初脱开裆裤之仇 这记仇的性子 绝对也是记成皇叔 小打闹了一番 刘玉生跟八豆红豆之间 越发和谐 皇太后在一旁看着 沉默不语 血浓于水 母子连心便是这般 不论分开多久 母子天性都是抹杀不了的 不然八豆红豆 不会毫不认声地 扑进刘玉生怀里 不会自然而然 叫出那声娘亲 他也不可能 因为自己的私心 真把八豆红豆 跟爹娘分开 就这样吧 男子那边话题 已经回到正题上 既然没有避开皇太后 简单提起 西凉发生的事情之后 就转到了薛仲身上 这么说来 薛仲突然身体出现问题 是因为死而不将的关系 确实是这样 刘玉生点头 当初小枫儿身上的死而不将 是他结的 所以薛青莲身上出现一样的症状时 他便有了大胆的猜测 谁能想到 善来会在薛仲身上同时下两种骨虫 就算我们软禁薛仲 避免他做出任何自残的行为 随着时间积累 死而不将也会要了他的命 那我们想再多办法 也保不住薛青莲的命 现在同命谷已经解了 我跟他之间的牵制关系也不存在了 不管他变成什么样都影响不了我 说这话的时候 薛青莲别有深意地 看了千一一眼 被若无其事地避开 刚才任凭他怎么逼问 千一都没有松口 说出那天发生的事情 这次我来京城是想彻底解决 我跟薛仲之间的恩怨 我要见他一面 他就在太医院 我怕人一天十二十分看着呢 你直接去太医院 随便找我人就能寻了他 薛仲身体突发状况之后 他就把人送到了太医院 让御医尽全力 延缓他生命流逝 不过现在不需要了 爱死就去死吧 薛青莲没有磨蹭 直接寻往太医院 千一立即跟在他身边 连个理由都不找 黄叔 黄婶 你们这一走半年多 连个音讯都没有 朝堂上那些大臣 已经好几次联名上奏 要黄叔出来主持大局了 要不是有元老 跟黄奶奶帮忙 光靠我一个人 这怕是镇不住他们的 现在黄叔回来了 明儿就上早朝去露个脸 薛青莲一走 风沫寒立即游说 这次我露脸让他们没话说 那下一次呢 每次镇不住的时候 都要找我镇厂子 风轻摆毛光淡淡 话语犀利 透出的压迫感 让风沫寒后背冒冷汗 他不是不懂黄叔的意思 黄叔希望他能尽快独当一面 而黄叔不在朝的时候 本应该是他能更好 巩固势力 积累威望的时候 但是他没把握好 风沫寒面上极惭愧 心下偷偷窃息 他不中用 那黄叔不就得继续扶持他吗 以黄叔的尽职尽责追求完美 肯定不能在他市 一滩烂泥的时候丢下他不管 所以独当一面 他真的一点也不着急 黄叔教训的是 下次我一定用尽力做得最好 男子清冷视线在他脸上停留片刻 在他脊背绷得越来越紧 几乎承受不住的时候 终于移开 风沫寒悄然松了口气 黄叔应该不会看穿的吧 在黄叔面前装得再好 他也不敢百分之百笃定 不会有破绽 黄叔是人精之王啊 刘一生跟黄太后没有插入这个话题 虽然风庆百跟风沫寒谈论正事 从来不会避开他们 甚至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但是这些事情 他们也自觉地尽量不参与 太医院 薛清莲找到地方之后 随便问了一个遇上的小药童 小药童也没有多问 就带着他七弯八绕地摸到了一间厢房前 然后躬身离开 非常放心 推开房门走进去 薛清莲就明白小药童放心的原因了 薛中就躺在正对房门的一张木床上 行销鼓励 面容枯高 而房中除了他之外 还有三个御医 有人看守小药童哪会担心来的是歹人 有可能会暗害薛中 何况除了守房的御医之外 这间屋子周围 各处角落 还隐藏着为数不少的隐蔽 风沫寒是把薛中当成稀有物品保护了 重重防守之下 出不了意外 房门被推开的时候 发出一压声 惊了里面的人 里面有人惊讶出声 薛神爷 你怎么来了 话问完之后 立即意识到自己问了蠢问题 薛神一会来 自然是为了躺在床上的人 他们可是亲戚 有人认出自己 薛青莲也不意外 他在王府混过不短的时间 也曾经进过宫 朝开口的人点了一下头 薛青莲走进木床 床上的人早就已经朝他望了过来 那双以前总是深沉难测 闪烁精光的眼睛 此时已经变得异常浑浊 毛光 温散 呆滞 你来了 薛仲朝他笑了一下 料到他一定会来一般 很平静 我来了 在床前站定 居高临下 薛青莲诞声说道 来了好 看看我现在的下场 你一定很高兴 薛仲笑道 声音呼呼响响 就像是破了洞的风箱 很难听 你的鼓解了 解了 哦 怎么解的 怎么 打听这个 你还想解鼓 薛青莲也笑 依旧是懒懒的 漫不经心 两人之间一问一答 又简洁 又充满火药味 守在旁边的三个羽衣 很是僵硬 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听下去 最后还是那个年老的御医 朝薛青莲拱拱手 既然薛神医来探望 我等不宜再次打扰 暂且告退 薛神医走的时候 着人告知一声即可 多谢诸位 之后不用再过来守着了 他这种病症 医术解决不了 之后我会把他带出宫 这 御医们面面相许 皇上可没给他们下达 可以让人把薛忠带走的命令 要是让薛青莲把人带出宫 回头皇上责怪下来 怎么办 皇上那里我会亲自跟他交代 薛忠会在这里 我相信也是皇上 看在南陵王份上 给我个面子而已 这个人 薛青莲扭头 跟床上枯高男子 四目相对 笑笑 不重要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集 等你老了 我就不嫩了 羽衣们一听就懂了 关于薛神医那点事 他们知道的不多 但是也绝对不少 既然薛神医当着薛仲的面 把话说成这样了 说明两人是真的撕破脸 再无转环的余地 他们这些人当然是站在薛神医这边 几人行云流水 退出房间 一下子 房间只剩下了三个人 薛仲 薛青莲 千一 那句他不重要 薛仲听在耳里 并未显出什么反应 只是在薛青莲让玉衣离开之后 把视线落在千一身上 他是谁 跟你无关 薛仲把视线移回来 定定地看着薛青莲 半赏之后说道 以前 你的性子再散漫不惊 再傲 也不会如此跟我说话 以前 我也没想到 你会亲手对我下骨 如果我知道 或许你这辈子 只会是某个山嘎啦里 无人问津的农夫 薛青莲冷冷地说道 我替薛红莲不值 薛仲一愣大笑道 不值 没有我 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薛红莲 是我造就了他 他就该还 所以当年白草谷灭门 你是故意让我看到那一幕的 为了激起我的仇恨 床上的人面色微扁 沉默 薛青莲扯唇一笑 我会让皇上放你离开 你自由了 以后想去哪里都可以 刚才如果薛仲面色只是微扁 现在便是大扁 眼睛薛青莲说完话 毫不留恋转身就走 我以为你来是有话问我 我已经知道答案 薛青莲 你给我站住 我话还没说完 男子头也不回 芊姨最后看了一眼床上白了脸的男人 抬脚跟在薛青莲的身后 后面屋子里 依旧不断有男人破风箱式的声音传来 最后化为嘶吼 你要放我自由 怎么自由 你向我死 你向我死 你站住 你让薛红莲出来 我要跟他说话 我叫你站住 你听到没有 你这个怪物 芊姨突然停住脚步 握着拳头重回房间 薛青莲知道他跑回去了 没有喝住他 也没有跟过去 这个距离 他能很清楚听到房间里传来的动静 薛中的骂声依旧 只是变得断断续续 惊恐又不愤 伴随他叫骂声的 是一连串乒乒乓乓的声音 屋里 牵一把自己能拿得动的所有能砸的东西 全往床上不能动弹的男人招呼 一地狼藉 最后压低了嗓音 指着床上苟言残喘的男人 怒骂道 怪物 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什么鬼样 尖嘴猴腮张头鼠目 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 看人不见眼珠只见眼白 舌底生疮脚底流浓 你才是真怪物 不仅怪物 还是个手不能抬脚不能动毛测自己都去不了的废物 看着就让人胃部抽筋 我呸 一口气骂完 临走之前 芊姨还举起小拳头 对着男人瞪他的眼睛 就是一拳 薛青莲不会打你 我会 你再骂他一句试试 惯得你 哼 办完要办的事情 芊姨立即蹭蹭蹭地跑出去 好在男子还没走远 加快跑上几步 便追上了 薛青莲 你别难过 你不是怪胎 你一点都不怪 真的 踮起脚尖 从后面拍拍男子肩膀 芊姨特地强调 男子回过头来 脸上浑然没有芊姨以为的落寞难过 挂着的全是嫌弃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难过了 好吧 他会错意了行不行 哼 嘴硬 明明就是难过 非要装得跟没事儿一样 算了 他不揭穿他 抿了一下唇绊 瞧着走路 松松垮垮 没个正行的男子 芊姨突然快步蹦过去 抱住他的手臂 扬起小脑袋认真地说道 薛青莲 你以后不用寂寞 我会陪着你的 相信我 我肯定让你没时间孤单 薛青莲脚步一顿 侧毛瞅着 又当了他手上挂件的女子 片刻之后痴笑道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寂寞了 小麻雀 你就这么喜欢自说自话自以为是 那你就当我自以为是好了 反正以后我都会陪着你 我可是你未婚妻 你在长老面前也下了承诺的 小麻雀 小麻雀 小麻雀咳嘴哼哼 那天你跟长老说的话 我全都听到了 男子汉大丈夫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我记得是你先跟我说 权疑之计 我是女人 用不着一言九鼎 耍赖 赖定了 吃了一声 薛青莲脉步继续往前走 手上挂件依旧在 把她手臂搂得紧紧的 而她没有甩开它 只不过嘴上也没停 小麻雀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叫倒贴 倒贴吗 那就贴吧 倒贴的东西不值钱 我要值钱干嘛 你也不缺钱啊 我要是值钱 你还要把我卖了换银子吗 银子可不会陪你聊天说话 我比你大十岁 我不嫌你老 我嫌你太嫩 等你老了 我就不嫩了 薛青莲闭嘴了 很有掐死这只麻雀的冲动 离开皇宫的一路上 总会碰见不少忙碌穿梭 在皇宫道路上的 公笔跟内饰 但凡是见着两人的 无一不侧目多看两眼 薛青莲本就是个 不在乎他人眼光的 谁爱看谁看见 他也不会少一斤半两的肉 看呗 芊姨同样是一个不会顾及他人眼光的 否则他不会在整个寨子男女老少不赞同的眼光中 孤注一掷 追随薛青莲来到南陵 天边坠着夕阳紫金色光芒笼罩整个皇宫 也淡淡打在两人身上 给两人镀上了一层紫金光芸 在光芸中 修长挺拔背影 与女子纤细娇小 融为一个整体 密不可分 我们不用等王爷跟刘姐姐吗 踏出宫门的时候 芊姨还犹豫了一下 他们不打招呼就走了 万一刘姐姐一直在养心殿 等他们怎么办 不用等 风清白那家伙事情忙完了会直接走人 不用担心他会等 他那家伙可没那么体贴 那我们现在去哪啊 自然是南陵王府了 在男子没看见的角度 女子偷偷扭了头窃笑 他刚说我们 他没纠正 那就永远都是我们 此时养心殿力 刘玉生跟风清白也准备告辞 只是遇上了一个小难题 两人要去抱八豆红豆的时候 俩玩造反了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秀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二十五集 相依为命的情感 养心殿力哭声震天 玩哭得撕心裂肺 刘玉生有一瞬是无措的 他花了小半赏的时间 好容易让八豆红豆 重新跟他熟悉起来 那种喜悦感还没下去 就被玩哭得七零八路 八豆红豆不肯离开养心殿 不肯离开太后 皇太后虽然嘴上没有反对 他们把玩儿带走 但是沉默坐在那里不说话 红了眼眶 这便是一种态度 刘玉生也红了眼睛 酸了鼻子 伸手想去把在榻上哭得玩抱起来 立即遭到了激烈的反抗 而躺下去蹬腿打滚 两只小手紧紧地攥住皇太后的衣裳 怎么都扯不开 他们也不敢用力扯 我们明天再过来 风轻白俯身 握住刘玉生的手 将他拉着站起 可是 刘玉生还想再说什么 然看到八豆红豆 已经飞快地爬起 往皇太后身后藏的时候 心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 狠狠地掐了一下 顿痛 沉默片刻 无奈点头 他们不在的这些时日 一直是皇太后照顾两个玩儿 八豆红豆对她的感情 自然深厚 这是无可厚非的 如今他们一回来 立即就想要把八豆红豆 跟皇太后分开 未免太过想当然了 离开养心殿的时候 刘玉生是黯然的 他跟风轻白都没有尽到 当爹娘的责任 反而是皇太后 在他们四处奔波的时候 尽心尽力照顾八豆红豆 将他们视若挤出 皇太后付出的 远远不是一点辛苦那么简单 当中包含着浓烈厚重的情感 那些都不是一点血缘关系 就能比下去大 出宫的一路上 刘玉生都非常沉默 风轻白轻叹了一声 将他拥进怀里 慢慢来 太过急切了 只会适得其反 刘玉生点头 我知道 他们亏欠两个玩儿的是养育和陪伴 这不是小半赏时间陪他们玩耍嬉闹 就能弥补回来的 诚如风轻白所说 只能慢慢来 八豆红豆是两条鲜活的小生命 不是物件 不是他们想如何就能如何的 正是因为两个孩子还小 他们还不会思考太多 所以他们做出的任何对外界的反应 纯粹只凭感觉 想要把八豆红豆带回来 他们一定要付出情感 去获取他们的信任 获取他们的重新依赖 其实我很感激皇太后 他对八豆红豆所付出的 远远比我们这对不称职的父母 要多得多 嗯 我也很感激他 风轻白轻声说道 他是男人 他在八豆红豆的事情上 显得更加理智冷静 但是他同样无法否认 皇太后对两个小玩儿 所真心付出的 所以哪怕他看出了 皇太后的小心思 他也做不出任何指责 那是个孤单的老太太 在他们不在的日子里 他尽心尽力照顾八豆红豆 但是他与八豆红豆之间的关系 与其说是单方面的付出 不如说他们是彼此陪伴 那是一种堪比相依为命的厚重情感 所以今天他才会做出让步 他不是不能强行把八豆红豆带走 但是如果他这样做 等于是亲手掐断了皇太后心里的寄托 那等于重新把皇太后推回以前的深渊 如果是半年以前 他或许能做得出来 但是现在他发现 他做不到 皇太后是个值得他真正去敬重的人 也值得他真心以待 如今他唤他一生母后 不缠半点虚假 风清白 我都明白的 怀里女子抬起头 鼻子还有些红 却朝他展露出笑眼 目光干净清澈 一如以往 嗯 他低头 凝着女子笑脸轻轻轻 匀了一声 有些话根本不必说出口 他们就能明白彼此想要表达的意思 生生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去接受八豆红豆或许不能在他们身边长大的事实 因为比起他们而言 皇太后更需要八豆红豆的陪伴 两个小玩儿早就已经成了皇太后好好活下去的精神寄托 掐断一个人的精神寄托 如同抽空他的灵魂 那是真正的残忍 回去吧 回头再看了一眼养心殿方向 刘玉生吸吸鼻子 释然道 好 他依旧只应一个字 但是牵着他的手 自始至终 不曾放开 余下的路不管是长还是短 都有他 陪他一起走 回到南陵王府 府中一切都没有变 就算他们不在 有管家操持 一切依旧井井有条 两人刚回到 魏子跟柳牙就来叩见禀报 当初两人乔装成南陵王跟南陵王妃 大摇大摆地回京城 完成了混淆试听的任务之后 就卸下了伪装 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 如今王爷跟王妃既然已经回到京城 两人自然要把这数月来发生过的事情 进行禀报 好在自从善赖逃离南陵之后 京中一直很平静 至于朝中 虽然偶尔也会有一些虫子蹦打 但是有三朝元老跟秦孝将军 以及皇太后 这三座大山压阵 那些赶出来蹦打的也只是做了一回小丑 再也掀不出什么风浪 皇上反手就能压下去 如今京中的形势 风清白在不在都已经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所有条件已经趋于成熟 禀报完毕 末尾的时候魏子犹豫了一下 开口说道 王爷 魏城那边可要把他召回来 风清白顿了一下 若无其事地说道 让他继续留守 一旦那边有什么消息 立即传信来报 是 魏子退下 从头到尾没有想过 尹魏营中安插在西凉的兄弟 其实有那么一段时间 完全被王爷抛在脑后了 根本就没想起来有这个人 刘玉生这边则把柳牙留了一下 当初把柳牙带在身边 是为了能有更大的机会进入苗江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苗江原来早就没了 所以柳牙基本没有派上用场 还平白地被耽误了几个月的时间 如今所有事情解决完毕 也该放人回家了 柳牙 这段时间多谢你帮忙 没想到带你出来一耽搁 就是大半年的时间 一定很想家吧 柳牙是小兔子性子 稍微一点惊扰就能受惊 唯有在极为熟悉的环境中 才能获得安全感 当初若不是逼不得已 他也不会游说柳牙 跟着他们一块去西北 好在最后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 柳牙没有受到波及 把人送回家的时候 他也能跟柳根博一家子 有一个好的交代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二十六集 魏叔叔 现在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 暂时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过两天我叫人送你回柳家农庄 到时候你便能跟家人一块团聚 以后你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 可以尽管来找我 只要能帮得上忙 我一定不推脱 谢谢王妃 站在柳玉生面前 柳牙一直怯怯地低着头 双手藏在袖子下面搅啊搅 在听到柳玉生说要送她回家的时候 双手搅得更加用力 几乎要把趾骨给扭断 因为她低着头 柳玉生也看不到她的表情 是已察觉不到她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最后伸手拍拍她的手背 笑道 要说谢 也是我们说谢才对 好了 你先回去准备一下 收拾收拾 看有什么东西需要带的一并整理起来 两日后我安排人送你回家 柳牙轻轻点头 起见飞快抬头看了柳玉生一眼 嘴唇微动 像是有什么话想说 却又不敢说出口 欲言又止 然后在柳玉生刚刚皱眉疑惑的时候 便飞快转身离开 又是跟小兔子似的 受到惊吓就会立即躲起来 柳玉生眉头微醋 有些茫然 柳牙刚刚是不是有话想要对她说 以她那个性子 只怕真有话 她也不敢说出来 有些头疼的捏捏眉心 柳玉生叹了一口气 回头她再找她来问一下好了 不然想要等柳牙自己主动说出有什么要求 只怕得等到天荒地老 事业 一行人用过晚膳之后 各自回了房歇息 到底是坐了十几日的船 航程再快 身体也是疲累的 主子们歇下了 王府的下人们依旧还在忙忙碌碌 做着一天的收尾工作 而在王府后院的某个角落 一道纤细身影在某厢房门前不停地徘徊 偶尔听到什么动静的时候 就会像受到惊吓一般 立即把小身板往旁边的园林躲去 在这声响消失之后 才又战战兢兢探出脑袋 试探着走出来 然后继续重复之前徘徊的动作 魏子觉着头疼 他就在这个角落的暗影里直守 看着女子在不远处的厢房门前 来来回回 已经转了上百圈了 从出现在这里一直到现在 他看了无数次 他抬起脚想要走过去 然后又把脚给收回来 好像想要做某件事情 却始终没能鼓足勇气一般 但是又不甘心离开 本来他不想理会的 但是女子徘徊的那间厢房 正是他平时休息用的睡房 只做累积的时候小气之用 其他时间 他都需得藏在暗处守卫王府 以及王爷的安全 前段时间因为西凉的事情 他带女子乔装打扮回京 也算是朝夕相处了几个月 对他的性子了解得更透 说柳崖是小兔子 那都是抬举 兔子都比他胆子大 但是他的毅力又绝对比兔子足 否则今天晚上 他不会在他厢房门前 徘徊一个多时辰 不肯离去 你走来走去一晚上了 到底想干什么 角落里突然飘出低沉男生 把柳崖给吓了一大跳 差点没立即扭头就跑 但是下一瞬 便又立即放下心来 甚至连刚才徘徊时候的紧张害怕 都消散了大半 那是魏子的声音 虽然没看到人 但是听到他的声音 也能让他感到安全 魏叔叔 不由自主的 他朝声音来源靠近几步 其实他是知道 他灌场在这里职守的 他悄悄观察好几个月了 这个地方是他平日休息的地方 而乡房背面就是王爷王妃居住的主院落 宇清院 那边要是有什么动静 魏子能立即现身保护 眼瞩女子靠近几步之后 开始一步三挪 自以为别人察觉不了一般 往她藏身的地方越挪越近 魏子沉默 眼眸忧神 魏叔叔 我过两天 就要回家了 王妃说 让人送我回去 你 你能送我吗 又靠近一点点 女子声音里藏了窃喜的雀跃 不能 顿了一下 魏子走出暗处 在女子不远处的郎柱下靠着 诞生说道 我是王爷贴身侍卫 首要负责王爷王妃安全 送人回家这样的事情 会另外安排人手 不能吗 女子肩膀垮下来 小脸挂上显而易见的失望 以及失落 要是你能送我 那就好了 小兔子 我不是兔儿娘 你当然不是兔儿娘了 她从来没有把她当娘 自己是什么性子 她怎么可能不知道 她就是待在她身边的时候 就会变得不是那么紧张害怕 像现在 面对她的时候 她也能侃侃而谈 说话不接吧 回去接着吧 很晚了 看了一眼 从她走出来开始 就直直盯着她不挪眼的女子 魏子淡淡地吩咐了一句 转身走回暗处 王妃说 要是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求她 她能做到的 一定不推腾 我去求王妃 让她恩准 让你送我回家 暗影里 魏子脚步微微亮强了一下 回头女子沐浴在柔和月色下 朝着她的方向 隐隐前笑 此时浑然看不出 丁点胆小小兔子模样 跟正常人无异 这段时间相处 随时间越久 她在她面前的时候 表现得越发自然 魏子隐约知道是什么原因 她不是十几二十来岁的矛头小子 对某些事情一知半解 只是那种认知 让她觉得有些好笑 小兔子 记住 你叫我叔叔 魏叔叔 女子纠正 回去歇着 女子又开始一步三挪 挪啊挪 挪到她刚才靠的廊柱 轻轻地坐在了廊柱下 把她说的话视若罔闻 这个时候胆子倒是大了 魏叔叔 我 我在这里 看看月亮 别搅的理由 角落里没有再传出声音 女子也不再说话 真格的双手脱塞看月亮 不远处 偶尔依旧会传出响动 府中下人忙活琐事 就算是把动作放到最轻 也不可能没有一点声音 人之前还会被这种响动吓得 躲到园林后面藏起来的女子 此时却一点没露出受惊吓的表情 很是自在 很是惬意 很放心 十月末的月亮 很大很圆 高悬夜幕上 洒落下来的月光 让大地如笼青纱 极是唯美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集 处理薛仲 一日 用过早膳之后 刘玉生又把柳牙叫到跟前来 给了她一个小小的荷包 我这边已经安排了人 明天就送你回豫州 回去的时候不能两手空空 这荷包里有些银子 你且拿着去给家里人买些礼物 王妃 不用了 蜈蚣不受禄 我 我不用买什么礼物 柳牙被吓得炸毛连连白首 这般模样让柳玉生哭笑不得 跟我说话结巴呀 在柳家农庄的时候 你都没这么怕我 我不凶啊 这是野鱼 柳牙自然听得出来 小脸一下战红 王妃是好人 他当然知道 只是他性子如此 他想改也改不了 那时候在柳家农庄 他感激王妃给家里人治病治伤 一直努力跟在他身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那是他当时做过最大胆的事情了 但是现在再见 时隔半年有余 当初鼓起的勇气早就不知不觉消失 在王妃面前 他依旧缩手缩脚 柳牙心里其实也是着急的 担心王妃对他不高兴 看女子战红了脸 要急得哭出来的样子 刘玉生不敢再逗他 这是我的心意 不能推辞 而且里面装的银梁也不多 买些小物件倒是足够 待会儿府里厨房那边有丫鬟要出门采买 我让他陪你一到上街 身边有个人 你不用害怕 刘玉愣了一下 又开始搅手 小眼神乱飘 欲言又止的模样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刘玉生主动问 递出台阶 刘玉立即重重地点头说道 王妃 我还是 我不认识厨房的丫鬟 能不能让 让魏叔叔 魏叔叔陪我上街 买东西 刘玉生刚端起茶 抿了一口 喷出了一半 魏叔叔 魏子 刘玉生嘴角抽了 而她的反应 让柳牙脸上迅速红的发紫 甚至身子微侧 极有随时拔脚就逃的价值 恐怕不行 刘玉生立即整了表情 在柳牙失望的眼神下解释道 魏子一大早就被派出去办事去了 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 你要是不想跟府里的丫鬟一块儿去 待会儿我陪你吧 不 不用 柳牙飞快地拒绝 几乎跳起来 让王妃亲自陪她逛街买礼物 她做不到 要上街 我也是刚来京城 还没时间好好逛逛呢 正好了 我陪你去啊 门口传来千一 欢呼雀跃的声音 人随之蹦蹦跳跳地走进来 柳牙下意识地往旁边退了一大步 把头埋得滴滴的不吭声 这般表现让千一大为惊喜 怎么有人能胆小害羞成这样 我叫千一 是跟着刘姐姐从西凉来的 你叫我名字就好 你想上街买东西 我也想上街逛逛京城 我们俩做个伴吧 千一性子比较活泼跳脱 但是人很好 你们两个年纪差不多大 应该能玩到一起去 柳牙 周围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可怕 有坏人也有好人 而我相信 好人一定比坏人多的 多给自己跟周围一些信心 大胆去尝试接触看看 你一定能得到惊喜 刘玉生鼓励道 当初带柳牙出来 最主要的原因 自然是因为需要她的帮忙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也是希望她能够借由这段阅历 让柳牙打开心扉 走出那段阴影 走上正常人该过的生活 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没想到到达西北之后 会发生那么多事情 以至于 原先所有的打算 都被打乱 没能得以实施 而柳牙也只是在西北西凉 露了个面之后 又急匆匆地赶回南陵 对她的心理治疗 根本于事无补 就拿自己为例 刚出现在柳家农庄的时候 柳牙在她面前 是可以正常说话的 出现鸡巴的情况 极少极少 因为那时候 她帮助柳牙家人 得到了她的信任的依赖 那时候若能一鼓作气 对柳牙的心理治疗 是极为有利的 可惜随后横生了那么多枝节 再见面的时候 柳牙面对她 反而比之前更加磕磕绊绊 对于柳牙 并不是柳玉生 非要按照自己的意愿 去将她硬从她的保护壳里 拉出来 而是柳玉生感觉到柳牙自己 也想跨出那一步 所以她才想伸手拉她一把 这是一个心灵干净到透明的女子 命运先让她遭遇到了不公 那么她希望 最后柳牙 亦能得到生活的眷顾 有了柳玉生的搭桥见梁 柳牙悄悄抬眼去看千一 结果就对上近在眼前的灿烂笑眼 跟着手臂被女子晚上 拉着她往外走 走走走 我们别耽搁了时辰 我现在算是初来乍到 对京城一点都不熟 听说你在这里已经住了几个月了 但是也几乎没有自己单独出过门 两个都是心丁 那我们就结伴一起去闯荡吧 柳牙很无语 闯荡什么的 用在这里不合适吧 他们只是去逛个街买个东西而已 又不是要闯荡江湖 这是心理吐槽 她自然是不敢说出来 瞧着柳牙几乎是被千一半抱半拉着走 却没有说出拒绝的话来 刘玉生在后头玩耳失笑 这两个小姑娘一个是胆小警惕 一个是活泼大胆 性格正好互补 加上又都是心思纯净的 只要柳牙愿意 他们就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两人离开不久 风清白就从宫里回来了 事情办得如何 见到她 刘玉生立即问道 小事情说句话而已 位子已经把人带去城南了 风清白在她旁边坐下 拿起她刚才小敏一口的茶杯 满满的品 慢条思理 一点也看不出刚才 去做了有点不人道的事情 薛清凌呢 顿了一下 刘玉生又问道 风清白挑眉笑道 你还担心她 若她没有彻底放下 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以后他们之间 没有任何关系 早上风清白入宫 是去处理薛仲 既然薛清凌对这个人 已经没有任何牵挂 两人之间也断了牵扯 那自然不用继续留她在宫里 花费人力物力财力去伺候着 想尽办法给她续命 薛仲 她配吗 人现在已经被扔出皇宫 预料到自己的下场 知道已经失去最后的保护伞 那个曾经可称一方枭雄的男人 露出了各种丑态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集 结果如何 可以预见 破口大骂 涕泪横流 撒泼打滚 哀讨祈求 被脱离皇宫的一路 薛冗几乎把所有能用的手段都使出来了 丑态比之市井泼妇都不如啊 听到风清白说起当时的情况 刘玉生不知道作何反应 幸亏薛青莲没有亲自过去 不然看到薛仲那些作态 只怕会受到打击 在众人印象里 薛仲是个骁雄 奸诈狡猾 手辣心狠 诡计百出 而且有韧性能忍耐 他也不怕死 至少在被抓之后 薛仲从未表现出过怕死的情绪来 于是刘玉生便也以为 还真是个不怕死的 总算得是硬汉一条 哪里知道最后的事实 会这么打脸 原来他不是怕死 他只是知道自己死不了 所以有事无恐 他以为同命骨能稳稳牵制我们 只要我们想救薛青莲 就势必要保他的命 他总有条件继续活下去 所以就算是知道自己身体中了两种骨 他也没绝望过 他是笃定了 我们会想尽办法救他 风清白鸡窍地倾钩唇角 他没想到薛青莲身上的同命骨 竟然有解 而且真的解掉了 刘玉生顺势分析 薛仲是昨天察觉的吧 薛青莲去看他 他见到薛青莲身上没有一点病态 心里便有数了 所以终于开始着急开始害怕 所以被扔出皇宫 他才会百般丑态近漏 现在是彻底没人管他了 薛青莲也不会再可怜他 以他那具千疮百孔的身子 加上还是个瘫痪的 没人伺候的话 下场能好到哪里去 即便是去城南乞丐区要饭 他都抢不过其他的乞丐 结果如何可以预见 那个曾经在南陵牵扯出 一连串事端的人 如今对他们 再也起不到任何威胁 薛仲的存在 可以从他们的生活中抹去了 随即刘玉生又想到 你出门 不单单只是去处理薛仲的事情吧 多大点事 用得着他南陵王亲自出面 随便着个人去跟小枫儿 说一声就行了 根本无需劳动他的大驾 风清白唇角 凝出一抹笑意 哼 最了解我的莫过声声啊 这是毋庸置疑的 说正事 刘玉生不谦虚 他自然了解他 从内到外 从脚趾头到头发丝 去了御书房 让风墨涵调整政令 尽快调指下入京 他来了 我就清闲了 嗯 我大哥就受累了 这么多年 只有我一个人忙得 甚至顾不上娇妻 那怎么行 既是兄弟 当友难同当 也该是他尝尝滋味了 你兄弟多了 钱万金 薛清莲 还有我儿哥呢 刘玉生掰着手指头数 只有指下一个人入仕途 可惜了 只求半途回家务农了 这是为二哥逃过一劫晚期吧 削仲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两人话题回到眼前 想着早上 风清白入了宫 刘玉生心头一动 你可有去养心殿 没去 风清白无奈 尤其是在想起养心殿里面 除了乖红豆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小祖宗 便觉得太阳穴一阵一阵地刺痛 我去了 要么是进不了身 进身也只有被整的份 你知道的 一句你知道的 道尽沧桑 明明知道是伤感的事情 刘玉生却觉得有些好笑 忍俊不禁 连他都弄不明白 为什么八豆 对自己亲爹会有那么多小心思 但凡风清白靠近他 他都想尽办法地捉弄一下对方 风清白都被他兜头兜脸 尿过两次了 细想父子俩之间 从八豆出生开始 就有的争斗 真的是又稀奇 又让人捧腹 你到底是哪里得罪他了 他那么记你的仇 风清白贪手道 我也很想知道原因哪 随后顿了一下 风清白看向 游子无嘴闷笑的女子 毛光微暗 难道 他还在你肚子里的时候 知道我每天都欺负你 柳玉生呛了一口水 差点咳差气 这个欺负是什么意思 见仁见智 反正柳玉生脸红了 而且恼羞成怒 狠狠剁了男子脚背一脚 你怎么不说 他还在我肚子里的时候 就知道你对皇太后不好 所以出生以后 想着发地帮皇太后出气呢 随即两人一愣 四目相对 脸上皆划过目染 不会吧 会 所以在八豆红豆心里 太后比你这个亲爹还要亲 跟红豆无关 作乱的只有八豆一个 事实证明一点 这小子打小吃里扒外 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等他再大一点 丢出去流放 此时还在养心殿里 咯咯笑的八豆全然不知 自己已经被定下流放的命运 在不久的将来 被亲爹一脚踹出京城 半个时辰之后 刘玉生跟风清白再次入宫 这次的目的地直指养心殿 开始了夫妻二人在孩子面前 混脸熟争宠的苦逼之旅 对柳玉生八豆红豆欢喜得紧 见到来人就迈着小短腿 摇摇晃晃地抢着往他怀里扑 然对风清白 红豆还好 会裂开小嘴朝他根根甜笑 八豆就大不一样了 但凡是发现风清白靠近 立即就浑身炸毛 把眼睛瞪得圆圆地警惕 还会呲牙 举起小拳头 用力地挥舞道 打 打 你再过来 你再过来我就打你 风清白被气得脸色病冷 双手抱臂站在不远处 跟小王八蛋四目相对 彼此眼神都带着杀气 就看谁的眼神先杀死谁 偶尔风清白不信邪 硬生生地往前靠近些许 就会发现小奶丸瞪他之羽 还会频频做一个动作 把自己的开裆裤 不停地往上提 风清白便了然了 原来 这也是癥结之一呀 可惜了 这个丑 小王八蛋一辈子都抱不了了 裤腿传来一股极小的力道 伴随奶声奶气的 一压声传入耳中 风清白低头 对上小奶丸 黑与琉璃般无邪的毛子 刚才注意力都放在 小王八蛋身上了 一个失神的功夫 漏看了小红豆 没想到 他竟然走到他脚边 小人儿穿着粉色的鞋巾 忌惮小衣 绒绒毛发 还有些稀疏 软软地趴在小脑袋上 此时正仰头 用琉璃毛子看着他 粉粉小嘴一脸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二十九集 屁股凉转圈圈 风清白在那一瞬间突然整个就蒙了 愣愣地手足无作 做不出任何反应 除了在生生面前 他从未如此情绪外显 也没有过如此傻气 可是这一刻 对着那双无邪的眼睛 听着他嘴里喊出的咬字不清的嘚嘚饮 他竟然傻在那里 双手颤抖 有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感觉 从心头滋生 迅速蔓延至四肢百骸 最后又冲出鼻腔 流窜出酸涩 而那一刻 他整个心房 胀满了情绪 异常地满足 他的女儿喊他爹爹了 低头四目相对 眼眶晕上湿润的雾气 风清白回过神来之后 便飞快地将雾气延去 蹲下身子 将小奶丸整个拥紧怀里 他的怀抱如高山空谷 而他怀里的小娃娃 是这片山谷生长的珍宝 他有那么小心翼翼才敢将他拖起 唯恐力气稍大一些 便会勒腾了他 他若是疼了哭了 那他的心便等同被人划上一道了 这一刻 风清白终于理解了 岳父对生生的情感 那是无可比拟的父爱 小红豆 再叫一声跌跌 小红豆咧嘴露出小米牙 笑得欢快 风清白笑了 抵着小红豆的小脑袋瓜子 笑得湿了黑结 刘渝生在一旁跟八豆玩小木齿冲纱 意想这一幕看在眼底 眼角眉梢 结实柔软笑意 在他旁边端坐的还有皇太后 面上淡淡的 没有什么特别表情 好像这一幕 没有什么特别 没人看见小红豆 在走过去拽着风清白裤腿 嘴里喊出爹爹两个字的时候 他眼底闪过欣慰 他疼爱八豆红豆 疼爱到骨子里 他纵着它们宠着它们 也亲自教导它们 玩儿有自己的小脾气 但是不代表小玩儿 没有家教 再纵容小娃娃 玩儿也不会疏忽了它们的教导 礼仪廉耻笑涕忠信 他会一一地教育它们 母后 辛苦你了 那方传来男子轻轻淡淡地声谢 音量 恰好他能听得到 抬毛朝男子看了一眼 皇太后不置可放 还叫乐意 言下之意 我乐意 用不着你马后炮 来做什么感谢 做什么慰问 反正怎么都不会跟你在意国 被皇太后怼回来 风清白一点也不在意 嘴角琴致的浅笑始终没有消失 她知道如果不是皇太后私下里教导 红豆不可能会喊出爹爹两个字来 因为周围根本就没有参照物可供她学习 皇太后对她有怨 却不曾将那种怨气转接到孩子身上 爱憎分明 这个老太太越相处越熟悉 值得她敬重的东西越多 要是看她吃憋能让她高兴 无妨让她高兴一回 有女万世俗 风清白这个时候特别豁大 但是不计仇是不可能的 那边还有个小王八蛋 对她依旧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模样 看她小且让她嚣张几年 朝小王八蛋瞥了一眼 风清白笑意凉凉 八豆有些茫然地扭头左右望望 然后又站起来勾着小短手摸摸屁股 跟着眼睛往脚边打着转地看 八豆 怎么了 怎么转起圈圈来了 对小奶丸突然地举动有些莫名所以 刘玉生好奇地问道 梁 梁 梁 八豆嘴里低嚷着 依旧转着圈圈到处找 梁在这儿呢 八豆 皇太后实在看不下去了 八豆是说 屁股梁 屁股梁她转圈圈做什么 大概是想找找看 什么东西弄得她屁股凉嗖嗖 两人对视一眼 随后齐齐朝风清白看去 又若无其事地收回目光 啊 他们家八豆 第六感贼抢 这一上午 阳心殿很是热闹 而且殿中几人明显 又不明显地被分成了两拨 八豆太后柳玉生一拨 风清白单独一拨 但是两拨人马当中又有小红豆跟柳玉生作为连接 微妙又搞笑 好像是两个互相赌气的孩子玩过家家 谁也不理谁 谁都不肯跟谁先低头 只不过是这两个孩子当中 一个是才一岁多点大事不实的小奶丸 一个是威名赫赫响彻南陵的摄政王 威风八面的摄政王跟一个一岁半的小奶丸较劲 若是船将出去确实会笑掉人大牙的 得是多低的觉悟才会把自己放到跟小奶丸一样的高度啊 被柳玉生明晃晃这般取笑的时候 风清白一点也没觉得脸红 他们家这个小奶丸不能小看 那不是一般人 风清白更趋向于他们家八豆脑子构造不正常 反正正常孩子 诸如他自己 小时候就从来没有干过尿习亲爹这种事 想都没想过 穿着开裆裤势又逞胸 以为年纪小不懂事 别人就得让着他 惯得他 这边像微妙的奇乐融融 另边像千衣拉着柳牙 早就上了京城大街 兴致勃勃地穿梭在大街小巷各种店铺 南陵京城比我们那里的都城繁华好多啊 置身人潮 感受这里的喧嚣繁华 千衣感叹 皇城不是大多一样的吗 接触了一小赏五 对千衣活泼直白的性情 渐渐有些习惯了 柳牙说话也胆大了一些 不会再一直对她低着头 偶尔也会抬头看她一眼 当然不一样了 长巨柳牙各方面真的非常匮乏 千衣把人拉到一边 开始细致地对她科普 南陵跟西梁怎么能一概而论呢 南陵跟周边各国都保持着良好关系 刚才一路逛下来 我发现了好多别国的商人 你们这里的商业 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这种景象在西梁是见不到的 西梁不跟别国交流通商啊 整个都城只有西梁人 对比起来就萧条好多 而且见不到心意 就拿西梁都城那些店铺来说 几十年不变 单一无趣 但凡去过一次 隔个一年半载 或者五年八年的你再去 当初格局是什么样 还是什么样 完全没有变化 柳牙听得一愣一愣的 除了听懂西梁都城 枯燥无趣不好玩之外 就一个感想 千一好能说会道啊 别愣着了 逛了这么久 还一点东西没买 你不是要带礼物回家吗 这些我超级懂行 我帮你张眼 拍着胸脯打包票 千一跟大姐头似的 带着小弟柳牙 转身往各大店铺行进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三十集 我骂狗好狗不挡道 半早上接触 她算看出来了 柳牙简直就是个小白兔啊 胆小又单纯 要是身边没人看着 什么时候被人卖了 只怕她还会帮人数钱 自己得多看着点 责无旁贷 两人手挽手在人潮中 左冲右突 看到店铺就往里闯 毫无章法跟目的性 又因为这种毫无目的性 反而多了一种随性的惬意 用千一的话来说 这才叫逛街 于是京城大街上 各大大小小的店铺 皆出现了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两个年轻姑娘 打头的那个 大眼穷鼻 灵形小嘴儿 嘴角微微地上翘 似天生带笑 一双如同猫童的眼睛 翘皮灵动 带着让人心痒的无辜感 稍厚些的女子 容颜惊艳 简水秋桶 顾盘生辉 浅笑垂首 我见有脸 容色皆上等 只是两个姑娘 对于自己的容貌 似乎欠缺点认知 浑然不觉 自己在大街上 引发了注目 自顾自地 逛得自得其乐 你们家还有五口人是吧 那买的这些礼物 应该够了 待会咱去旁边茶寺坐会儿 喝杯茶就回去 一早上的时间 千一帮着柳牙 买齐了礼物 砍价杀价 一力承担 此时已经是口干舌燥 急着找个地方 先灌上一大壶茶水 逛街好玩也累人哪 千一 你要不要买什么 我这里还剩了些银子 不用 我暂时不需要补解 千一小手一挥 拒绝得干脆利落 柳牙惊呆了 合着这姑娘眼里 买东西于她来说 只是补解 那她还陪着一早上帮自己买诸多礼物 礼物也是补解吗 柳牙有点晕乎 走出店铺拎着几个小包裹 两人走进斜对面的一家茶寺 也没上二楼雅间 直接在大堂找了个地方坐下 点了一壶最便宜的茶 歇歇脚 坐下之后 等茶水上来的间隙 千一小嘴依旧在喋喋不休 哪怕渴死 也阻止不了她说话的欲望 幸好这个时间段客人不是很多 不然大堂还真没有我们坐的地儿 那样只能憋着一口气直接回服了 二楼有雅间我知道 雅间比下面清静 我见识过 但是赚钱不容易 咱们得务实 得脚踏实地 千万不能要面子乱花钱 不过你放心 你要是实在想去 等回头我攒点钱 到时候我带你去坐坐 千一嘴巴连猪炮似的嘚巴嘚巴 坐下来就没停过 柳牙连嘴都插不上 加上她本来就害羞淡笑的性子 一静一动倒是极为契合 这样的二人族闹不出矛盾 而柳牙小脸上 一直是挂着浅浅笑意的 虽然不能跟千一一样侃侃而谈 但是这么听着她不停地说话 她也觉得有种轻松感 在千一画牢的感染下 无意识地慢慢放松下来 甚至开始能忽略 身处人群的不自在 怎么 美人想上二楼雅间见识 小爷请你们 只要你们点头 别说雅间 包厢我也带你们进去 突兀为何的声音突然插进来 带着让人不舒服的调笑 这话之后紧接而来的 还有怪腔怪调的哄笑 千一皱眉朝声音的来源看去 便见一行四人从茶寺门口走来 正朝着他们的方向靠近 当千一人划拂紧衣 油头粉面斜钩唇角 手里还摇着一把玉扇子 故作风流 千一当即暗暗地翻了个白眼 就这模样 比青莲差远了 连青莲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他们家青莲 根本就不用故作姿态 风流不羁 从骨子里透出来 眼前这位落在他眼里 只有下流 男子身后还跟着三人 同样是穿着锦衣 看样子就知道 这几人都处自大户之家 大户之家怎么进出垃圾呢 转眼把那几人打量完毕 千一轻哼里声不做理会 随即听到有极轻微的嘚嘚声 从旁边传来 连忙朝柳崖看去 便见刚才还脸带浅笑的女子 此时竟然脸色惨白 浑身发抖 眼里盈满了害怕恐惧 柳崖怕的牙齿都在打颤 这个发现让千一慌了一下 不明白为什么柳崖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下意识地站起 把他挡在身后 隔绝掉那些人 落在他身上的目光 柳崖真的害怕 听到调笑声的时候 整个人如坠冰枯 那些被遗忘了很长时间的画面 突然就奇奇涌了出来 在他眼前飞快掠过循环 周围喧嚣退去 充斥在他耳边的 全是画面中传来的哀求哭喊 眼前开始发白 脑袋一阵阵的晕眩 刘牙只觉得冷 浑身都冷 连血液里的热度都在飞快降下去 无意识地攥紧了拳头战气 柳崖拉着千一低头往外冲去 柳崖 柳崖 等等 东西还没拿呢 冷不丁被拉着往外闯 千一诧异之余 连忙探手把放在桌上的小包裹 一并拎起 柳崖挑选这些东西的时候 是很用心的 用心挑的礼物 怎么能因为这几个大户垃圾 就扔下呢 多不值当 哎哟 美人这是要去哪啊 我们刚来 你们就走 多不给面子 男人从外面往里走 正正堵住两人的去路 嘴里依旧在调笑 只是画里已经带了一些破人的威胁 柳崖脑子里的晕眩更重 死死咬住嘴唇 才勉强抵挡得住 怕得想要尖叫的欲望 她不是一个人 还有千一也在 她不能被欺负 也不能让千一被欺负 走 走开 小小声音冲出口腔 用尽了她所有力气跟勇气 换来的是拦路男子服务长大笑 美人就是美人 连声音都够人 说什么呢你 狗嘴吐不出象牙 滚开点 千一怒道 她就算见识再少 也知道这些人是在当街调戏他们 太恶心了 可惜她现在找不到小伙伴 不然非得整得这些人鸡飞狗跳不可 也是环市周围试探寻找点 诸如老鼠啊猫啊什么的小伙伴时 千一才发现 本该喧嚣热闹的大唐变得安静 那些原本在高谈阔论的查客们 齐齐闭了嘴 尽了声 而且那些人在看到拦路男子几人的时候 眼神分明闪烁色索 藏着忌惮 没想到还是个小辣椒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小美人 你骂我 我骂狗 好狗不挡道 让开 千一顺口就对 骂那些人的同时 也顺势把柳牙拉到了她身后 两人调转了位置 她一点也不害怕 但是显然柳牙已经恐惧到超乎她意料之外 她的手此时是冰凉的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成字成城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集 宁死也绝对不让任何人碰 一方是披着人皮流离流气的男人 一方是身形娇小色力内人的小姑娘 周围明哲保身旁观不语的查客当中 不少人已经暗暗摇头 替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惋惜 这个蓝路男子 只要是经常出入查聊九四的 就没有不认识他 在京城大街上混迹 这个人名号也算是强当当了 人称唐公子 名唐任 出了名的爱玩 爱当街调戏漂亮姑娘 寻常百姓没人知道他具体是什么来头 只是有人传言 他跟京中很多贵族子弟交好 甚至有人曾看到京兆尹家的公子 都对他恭敬有加 小老百姓哪里敢招惹这样的人物 唐任也是被人捧惯了的 接连被人骂作是狗 脸上的笑已经冷下来 既然二位那么想去包乡 本公子岂有不允之礼 我们这就一块上去 这是要强行将他们带走了 谁要跟你们去包乡了 自说自话简直无耻 千一跳脚怒骂 柳牙则是惊惧地抬起头 颤着唇看着对方 身子已经是摇摇欲坠 而正面看到柳牙抬起头来的唐任 眼底闪过一抹惊艳 刚沉下去的脸又浮出笑容 势在必得 把这两位姑娘请上去 是是 这种小事让我们来 站在唐任身后的三个男人 狗腿地奉扯 同样嬉皮笑脸地挤上来 呈三角之势围住 千一跟柳牙 断掉他们所有的腿路 前有狼后有虎 两个女子即便是做出反抗 对结果也于事无补 诸维查客见状 眼底惋惜怜悯更浓 不少人已经低下头去 不人再看 被这些顽裤戴上包厢 不管有没有事情发生 两个姑娘的清语都完了 千一被气得直哆嗦 谁能想到皇城脚下 还能遇到这么恶心的事情 这里是南陵 南陵王治下那么严厉 怎么城中竟然还有这种蛀虫 现在的情况也让他莫可奈何 要是他有薛青莲的功夫 一定要打得这些混蛋满地找牙 可惜他没有 他也不会下毒 唯一会的 在老鼠都难寻到一只的地方 也没有用武之地 眼看那些人已经把手朝他们伸来 且已握紧了拳头 快速地思考办法 他不是坐以待毙的性子 哪怕是拼个鱼死网破 也得从这里冲出去 脑子正飞快地转着 就听见耳边一声尖叫 紧接着是男人的惨叫 千一转头 看到竟是柳牙 用头撞了别人的下巴 此时手脚并用地挠着别人的脸 眼睛里京剧依旧 有星红癫狂 这是濒临崩溃了 大惊之余 千一顾不得许多 抡起手里的包裹 也朝围在旁边的人砸去 抓踢挠踹 连牙齿都用上了 两个女子确实弱小 但是发起风来 一时间让大男人 也难招架得住 被冲出了一个缺口 千一抓住机会 拉了还疯狂挠人的柳牙 就往外冲 他娘的 抓住他们 别让他们跑了 唐刃捂着半边脸 脸色阴沉如水 刚才猝不及防 被包裹砸了脸 差点砸中眼睛 两个死娘们 等他抓到他们 飞往死里弄 另边乡 办完王爷交代的事情 把人扔到城南起盖窝 确定他余下有限的日子 在这里绝对不会好过之后 为此无视男人的咒骂 面无表情地离开 五岁被挑进训练营 十八岁正式成为尹卫 二十岁那年保护王爷起 直到现在 尹卫生涯已经十三年 遇到事情无数 少有什么能再挑起他的情绪 身后咒骂于他而言 不过是一串无意义的废话 弃了马车 直接在城中建筑之间提气飞纵 以直线赶往王府 相比马车 他能在更短的时间之内 到达目的地 他娘的 给我把这个畜生打死 拦住他们 别让他们跑了 臭娘们给脸不要脸 等会儿也让你们生不如死 屋顶上急迟 经过某处的时候 耳边传来一阵嘈杂声 魏子皱了一下眉头 脚下不停 没打算理会 滚 滚开 一声淒厉怒喊 逐渐变得尖锐 穿过喧嚣 直直撒进魏子的耳中 飞驰脚步 疏然顿住 小黑别咬了 快跑 大黄别过来 赶紧逃 王八蛋 连狗都打 你们还是不是人 小巷尾 前一根柳牙 已经被逼至墙角 只能咬牙弩骂 他们当时冲出茶室 拼命地想要甩掉后面的人 结果不知不觉 却被人赶进了巷子里 这是穷巷 根本无路可退 而且周围人烟稀少 少有人会过来 即便是有人经过 看到这等阵仗 也不敢上前去帮忙 臭娘们 也看你们现在往哪跑 唐刃捂着手臂 从后面走上前来 脸色难看至极 不过是在大街上 看到两个好货色 烈焰新起 跟着去了茶寺 想要调戏调戏 没想到最后 却弄得这么狼狈 他们一行四人 居然被狗扑 个人身上都有 不同程度地抓伤 还有他的手臂 也被一条黑狗 给啃了一口 两个平民女子 竟然让他小瞧了 把他们拖进去 咬牙 唐刃冷冷地吩咐 旁边是废弃民宅 被两人弄得活气 他要直接在里面办事 三个跟班 对这种事情 一点也不陌生 文言顿时欣喜 刚才被整得狼狈 起得怒气 转为了心痒难耐 不错 这个地方 倒是挺符合 他们的身份 有人凝笑上前 伸手就往柳牙抓去 从茶寺逃出来 再到被赶入穷巷 柳牙从头到尾 没说过话 只是眼睛变得越来越红 眼神越来越涣散 大睁的瞳孔 只要再挨手一点点刺激 就会彻底碎裂 眼看着那只手 朝他伸过来 跟他脑中某个画面重叠 柳牙眼睛红得能凝出血 呼吸急促 急促到人 慢慢窒息 他好像又回到了 那个时候 被一只手 拖进黑暗厢房 被用力地甩在床上 被撕扯了衣裳 用力拍开那只手 柳牙狠狠地 将眼前人推开之后 转头往旁边墙上撞去 绝望决绝 宁死 他都不让任何人碰 柳牙 芊衣力喊 目姿欲裂 砰的一声温响 预料中的巨头没有袭来 脑袋撞上的地方 坚硬 有温热 熟悉的安全感 迅速笼罩全身 刘牙浑身一软 整个人紧紧地贴上那堵 温热的墙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秀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三十二集 我觉得我运气非常不错 这一刻 刘牙像是抓住了溺水中的浮沫 得救的喜悦尚未出现 先涌上来的是委屈 眼泪顺着紧闭的眼睛一出 小脸整个埋在男子怀里 吸取他身上熟悉的喜悉 如此才能拂去他满心的恐惧和惊慌 看到从天而降的男人 牵衣浑身的紧绷 也骤然放松 这才发现刚才那一幕将他吓得冷汗湿透了衣裳 甚至控制不住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劫后余生啊 随即怒火熊熊 牵衣一抹眼泪 直至唐刃等人怒声骂道 魏子 他们是畜生 快揍他们 你是什么人 唐刃等人自然也看到了突然出现的男子 收敛了表情 眼底浮现出警惕跟探究 他们爱玩 但是也不是随便玩 找的目标多是平民女子 没有身份背景的人 打发起来也容易 所以在京城玩闹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因此生出过事端 但是眼前突然出现的男人 让几人心底不确定起来 男子一袭黑衣紧袍 气质冷然肃杀 寻常人家养不出来这等人 而且男子会功夫 看似还不弱 迎着对方探究的目光 魏子薄唇清洗 魏子 雨落 人杀志 魏子出手了 不问身份 不问缘由 单手搂住海里女子 身形飞旋 转眼间将四个大男人踩在脚下 芊衣看得两眼惊亮 魏子 好样的 不过力度不够 芊衣觉得揍得太轻了 左右张望 从角落里扒拉出一根木枝 上前对躺在地上哀嚎的几人就打 砖抽脸 你到底是什么人 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管你是谁 我生平最恨拿身份压人的人渣 有身份了不起 有背景了不起 没你爹娘你就是屁 有本事你不报家门 自个儿江湖上床床 姑奶奶铁口直断 你这样的 出了门连个扫地的小丝都不如 废物 芊衣一边抽一边骂 柳牙依旧是埋在魏子怀里 双手还着她的腰 搂得紧紧的 甚至在男子背后的手 相互死死地扣住 就怕被她扒了下来 虽然身子依旧在颤 但是她实则已经冷静下来了 但是她就是不想自己分开 松开 头顶男子的话极为简短 柳牙的回应是把手扣得更紧了一些 这是她做过的最大胆的事情 男子沉默了一瞬 并没有如她以为的强行将她拉开 我还有钥匙要办 你跟芊衣回前家酒楼等我 很快吗 她埋在她怀里闷闷地问道 很快 刘牙这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手 离开她的怀抱 离开前 偷偷地耸着小鼻子 飞快地又吸了几下 男子身上的气息 自以为无人察觉 魏子看着两人离开 视线落在那道 一步三回头 几乎是以归宿挪出视野的背影 毛光微暗 再转回头 局部走近躺在地上的人 唐任眼里终于现出了惶恐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想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我是 都查御史 唐海源之子 唐任 男子启纯 说这话的时候 同样是面无表情 好像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 都在他那张脸上 批不开裂纹 唐任瞳孔咒索 对方知道他的身份 知道他的身份 却毫不在乎 只能说明一点 他不惧 而且刚才男子说了 让两个女子先去 前家酒楼等着 能去得起前家酒楼的 绝对不是一般人 他们到底是谁 前家酒楼 京城最大的酒楼 装修极其豪华 门口的招牌 都是迎合前家 少东家的品位 弄的是七斤的牌匾 在里面用扇最低的消费 都足够普通人家 吃用一个月的 兜里没几个银子 根本不好意思跨进门 酒楼做的是 京城上流圈子的生意 尽管如此 两个衣着普通的姑娘进来时 掌柜的跟跑台的 照样是客客气气的招呼 没有狗眼看人低 也没有垫大欺客 这个店不错 坐在大堂一角 牵衣煞油介石的点评 刚才那一番惊魂 他消化得很快 这个时候已经恢复平时的样子 没有留下任何阴影 二位姑娘要吃点什么 小二在一旁招呼 礼貌恰到好处 先来壶茶水吧 刚才在茶寺里 根本没来得及喝茶 就遇上了恶心人的玩意儿 之后又是一连串的奔逃 现在不仅仅渴 她是又渴又累 点完了之后 还不忘特地交代一声 要最便宜的 不然我付不起账哦 直白地让小二失笑 好的 还需要什么吗 不用了 再多真吃不起了 默默一点都不鼓的荷包 千一叹气 要是青莲在京城待得久的话 回头她得出去找个工 赚钱才行 两位姑娘请稍等 等小二走了 千一回头 发现坐在对面的姑娘 完全不在状态 魂不守舍 刚才小巷子里那一幕 是真把她给吓坏了 她没想到柳牙 居然会做出 那么决绝的举动 她记得当时是因为 一个恶心男人 伸手准备拉柳牙 千一确定 柳牙一定有故事 不过她没有追根问地 装作不知 不然柳牙 就得缩回壳里去了 柳牙 你看 咱们买的礼物 我全给带回来了 一个没弄丢 指着桌面上的 几个小包裹 千一小嘚瑟 听到声音 柳牙稍稍回神 看着桌上包裹 然后朝千一 怯怯地笑了一下 谢谢 说完 脑袋又扭开 频频地朝门口张望 柳牙 你是在等魏子吗 等事情办完 她就会过来的 不用着急 再说了 就算现在不来 等回到府里 不是一样能见着吗 柳牙耳尖红了 热热的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只是听着千一说破 她在等魏叔叔 她就觉得脸上发起烧来 连带的脑袋也发烧 晕晕乎乎的 本来以为陷入绝地 没想到柳暗花明 峰回路转 小儿那边上茶很快 千一给自己跟柳牙分别 倒了茶之后 开始点评刚才的危机 小手把桌子拍得砰砰响 哎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逃出生天了 我觉得我运气非常不错 柳牙你觉得呢 一般人哪能有这运气 是吧 回去她就要跟青莲得瑟得瑟 她是个命中总有贵人相助的人 看好她就能运气共享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成字成城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集 魏子干得好 柳牙胡乱点着脑袋 并不觉锅躁 只是她性子绵软又胆小 没办法在人多的地方侃侃而谈 要不是魏叔叔叮嘱让她来酒楼等 她是不会来这里的 前家酒楼大唐一小两个女子成就一幅奇景 皆是如花似玉夺人眼球的容色 只是当中一个小嘴喋喋不休 自说自话自得其乐 就算对面女子不答话 也能够说得兴高采烈 口莫横飞 另一个相对娇气柔弱 小脸时不时地闪过两朵红云 看着很是心不在焉 不知道是不是在等人 眼睛几乎一直盯着门外 面前的茶她几乎没动 明明知道人来了 一眼就能看到他们 他们就坐在大唐最显眼的位置 可是还是忍不住 就是想亲眼看着人进来 时间一点点流逝 好像才过了一会儿 又好像已经过去很久 那道黑色身影终于出现在酒楼大门 步伐矫健沉稳 慢慢地朝这边走近 柳牙的心便不受控制地 砰砰砰砰跳得湍急 卫子 这边这边 千一也看到人来了 高兴地举起手挥啊挥 过来入座 卫子换来小二 询问两人吃什么之后 随意地点了几个菜 柳牙小脸红彤彤的 卫叔叔 我们不回去吃吗 午膳时间已经过了 一句话解释了原因 之后两人之间便沉默蔓延 柳牙搅着手指 这个时候她特别羡慕千一 能在这样的场合 坦然自若地说话 在手指快要把衣袖 抠破的时候 柳牙鼓起勇气说道 我 我想吃水晶红豆糕 卫子看了她一眼 扭头说道 小二 加一份水晶红豆糕 好嘞 就来 趁着男子转头的功夫 柳牙迅雷不及掩耳 挪了一下屁股 往男子那边接近 结果坐下去的时候 身子一个尸横 往下摔 旁侧横出一只大手 及时将她稳稳拖住 坐出凳子外了 柳牙小脸轰得一下燃烧 只觉头发刺儿都快要着火冒烟了 她光顾着挪到她旁边 忘了带着凳子一块挪 落座的时候坐空了 好丢人哪 这一幕看得千衣嘖嘖撑起 她实在是没想到 胆小如鼠的柳牙 居然有胆子往魏子的身边凑 魏子是她见过的人里面 最冷最凶的 怎么柳牙没感觉 哎呀 这都被人看穿了 柳牙居然没羞死 干脆把凳子一块拉过去了 柳牙 靠太近了 吃饭会挤到手 千衣纠结又隐晦的暗示 做得太近了 嗯 柳牙低着头 表情看不见 急得千衣抓头发 呃一声是什么意思 再看魏子 千年不变的冰山脸 对于手边女子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朝她越挨越近的行为 一点反应都没有 也没让她挪开 这俩人都是个什么意思 看不明白啊 看不明白 挠着架巴 千衣决定看不明白的事情 她回去问薛青莲 我的天哪 真够辣眼的 就那么赤条条的亮那儿 这以后还有脸见人吗 九楼门口涌进来一拨人 人人脸色怪异 那还能叫亮 那分明是被钉在那里了 没人去帮忙 根本下不来 下手的人是个狠角色 你们刚看清楚了 是谁干的没 没看清 就看见一个黑影 一晃而过 然后刷的一下就消失了 这群人最后 就坐在千衣柳牙他们这桌 大大方便了他们 光明正大的偷听 几位大哥 城中出大事了 怎么回事啊 千衣凑过脑袋 八卦兮兮的打听 那桌子人朝这边看了一眼 见是个小姑娘 一桌子三人 还有一个男子背对他们做 也没多想 张口就说开了 大事 咱城门那城墙上 不知道被谁挂了四个人 以丝不挂 鲜血淋漓的 城门守卫到现在 都还没把人救下来 太吓人了 那几个当中有一个还是唐公子 我估摸着肯定是他得罪了人 被人啊给报复了 他得罪的人还少 只不过这回终于碰上硬茬子了 敢朝他动手罢了 要说 有什么吓人他 大快人心才对 几声慈禧彼伏的青壳 在那桌人中响起 说大快人心的那位 也知道自己一时口快 说错话了 连忙晋升 唐任那德行 整个京城恨他的人绝对不少 但是没人敢真在大厅广众之下 批判他 否则被人告了密 传到唐任耳朵里 那不是等着人家来报复吗 找死吗 到这里基本打听不出什么来了 看到几人神色 都隐约后悔跟千一八卦了一回 实在是唐任突然被人整治 他们太过激动 一时忘了遮掩 柳牙虽然一直低着头 几人的对话 却也是听到了的 期间悄悄抬眼 朝身边男子看去 他安静地喝着茶 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 淡淡的 冷冷的 柳牙觉得好看 还觉得开心 嘴角偷偷地弯起 坐好 柳牙脸红 他刚才又半边屁股悬空了 差一点再次出球 之后用膳 直到吃完 两人都没再说过话 一张膳灼 偶尔惊险千一 自问自答 期间小眼神不时地 往魏子身上飘 也没得到半点回应 但从前家酒楼出来 千一终于按耐不住 魏子 是你干的吧 我干什么呢 还跟我们装 刚才那些人可说了 被钉在城墙上的人 总共有四个 拦我跟柳牙的 不就是四个人吗 肯定就是那四个王八蛋 魏子 干得好 嗯 柳牙重重地点头 干得好 柳牙 要不咱拐去城门那边 看看热闹 千一眼睛亮晶晶的 被钉在城墙上啊 怎么钉的 还有一丝不挂哟 被脱光了衣服哟 高挂城门光屁股的样子 被全城人看光了 千一很想看看 那几个由头粉面 自命风流的混蛋 现在是什么表情 以后还敢走出家门吗 去吧 去看一下嘛 柳牙 柳牙把脑袋摇成波浪鼓 他们说 辣眼 走在前头 魏子唇角翘了一下 回去吧 柳牙小尾巴立即抢迎 小碎步跑着 跟在男子身边 不忘把自己手里的小包裹 举起来闲呗 我早上出来买礼物了 买了很多 嗯 不错 我 我给你 也买了 我亲自挑的 嗯 多谢 不客气 女子眉开眼笑 两人渐行渐远 剩下千一 在后面风中凌乱 你们 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个人呢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城门城门的墙上 四个赤条条的人挂了半个多时辰 才被城门的守卫救下来 要不是因为实在是有碍观瞻 城门守卫的解救 只怕不会那么尽心尽力 下面的百姓没看清出手的是什么人 守卫营里的高手总有那么一两个是看见了的 那是魏子 南陵王身边的第一贴身护卫 以前一直藏身在暗处 近一两年开始逐渐半公开 有时候甚至直接露面 站在王爷身后 那可是南陵王身边的第一红人 赶城门守卫这行的 对京官身边的人 务必要记得清楚 何况是南陵王的人 所以魏子大人出手整治的人 他们哪敢多事 要不是职责所在 他们根本不会理城墙上那几个白萝卜 直接让他们风干水分 查 给我把那个人查出来 老子要将他碎尸万段 终于双脚落地 身上还得了一件守卫的披风 遮遮羞 唐刃一张脸扭曲争影 他一定要把那个人搜出来 不将那人千刀万剐 难消他心头之恨 唐公子 这件事情你还是三思为好 对方敢这样做 未尝没有背景 守卫统领好心想劝一句 被唐人一个力声打断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教训老子 立刻给我去荆召淫府 传话给京兆尹 全程搜捕 告诉他 那人叫魏子 唐刃自命风流 人前庄母作养 从来是自称本公子 自称小爷 老子 这种施井刁民的自称 他从来是不屑用的 这次被弃得失去理智 什么本性都暴露出来了 城门守卫不少人听到唐刃 对统领呼呼赫赫 面露不愤 虽然唐人家里背景颇大 但是他们统领 也不是一个高官之子 可以随便使唤的 一个顽固死地罢了 真把自己当客大半算了 守卫统领没有再继续劝说 而是淡淡看了气急败坏的人一眼 转头吩咐手下去府衙递个话 同时把身边的心腹叫过来 低声耳语了几句 心腹领命离开 临走前扫过唐刃的眼神 很冷 因为城门口挂了四个白萝卜的石井 实在是太轰动 而且当中一人还是城中 不少百姓恨得牙痒痒的唐公子 围在周围看笑话 迟迟不肯离去的人 着实不少 衙门的人来得很快 一大堆官兵忽庸而至 腰带配刀浑身冷漠肃杀 到得城门提起唐刃四人就走 没有一个字的废话 唐刃等人在挣扎怒骂中退场 后续如何 百姓们想探 也探不到 人被捉到衙门去了 只是虽然看不到后续 揣测一番还是可以的 刚才官兵来人 脸色可不太对劲 对唐任唐公子更没有以往的礼带 当中大有文章啊 柳玉生跟风清白回到王府已经入夜 今天还是没能把俩都带回来 无功而返 不过相比于昨天的沮丧 今天柳玉生已经能很坦然地接受事实 哪怕她是亲娘 她也比不上每日陪伴在俩豆身边的皇太后 比起她这个不称职的娘亲 皇太后对俩豆的付出 足以让她汗颜 她不沮丧了 因为不管八豆红豆 在她身边还是在阳心殿 陪着他们的都是真心爱他们的人 何况现在只要她出现 俩豆就会立即过来黏在她身边 这已经很好了 强过风清白这个当爹的 到现在她每次出现的时候 八豆依旧是拿屁股钉对着她 两人是在养心殿里用过晚膳才回来的 府里也已经过了晚膳的时间 此时千一正缠着薛清莲在客厅里喋喋不休 把今天早上的惊魂 添油加醋的大说一通 瞧着薛清莲痛苦不堪的表情 柳玉生闷笑 能让薛清莲出现这种表情的 除了风清白 就是千一了 真是难得 她居然没标出那句 老子毒死你呀的来 至于千一口中的惊魂事件 刘于生跟风清白 其实已经知晓 白日近午时 城门守卫 就往宫里递了话 把魏子整人的事情 同风清白禀报了 刘姐姐你们回来了 习惯了 刘姐姐的称呼一时半会儿改不了 千一沿袭这个称呼 回来了 柳牙跟魏子呢 我们回来魏子就不见了 柳牙吃过饭也回房了 两个都是不爱聊天的人 千一很无奈 所以她只能缠着薛清莲呢 趁着千一转移了注意力的功夫 薛清莲飞快地 把抓着的手臂抽出来 人飞快地窜出门口 薛清莲 我还没说完呢 你不想知道结局啊 风清白跟福南南 还没听过这个故事 你可以从头开始 跟他们说一遍 薛清莲嘴里打着 脚下溜得更快 经过风清白的时候 无视了他凉凉的视线 一个人痛苦多没意思 要痛苦大家一起来 声声 我去一下书房 有事情没处理完 头柳玉生交代了一声 风清白连大厅的门都还没进 转身追随薛清莲的脚步 他不怕化老 他只是怕吵而已 那么有意思的事情 怎么一个个都没兴趣听呢 千一很遗憾 随即上前把没来得及 找借口走人的柳玉生 拉过来 坐下 柳姐姐 我跟你说 今天京城出大事情了 是为此干的 柳玉生很无语 他已经知道了 知道的比千一还多 真的 另边乡风清白 没逮着薛清莲 那家伙溜得太快了 他也不是非要把他拎出来不可 瞅且记着 总有抱回去的时候 转角去了书房 房中静谧 书桌上点着防风宫灯 整个室内被蕴染出一片暖黄 下次要整治人 手段利落点 在书桌后面坐下 风清白诞生说道 室内并无第二人 看着更像是自言自语 片刻之后 窗外传来男子低沉的声音 下次属下会处理得更干净 嗯 我说的是利落 既然惹了你 亮在城头意义不大 要出手 就直接斩断根源 窗外人似乎顿了一下 随后应道 是 斩断根源 别人听不懂 魏子不会不明白 就跟当初主子在苍州 对付太守之子一样 直接让他成太监 没了子孙根 再大的色心 也只能有心无力 暗处 魏子嘴角翘了一下 主子自从跟王妃成亲之后 性情也大有转变 比如 越来越互短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洪秀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三十五集 镜六根 修身阳性 同样的夜色 南陵王府一片静米祥和 同环城内的玉石府 却是阴霾笼罩 府邸大厅 玉石唐海员 背着手不停地走来走去 怒容满面 在外面不可一世的唐公子唐刃 此时站在一侧低垂着头 一声也不敢坑 哪怕白日被钉在城墙上的伤口 还在隐隐作痛 也不敢吱声要坐下来 另一边坐着玉石夫人等女眷 人人脸上发着愁 你说你 你怎么就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这下可怎么办 玉石夫人垂泪 恨铁不成钢 平时在外面小打小闹的就算了 外面人多会给老爷面子 可是这次招惹得真是大祸 然而怎么偏偏就惹上南陵王了呢 以前南陵王就难缠 更何况 现在他身后还多了皇太后跟秦将军 一个处理不好 老爷的官位只怕都保不住啊 我早就跟大夫人提过 让他劝任我收敛些 还被呵斥来着 大家都以为我是忌妒 现在看看可好 够了 唐海员立合 打断女眷们的你言我语 这种时候说这些 无非落井下石 嘴上担忧 除了当亲娘的 哪个不是幸灾乐祸 女眷们虽然闭了嘴 相互之间对视的眼神 却及时不以为然 唐任是大夫人的亲儿子 平日里总是被大夫人护着纵着 现在终于闯祸了 他们高兴还来不及 哪里还会真的担心呢 众人甚至巴不得这件事情闹大 如此 大方跟唐任在老爷心里的地位 就要变一变了 你们都退下 揉着眉心 唐海员把一众事切禀退 也不看还处在那儿的唐任 走到椅子上坐下 很沉默 最后沉沉叹息 总是笔直的身子 勾搂下来 精气神一下子 似乎老了好几岁 爹 我真的不知道 那人是王爷的护卫 也下去吧 是我教子无方 怨不得人 老爷子发话 唐任不敢多留 低着头离开大厅 从白天被官兵压到衙门开始 他整个人都是慌的 甚至到现在 他的手都还在控制不住地发抖 以前混迹京城 知道他身份的 哪个不给他点面子 就算是京城府衙的官兵 见了他那也是恭恭敬敬敬的 可是这次不一样 他不傻 从官兵对他态度变化上 已经隐约猜出什么来了 然真正击溃他的 是到了衙门之后 福尹亲口告诉他 魏子 是南陵王贴身护卫的名字 南陵王 当时那三个字就像一柄利剑 狠狠扎进他心里 把他扎了个神魂出窍 发动官兵全城搜捕 把人碎尸万段 再想起来 就是一场笑话 玉石之子 人家根本就不怕 最后他不仅不敢动 人家一根手指头 反而是他玉石府 从知道白天发生的事情 知道他得罪的是谁开始 府邸上空 就密布乌云 回到房间 唐任在房中不停地走来走去 心慌 六神无主 要是早知道 那个穿得普普通通的女子 竟然跟南陵王有关系 他就算是把自己双腿剁了 他也不会跟上去 这么些年玩乐 他之所以只挑平民女子下手 就是因为平民没有身份背景 就算事发了 那些人也奈何不了他 也不会对他爹的官位 造成什么影响 怎么想到有一天 竟然会马失前提 他得想想办法 看看如何能补救 夜色越深越浓 紫夜时分万籁俱精 一道黑影悄无声息的 翻进玉石府 没有惊动任何人 这个时间 府中几乎到处黑灯下火 唯一一处院落房间还点着灯 黑影没有犹豫 直接往那个方向前去 请客之后 房间里的灯熄了 里面没有半点动静传出 一日一早 玉石府底再次炸开了锅 清晨房中下人 按照习惯去唐任房间伺候的时候 发现人竟然躺在地上 无声无息的昏睡 身上没有异样 但是旁边房梁上 却钉了一张纸条 静六根 修身养性 下人当即拿了纸条 跌跌撞撞地去找老爷 唐海员彼石刚刚下潮 看到那张纸条的时候 心头咯噔一下 随即脸色苍白 整个人弥漫出浓重的颓色 扫孽 扫孽啊 他本来已经打定主意 待到下朝之后 就带着唐任 亲子登门南陵王府 赴京请罪 没想到 终究晚了一步 废了 他唐海员的长子 废了 老爷 这到底是怎么了 纸条上是 什么意思 御史夫人同样脸色惨白 摇摇欲坠 他隐约猜到了 只是不肯相信 传御医 另外去库房 把能挑的贵重礼物 全部挑出来 带上那个镊子 跟我一到去南陵王府 御史家的纷乱 很快就传出家门 在京城府邸这一带 沸沸扬扬 唯有南陵王府 没有受到影响 风清白下朝回来 准备接柳玉升去皇宫 中途去踹了一下 柳韵阁的毛间厢房 待会儿要是有人找上门 你去打发 里面人没睡醒的模样 说话模模糊糊 这是你家 又不是我家 有客上门 自己招得起 别来翻野 私闯官家府底下毒手 按照南陵律法 是动用私刑 要打入大牢 本王一向恪守律力 到时候把你交出去 风清白你大意 老子房门口洒了七不孝 有种你多站会儿试试 哦 我吃过百毒丸 目前还没失效 顿了一下 男子又说道 我大爷做古百年了 想见他随时欢送 房间里薛清莲撑开 困乏双眼抓狂 特摸的这牙 简直就是他的克星啊 欢送他找他大爷 我找你妹呀 实强凌弱 绝对的不是东西 抓起枕头往门口 狠狠砸了一下 薛清莲整个蒙进被子里 把自己裹得紧紧的 免得自己一个冲动冲出去 跟那压得鱼死亡破 没多耽搁 风清白带上柳玉生 就直接出府 赶往皇宫 看样子 倒似比往日急切了两分 好像在躲什么似的 怎么了 坐上马车 刘玉生顺口问了一句 没什么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什么麻烦 刘玉生又问 这可不像风清白的作风 他什么时候 是个怕麻烦的人了 怕麻烦的人 是他才对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 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三十六集 南陵王威力果然够强 风清白翘起一方唇角 诞声说道 薛清莲 昨晚前去玉师府 给人敬六根去了 现在已经下了早朝 唐海员估计很快就会找上门 不走 留在这里帮薛清莲处理烂摊子呀 刘玉生很无语 就算是走了 也没好到哪里去吧 薛清莲就住在王府里 唐海员要是敢上门问罪 薛清莲随便把风清白的名号拉出来 那就能扯一回大旗 最后一样需要风清白出面 收拾残局 怎么可能跑得掉 像是看穿了女子内心的吐槽 风清白笑笑 我打算把薛清莲交给纵人府 私闯官家府邸 下手残害官家子弟 够他屁股开花了 这次刘玉生真的脸抽了 你仨手不管 就是为了看薛清莲屁股开花 唐任那种人 就算被禁留根也是活该 薛清莲还为民除害了呢 照理说当技工一件 他办事的时候药物扬威给人留了字条 风清白闭眼靠上车厢 用的是我的笔记 好吧 很好 撕咬吧 互相伤害吧 刘玉生什么都不想说 他们这是在玩过家家呢 年纪加起来都快半甲子的人了 这怎么玩这些 好意思吗 脸呢 他现在才发现 原来这两人的幼稚 其实是藏在骨子里的 只是埋得太深了一些 平时轻易见不着 但是一旦见着了 就能让你目瞪口呆 风清白带着媳妇去皇宫躲清境 御史那边不知情 直接杀到南陵王府 到的时候才被告知 王爷不在 唐海元混迹官场多年 也不是简单角色 稍作沉吟说道 听闻诡异 一直住在南陵王府 不知可能一见 他的姿态放得很低 没有摆官威 在这里也不敢摆 早上御医过来给唐刃探麦 检查他身上 除了昨天被钉子 在肩头冻穿一个血洞之外 身上没有其他伤痕 但是 人就不举了 废了 听到御医诊断的第一事件 唐海元就想到了 诡异薛清莲 给人下毒止不举 不是只有他才做得到 但是思虑前因后果 这件事情只有他做得出来 王府小厮也没有为难唐海元一情 帮着去柳韵阁请示 大厅里唐海元带着唐刃交集等待 大厅门口一个小脑袋 鬼鬼祟祟的往里探 看清厅里做的人之后 脸上闪过恍然 立即转身跟在小厮后头 奔去柳韵阁 那个王八蛋居然找上门来了 他要去跟薛清莲告状 一定不让薛清莲放过他 我不在 刚走到柳韵阁门口 就听毛箱房传来男子吼声 伴随东西砸上门板的一声巨响 显示男子处在烦躁抓狂的边缘 薛清莲 别睡了 昨天我跟你说的那个王八蛋来了 快去揍他 芊衣跑过去 把门板拍得砰砰响 薛清莲 快起来 他们来了 坤爷什么事 让我见我就见 让他们滚 薛清莲咆哮 他摸他三更才上床睡觉 能不能给个清静了 能不能啊 他欺负我 你要是不帮我出去 我也没人可找了 芊衣伸出手指抠门板 说话的声音低了下去 带着点委屈 这里是南陵 他在这里 只有薛清莲 昨天晚上遇上那种事情 他不是不害怕 只是 他没有表现出来 他并不想给人添麻烦 所以被逼到墙角的时候 他也没打着南陵王府的大旗脱困 因为他知道南陵王府跟他无关 可是薛清莲也不理会他 他就觉得很难过 他只想依靠他呀 他承认不承认 他心里认定的 跟他有关系的人 只有他 门里似乎凝制了一瞬 随后响起些微的动静 牵一抠门板的动作一下停了 莫名禀了呼吸 眼睛直直地盯着门口 这扇门在此刻 于他而言是一线 一线天堂 一线地狱 如果薛清莲不开门 证明他对他而言 真的没有一点分量 如果他开门 一押一声 门开了 牵一拧着顶了鸡窝头出现的男子 小脸颤开灿烂的笑眼 水气运湿眼眶 他现在确定了 他来这里找他 其实并不是一定要他 马上去替他出气 他只是生出了不自信 以这样的方式来确定 他心里有没有他丁点的位置 愣着干什么 不走 烦躁地扒烂了一下头发 薛清莲扫了傻乎乎的女子一眼 镜子往外走去 芊姨立即转身跟上 自然而然地抱住他的手臂 薛清莲 我猜他们是来求情的 你一定不能心软 也不要觉得为难 怎么求情都不要答应 我们要威武不能屈 富贵不能赢 绝对不要被他们拿出的好处打动 你怎么知道 人家就一定是上门来送好处的 我看见了 拿了好多东西 把大厅桌面堆得满满的 不信你问丁贵 丁贵 薛清莲脚步不可查地顿了一下 小心跟在后面的小丝连忙上前两步 恭敬地说道 薛晨义 小的就是丁贵 薛清莲面无表情 才来王府两天 连府里下人的名字都记熟了 能耐啊 佩服 丁贵 你告诉薛清莲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老多东西了 对不对 对 唐大人确实带了很多东西来 奴才看着 应该是来赔罪的 薛清莲斜言 你们关系很好 丁贵一个机灵 奴才不敢 千一姑娘是府中贵客 小的自然小心伺候着 丁贵 我可没拿你当奴才看 不用那么小心翼翼的 大家都是朋友 千一有子不知死活 笑眯眯的 丁贵脸都白了 千一姑娘也太单纯了 没看出薛神医一身酸气 这位爷要发起脾气来 千一姑娘自然不会有事 她绝对好过不了 他们王府上上下下 包括厨房的厨子 谁见着了薛神医 不是尽量地躲 这就不是他们敢招惹的祸 找了个去奉茶的借口 丁贵被鬼追时地逃了 薛清莲 你说他们怎么那么快找上门 难道他们知道 位子是王府的人了 肯定是这样没错 不然那王八蛋 怎么会怕得浑身发抖 站都站不稳的模样 南陵王的威力果然够强 光是一个名头 就能吓得人那么虚弱 薛清莲不答话 只懒懒地扫了女子一眼 天真 那是她的功劳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1137集 他是皇帝 不是种马 薛清莲跟千一到的大厅的时候 唐海元依旧静静地坐在那里 哪怕心急如焚 面上也没显出半点端倪来 这是官场沉浮多年 练就出来的本事 反观唐刃在控制情绪方面 就要远远逊色得多 看到大厅门口出现那两人的身影时 眼里浮出难以 眼里浮出难以抑制的愤恨 昨天晚上在自己的房间里被人袭击 甚至没看清对方的脸就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迎来晴天霹雳 他废了 下手的人是鬼衣薛清莲 根本不需要证据 于是势力不小 想要调查清楚两个女子跟南陵王的关系 一晚上的时间足够 那两个女子一个是南陵王妃的人 还有一个就是薛清莲的人 老夫唐海元 能求得诡异一见 万分荣幸 唐海元见人来 先一步起身打招呼 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诡异 薛清莲随口应了一句 也不看两人 镜子走到椅子上坐下 歪歪斜斜的 眼睛还是惊松未请的模样 多年前鬼衣到京城出诊 老夫曾有幸见过 眼前年轻人头发乱糟糟的 身上袍子似乎是出门前随意披上的 连腰带都没系好 松松垮垮 人懒懒散散没个正行 这副模样 剑客是极不礼貌的事情 唐海元却没现出不满 现在他们有求于人处于劣势 不管如何也得受着 更何况这里是南陵王府 轮不到别人百官微 有事说事 没事别打扰我睡觉 椅子上散漫男子又吐出一句不客气的话来 唐刃被气得脸颊抽动 眼里愤恨悦浓 而站在薛青莲旁边的千衣 同样瞪大了眼睛 恶狠狠地瞪着他 只是那双微微下垂的猫眼做出凶狠状 没半点凶狠味 反而更像是炸了毛 唐海元冷冷地扫了一眼唐刃 将他外溢的情绪压了回去 这才转而说道 我们此次过来 最主要的目的是想求诡异出手 帮忙治一治孽子的突发恶极 文言薛青莲看了唐海元一眼 这老家伙真够沉得住气的 明知道是他下的手 却对此只字未提 不兴师问罪 反而把自己的姿态降得很低 只说求医 孽子无状 做事太过肆意妄为 受到教训也是应该 经过这一次 他日后定会反思挤过 改过自新 十一老夫这才 吼着脸皮求上门来 希望能给他求得一个机会 老狐狸 薛青莲吃了一声 唐的人要叫子 带回去关上门 慢慢叫便是 来这里立状子做什么 求到我这里 要我给机会 他又不是我儿子 毫不留情地讽刺 此的唐人顿时勃然变色 屈辱上头 长红了脸 怒声说道 薛青莲 别以为你 脸子 出口 唐海元打断了他的怒骂 深吸一口气 是老夫 教子无方 此次不谈其他 老夫恳情诡异 出手一救 唐大人对我挺了解的 既知我是诡异 不会不知道我的绰号吗 男子轻松毛子睁开了 看过来 眼里尽是冷然 唐海元一颗心沉到谷底 诡异 出口死不一 心情不好不已 看不顺眼不已 这两样 唐人 都占全了 现在薛青莲 摆明态度 不救 是啊 他亲自下的手 如果自己只是来求一求 薛青莲 就会出手相救的话 那他也不会被江湖人 恨得咬牙切齿了 薛青莲不是玄湖济世的人医 他是死不已 拥有一身的神奇医术 做得最多的 却是见死不救 求上门来 也不过是自取其辱 唐海元苦笑 可是他能怎么办 唐任再不济 也是他亲儿子 难道他也对此视而不见 见死不救 他尽力了 也算做到为人父的责任了 至于此路不通 转而去求另一个神医 南陵王妃 唐海元 都没想过 那是一个更护短的 不用求 也知道无望 而且如果他真的敢去打扰南陵王妃 恐怕连头上乌煞都保不住 别看他是御使 在朝中也有自己的一方势力 但是若想跟南陵王对着干 那就是唐臂挡车 找死 出面打发唐海元父子 不过是请客功夫 薛青莲就又回到了柳韵阁 关起门来呼呼打睡 他要保证自己每天都能睡饱 才能补回做研究时不眠不休 丢掉的睡大觉的时间 至于唐海元父子离开时的如丧考彼 对薛青莲来说 不会有任何影响 他是同情心泛滥的人吗 不是 唐海元固然有些可怜 但是子不教父之过 唐任有今天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做错事总要承担后果 翻了个身 薛青莲睡得极快 半梦半醒之际 定下了晚上睡醒之后的行程 昨晚去了御石府 今晚该去光临另一家了 昨天那些人有四个 既然是有福同乡的兄弟 那自然也该有难同当 你兄弟落水的时候 你站在岸上看 那多不好意思啊 皇宫御花园里正热闹 十月末的京城 天气已经很凉爽了 进入十一月 温度就会急降下来 趁着这时候秋高气爽 阳光明媚 刘玉生把皇太后 拽出了阳心殿 带着俩豆到御花园 沐浴阳光 简于八豆对风清白的不买账 南陵国威风八面的王爷 只能不远不近地 走在几人身后 充当一下跟班的角色 黄叔啊 等八豆长大一些 可能会对你好一点 你别难过啊 风沐寒走在男子旁边 干巴巴的安慰 你有儿子吗 没有 没有 你怎么知道八豆长大了 会对我好点 没有 你怎么知道八豆长大了 会对我好点 男子把那个好字 咬得尤其重 风沐寒很无语 黄叔的意思 等他也有了儿子 还是个跟八豆差不多的镊子 他才有资格安慰他 这黄叔分明是在寒颤他呀 儿子 后宫现今那些个妃子 可没有一个能生的 他上哪儿弄儿子去 但是 他不敢回嘴 回嘴的话 黄奶奶肯定会抓住这个机会 将玄秀再提上日程 当三天两头宠兴飞子很容易呀 他也很累的 深累心也累呀 他是皇帝 不是种马 就算知道开枝散叶 绵延黄寺是他的责任 至少让他喘口气呀 应付三宫六院 想要推倒他的女人 绝对不是青春的活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集 骑在南陵王脖子上 环氏深周盛装打扮千娇百妹的一种美人 风沐寒深深叹了一口气 他还得绞尽脑汁 怎么避过美人们含羞待怯的邀请 御花园里 皇太后皇上南陵王南陵王妃 加上一种妃嫔的组合 让路过的奴才们心惊胆战 远远看到立即躬身退到一旁 生怕慢一步都是错 这么一大群人浩浩荡荡 当中又以两个才到大人小腿高的小身影 最为引人注目 因为整个南陵王朝最尊贵的几人 视线全落在两个小娃娃身上 眉头一紧一松 全由小娃娃牵引 别看两个小奶丸年纪小 走路都还没走稳当 但是即便是在最尊贵的人面前 他们也当得上小祖宗这个称呼 实至名归 八豆红豆 睡一个月的时候 已经开始学着走路了 两个娃都好动 学会走路之后 只要一睡醒 就闹着要下床 不要人负 磕磕绊绊地自己练习 摔倒了也不哭 皇太后跟柳玉生就走在俩娃身后两三步的距离 话还没说完 八豆就啪地摔了一个屁股堆 然后飞快地爬起 结果起来得太急了 没站稳 又砰的一声 摔了个大马啪 柳玉生心疼得不行 下意识地要上去把八豆抱起来 被皇太后拉住了 小娃学步哪有不摔倒的 摔过才能走得更好 皇太后轻声说道 柳玉生朝皇太后看去 见老太太眼底分明溢满了心疼 却强忍着不上去 把还趴在地上的娃抱起来 要说对这两个娃的疼爱 皇太后一点也不比她少 但是她现在 却选择让小娃娃自己站起来 晚上老太太的手 柳玉生笑得感激 太后 谢谢你 宠爱却不浇灌 心疼却不纵容 这样浇出来的孩子 心智才会更坚韧 她初为人母经验不多 因此在浴室的时候 往往有思虑不全的地方 皇太后在浇玩 也是在浇塌 对孩子真正的好 不是但凡有困难的时候 立即失守援助 而是引导她自己去面对困难 去跨越困难 父母的作用并非替代孩子走路 而是成为他们的后盾 让他们无论成功失败 都有人分享 有人可依 八豆已经自己撑着小丑站了起来 这一下摔得很疼 疼得她扁了嘴 红了眼眶但却没哭 迈开小团腿继续歪歪扭扭地往前走 去追已经超过她好几步的红豆 最前头红豆并没有好上很多 只比八豆多走出几步 脚下就打扮了 一个摇晃往前扑去 八豆走在后面 所以看得很清楚 竟蹭蹭蹭地跑起来 两只小手努力地往前伸 想要在妹妹摔倒前 把她抱住 咻的一声 空气中掀起一股气流 紫影闪电般地掠过 在红豆触地之前 将她捞进了怀里 红豆兴奋地咧开小嘴 将刚才那一幕 当成了好玩的游戏 笑得灿烂 这方空间顿时 尽是小奶娃 咯咯咯地笑声 八豆慢了一步 站在高大男子面前 呆呆地仰头看 然后又低头看了看 自己的小短腿 再回头看看自己 摔了大马趴的地方 眨巴眨巴的墨浴毛子里 显出迷茫 好像是在奇怪 为什么男子救妹妹 不救她 她刚才也摔了 还摔得好疼啊 不信邪 小八豆竟然把小身板 往前一扑 准备手动摔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 也这样把她救起来 然后抱得高高的 眼看胜利在望 面前横出一只锦靴 拦在她小肚子下面 轻轻一震 把她带回原位 仰头怒瞪搞破坏的男子 八豆再扑 又被拦回来 再扑 还是被拦回来 八豆怒了 不再扑地面 举起小拳头 就往男子小腿上垂去 打 喊着口号怒垂 眼睛也没忘了 表达自己的愤怒 狠狠地瞪着面无表情的男子 皇太后跟柳玉生以及风墨寒 在旁边接不厚道地笑出声来 别看小八豆喊得凶狠 气势十足 嘴巴却是贬起来的 要哭不哭的小模样 可委屈了 风清白居高临下 淡淡地扫了一眼小兽一样 对她挑衅的小豆丁 轻哼一声 把红豆架到脖子上 走了 走了 八豆眨巴眨巴 眼睛愣愣地看着男子背影 好一会儿之后 哇地哭出来 哭得又凶又狠 哎哟 爱家的小祖宗诶 怎么哭起来了 一看小八豆哭得那可怜样 皇太后再也顾不得 搬什么育儿经 着急忙慌地 上前把麻儿抱起来 乖乖 八豆乖 黄奶奶抱 不哭啊 刘渝生慢了一步 看着自己落空的手 哭笑不得 他算是体会到当初 爹娘跟爷奶 争抢玩 争不过时候的心情了 风沫涵从后面走上来 嘴里嘖嘖有声 哎呦 喂我的小祖宗 摔跤的时候不哭 自己打了人的时候 反倒哭了 琢磨不透 推深沉哪 随后看了 那边已经顿住脚步 回头看的男子一眼 这招挺高啊 黄叔对上小祖宗 全无胜算哪 风轻柏长矛冷去 嘴角鸡不可见地抽了抽 纵使他矛略无极 他也矛算不到八豆的心思 就像他至今未参透 那小子到底是什么构造 打 打 那边香被皇太后 抱在怀里哄得小玩 已经小肥手一指 瞪着他榨起的软毛 风轻柏转身就走 啪 闷笑声此起彼伏 周围人如妃嫔等 皆捂了嘴窃笑 若非忌惮男陵王身份 笑声绝对不会那么含蓄 风轻柏僵了脸 缓缓抬头 仰视坐在脖子上的 另一位小祖宗 红豆一巴掌盖下来 打 然后还没怎么着 小祖宗憋着嘴红了眼圈 湿漉漉的大眼镜里迅速积攒水光 风轻柏心肝颤了一下 毫不犹豫地回头往那边走去 道德皇太后身边 把八豆拎起来甩上肩膀 动作一气呵成 天下太平了 堂堂南陵王 有生之年终于真正被人挤在了脖子上 看见这一幕的人不少 但凡是有点关接的 皆是感觉身心舒畅 不管是在他手底下办事的 还是曾经跟他有过交手的 这么些年 有几个没在南陵王手里受过罪 眼下见着他这副憋屈的模样 即便是无伤大雅 他们一样喜闻乐见 至少是个安慰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录 第1139集 胜利的战鼓吗 又是跟玩斗智斗勇的一天 斗的这个人自然是风清白 回到家的时候 难得的见他露出疲态 想到白天小巴豆不甩风清白 见着风清白就跟红豆亲近时 又克制不住羡慕又委屈的小模样 刘玉生便觉失笑 超男子也遇到 今天总算有些进展 接下来还需要再接再厉 我看不出哪里有进展 今天巴豆坐你肩膀上了没闹 以前可是不让你近身的 风清白很无语 所以被小王八蛋骑了脖子 他还该欢天喜地 帮那臭小子能耐的 微眯起毛子 风清白思考什么时候能把混小子踢走合适 在他看来自然是越早越好 眼不见为净 皇室子弟到了年纪出门历练一番 虽然不是明文规定 但是也是历来有之 到时候生生也不会骂他假公济私 而且生生不太懂皇室历练的规矩 就算是提早个一年两年 两年三年的生生也不知道 此季非常可行 瞅着男子眼里的光不停地明灭 颇有点阴晴不定的感觉 刘玉生隐觉不妙 正想开口问门口传来叩门声 门外是柳牙 见着是他柳玉生有点压抑 平日里柳牙是绝对不会主动来郁清远的 柳牙 可是有事 柳牙低着头 耳间隐约可见红色 窃窃地递出了一方帕子 王妃 明日 我要回家了 这个 送你 说话又打了结巴 柳牙对自己有点懊恼 王妃对她很好 她并不是怕王妃才说话磕巴 只是她送的这个礼物并不贵重 甚至很廉价 她担心王妃会嫌弃 呀 西棉帕子 我喜欢这个 一只素白柔衣将帕子接过 头顶响起女子带着笑意的声音 我奶奶跟我娘平日用的就是西棉帕子 柔软吸水 也不怕弄脏 洗了筛筛就能继续用 柳牙 谢谢你 不客气 柳牙弯起嘴角 答话的声音大了一些 同时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王妃不嫌弃就好 王妃 我 我还有一事相求 趁着胆子大了点 柳牙一鼓作气 什么事 你说 柳玉生是真好奇了 除了当初求自己帮忙医治柳树伯他们 柳牙就没再对他提过要求 即便是之后跟着他们东奔西跑去西北进墨城 也始终是乖乖巧巧的 他们做什么他都跟着 指哪打哪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如今再提要求 柳玉生看来挺难得 他倒是不担心柳牙会提什么不合理的要求 柳牙不是那样的性子 能不能 明天 能不能 能不能让魏叔叔送我回家 魏叔叔 魏子叔叔 柳玉生的表情难以形容 原来魏子已经那么老了吗 不是这一生叔叔他真的一直没想过魏子的年龄啊 这个我做不了主 我问问王爷 随即柳玉生扭头 风清白 他虽然是王妃 但是魏子是风清白的护卫 他从来不会月祖带袍 随意地使唤 这也是对风清白 乃至对魏子的尊重 近来没有什么大事要办 不是一定要魏子守在王府 让他送吧 里面传来男子淡淡声线 柳牙紧紧地抠住双手 欢喜地心头砰砰直跳 他能跟魏叔叔一块回家了 事情敲定 送走了柳牙 关上房门之后 柳玉生有些疑惑 京城回豫州 坐船不过七八日 谁送人都差不多 不过柳牙对魏子好像有些依赖 当初两人一块乔装成夫妻回京 相处了几个月 比旁人熟悉一些理所当然 并无不妥 真是这样 不然你想怎么样 长地一探把女子打横抱起上床 旁人事情用不着想太多 免得精力不够 应付八豆红豆是肯定够的 但是再要应付风清白 确实是不够 柳玉生乖乖地闭了嘴 灯溪 床脚挂着的风铃 开始轻轻摆动 越来越剧烈 失去最后一丝清明前 柳玉生还在抓狂 这王八蛋又把风铃给挂上了 什么毛病 胜利的战鼓吗 玉清院背后 一墙之隔的客院 相防狼眼下 柳牙又去老地方脱塞看月亮了 真的是看月亮 一言不发 隐身暗处的人 看了那道小小身影一眼 同样没有出声 尽知尽责 守着自己的岗位 夜色渐深 银月高悬头顶 静谜中 夜半露气渐渐重了 坐了好久的女子才起身 临走前 往暗处看了一眼 魏叔叔 王妃答应我了 你明天 要送我回家 随后蹭蹭蹭地跑开了 脚步轻快 目送女子背影消失在夜色中 魏子单手枕着脑后 仰望夜空 漆黑毛子倒影漫天星河 身不见地 一日一早 刘玉生跟千一 都去为柳牙送行 虽然柳牙身份 只是农庄里的一个小丫鬟 但是这里没人 把她当成奴才看 千一对柳牙这么快要走 很是不舍 趁着马车启程前 趴在车窗口 对里面的人叙叙叨叨 柳牙 你真要走了 不能多玩几天吗 你回去也没什么事情干 还不如留下来多陪陪我呢 我可以带你一起去逛街 去玩好玩的 你走了 刘姐姐整天也有事情忙 都没人陪我了 她多孤单啊 你看我初来乍到 在京城除了你们两个 就不认识别的人了 要不你先别走呗 再留个五六天 三四天 一两天也行啊 刘洋小脸红红的 对千一的热情 有些招架不住 最后哼哧哼哧地 憋出了一句话来 薛沈医可以陪你 这 玉白小脸凝出一抹飞红 千一撇嘴嘟囔导 我倒是想她陪 她更没时间了 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想挖她出房门都挖不了 薛青莲上次被打扰 睡眠之后发飙 在房门竖牌子了 进三步折 死死死 开始她还不以为意 结果看到府中下人 对那块牌子 惠莫如深 避而远之 最后还是丁桂 好心提醒了她一句 薛沈医 肯定又在房门口洒毒了 你千万别过去 谁去谁死 连前哨东家的中国招 你想想 千一当即就蔫了 她可不觉得 自己在薛青莲心里的地位 能赶得上前哨东家 马车起行 驾的一声 慢慢驶离王府 车里女子将手伸出车窗 挥了挥 真的走了 这一别 不知道再见面 是什么时候 刘玉生跟千一 惆怅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四十集 知夏抵京 刘玉生的惆怅没能维持多久 四日后 刘知夏跟傅玉征 带着毛豆 轻装俭行 抵达京城 云州衙门的事情已经交接完毕 新来的知府走马上任 随后 刘知夏便马不停蹄地奔赴京城 正式入主 京官的班子 刘知夏再度回归 在朝野上下引起了轻微震动 人人心里都明白 只要接下来两年之内 刘知夏在政绩上面 没有出什么大错 那么很快 他就会成为内阁中的一员 众所周知 但凡内阁成员大多会成为皇上新府 所以朝中大臣 几乎拼了命的王黎记 竞争太激烈 想要挤进那个圈子里 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唯独柳之夏不同 他是南陵王妃的哥哥 在此前 有云州出色的政绩打底 又有南陵王护航 平步青云 不在话下 是以他一入京 就受到了南陵权臣重臣的极度重视 各自开始盘算小心思 而柳之夏入城 还给风清白和柳玉生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柳之秋去年购买的那些农庄 秋季丰收 如今正在核算 每个农庄产出的粮食 何总进行统计 待统计完毕之后 多余的粮食 柳之秋会捐献给朝廷 做充实粮库之用 切实需要风清白这边派个人去进行交接 这对南陵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南陵上位者各个对此都表现得极为高兴 有人帮着填充国库粮仓 他们不用付出任何东西 就能赚到一大笔粮食 怎么会不高兴呢 风墨涵也是高兴的 只不过他的高兴要真心得多 心情一好大手一挥 想给柳之秋颁发一个圣旨 嘉奖嘉奖 结果被风清白给截住了 如今柳家已经足够引人注目 不需要再锦上添花 花太多了 引来的不仅仅是蝴蝶 还有会遮人的蜜蜂 被拦了下来风墨涵 才勉强掩其息骨 但是依旧对没有嘉奖到 知秋叔叔耿耿于怀 寻思着在别的地方多补偿补偿 刘知秋 至于朝廷这边派谁去进行粮食交接 朝臣也引发了好几次议论 不少官员纷纷自动请英 结果又被风清白给压了下来 如果真是让这些人去 那么本来应该不会牵扯到利益的事情 就会彻彻底底地沦为一笔交易 最后风清白决定自己亲自去进行交接 如今朝堂看起来暂时一片风平浪静 随着风墨涵这边势力日渐增长 朝臣那边的势力便会日渐削弱 在没有办法跟皇上势力抗衡的情况下 朝臣不会轻易出什么幺蛾子 那么他的日子也就会过得越轻松 不像以前几乎一刻都离不得京城 他做这个决定最愈促的莫过于风墨涵 黄叔你真要自己去啊 完全没有必要嘛 这种小事哪需要你亲自出马 要是信不过朝臣 派尽未迎任何一个人去都行啊 实在不需要你离京那么的劳师动众嘛 一大早的风墨涵就闯进养心殿 缠着风清白絮絮叨叨 怎么不躲着我了 男子说话轻轻冷冷 说得风墨涵脸上善善 很是尴尬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躲着你 净说这话来寒惨人 低声嘟吓 风墨涵都不敢明着替自己辩解 他是真冤枉 要是换作以前 什么时候他不缠着黄叔 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 黄叔随时可能会对他提出辞呈 然后带着八豆红豆 欢欢喜喜回兴华村 他们走得轻松 那他怎么办 他就得被黄叔丢下了 从此以后一个人在漩涡里挣扎 多孤单多难受啊 所以这段时间黄叔跟黄婶每天入宫 他却不像以前那样子 每天过来报道 怕的就是这个 他逼得也是很辛苦的 挨靠在椅子上 风清白看着垂头委屈的少年 无声轻叹 这江山是你的 你总得独自将它撑起来 浴室的时候总是想着依赖别人 已经是不合格 我若不离开 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独当一面呢 放手才能让自己看护的孩子更好地成长 这一点是他从皇太后身上学来的 以前他总是想着等风末寒能撑起重担的时候再离开 现在想起来 其实他那些决定本来就是错的 如果他一直在遇上什么风雨都挡在风末寒的面前 风末寒根本成长不了 再说我就算离开 也一样是在南陵国土境内 在庆花村 你若是有什么事情实在解决不了 想要联系也不算麻烦 伸手拍拍少年的肩膀 风清白语重心长地说道 皇叔想看到你真正指点江山的那一天 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 风末寒恶然抬头 不可置信 皇叔说相信他 不会让他失望 相信他 这句话以前皇叔从未说过 这是夸赞吧 皇叔 你真的相信我 你是我教出来的 你能力到哪儿 我一清而出 为何不信 说把男子起身 守在他肩头上又拍了拍 往那边吵吵闹闹地长踏走去 风末寒依旧愣愣地 看着男子背影 相信两个字 在他耳边不停地盘旋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少年垂下头 又是轻声嘟闹 那是自然 我是皇叔教出来的 我自己也相信自己 我只是不舍得你们罢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 鼻头发酸 嘴角却浅浅翘气 不管如何 皇叔的相信足够让他高兴 便是冲着这一点 他也不会做出让皇叔失望的事情 再说了 支下书不是来了吗 若是他一个人不行 还有支下书在呢 总不会是孤军奋战 沉浸在复杂的喜悦中 少年自动忽略了男子 希望他一个人独当一面的事实 他是皇帝 皇帝怎么能孤军奋战呢 必须要有帮手啊 他不是不争气 但是任人为贤 这也是皇叔教他的不是 完全没毛病 他不依赖别人 他只是多找几个帮手而已 风清白已经走到长榻前 半蹲下身来 将红豆捞进怀里 支秋那边 半个月之内 应该能将余良的数目统计完毕 到时候我们赶往农庄跟他交接 一来一回 怎么也得需要半个月左右 我想带八豆红豆一块去 母后看如何 他问皇太后 皇太后正了正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四十一集 来打我坏主意 你去办事 周车劳顿的 大人力也变罢了 你要带着八豆红豆 他们才一岁半的 哪里经得起那种辛苦啊 已经一岁半了 不小了 何况乘船坐车把了 饿不着他们 怎么会辛苦 出去走走 也能让他们早点见见世面 风清白说的是 八豆红豆不小了 对周围变化已经能够清楚认知 但他们出去走走是好事 刘玉生笑道 要是太后不舍 不如跟我们一道去 黄唐 还假是黄太后 怎么能随意离宫呢 称何体统 黄太后下意识反驳 怎么不称体统了 黄太后就没有言行自由了 像冬月北苍那边 人家太后还经常微赴私访呢 带着一两个丫鬟 到处游山玩水呢 胡说 哪有太后还能微赴私访的 与理不合 再说 他们是他们 哀家是哀家 不能相提并论 黄太后依旧开口反驳 只是话语里多了一丝松动 她当然想跟八豆红豆在一起 只是又限制在那些条条框框之中 没有办法跳脱出来 心里拧来拧去的自己矛盾 眼前黄太后眉头紧了又松松了又紧 风清白微微转头 往风沫寒扫了一眼 风沫寒立即扶持心灵 凑过来笑嘻嘻地说道 黄奶奶去吧 现在宫里除了我之外 就是你最大了 你做什么决定 有谁敢智慧 谁要是真敢 我戳他板子 再说了 之前您不是也离宫去过新花村了 又不是第一次 还老惦记着什么于里不和 除了你根本就没有人会惦记那些什么鬼体统的 黄太后没有反驳 面上虽然情绪不显 但是眼底的松动越来越浓 风沫寒这个臭小子的话也不无道理 要说于里不和不成体统 之前不也离宫去过新花村 又不是第一次 那这再离开一次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吧 他不是为了自己玩乐才离宫 他是为了照顾八豆跟红豆情有可原 现在出发 我们还能赶得及在运河十二月上洞之前赶回来 要是再迟一些 恐怕就困在农庄里了 需要等到年后三四月才能返回京城 风清白添了一把火 长榻上两个小奶丸 也不知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他们的对话 攥着小拳头在空气中挥了又挥 嘴里奇奇地蹦出了一个字 去 去 火上再加了一把柴 黄太后彻底动摇 轻咳一声 双手叠放在膝盖上 那就去吧 施舍的鱼鸡 刘一声听着想笑又不敢笑 担心老太太恼羞成怒 一气之下反口不走了 那他们想带着八豆红豆一块四处走走的计划 只怕也得搁浅 那我们明天就启程吧 赶到那边的庄子上 我二哥他们的事情应该也处理得差不多了 不用耽误时辰 风清白点头 那就明日吧 用不着带什么东西 轻装减刑 到了那边需要什么再行添置 风莫寒也在一旁附和 如此也好 早去早回 我在宫里等你们回来过节 既然已经答应了要一块去 皇太后对他们的决定自然也没有意见 事情就此敲定 几人心情都颇好 就连懵懵懂懂的八豆红豆 也咧着小米牙 左看看右看看 不时的咯咯笑 冀州柳家农庄 柳之秋跟柳木秋在庄子的粮仓里 查看今年刚打下来的稻谷 熟练的右手在骨子上抓上一把 用手在骨粒上捏上一捏 然后两手一搓 把骨壳去掉 扔几颗到嘴里嚼一嚼 辨人一下大米的好坏以及口感 冬家 这味道还行吧 今年咱们农庄的店户 种田特别卖力 大家都是抹足了劲的干活 秋收的时候 田里粮食 比往年增收了至少一尺 总共收下来的大米 比以前多了一万两千多蛋 农庄管饰得很兴奋 说到一万两千蛋的时候 眉飞色物 喜色浓得几乎要从眼睛里溢出来 看到柳之秋的时候 是满满的感激 他并不是这个农庄 以前留下来的管饰 而是后来农家从亚航 把他买回来 让他负责管理这个庄子的 初初得知农家一亩地只收三成桌子的时候 他被震得整个人几乎要傻掉 甚至他心里还悄悄地认为 农家就是个傻子 他从未见过明明能赚更多的钱 却把钱往外撒得笨蛋 农家是他认识的人当中仅有的一个 可是如今他对农家没有半点轻视 只有满满的感激和佩服 他是曾经活在最底层的人 知道底层人过得有多辛苦 可是农家却愿意对他们这样的人好 对他们一视同仁 对他们公平 农家的所作所为全部是发自内心 没有陷阱 这样的一个人 别人怎么看他们不知道 但是整个农庄上上下下 包括他 以及农庄的店户们 对农家只有感激和信任 现在庄子里可没有哪个店户 再怀疑农家背后别有用心了 秋收过后 实打实地发到他们手里的粮食 那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管事的一个差时的功夫 刘之秋已经把粮仓里的骨子检查完毕 伸手拍了一下管事的肩膀 力道大的 雷弱的管事 险些量强 骨子鼓力饱满凝食 大米的口感也很不错 这大半年你费心了 以后庄子会继续交给你打理 好好干 是 农家 管事喜不自禁 刘木秋在一旁悄悄地无脸 他们家酒方 但凡是有谁干活干得特别好 都会额外地发奖励 知秋就是管这个事的 他还以为知秋夸过管事之后 就会说发个红包什么的 结果 全没有 这肯定不是男子给忘了 而是他压根就没打算发红包 刘木秋把兜里的红包又塞了回去 当自己没有准备过 知秋哥哥 这就是个守财奴啊 那他也跟着做一只皮修吧 至于管事的红包 其实庄子里的待遇也是很不错了的 眼睛咕噜咕噜乱转 小白脸 你在打坏主意 从粮仓出来 打发了管事先走 刘知秋才开始审问小媳妇 我没打坏主意 刘木秋立即否认 却见男子慢悠悠的悬身 双臂一张 倒在旁边堆起的盒垛子上 那现在赶紧打 打什么 刘木秋傻呆了 男子撇开大白牙 食指朝他勾啊勾 来打我的坏主意啊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1142集 不重要记来干嘛 11月天气已经降温 太阳照射出来的光都是凉的 而且空气也特别干燥 刘木秋觉得鼻子有点火辣辣的感觉 天干物燥容易上火 瞅着女子悄悄捏鼻子的动作 刘之秋大白牙黄眼 就这道出去啊 刘木秋不说话 耳朵红 我还没出手呢 有本事咱俩换 你让我躺上去 没出息的刘木秋不愤了 跺脚 荒郊野外的躺什么躺呀 刘之秋立即从河垛子上爬起 用了自家婆娘就走 顺便遵遵教诲 咱得有点出息 家里又不是没床 让小白连在这儿躺 没有第三人还有太阳看见呢 柳之秋抬头眯眼 冷冷看天边坠着的光芒不太热烈的太阳 给了太阳一个白眼 回到柳家农庄 两人迎面对上 跨着一个小篮子 候在门口的女子 刘木秋看到对方 眼神一下阴了下去 凡是柳之秋不以为意 走到女子面前的时候问了一句 你是常中博的女儿 玉兰吧 有事吗 本来听到男子第一句话 是服上喜色的女子 听到她叫她玉兰的时候 笑意一下儿僵在嘴角 捏如道 东家 我叫兰香 随后把兰子拿到面前 揭开上面的棉布 这是我娘亲手做的糯米团子 我拿了点送过来 多谢东家对我们的人意 往篮子里扫了一眼 柳之秋随即伸手接过 见状柳木秋 眼神更阴了 水秋家双手已经攥成了拳头 这种糯米团子 我家小白脸喜欢吃 多谢了 卡了一下 柳之秋想了想 朝女子说道 南花 女子再次服上来的喜色 第二次僵硬凝结 笑容转而服在柳木秋的脸上 我确实挺喜欢吃糯米团子 平日在家 奶奶不让我多吃 担心吃多了我会胀胃 是不能多吃 只准你吃一个 柳之秋边走边在篮子里挑挑拣拣 挑了一个最小的递给柳木秋 要是实在想吃 回家我让奶奶做掉 但是一顿只能吃一个 敢多吃啊 大屁股 那你盯着我呀 两只眼睛盯着 小夫妻俩嬉笑着进了门 留下后面的女子呆若木鸡 柳木秋心情从乌云密布到阳光灿烂 不过是请客的功夫 她没有回头看 那些想涌到枝秋身边的女子 从来不是她的威胁 嗯 糯米团子味道还行 不过赶不上奶奶做的 咬了一口糯米团子 柳木秋品评 机后似不惊一般问道 你真不记得那人名字 男子皱眉朝他看来 奇怪地说道 那个什么蓝 它很重要吗 不重要 哎呀不重要寄来干什么呀 趁热赶紧吃 待会儿凉了 它就不好吃了 刘木秋笑眯了眼 他当然知道男子记性 不可能会那么差 他这么做是故意的 一来让他放心 二来让那些个女子知难而退 自从名声在店户们之间 渐渐传开来之后 柳枝秋的桃花运 也跟着接踵而来 却没有哪一次 是需要他操心的 随着年岁渐长 男子处理事情的手法 也越发成熟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单刀直取 刀刀剑鞋 但是这种成熟方式 带来的效果 丝毫不弱以前半点 柳木秋相信 那个叫做玉兰 还是兰香的 以后不会来了 芝秋哥哥 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晃了一会儿神 男子已经走到前面去了 柳木秋连忙追上 心情好了 男子侧毛挑眉问道 刘木秋点头 眼睛宛如弯月 嗯 可好了 小心眼 男子笑道 他高兴的时候 害羞的时候 撒娇的时候 就喜欢叫他 芝秋哥哥 从他们家小白脸嘴里 叫出来的哥哥俩子 贼好听 咱们暂时不回去 在这多待几天 大哥应该已经把这边的事情 告诉风景板 估计三天以后 会有人过来交接 把多余的粮食 送到国库粮仓 今年能交到国库的粮食 我算了下 有十几万蛋呢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就我们家 现在有的几个农庄而言 已经很了不得了 刘牧秋计算着 现在咱手里 奶奶跟娜娜他们 拿出来的银子 还有好大一笔 年后咱多四处转转 他有合适的装子 再收下来 以后能交的粮食会更多 有充足粮草做后盾 可保国太民安 说到最后 女子喜得摇头晃脑 让柳直秋闷笑不已 什么时候我们家小白脸 也有这样的觉悟了 居然开始关心时事了 谁让我们家 奶奶是南陵王妃呢 要是没这点觉悟 岂不是给奶奶丢脸 刘直秋捧着女子小脸 就啃了一口 把女子逗得跺脚娇和 她只管笑 人这一辈子 想找个跟自己 同心同德的人不容易 她还是很幸运的 有这么一个浑身心眼子的 小白脸 把她当成天 但凡是她想做的 她都不遗余力地支持 这辈子相濡以沫 足矣 三日后 风清白跟柳玉生 到了冀州农庄 跟柳直秋预料的分毫不差 只是柳直秋没有预料到来人里 居然还有皇太后那尊大佛 最后一看 八豆红豆也来了 那么皇太后会出现在这里 也就不奇怪了 咱八豆红豆一岁半咯 半年没见 长得越来越漂亮 大厅里 柳木秋挨个抱起八豆红豆 爱不释手 只要将丸小小软软的身子抱进怀里 便觉得整颗心都跟泡了水一样 软绵绵的 嗯 给舅母亲个 哎呀 这小脸蛋又软又滑 还有奶香呢 抱完了又亲 亲完了又抱 任凭两个小丸 蹬腿挣扎都没舍得放手 把皇太后给急得 眉毛都跳了 不要抱那么紧 抱太紧了 玩不舒服 不要一直亲 亲多了 玩容易流口水 该给两丸把尿了 这事情 你们年轻人首胜 还是挨家来吧 绞尽脑汁 皇太后才勉强抢回了玩儿的拥抱拳 至于柳玉生这个做娘亲的 早早就挤到了一边 只余下背景板的作用 老嬷嬷守在皇太后身后 提脚皆非 又不敢笑出声来 憋红了一张老脸 农庄偏听里 风清白跟柳枝秋 拿着基本账目 正在一一地核对数目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1143集 魏叔叔 我饿了 十几万弹 憧憬国库不算多 但是放在一般情况下 已经是个很大的数目 快速地将账本翻阅完毕 风清白说道 现在是十几万弹 明年就能翻上一两番 后年又会更多 等着吧 二哥定叫你将来啊 大吃一惊 刘知秋双手抱毙 豪起冲天 依你这守财奴的性子 能把粮食无偿捐出来 怎么就那么让人不相信呢 操 你二哥也有一颗热血沸腾的心 只是一般情况下 我不拿出来罢了 什么叫那么不让人相信 以为他想那么大方的 要是风清白不是南陵王 南南不是南陵王妃 小风儿不是南陵皇帝 他管国库去死 看到风清白招来的车队 把粮食一车车地从粮仓运走 其实他的心在低血 好不好 只不过他守财 守该取之财 他从来不拿外人一星半点 他只拿自己人的 瞧着故作大方的男子 风清白唇角青阳 从怀里掏出了几张银票 这是五万两 你那些粮食 以市价半价的价格 朝廷征收 刘知秋眼珠子突兀了 飞快地把银票拿起来收进怀里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 这说了是捐赠给国库的 你居然拿银子来砸我 不跪着好兄弟啊 好兄弟 要不你把银子还我 哎呀 这出手无悔 虽然叫无偿捐赠 我也是乐意的 当然有银子不拿 那不是我的作风啊 守财奴嘛 你知道的 柳知秋很自然接受了 守财奴这个绰号 哎 不过这个银子 是你出的 还是小枫出的 还是从国库拿出来的 有什么区别 要是你跟小枫出的 我怕奶奶知道以后 叫我还回去啊 让他还回去 还不如一开始不给他 那样他的心 不至于痛上一回 风清白揉捏眉心 现在的他 不仅对生生 对柳家大院任何一个人 都应不起心肠 朝廷出大 南陵现在还没到山穷水尽 需要从百姓身上搜刮 钱淫的地步 而且你在殿户租赁上 已经做了一回出头鸟 没隔多久 你又无偿地捐献粮食 在其他粮商看来 你就是纯粹让他们不好过 很快就会成为众矢之地的 对你不是好事 刘知秋不傻 当然知道风清白的意思 之前店户租赁 他把租子减收到三成 已经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 现在不少眼睛 暗地里正盯着他呢 要是转头 他又把粮食给捐献出去 名声自然是有了 但也是把人都给得罪光了 要是他光棍一条 他自然是不怕 何况他身后 还有这么多的靠山 但是他不是光棍 他有家事 有妻有老 难保不会有人被逼得狗急跳墙 转而对家里人下手 那种时候再大的靠山 也没用 看来以后想做点好事 还需要思虑周全 怎么样能不把家人牵累进去 以后要是有粮 还是半价收 嗯 除非国库空虚 边关或者地方吃解 总有你无偿的时候 柳之秋撇嘴 他其实一点都不想出现那种情况 有钱赚难道还不收 而且真要是国家要求无偿的时候 那说明南陵已经风雨飘摇了 哎 那些账本你翻一翻就算看过了 真不仔细核对核对 用不着 风清白起身往大厅走 他坐在这里说是对账 其实也就是走走过场 他对柳之秋没有半点怀疑 如果连柳之秋都没办法信任 那他那双眼睛就纯粹成了摆设了 两人一到大厅 气氛比刚才还要热闹 如果说刚才皇太后 只需要跟柳木秋一个人抢 那现在就是要面对夫妻联手争夺 压力一下大增 幸而俩豆争气 从头到尾都绕在皇太后的脚边 任凭各种利诱是毫不动摇 这边乡齐了融融 另边乡魏子跟柳牙 才刚刚到达豫州 若行水路 七八天的时间就能回到豫州农庄 但是临坐船的时候 柳牙死活说晕船 最后不得已 改走陆路 从京城到豫州 二十多天的路程 魏子对此没有多说什么 只在女子捂着脑袋 说晕船的时候 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 在女子小眼神不安地游移时 移开了目光 沉默上车 于是接下来一路 二十多天的时间里 女子经常自以为 没人察觉的窃息 马车进入豫州 还有两天就能到达方圆线 风圆线到达农庄 则不过是半个多时辰的功夫 魏叔叔 我饿了 抱着肚子 柳牙低着头 声音可怜兮兮的 随即便听到男子 对车夫说道 在那边停车 用膳 刘牙心里飞快地计算开了 一顿饭从上菜到吃完 大概半个时辰左右 如果她再吃得慢点 再拖个一刻也是可以的 那魏叔叔就能再多陪她 大半个时辰 现在还只是中午饭 到晚饭的时候 她再吃得慢点 魏叔叔说不定 会留在农庄住上一晚呢 你想什么 想你在农庄住一晚 陈静在思绪中 听到问话柳牙下意识地回答 反应过来之后表情涣散 愣愣地跟男子眼对眼 刚才是魏叔叔问他话 他怎么就说出来了 怎么就说出来了呢 男子面无表情 将小二刚端上来的饭菜摆开 起快 吃饭 哦 半仗着小嘴 柳牙一口一个动作 眼神持续呆滞 魏叔叔说 嗯 嗯什么 是回应她的话 还是答应在农庄住一晚 为什么心思那么难猜 柳牙想哭 一顿饭沉默吃完 之后柳牙再也不敢开口说话 甚至吃饭的时候 都把头埋得滴滴的 几乎整个脑袋扣进碗里 但是这顿饭用完满打满算将近一个时辰 柳牙愣是把热乎乎的饭吃到冒冷气才罢休 而且对此她觉得很满意 吃完饭出来已经是午后了 回到农庄至少得是傍晚 魏叔叔走不了了 为什么要我住一晚 啊 女子茫茫然地回头 茫茫然地看着她 魏子轻闭了一下眼睛 这是她认识的诸多女子当中 最喜欢发呆的一个 不管什么时候说话 她都是慢半拍 不在状态 为什么要我住一晚 无妨 她耐心多的是 话问完之后 她没有紧迫盯人 而是将视线移开 给女子想答案的时间和空间 等她有胆子把答案说出来 至少三夕以后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 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四十四集 问你名字 给你立杯 我 我也不知道啊 终于答出来了 但是女子表情 比刚才更加茫然 为什么 她就是不想为叔叔走 她在的时候 她觉得很安全 她喜欢跟她在一起 可是真要让她说出 喜欢跟她在一起的话 她又说不出口 多羞人啊 万一 万一 魏叔叔误会了 怎么办呢 魏子深深看了女子一眼 敏唇往窗外看去 侧脸线条冷硬 五官深刻 柳牙开始的时候 做得很正经 一吸之后 忍不住了 偷偷扭脸 往男子看去 眼睛里冒出小星星 闪亮闪亮的 好看 横看 竖看 都好看 她觉得魏叔叔 比王爷还好看 她看王爷的时候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是看魏叔叔的时候 心会砰砰跳 好像全身都欢喜 贴着了 男子没有回头 依旧看着窗外 薄唇里 却吐出那么一句话来 柳牙低头 看看自己 跟男子之间 贴着的手臂 默默挪开了 一根小手指的距离 她不知道 她是怎么靠上去的 她真不是故意的 天有点冷 哼哧哼哧 柳牙磨蹭半天 给出了一个 很勉强的解释 魏子伸手 轻轻地 扶上了 她的额头 又贴上了 外面车夫突然地一声 马车陡然停住 刚刚准备跟男子 退开些距离的柳牙 猝不及防地往前栽倒 被男子长臂及时 捞了回来 还没来得及问 明白是怎么回事 便听车夫的声音 再次传来 你们是什么人 没你的事 闪开点 男人的声音 嚣张跋扈 而车厢里 柳牙脸色 刷得一下惨白 眼底浮出痛苦跟恐惧 浑身不可一致地 瑟瑟发抖 小手紧紧地 揪住了魏子的衣衫 你认识 魏子皱眉 眼眸幽神 她的声音 像是柳牙的浮沫 两只小手 立即还上来 用力地抱住她的腰 整个小身板 藏进了她怀里 是她 她来了 牙齿打颤的声音 在狭小车厢里 竟然显得刺耳 魏子没有去问她是谁 外面的人已经替她回答 呦 小美人 一段时间没见 不认识了 不过 我记得你 你的滋味 我可一直没忘 有人推开车夫 撩了车帘子往里看来 五官算得端正 但是那双眼睛满是邪气 眼窝微微的凹陷 眼下有明显的清黑 一副纵欲过度的模样 堵在马车前的不止男子一人 在他身后还有一群爪牙 一五鹤六的怪笑 引得周围的行人纷纷闪避 瞧见车厢里的情景的时候 男子一震之后 怪笑道 我说怎么一声不吭 不认人 原来是有心相好的了 不过 这人年纪看着有点大啊 小美人 你喜欢这样的 满足得了你吗 调笑完柳牙 男子对上位子幽暗的双目 兄弟 美人头怀的滋味不错吧 不过 我提醒你一句 这是我用过的 头筹已经没有了 你要是不介意剪只破鞋 不如 我再送你一只 让你凑成对 这话一出 他身后的爪牙们 怪笑变得更加嚣张 肆无忌惮 甚至有人伸了手指 指着位子说道 就这样 哪能跟咱们爷比 他也就只能是 剪爷不要的破鞋 阿六 去 找两双破鞋来 给他们一人一队 挂脖子上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这好的鞋子 随处就能买一双 非要去找破鞋 这一次办会儿还真找不着 这破鞋不多呀 刚才在酒楼用膳 他们一行人是看见柳牙了的 只是离得远了一些 加上太长时间没有见过面 一时不敢确定 没想到还真是那个贱臂 跟以前在农庄的时候变化不小 竟然比以前还要漂亮 那双眼睛美得 能滴出水来似的 撩着车帘的男子 那只手迟迟地不肯放下 眼睛直勾勾地落在柳牙 只露出钉点的侧脸上 这个剑臂 当初就能勾得他浑身发痒 没想到一年没见 更妖了 一小方凝脂白玉般的侧脸 都勾得他想立刻 把他甩到床上去看 就像以前那样 名字 车厢里揽着女子的男子 薄唇清洗 什么 打听爷的名字 想帮美人出气 找爷寻仇 车外男人大笑两声 抬起下巴 玉州送家送见 只要你有胆 也等着你来 被推开的车夫 还坐在车头 一言不发 只是脸上也极为平静 没有半点被人拦下的慌张害怕 甚至他是抱着手臂 靠坐在车员的 看起来透出一股 看好戏的悠闲 这些人在玉州一城称霸 就以为自己是个山带王了 他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乖乖地坐着 看魏大人怎么打脸 果然 车厢里男子没让他失望 突出的话痛快非常 问你名字 等你死了好给你立碑 免得你成孤魂野鬼 宋剑勃然变色 你他妈找死 砰的一声 车里掌风袭来 宋剑整个道飞出去 正正地砸伤 站在他身后的一众爪牙 人仰马翻 黑影从车里急射而出 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机会 接下来 完全是单方面的虐打 甚至只用了一只手 另一只手用来拖住死 埋在他怀里 不肯放手的小女人 此时马车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 还处于城内人潮往来的 稀壤之地 围观的百姓不在少数 听到这方动静之后 还有人从四面八方 远远不断地赶来 看着马车前面 鬼哭狼嚎的一群人 围观百姓惊恐之余 也幸灾乐祸 这个宋剑 是他们玉州城 名门世家宋家的子弟 不是嫡子 但是也算得在宋家有点地位 扯着宋家的大旗 为非作歹的事情没少干 也亏得宋家家风严谨 对族中后辈多有约束 宋剑心有忌惮 那么多年并未在玉州城 闹出什么大事来 宋剑被打得出不了声 想开口 一张嘴吐出来的是血和牙 把他吓得又恨又拒 他带来的那些爪牙 更不必说 没比他好到哪儿去 此时 焉能不知 遇上了硬茬了 你 你是谁 啪 你 知不知道我是谁 啪 又打掉了一颗牙 宋 宋家不会放过你 啪啪啪 耳光连环 宋剑一张脸早已经面目全非 看不出人形 他想骂 想强硬 可是看看男子那只手 他怕了 张嘴就挨打 跑又跑不掉 他还能怎样 他甚至连瞪着男子都不敢了 蜷缩在地上装死 把眼睛给闭上 免得一个眼神不对 又要挨打 这个仇他会记着的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那个剑壁 老巢在哪里 他一清二楚 他定要他们 悔不当初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四十五集 一只恶狗汪汪汪汪 人已经全到几乎整个贴在地上了 宋家公子如此狼狈 百姓何曾见过 一时间哄哮声 稀落声 此起彼伏 魏子站在男子面前 居高临下 脸上表情没有一丝不动 只是冷 做了这么多年的暗卫 最擅长的 除了袭击防守 还有观察 哪怕宋剑把脸全部埋了起来 他也能看出他的不甘 留情 等于是留下隐患 柳阳 松手 握上女子紧握她腰间的手 魏子想把她扯下来 明明细手无力 她单手就能把她胳膊折断 可是那双小手臂 此时却像是铁钳子一样 扯不开 而她胸前的衣襟 早就湿了一大片 使她的眼泪 恐惧地 愤怒地 屈辱地 烫烫地 烫到了她心里 那种感觉像是有人拿着绣花针 在她心上扎了一下 破鞋 这两个字对于女子来说有多不堪 她体会不到 但是她感受得到 她的感受 牵住她下巴 把她死死地埋在她胸前的小脸抬起 那双眉眉看着她时 能迎出秋水的眸子 此时空洞死寂 两个字 吞噬了她眼里的光 想不想亲手报仇 周围轰闹的人群因为这句话 安静下来 所有人紧紧地盯着位子 生怕漏过了盯点细节 错过一场好戏里最精彩的部分 女子肩头颤了一下 死寂毛泽 缓缓凝聚 对上她 有什么东西从她那双眼睛里溢出来 不是眼泪 是伤 柳牙半张着苍白的唇半 瞳孔里全是男子的脸 没有表情 却总能让她心安 可是 现在 这个时候 她真的没有办法面对她 她是破鞋 是被弄脏了的人 宋剑的话像是一柄利刃 直直地插进她的心里 让她清醒地认识到 自己的不堪 她有什么资格一直赖在她身边 赖在她身上 柳牙觉出了自己的可笑 她想不明白 那么几个月的时间 她是怎么忘记了 自己是个不干净的人 她怎么有脸缠着她 她怎么有脸小心翼翼地隐晦地跟她撒娇 并为之沾沾自喜 她不配的 她根本不配 她一无是处 她肮脏污浊 她什么都不会 她也什么都没有 死死还住男子腰间的双手 一寸一寸松了 谁伤害你了 打回去 在她双手即将无力垂落的时候 被男子单手抠住 她看着她 悠悠眼毛里平静如常 没有起伏 没有嘲笑鄙夷 她看她的眼神从头到尾没变过 哪怕她亲耳听到别人骂她破鞋 柳牙正然 眼里有一瞬的迷茫 随后身子被男子推着往前 直直站到蜷缩在地的男人身边 柳牙吓得后退半步 不知是因为对宋剑的惧怕 还是因为被那一地牙齿和血给恶心的 一只蜷缩在地的狗 有什么可怕的 男子站在她身后 仿似她最坚不可摧的靠山 踹吧 踹吧 她说 狮神的瞬间 柳牙反射性的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真格地探出秀气的秀花鞋 很不秀气地往蜷缩的狗身上踹去 宋剑没想到曾经那个胆小如鼠的剑臂 竟然真的敢抬起脚踹她 怒急之下张口就骂 贱人 柳牙吓得抬脚又踹 及时地打断了男子的恶骂 你他妈 踹 老子 继续踹 柳牙又怕又有种隐秘的痛快 每一次在男子怒瞪她 想要开口的时候 她就飞快地去踹她的脸 踹能让她痛的地方 而地上的人因为被位子重伤 除了乖乖挨打之外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哪怕她偶尔抓住机会 想要掀翻频频朝她身上招呼的女子 也会被莫名其妙地钳制出不了手 这么安全 柳牙心头的忌惮跟惧怕竟然慢慢散去 变得越来越兴奋 越来越轻松 所有的愤怒屈辱 全部还在宋剑身上 她眼前宋剑不是人 只是一条恶狗 恶狗汪一声 她就打一下 汪一声 她就打一下 打得恶狗怕了 不敢再乱废为止 跟着宋剑一块过来探路的一众爪牙 看见这一幕 举是目瞪口呆 不可置信 继而奇奇地偷着往后挪 怕自己入了柳牙的眼 跟着也挨上这么一回 柳牙以前是宋家的家生奴 她是什么性子 宋府的下人谁不知道 可是眼前这个踹人踹得咬牙切齿 甚至食而握拳给自己加油的女子 哪里有半点当初怯弱的影子 以前那些唯唯诺诺都是装的吧 爪牙们心惊胆战 怕柳牙更怕柳牙身后站着的 面无表情的男子 那绝对是个不好惹的硬茬 硬茬在众目睽睽之下 与柳牙身后不知道做了什么动作 就见柳牙身子斜了一下 脚下一个踉枪 踩在了宋剑的双腿之间 凄厉的叫声从城头传到城尾 宋剑彻底昏死了过去 人群一片死寂 柳牙也在那声惨叫声中醒过神来 看着自己站的位置 再看看绣花鞋尖沾上的鲜血 惊叫一声投进魏子怀里 瑟瑟发抖 尸瓜群众和爪牙们 很是无奈 最该瑟瑟发抖的应该是他们吧 可是柳牙没装 他是真被吓到了 他恨宋剑 恨这个毁了他清白的人 可是心性使然 他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他会这样子报仇 以前哪里敢想去报仇啊 能从宋家手里脱离出来 找到个一家子容身的地方 对他们这种最低下的奴才来说 已经是极幸运的事 怕什么 瞅着吴伟雄一样挂在身上的女子 为此诞生说道 柳牙发抖 怕什么 怎么不怕呢 他跟爷乃爹娘都是奴才 命贱如蝼蚁 今天打了宋剑 回头宋剑想要整治他们 易如反掌 他痛快这一回 或许会给家里带来无穷的祸害 不用担心后果 像是能独穿他的心思 男子又说道 柳牙抬起头 呆呆地看着男子 眼里交织迷茫跟不确定 男子大掌照上他头顶 揉了揉 硬硬地 掌心厚减 甚至刮到了他的头发 可是掌心传递过来的温度 很暖 暖的让他心安 魏叔叔 我担着 后果他担着 拖着吴伟雄 魏子俯身把地上不省人事的男人 拎起丢进车厢 人随之上车 去送府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选担到直奔宋府而去 但马车离开好一会儿 刺激人群才爆发出轰然 有好事者甚至拔腿就往宋府方向跑 吆喝着同伴继续看接下来的热闹 有幸被魏子跟柳牙无视掉的爪牙们面面相去 挣扎着爬起来 也赶紧抄进路奔回宋府 想着早一步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跟家主报告 宋剑虽然不是宋府嫡子 那也是二房得宠的姨娘所处 在府中地位仅次于嫡子 这一下被人在大街上打成那样 行凶者甚至还堂而皇之地找上门去 事情怎么得了 出大事肯定要出大事 不止几个爪牙这么想 城中围观的百姓也是揣测纷纷 要是手里没两把刷子的 敢这么带着人打上门去 宋府怎么说也是玉州城名门 可不是寻常人家那么豪彩的 宋府门房跌跌撞撞地来报二房少爷 被人丢在府门口不省人事的时候 那几个爪牙也从侧门溜了回来 在宋家主面前添油加醋 把街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表现的是义愤填膺 魏子成了仙撩者贱的贱人 不仅贱还嚣张 这不打了宋公子不止 还有胆子打上门 要是不给他点教训 日后宋家 还怎么在玉州成立足 宋家家主宋江南 坐在主位上 脸色沉宁如水 听着爪牙们泥言我一语口莫横飞 不知一词 爪牙们渐渐地声音低了下去 一开始的激动劲散了开去 心底有些打触 弄不清家主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来人 把少爷抬进来 令把门口的贵客请进来 不用请 我来了 黑色身影在大厅不远处 渐行渐进 步履矫健沉稳 气息冷然肃杀 脸上不带一点表情 他手上拖着昏迷的送件 在他身后跟着无数送府的家丁 呈半包围的状态 对他虎视眈眈 却不敢靠近 远远的隔空相对 宋江南眼瞼缩了缩 从椅子上站起 不知这位朋友是什么人 袁和对全子下如此狠手 能坐到家主的位置 带领宋家站在名门之列 宋江南不是个好糊弄的人 几个爪牙的话他听了 却没有立即妄下判断 眼前男子只看气质 就不是普通人 这样一个人敢打上门来 固然嚣张 嚣张之后带着的是过人的胆色 诸如此类人 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殴打他人 何况自己的儿子 他能不知道 宋剑其实是什么本性吗 所以哪怕见着自己儿子跟死狗一样被人拖进家门 宋江南也忍了 没有立即发作 至少他要弄清楚眼前男子的身份 弄清楚之后 再图后续 只要有一丁点可能 他都不会让这个男人轻易走出去 否则宋府在豫州将会颜面无存 对深州一步一驱图谋下手机会的家丁 为子视若无误 在即将走到大厅门口的时候 把手里宋剑丢开 抬脚踹了过去 昏迷的人擦地滑行 一直滑到宋江南脚边才停下 低头看着面目全非的儿子 宋江南太阳穴轻轻爆跳 再是能忍 也忍不下这般挑衅 他已经给足了男人面子 可是对方当着他的面 把他儿子给踹过来 这是对他 对整个宋家的蔑视 抬头 宋江南眼神阴质 兄台莫要欺人太甚 魏子冷冷一笑 玷污了人家姑娘 还要当街拦路折辱 这是他该受的教训 穿九寸农装已经卖给柳家 包括柳崖也已经是柳家的人 羞辱人之前先打听清楚 你们惹不惹得起 仅此一次 他若再敢上农庄骚扰 我让宋家家主 亲手替他立杯 简直放肆 来人 忘了自我介绍 我是南陵王贴身示威 为此 要寻仇 我随时奉陪 宋江南的喉咙在瞬间像是被人扼住一般 再也发不出钉点的声音 眼睛瞪得极大 不可置信地看着转身走远的男子 还在大厅滞留的几个爪牙 已经腿软的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南陵王 南陵王的贴身护卫 怪不得人家打了人之后还敢打上门来 人家根本就是有那个底气 区区一个宋家 在人家眼里算的什么 算个屁 宋江南正正地看着男子远去的背影 再看脚边已经不成人形的东西 脚步踉跄后退 跌坐在椅子上 心头的震撼惶恐迟迟不退 他没有怀疑男子黄豹身份 故意吓唬他 一点都没怀疑 以为根本没有那个可能 川九村农庄的事他是知道的 去年就因为收成不好 转卖给了一户姓柳的大户 这事宋建跟他报备过 如果男子说谎 有川九村这座庙在 庙里的和尚跑不掉 只要查证身份不符 宋家随时就能拿农庄开刀报复 那个男人不会明知结果 还去做这种蠢事 更何况假扮男陵王护卫 亦绝非是小事 刘家 男陵王 宋江南看向几个瘫软在地的爪牙 咬牙怒问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几个爪牙都要吓尿了 相比魏子彪悍狠辣 他们更害怕的是家主 魏子打过一顿就会走人 毕竟是过客 可是家主不一样 家主拿着他们的卖身器 这才是真正能随时 对他们生杀与夺的人 眼见事情瞒不下去 几人哪还敢说谎 忙将事情原有 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包括一年半之前发生的事情 宋江南 雅兹欲裂 把这个畜生给我拉下去 立即召集族人 开宗祠 今日里 宋剑 从宋家族谱上除名 玷污丫鬟也编霸了 人已经迈出去了 就跟宋家再无关系 偏偏今天宋剑要先撩者剑 把脑袋凑上去让人家砍 这次得罪的是南陵王的人 那是他们区区宋家能得罪的起的 再把宋剑留下来 只会给整个宋家招来祸害 唯一保住宋家的方法 就是把罪魁祸首驱逐 从此以后宋剑的任何事情 都跟宋家无关 可怜宋剑还在昏死当中 浑然不知一时心血来潮 半道截人 导致的结果 是自己失去所有的保护伞 从此以后 宋家再无他的立足之地 离开宋府 为此跳上马车 车夫即刻调转车头 往方圆线行去 刚才发生的事情 对为此而言 仅仅是个 小的不能再小的差距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成字成城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四十七集 好喜欢 好喜欢他呀 从宋府离开 一直到出城门的这点距离 柳牙已经偷看男子十来次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男子能那么淡定 甚至就连车夫都很淡定 把宋剑打得半死 还直接找上宋家门 在他们眼里似乎只是一件小的 几乎微不足道的事情 可是在他眼里 这是天大的事 就像是把天捅了个窟窿一样严重 宋剑被打成那样 可好不了了 宋家能善罢甘休吗 他以为是不可能的 可是男子好好进去 好好出来 中间不过是小半刻的功夫 他有点后悔 为什么当时没有跟进去 男子一句话让他乖乖待着 他就真的乖乖地待在车厢里 要是跟进去 他就能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十七 在他又一次悄悄偷眼看男子的时候 男子诞生说道 柳牙愣了一下 什么 男子转过头来 幽深的眼眸看着他 你偷看我十七次了 他好奇 还有他好看 最后还是忍不住那点好奇心 柳牙伸出白嫩嫩的食指 在男子手臂戳了戳 好硬啊 魏叔叔 你跟他们说了什么 他们没有为难你吗 没有 我说我是王爷护卫 男子顿了一下 又看向他 他们怕了 柳牙眨巴眼睛 原来魏叔叔搬靠山的呀 怪不得能好好出来 宋家哪敢得罪王爷的护卫 魏叔叔太厉害了 能打脑子也聪明 有靠山就该用 比自己一个人抗着 更方便解决问题 这句话似乎一有所指 柳牙闷头不说话 他不是傻子 他知道魏叔叔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魏叔叔是在提醒他 他不是自己一个人 他也是有靠山的 川九村农庄 现在是柳家的农庄 他跟爷爷爹娘 还有哥姐 都是姓花村柳家的人 南陵王妃就是他的靠山 只要他把这个靠山搬出来 根本没人敢欺负他 至少要打发宋家 绝对没有问题 我 我不想给王妃惹麻烦 他嘀嘀地说道 如果是别的事情 他想他会仗着主子的关系 让人不敢欺负自己 可是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 是外人无法接受的 哪怕他是受害人 但是在其他人看来 他终究是不干净了 被玷污了清白的女子 就不该继续活在这个世间上 为了不连累家人 为了表示自己的忠烈 他应该去死 倘若狗活下来 遭受的是无尽的鄙夷 可是他最终没有选择去死 他活了下来 他有爱他的爷爷跟爹娘 如果他死了 自然没有人在非议他 但是痛苦的是他的家人 所以他活着 战战兢兢活在农庄 那一方小天地里 不敢出门 不敢跟人接触 只想着在自己有生之年 好好孝顺家人 如果不是遇上王妃 他这辈子都不会轻易地 踏出农庄大门 柳牙将自己悄悄地缩回车厢一角 努力地让自己离男子远一点 他不干净 要不是重遇送件 他差点忘记了这一点 他很喜欢魏叔叔 他也知道魏叔叔并没有看不起他 可是他突然过不去心理那一关了 如果他还是老这样缠着他 黏着他 对魏叔叔不好 知道他过往的人 会在背后指着魏叔叔的脊背说 看 就是那个人居然跟个破鞋在一起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王爷的护卫啊 虔诚大好 却带着一个不真不结的人在身边 坏自己名声不说 还坏王府的名声 他脑子有病吗 柳牙黯然 瞧向车窗外的眼神 极为黯淡 他可以容忍别人非议自己 可是他容忍不了别人非以魏叔叔 不想让他遭受那一些 那他必须要离他远一点 等回到农庄 他就再也不黏着他了 以后 他们也没有什么机会再见面了吧 想到这里 柳牙觉得心头一抽一抽的疼 疼得他小脸发白 很难受 用手紧紧捂住心口位置 也压不下去的难受 难受得想哭 卫子原本看着另一边窗外 不知何时 已经转过头来 视线落在女子哀伤的面容 瞅着他渲染玉气的小脸 眉头微皱 这是个完全不懂得掩饰情绪的姑娘 喜怒哀乐在他脸上明明白白 透明地像水晶 只需一眼 就能看穿他此刻在想什么 他现在就如同一只受伤的蜗牛 把自己所有触角 缩回并不坚硬的壳里 拒绝再去探索 我是孤儿 六岁被人受养 开始进行基础训练 八岁进入训练营 跟五百多名同龄人一块儿学习 袭杀 防卫 侦查 沉闷车厢里突然响起男子低沉的声音 刘牙眼波动了动 忍不住朝男子看去 看到的是他平静的侧眼 听到他同样平静的 不急不缓的声弦 刘牙心里的难受消散些许 眼睛定定地看着他 等他继续说下去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皇家隐蔚训练营 皇室每年会从营里挑选最好的人才 注入隐蔚营 成为皇室成员的隐蔚 能当上隐蔚 意味着成功 训练营的竞争 变得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残酷 最后我从营里脱颖而出 因为我在最后一项测试里 亲手杀死了十九个同伴 男子缓缓侧过脸来 堆上柳牙震惊的毛子 生血依旧平静 我的手很早就染满血腥 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杀了多少人 要说肮脏污浊 我剩你百倍犹豫 柳牙 你觉得我恶心吗 不 不 柳牙摇头 声音从弱 到猛然激烈 然后用力地将男子抱住 你一点也不恶心 他想告诉她 她是最好的 哪怕有无数人比她更优秀 在她眼里 她就是最好的 她是她的魏叔叔 她从来没有看不起她 她总是沉默地保护她 我也不觉得你恶心 我更不觉得你脏 大手再次揉上她的脑袋 轻轻地暖暖地 一触即离 但是那种清暖 却直直落进了柳牙心底 让她正然 心跳不争气地剧烈跳动 砰砰 砰砰 震碎了她所有的自爱自怜 柳牙没有再松开手臂 她不推开她 她便不放 她发现 她其实很舍不得 她真的 好喜欢 好喜欢她呀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集 等人哄的小奶狗 闻着她身上好闻的气息 刘牙隐秘地涌上窃喜 一个人抿了嘴 偷偷乐 之前那些难过 像是过眼云烟 在这一刻 全部被她抛在了脑后 她只知道 现在她好高兴 沉默寡言的魏叔叔 刚才说了好多话 那些话全是为了安慰她 不由自主地 刘牙想到了她第一次 见魏叔叔的时候 那时候她在造房里烧热水 她来取水 骤然见到陌生男子出现在造房 把她吓得大叫一声 躲到了柴火垛后面 只觉得这个冷着脸的男人好可怕 越怕越往里脊 最后被头顶滑落的木柴 砸晕了过去 那个时候自己好傻呀 她怎么会觉得她可怕呢 柳牙被自己的傻样 傻得笑出了声 搂着男子的手臂又紧了一些 小脑袋还在她胳膊上 依赖地蹭了蹭 像依恋主人的小狗 魏子没有推开她 单手之合 视线看向窗外 嘴角似勾了若有似无的笑意 车厢里依旧沉寂 却没了压抑的闷 有什么东西在轻轻缓缓地流淌 魏大人 再有半个多时辰就能到农庄了 外头车夫的话传进来 打破了里面静谧的氛围 柳牙的手目地收紧 一个动作透露出她的不舍 魏子像是没感觉到一般 轻轻地应了车夫一声 嗯 柳牙心里很乱 乱得她手足无措 明明现在他们还在一起 甚至她还贴在她的手臂上 可是 她却已经提前感受到 分别的难过 魏叔叔 你说 你会在农庄住一晚的 她看着她急切地确认 嗯 这个回答让她放心了一些 紧绷地肩头放平下来 但是画匣子却开始管不住了 魏叔叔 以后 我们还能见面吗 能 那要等多久啊 不知 怎么能不知呢 你只要来农庄 我们就能见面了 你 你什么时候会来吗 柳牙觉得她的回答敷衍了 立即不满意 飞快地撑起小身板 小脸严肃地瞪着男子 非要她给出一个 确切的时间来不可 这样 她才能掰着手指头数日子 至少有个盼头 而不是遥遥无期 对上女子 含有的执拗的眼神 魏子毛心危暗 为什么非见我不可 柳牙一正 茫然 这个问题 她竟然答不上来 为什么非要见魏叔叔不可 是啊 为什么 他们之间非亲非故 而且各有各的职责 他是王爷身边的贴身护卫 而他是农庄里一个小小的家生奴 他们之间产生交集 那也是因为王爷王妃 他为什么非见他不可 不能见吗 他茫然的 无措的问道 万事有因 你得先告诉我原因 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这是他对他说过的话中 最高深莫测的一句 我 我喜欢你啊 刘牙不明白 他喜欢他 想见他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就像他喜欢王妃 喜欢芊姨 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心里都会很高兴 见到魏叔叔 他是最高兴的 魏子没有错过女子眼底不散的茫然 喜欢吗 可惜他不知道喜欢分很多种 魏子勾了一下唇角 抬手揉揉柳牙的小脑袋 沉默地看向窗外 这样一张白纸 不该由他来渲染上浓墨重彩 他们不合适 他是个老家伙了 而柳牙 人如其名 他是柳树上刚刚冒尖的绿芽 正值花样年华 柳牙等了很久 却没等来男子的回答 让他一阵的气苦 在气苦中 马车停在了农庄的门外 农忙时间已过 庄子里外显得有些冷清 放眼望去 庄子周围到处都是草木枯黄 透出秋末的萧条 这些景象对柳牙来说是分外熟悉的 站在熟悉环境里 却也没能削减他心里的气温 撅着小嘴 暗戳戳瞪了站在前头的男子一眼 柳牙踩着重重的脚步 力求表现出生气了的样子 强先上前拍门 很有些气势 爷爷 爷爷 我回来了 我是柳牙 大门几乎是立即应声而开 现出柳树伯喜不自胜的老脸 真是柳牙回来了 快快进来 招呼了柳牙 柳树伯才看到站在不远处的男子 连忙欠身 卫大人也来了 快 里面请 朝柳树伯点点头 魏子跨进门 前面 女子听到她的脚步声 走得更快了 步子踩得又急又重 视线从女子脚上扫过 魏子以拳底唇 压下唇角的笑意 女子那么生气 走得那么急 步子卖得却比平日里小了近半 小碎步一步一步 怎么都超不出她两个身的距离 像只故作生气等人哄的小奶狗 她走得不急不徐 前面女子左等右等 速度已经放得慢了又慢 始终等不到人追上来 柳牙目露凶光 气死她了 走在最后的柳树伯 完全没感受到 两人之间的暗潮汹涌 孙女回来了 老人家高兴 远远地就开始吆喝开 柳根 柳枝 柳条 柳叶 快出来 柳牙回来了 一声吆喝 拉开了庄子热闹的前奏 一下子齐齐整整地坐在大厅 听柳牙说他们离开 那几个月时间里 发生的所有事情 去了西北又去西凉 然后又从西凉赶回京城 混淆探子的视线 一路上颇是惊心动魄 得知苗江早就没了的时候 柳树伯一家子是唏嘘的 心里不无失望 只不过那种失望 很快便消散了 能找着祖先部族 当然好 找不到 也不会让他们生出什么绝望 祖上流落到南陵 成为家生奴 到他们这一辈 早就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也早就认为自己就是男陵人 没有什么可绝望的 吃过晚饭 天色已经降下来 魏子跟车夫在农庄住一晚 再行启程回京 答应柳牙的事情 没有食言 只是女子却没了当初的高兴 一顿饭的功夫 暗戳戳瞪了魏子好多眼 魏子像是没看见似的 全无反应 反是柳树伯一家子 反应大了去了 他们家柳芽的性子 有谁比他们更清楚 那是个说话都不敢看人的 见了生人立即往爹娘身后藏的 现在竟然敢邓魏大人 这几个月的时间 发生了什么 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四十九集 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带着满肚子的疑问 刘叔伯一家在辗转反侧中睡去 也有睡不着的 比如柳牙 他吃饭的时候一直在生气 结果魏叔叔看都不看他一眼 难道是他瞪得太快了 他没看到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说不定魏叔叔根本就不知道他在生气 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生气过 不行啊 他还没从他那弄明白 也还有好多话没对他说呢 说是在农庄住一晚 可是晚上是睡觉时间 等睡醒了天亮了 他就得走了 那这一晚上留下来有什么用 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吗 虽然柳牙自己都弄不明白 自己到底想要在男子身上弄明白什么 又想得到什么帮助 但是就是执拗地认为 要是这一晚上睡过去了 那就太亏了 他不能让时间白白浪费 谁知道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也许一年 也许几年都未定 想到以后会很久很久 见不到那个人 柳牙整个心都色了 侧儿听着同一屋子的姐姐呼吸绵长 已经睡着了 柳牙敲摸起身下床 猫着身子溜出了小院 等出了院门才敢直起腰 小手拍着胸口大喘气 太刺激了 缓着劲摸着黑 柳牙熟门熟路地往后院走 换作以前 这种月黑风高 有夜风从脖子后头浮过来的晚上 他一个人绝对不敢走出房门 但是今天晚上他很大胆 一点也不害怕 甚至心底流露出激动欢喜 只要想到魏叔叔就在院子某处 他的心就很安定 什么牛鬼蛇神都吓不着他 魏子被安排住在后院左侧的厢房 离柳牙居住的小院子距离不算远 转两个弯就能到了 推开院门往里 里面厢房一片黑暗 昭示着房里人已经睡下了 柳牙被打击了 满怀欣喜而来 看着黑漆漆的厢房 瞬间垂头丧气 怎么睡那么早啊 在王府的时候 每次都当直到大半夜呢 来了这里 反而早早睡了 柳牙低着头 踢着脚边石子抱怨道 月亮都还没有下山呢 相防窗边 暴毙以窗的男子嘴角 机不可见地抽了抽 在他的印象里 他都是等月亮下山才会睡 月亮真格下山 那就是早上了 他需得立即陪在王爷身边 护送他上早朝 那时候女子正在被窝里呼呼大睡 无知无畏 她才敢说出那样的话来 让他啼笑皆非 位子没有吭声 悄无声息地引在窗后 没人理会 站一会儿 他就会离开 他这个时候来这里 其实很不合时宜 他年纪再怎么大 也是个男人 他就没想过 总是晚上来找他 有多不妥吗 柔如眉心 位子低探 不过 他也确实只有晚上 才能找到他 白日里 他需得护在王爷身边 他是寻不着的 狮子在地面上滚动的声音咕噜噜 越来越近 位子朝外看去时 本以为会离开的女子 竟然已经走到狼颜下的台阶 撩了裙摆 一屁股坐在台阶上 拖腮望月 一如在王府的时候 坏蛋 我在生气呢 居然一晚上不理我 我瞪你那么多眼 你都没有看到吗 怎么当上护卫的 一点都不合格 女子嘟囔 愤愤不平 位子听了很无语 她看到了 难道她还能瞪回去啊 一把年纪了 她做不出那么幼稚的举动 她也不可能问她为什么生气 她知道原因就更加不能问 柳牙是蒙尘的水晶 只是替她扶去尘埃的那个人 不该是她 她相信 未来总会有人看见她本质里的美好 将她视若珍宝 好好地宠物 她还太年轻 而她 不能趁人之危 做那个 诱拐纯真的恶狼 她会不会还没有睡着 这个时候 该是在守夜的 作息习惯了 肯定没有那么快睡着吧 魏叔叔 他是在装睡 台阶上 女子突地站了起来 给自己找了一个 自认为极为完美的借口 我去看一眼 就看一眼 要是魏叔叔真的睡了 我就不吵他 自言自语中断 女子步上台阶的动作 实话僵硬 半张了小嘴 愣愣地看着窗后 她的位置 位子符合 对她 她失神太多 不该犯的错误 竟然在这个时候犯了 她被发现了 头顶月色清冷 但是月光 还是有些许亮度的 打进窗内的一两缕 正好映照出她的轮廓 让她在女子面前 现出原形来 魏叔叔 你装睡 女子手指着她 控诉一声 然后蹭蹭蹭跑过来 仰头怒瞪她 再次表达她正在生气 本就圆溜溜的姓毛 瞪起来更圆更大 倒影月灰 干净成澈 一点震慑里都没有 我若装睡 该躺在床上 明明是狡辩 可是听起来 好像又有那么点道理 反正柳崖被忽悠了 那你为什么不理我 我刚才坐得那么近 你肯定听到我说话了 听到了 我就要回答吗 好像也有道理 柳崖小脸儿憋红 哼哧哼哧 说不出话来了 男子并未趁势追击 而是揉了揉她的发心 很晚了 回去睡吧 嗯 我不想睡 你明早就要走了 一走可能很久都见不到 魏叔叔 你陪我说说话 好不好 女子两只小手抱住 停在她发心的大手 大眼睛里显出期盼 前一刻还在生气 下一瞬便温顺下来 只因她一个轻轻的腹处 极好哄的女子 魏子抽回手 柳崖 我是男人 你夜半出现在一个男人房里 吵着要跟人夜话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会发生什么事 在王府的时候 我都是晚上找你聊天的 柳崖不以为然 跟魏叔叔夜话 她做得多了 他们之间绝对 不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因为魏叔叔不会轻薄她 那你为什么总来找我聊天 因为 我喜欢你啊 深深宁着女子 魏子无奈至极 她根本就不理解她的意思 单纯懵懂的 让人咬牙切齿 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女子愣住 我告诉你 说吧 男子轻巧地跃出窗户 揽了她鲜洗腰肢 纵上房顶 脚底踩在房顶的砖瓦上 没有发出半点声响 半边身子贴在她身上 柳崖心头 碰碰直跳 还没来得及体会那种心跳如狂 就听见房顶下方传来窃窃私语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线一百五十几 你把人吓跑了 柳崖下意识就屏住了呼吸 不敢发出声响 担心被下面的人发现 他没想到魏叔叔竟然带着他来听墙角 还有他是怎么知道厢房院子后墙有人的 没错 这里是农庄的后墙 因为农庄跟田底离得近 所以后墙这一片被店户们用来堆叠和垛子 和垛子一座一座的紧靠着 跟墙体稍微有些距离 中间的空间很是隐蔽 加上这个时间根本不会有人半夜跑到这里来 是以这里就成了绝对安全的地方 有人藏在这里绝对不会被发现 只是柳崖好奇 为什么大半夜的会有人不睡觉 跑到别人家墙后边聊天来了 再仔细听下面传上来的声音 是一男一女 他们说话的声音已经可以说是压低了音量 但是为此带他落脚的地方位置恰好 加上月底静谜 恰好能让他把两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且还能看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这一看柳崖差点没叫出声来 那两个一男一女在亲嘴儿 阿牛哥 别这样 我得回去了 要是被发现了 我以后还怎么做人 再一会儿 再抱一会儿 别怕喝话 我们已经定过亲了 就算被人看到 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 再说这地方 现在根本不会有人来 没人会看见 可是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喝话 半天不见 我就想着话 你不想我吗 想 那你可喜欢我 喜欢 羞涩声音被淹没 接下来换成让人耳根发烫的声响 柳崖腿都软了 心头砰砰砰跳得厉害 像是随时都能蹦出胸膛似的 这是人家即将成亲的小两口 耐不住相思 跑来他们庄子后边 优惠来了 魏叔叔怎么这么坏 带着他来看人家亲嘴 柳崖羞得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可是动情男女发出的声音 却不停地往耳朵里钻 他没办法把耳朵也关起来 他好慌 小手紧紧地攥住男子的衣襟 纠扯着 柳崖祈求他赶紧带他下去 他真不好意思再听下去了 他没办法像身边男子一样 看到这样的场面也无动于衷 那个画面太刺激人了 魏子没有多坐停留 拦着女子重新落到乡房的庭院前 将人松开 胸口立即被一双小拳头 狠狠地捶了两下 魏叔叔 你怎么这么坏啊 你怎么能带我去偷看人家亲嘴呢 又羞又闹 还夹杂着自己体会不出来的莫名情绪 柳崖骂人的声音比平时大了几分 结果还没等来男子解释 就听院墙后面有女子发出了一声尖叫 紧跟着兵荒马乱 稀稀索索的声音持续了好一阵 才重新恢复平静 柳崖惊呆了 你把人吓跑了 柳崖想哭 他不是故意的 一时没控制住音量 哪知道会打扰了别人的好事 这下轮到他没法见人了 窗子里只有他们一家子 周围店户哪个不知道他家有几个人 这下根本不用猜 人家就能猜出来刚才是被谁给偷看了 都是川九村的居民 还有店田的关系在 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日后撞见了 那得多尴尬呀 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两个人的名字呢 阿牛哥 荷花 就是川九村村口住着的两户人家 没脸见人了 他没脸见人了 柳崖抓狂地在男子面前团团转 一会儿揪头发 一会儿无脸 一会儿跺脚 小表情多地 让人眼花缭乱 魏子无力地闭眼 他想让女子关注的 绝对不是男女之间的亲热 他只是想让她知道 什么叫做喜欢 怎么知道最后竟然会变成这样 有点失去控制 绝非他所料 你 等女子停下来看向他 魏子想再说些什么 女子也同时开了口 四目相对 有种莫名的尴尬 萦绕在两人之间 让他们齐齐烟灭了 后面想说的话 甚至柳崖连自己开口 想要说什么都记不得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片刻之后柳崖一跺脚 捂着脸跑开 知道什么是喜欢了吗 在女子离开之后 魏子剩下的半截话 才溢出唇半 带着深深的无力 本来只是一次教学 搞得最后好像是他故意的 一下子就转变成了 使手段调戏姑娘的灯徒子 他真不是那样的人 另边乡 刘牙冲回房间 一个飞扑扑上床 闹出的动静 惊醒了同房的柳叶 都顾不上了 扯了被子 就把自己整个人给裹上 心还在砰砰地直跳 不知道是因为 看了刺激的东西给修的 还是因为跑太快了 给急的 被子外面 姐姐好像在问他什么 他全然听不进耳里 嘴里胡乱地应了一声 就应付过去了 脑子里则是不受控制的 浮现出在房顶 看到的那一幕 那种曾经让他 看在眼里极为恶心的举动 不知道为何 此时竟然让他觉得 躁热 休以一阵阵上涌的同时 带着微妙的向往 那种亲密到两人之间 不留半点缝隙的接触 如果 如果 如果是他跟魏叔叔 柳芽被吓着了 尖叫一声把自己裹得更紧 小脑袋在被子里频频地撞床 不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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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芽 你在干什么呢 柳芽 没事 姐姐 你睡吧 我 我就是 我就是被妆头磕了一下 把人糊弄过去之后 柳芽紧紧地闭上眼睛 想让自己不再去幻想那样的画面 可是耳边 却又开始浮出男女之间的对话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想你 一遍又一遍 两句话交错盘旋着 在耳边挥之不去 什么是喜欢 以前 他以为那两个字很简单 比如他喜欢爷爷 喜欢爹娘 喜欢哥哥 还喜欢王妃跟芊姨 最喜欢魏叔叔 可是现在再仔细想想 他喜欢的人很多 当中喜欢的程度 却又不同 比如 他喜欢爷奶爹娘 想到他们的时候 心里就会觉得很暖 会很惦记他们 他喜欢王妃跟芊姨 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 很放松 很自在 没有紧张感 可是他喜欢魏叔叔 那种感觉又完全不同 他待在魏叔叔身边的时候 心跳总会跳得特别快 整个人都觉得异常的欢喜 没见着他的时候 他便老会惦记他 会想他 跟他分开的时候 他又会很舍不得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秀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 由未来领先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五十一集 浪出天际的发极限 喜欢 半天不见就想的话 喜欢 被窝狭小的空间里 柳牙猛地睁开眼睛 受到极大惊吓一般 眼睛瞪圆 随后极为缓慢地 抬手摁住狂跳的心口 那里面的心跳剧烈地 让他几乎透不过气来 他喜欢魏叔叔 他甚至亲口告诉过他这句话 可是直到现在 他才似乎隐约明白 那句喜欢 跟他之前所以为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喜欢含着战友 他想把魏叔叔 把那个男人占为己有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他怎么会有 这么可怕的想法 这一夜 柳牙床上频频响起 撞床板的声音 吵得柳叶后半夜 几乎就没睡着 后半夜 魏子也没能睡着 窗户被什么东西 轻轻地拍响 噗啷噗啷噗啷 动静响起的第一世界 魏子就睁开了眼睛 眼神清明 脚剑翻身下床 走到窗户前 将落在那里的飞鸽 抓在手中 取下鸟腿上 绑着的纸条 点亮油灯 将纸条展开 读完上面的信息之后 将纸条点燃销毁 这个时候知道 他在穿酒农庄的 只有王爷 纸条也是王爷那边传来的 让他把人送到之后 转到冀州农庄 不用赶回京城 白跑一趟 他是王爷的护卫 王爷在哪 他就会出现在哪 这个命令很正常 没有其他要事 魏子放下心来 定下了第二日 赶往冀州的路线 只是没等他睡下 刚关上的窗户 又传来了敲击声 这次魏子皱了皱眉头 敲击的韵律三长一短 是他们尹卫营的联系暗号 他上前刚将窗户打开 外面人影便跳了进来 躬身所挡 头儿 魏城那边加急线报 西梁边境有移动 驻守莫城的西梁大家军 把军队调出了莫城 驻扎在边境线二十里 魏城请求指示 县报什么时候发出来的 一个月前 魏子沉了眼睛 国朝距离边境到底远了一些 哪怕秦将军在西北 拉起边境线开始 他们就随之建立起情报传输网 但是确切收到那边的消息 依旧耗费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对于边境的情报来说 历时太长 很有可能 他们刚刚收到一个月前的情报 那边就已经打起来了 事情不容耽搁 你继续注意接收那边传来的情报 我立即启程去寻王爷 若有新消息 送去晋州农庄 是 此时刚刚夜半三更 天还没开始亮 走出农庄大门的时候 魏子回头往后看了一眼 随后毫不犹豫地跨上马车 他没有去跟庄子里的人告别 知道他离开的只有守门房的刘树伯 至于柳崖那个姑娘 他希望他余生安好 李大人 走陆路还是水路 水路 赶往码头 是 走水路到冀州 两日时间足够 行陆路需要多耽搁至少一天的时间 他耗费不得 马车急迟 马蹄声在静谧夜色中飞扬 打碎了这方空间的宁静 身后 笼罩在暗夜中的庄子 渐渐远去 魏子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脑海中 木然跳出白日里 女子问他的那句话 我们以后还能见面吗 彼时他答 不知 其实他是知道的 他们极大可能不会再见面 农庄虽然属于柳家 但实际上是柳之秋手里的产业 柳家人对这些东西从来不会算计 是谁的就是谁的 其他人会与帮助 但是绝对不会插手指手画脚 所以这庄子 以后便只会由柳之秋夫妻二人打理 王妃不会再到庄子上来 王妃不来 王爷自然也不会来 王爷不来 那他也不会来 他跟柳牙之间 不会再有什么交集了 没有交集 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有何来机会再见面 带魏子过来复命的时间里 风清白带着柳玉生皇太后 抱着宝贝女儿 外加一只脱油瓶 将冀州农庄周边逛了个遍 八豆红豆最喜欢的 竟然是在田野里堆成一座座小山样子的河垛子 尤其从河垛子尖上往下滑的时候 不止多栋的八豆 就连红豆都美美兴奋的哇哇叫 这个时候 娃儿们的笑声能传遍整个田野 这东西 跟你当初在布方里弄出来的布滑梯 有一曲同工之妙啊 风清白长矛微咪 想起曾经的矛断时光 那时候为了让小枫儿开心 才弄出来的小把势 女子精巧下巴微抬 邪逆她 意气风发 你要是再给我点家伙事 我能让你们大吃一惊 滑滑梯嘛 以后日子清闲了 没事干的时候 她再整个更好的出来 全当给娃儿们建个游乐场 反正费不了多大功夫 男子摇头轻笑 破 我不喜欢你累着 刘玉生面无表情扭开头去 要真不喜欢她累着 有本事晚上放过她呀 嘴上功夫算什么本事 巴豆大叫着又从河垛子上滑下来 飞扬的风流 吹开了她浪出天际的发际线 落在刘玉生眼里 颇有些惨不忍睹 太后 你说巴豆以后会不会早早脱顶 胡说什么呢 我巴豆头发还没长全 这才病脚线高了些 怎么就会早早脱头了 皇太后差点炸毛 哪个当娘的别的不担心 担心玩儿脱头的 关注点偏得没边儿了 卖着莲花布 太后上前抱起落在道河堆中的巴豆 下意识地把她额前的软毛 往上撸了一下 露出过高的额头 随后赶紧把软毛放下来 还顺了几顺 把额头挡得严严实实 他们巴豆绝对不会有发量少 秃头的烦恼 只是头发还没长出来而已 她也是做过娘亲的 她还能没经验 南南在吓唬她呢 还没抱起巴豆 红豆也从上面冲下来了 绑着两个冲天羊脚辫的奶娃娃 咧着小米牙兴奋地大笑 额前软毛同样被气流吹起 黄太后特意盯着看了一会儿 在一对比巴豆的额头 心娇上了 南南 你过来 回头 黄太后正儿八经地召唤站在后头的女子 刘一声疑惑上前 太后 怎么了 你不是神医吗 有没有那什么 生发的药 太后 您老是认真的吗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五十二集 没天赋 打叉 八豆本来可开心了 从高高的地方滑下来 是飞一样的感觉 可是很快 野兽般的直觉就绝出不对来 墨浴毛子睁着 一个个朝周围的人看去 随后 两只小爪子摸上脑门 眼里浮出困惑 确定每个人的视线 都是落在他脑门之后 小爪子 被在脑袋上四处地乱摸 除了软软茸茸的小短毛 什么都摸不出来 八豆嘴巴一扁 哭了 哦哦 八豆乖啊 不哭不哭 我们八豆长得好看 大家都看得不舍得挪眼了 不哭不哭啊 一门心思全扑在八豆红豆身上的好处 体现出来了 八豆一哭 黄太后立即明白了他在哭什么 这小家伙竟然能察觉到大家伙眼神不对劲 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他们小八豆太聪明了 黄太后大喜 喜八豆聪明 黄太后也愁 愁八豆的发极限 要不是男男多了那么一句嘴 谁会去关注这种东西 本来没大事 愣是被这一闹他 弄得他心里慌慌的 就好比威风八面的琴笑顶着半个秃头镇山河 那不是镇山河 那是煞风景啊 那他们小八豆顶着个秃头就算是精彩绝艳 那风采也会大打折扣啊 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发生 以后他多花点心思 专门盯着小八豆脑门上长没长出毛来 要是没长 早点想办法医治 兴许还有救 黄太后哄八豆的时候 刘一生在一旁仗哄了脸 贼想笑 又不敢笑 他要是这个时候笑了 小野兽一样的八豆 一准嚎哭 风轻百颤在稍远的地方 但是将两人之间的对话 听清楚也不是难事 此时看着八豆豪的老大的嘴巴 鹅脚上全是黑线 一点点不对劲都能秀出来 要是以动物来比喻这臭小子 风轻百觉得是狗 狗鼻子才那么灵 他跟生生生的玩 两人身上的优点 八豆一点都没遗传到 还好意思哭 见天跟他作对 对他撅屁股 还以为多大能耐呢 感情拿豪哭当本事 外甥相救 浑小子遗传到达 是知秋的二唇 真丢他爹的人呐 对于打击小王不淡 风轻百从来是不遗余力 上前把看着哥哥嚎哭 茫茫然的红豆 小心地抱进怀里 顺便丢给了八豆一个眼神 丢人 八豆哭声一顿 立即把小嘴闭上了 瞪着男子的眼神奶熊奶熊的 风轻百对此嗤之以鼻 想要震慑敌人 靠的是气势 不是表情 没天赋 打岔 不过一个对视的功夫 风轻百把自个儿儿子批判得体无完肤 一无是处 父子之间风云暗涌 打得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哎呦喂 谁欺负咱们小八豆了 看得眼睛哭的 都肿成核桃了 刘之秋从稻田的另一边过来 远远看到八豆哭得通红的眼睛 乍着乎乎的调侃 八豆立即伸出两只小肥手 舅舅 找同盟也没用 你舅舅打不过我 清冷男子生险凉凉 刘之秋选择无事 免得自己心头火气不服气 去找鸭的单挑 然后被鸭着打 八豆 舅舅告诉你 像你爹这样的莽夫 咱不能跟他比武力 想跟他斗啊 咱必须得智取 等你长大一点 舅舅跟你联手 试着呢 你爹 屁滚尿流 屁滚尿流 风轻百抱着红豆 牵着已经木然的柳玉生往回走 留给舅舅外甥同盟 一个藐视的后脑勺 魏子回来了 在庄子里等着呢 好像是有什么急事要病 刘之秋处男子背影喊了一声 没有得到应答 那哑的就是这种死德性 转头 柳之秋立即对八豆说闲话 哎呀 看见没 看见没 你爹那样子 哎八豆 以后千万别跟你爹去啊 跟他那样 一直娶不到媳妇的 皇太后把八豆抢过来 面无表情地走了 他八豆才多大一点 一岁半 在小奶玩跟前 说什么媳妇不媳妇的 玩能听得懂吗 这么蠢的智商 跟他八豆不是一道的 不让他们一块玩 转瞬 若大空旷田野 就剩下柳之秋 孤零零的站在 被蹂躏得不成形的 和肚子旁 柳之秋左右看看 连忙搓着手臂提脚跟上 他自己在这儿 多凄凉啊 要是让小白莲看到了 小白莲得心疼他了 风清白跟柳玉生回到庄子 魏子就在大厅里等着 柳玉生把红豆接了过来 让两人能另外选地方谈事情 他看出了魏子表情里藏着凝重 当时便心头微沉 恐怕真有大事发生了 皇太后是紧跟两人脚步回来的 道德大厅 厅里已经只剩下了柳玉生跟红豆 他们去谈事情去了 没见着风清白 皇太后便猜到 肯定是跟魏子 到别的地儿谈国事去了 嗯 柳玉生点头 眼里流露出些许的担忧 现在南陵国太明安 边境也安稳 也只剩下个西凉 是我们没办法确定的 你是说 西凉边境可能出事 可能已经出事了 皇太后沉默下来 眉头不自觉皱紧 可能出事跟已经出事了 是不同的概念 要是那边真出事 那秦孝 那家伙虽然号称战神 但是年纪摆在那里 也是实实在在的 怎么可能 一直勇猛如当年呢 西凉不是简单的对手 如果真的对上了 也不知道秦孝 能不能挡得住 越想 心头越发不安 直到八豆 抗议地叫了一声 小身板微微挣扎 皇太后 才惊觉她担忧之下 把八豆抱得太紧 小家伙不舒服了 太后 不用担心 等风清白出来了 我们问问情况再说 现在还只是我们 在这里猜测 或许并不如我们 想得那么糟糕 刘玉生看出了 皇太后的心思 安抚道 八年新帝登基 这个时候忙着 巩固地位还来不及 她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 挑起边境之争 她跟前东月皇 是完全不同的性格 所以 刚登位就兴兵 开疆拓土这种事情 八年不会做 她不会那么急功近利 否则不会在 西凉老皇帝下面 隐忍蛰伏那么多年 皇太后抿着唇角 轻轻点头 唯有希望如此 其实这种担忧的心情 她早就已经极为熟悉 以前秦晓铸守边关的时候 她从来没有放心过 只是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罢了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五十三集 娘亲不疼 命渐如杂草 如果西凉边境真的有异动 黄太后不会想得太乐观 等待风清白跟魏子出来的时间 哄着巴豆 黄太后抢颜欢笑 心不在焉 刘玉生当间几次说话 老太太都晃了神 没听到 随后刘玉生 没再打扰他 对秦将军 太后并非表现出来的那么不在意 年少时的情意 又怎么可能真的说忘就忘 偏听 风清白靠窗而坐 听魏子说了接受到的消息 墨城守边将决 风清白食指轻敲桌面 眉头微微促气 进入西凉之后 对墨城的情况 他做过了解 守在墨城那位 名叫毛太和 升到大将军位置 已有五年之久 是西凉年轻武将一辈中的翘楚 年纪三十上下 但是因为此前西凉 一直是锁国不出 所以周边各国 从未跟西凉交过手 对于毛太和的战力 也无从得知 毛太和调兵出城 逼近边境险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未必是八念下的值 风清白分析道 八念有野心 但是没有十足把握 他不会出手 否则当初在墨城 他不会下令放我们走 王爷的意思 毛太和此举乃是私自调兵 朝廷没下令 他敢私调 朝廷绝不会坐视不理 八念也不会允许自己手下 有不听令的将领 挑战他的权威 毛太和 为何要做这种自闯死路的事情 将在外 君令有所不受 现在只是我们做出的猜测 实际为何 还需要调查过后再说 也许真是八念下旨 也说不定 视线投向窗外 风清白毛色忧深 传令秦将军 不要轻举妄动 做好防范 静观其变 如果对方真有动作 边境一切 全听秦将军指挥 另外传信未成 叫他协助秦将军 把事情调查清楚 是 风清白回到偏厅 厅里老妇人小妇人 家两个小娃娃 齐齐扭头朝他看来 动作一致地让人失笑 知道两人都心急 出了什么事情 风清白也没有卖关子 西梁守边大将调兵出城 压井边境县 随时有可能宣兵出战 要打仗了 刘玉生呼得战起 紧张地问道 打不打得起来 还是未知数 八年是个机会主义 要是看不到必胜的把握 他不会贸然出手 最后说不定 雷声大雨点小 不用太担心 说着 风清白平静地 看了皇太后一眼 秦将军打仗打了几十年 要论战场经验 绝对不会输给一个 从未打过仗的西梁大将 经验丰富有什么用 一般年纪 估计手里的大刀都扛不动了 皇太后诞生说道 面上已经完美隐藏起了 之前流血出来的担忧 幸亏秦将军不在这里 否则 他可能会左手大刀 右手中剑 刘玉生表示 还真是有这个可能 哪个男人愿意被自己喜欢的人小看呢 饶使老将军一把年纪 估计也会气急了 努力证明一把自己的能耐 这边聚集起来的凝重 被一个冷笑话给压了下去 在场几人都是懂得脸藏情绪的 心里头真正在想什么 要是不说 彼此之间也很难猜得到 事夜 西北边境县外 墨城以北二十里的大将帐篷内 邻军大将毛太和坐在矮桌旁 面前一壶清酒 两个酒杯 酒杯真满了 却没人动 在他对面 坐着一个容颜清丽的女子 气质淡然 秦孝虽然是个沙场老将 但是西梁边境 他却是第一次来 论地形 远不如毛将军熟悉 且那边还在修建边城 将士兵未整合 也是毛将军可以趁的机会 倘若事成 凭一己之力 大败南陵战神 毛将军必将一战成名 朝中那些人 也便压不下你了 圣女谬赞了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本事 若是直接跟秦孝对上 我占不了上风 但是若有圣女替我助阵 那又另当别论了 毛太和笑道 若这一战 我能立下功绩 功劳当有圣女一半 善赞举起酒杯 我在这里 先预助毛将军 旗开得胜 好 旗开得胜 将酒杯里的酒一眼而尽 善赞便起身告辞 要走之际 被毛太和一把抓住手腕 圣女如此为我 咱们也算得上是一条战线上的人了 不如今晚留下 对上男人闪着邪淫的眼神 善赞也不挣扎 浅浅一笑 能得大将军垂青 是善赞荣幸 只可惜 善赞身为古女 满身 都是虫子 牵住他手腕的粗糙大手 就跟被火烫了似的 立即缩了回去 毛太和大笑 眼是尴尬 我开个玩笑罢了 圣女莫要当真 来人 送圣女回营帐 回到单独 劈给自己的帐篷 善赞立即用清水清洗手腕 力道之大 将整个手腕都搓脱了皮 红肿一片 才能勉强压下那股恶心 抬眸看向大将营帐方向 善赞眼底闪过沙翼 又瞬间恢复了平静 帐篷里还有一位丫鬟 怀里抱着一个小娃娃 缩在角落低着头 战战兢兢 她睡着了 回少女 小主子刚刚睡着 睡着了 去把她带下去 我要歇了 别让她吵着我 是 奴婢这就退下 押婢退出帐篷 抱着怀里的小娃娃 转而走进帐篷旁边 挨靠着的低矮帐篷 这里是她暂时的栖身之地 也是她怀里小主子的住所 低矮 昏暗 幸得现在是十一月 天气已经凉爽下来 帐篷里不至于酷热难耐 即便是如此 也是急闷的 轻轻地将小娃娃放在旁边的小木床上 看着那张熟睡的小脸 丫鬟轻轻地叹了口气 圣女的孩子 以圣女之前的地位 本该是身份尊贵的 可惜 这个小主不一样 娘亲不疼 所以空有一个小主的名头 命运 却渐如杂草 希望她能平平安安长大吧 往隔壁方向瞧了一眼 丫鬟眼下眼里的忧虑 在小娃娃的身边躺了下来 而隔壁 善赖并没有立即睡下 而是坐在木床上 望着桌面跳跃的烛火 发着症 神情从呆然 渐渐转为狠力 最后留下的 全是恨意 那个人对她说 一个满身住满虫子的女人 碰下 朕都会觉得恶心 你怎么会以为朕会测你为非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五十四集 西梁只有被灭的份 当日老皇帝驾崩心底登基 他就在台下看着 看他身披龙袍意气风发 看他头顶皇冠坐上龙椅 看他终于走到九五之尊的位置 他是那么的为他高兴 高兴他心愿达成 同时也为自己高兴 终于到了他该苦尽甘来的时候了吧 可是他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 心地寝宫 他匍匐在他面前 自请助他荡平天下 他只要一个非的位置 他有自知之明 皇后轮不到他 可是他竟然瞧着他缓缓笑开来 捏着他的下巴俯身 对他说出了那句让他万简穿心的话 那一瞬他浑身冰凉 他竟然说 他是个浑身住满虫子的女人 他是古女 以身体为卢喂养各种蛊虫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可是当初他接近她的时候 从未表现过半点嫌弃 他没想到 原来他竟然是那样看他的 原来一开始 他便是一腔柔情错付了 可笑他为了他做尽各种缺德事 甚至为了他将自己送上别的男人的床 而最后 他冷冷地告诉他 他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把孽多狠的一个男人 烛火飘忽 跳跃的火光闪进善来的毛子里 映出里面浓烈的星红 也拉回了善来的思绪 扭头摇望都城方向 善来缓缓笑开来 小龙扭曲冰冷 为了顺利跟众臣之女联姻 谨防他使出手段使坏 他将她驱逐出皇城 他真的吃定他爱极了他 以为他不管说什么 他都会乖乖听话 他对他这般信任 他怎么能辜负 他要送给他一份大礼 和他力后之喜 西北边境县 南陵军营士兵几乎是全线上场 在秦孝的指挥下 堆建属于南陵的边城 两个多月的时间 这里发生的事情 足够冬月跟北苍受到动静 两国分别派了人来侦查 同时也着人跟秦孝接洽 三方邪谈 共同使用新边城的所有权 秦孝没有拒绝 不过是在新边城里 画出一块地方 给两国建立自己的边城衙门 彼此之间互为联盟 有互相制约 这在边境很常见 而且接纳北苍跟冬月进驻 对南陵来说也有好处 等于是三国连成了同盟 共同盯着西凉 这对西凉形成了更大的震慑 而且冬月跟北苍皇室 都有人跟南陵皇室交好 若能增进彼此的关系 力大于弊 检查了城建最新情况 回到衙门 秦孝便接到探子来报 说着毛太和那边的最新消息 继续盯着 一旦有异动 立即来报 秦孝下领道 他选择先静观其变 跟风清白的想法不谋而合 不过秦孝也不会过于乐观 毛太和在他眼里不过是小将 受西凉多年锁国的影响 西凉武将至少几十年 没人上过真正的战场了 如果真的打起来 秦孝心里成算更足 不过那边军营却多了一个善赖 这是一个变数 他不敢小觑 他不怕善赖 但是善赖的古术 却极让人忌惮 着重盯着善赖 谨防他使出手段 又一条命令下达 背着双手走到旁边的沙盘前 看着沙盘上堆出来的各处地形 秦孝表情微微凝重 半个月的时间 毛太和大军一直压在对面的边境线 没有动静 边境显得平静 但是秦孝却丝毫没有放松 既然毛太和调兵出城 不可能只是为了摆架势 是以对方越是安静 越值得警惕 十二月底 运河上洞 各国迎来年节 边城百姓沉浸在年节的喜庆中 欢快热闹 而边城境外 年节的最后一刻 响起了战鼓 咚咚咚 战鼓一声一声 震得人脚底发颤 人心惶惶 喜庆还没到达巅峰 百姓便骚乱起来 打仗了 最惊慌恐惧的 莫过于莫城的百姓 以前西凉所国 西凉无外人 无战事 他们在安宁中过了几十年 诸然听到鼓声的第一瞬间 甚至很多人根本没反应过来 那是战鼓 直到城门那边传来骚乱 城门守卫大声 呵斥百姓离开 才渐渐有人反应过来 打仗了 真的打仗了 西来攘往的街道 百姓们惊慌失措 尖叫声四起 悬挂街头的红灯笼 小摊上摆放的各种货品 散落一地被踩踏 百姓们躲进家门之后 留下一地的狼藉 与此同时 西凉皇宫里 新帝巴涅 刚刚拿到边城传来的情报 他坐在大殿上 下面百官同乐 歌舞升平 而他的脸上 却勃然变色 酒杯砸在殿上 发出清脆的声响 宫月立即停止 武姬跟百官们跪了一地 不明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皇上突然之间就变了脸色 雷霆震怒 来人 传阵旨意 守边大将毛太和 私自调兵出城 无视天威善离之首 所犯重罪 罪不可恕 即刻召其回京定罪受审 其家族连坐 一众家眷 全部给朕打入大牢 满厅哗然 毛太和私自调兵出城 这种举动相当于是 对南陵的挑衅 要知道城外边境县 南陵二十万大军就驻扎在那里 毛太和这般率兵出城 可不就是要跟对方打仗的意思吗 但是这种举动 对眼下的西凉来说 却是百害而无一利 因为南陵大将军秦孝背后 还有冬月跟北苍两个同盟 毛太和就算是用兵神勇 也不可能做得到一条三 出战并非小事 那是国事 他私自的一个行为 给西凉一下子招了三个强敌 脑子进水了吧 真的打起来的话 西凉只有被灭的份啊 群臣脸色难看至极 面面相去 心底已经将面前的一英九水 碗碟通通地扫落在地上 眼神星红阴质 这是清风朗月的帝王 第一次在群臣面前如此失态 不过这也怪不得心底 群臣心里同样是焦急 愤怒难当 战事一起 西凉面临的便是国难 而都城离边城遥远 根本阻止不及 也就是说 明知道打仗会带来什么后果 他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无可奈何 皇上没发疯 已经不错了 腊月寒冬冰冻千里 到处一片白白茫茫 莫尘关外 沙声震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 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五十五集 他跟着莽妇杠上了 南陵的杏花村 这个时间正当热闹 刘家大院里笑语欢声 过大年 大家伙全部赶回来了 刘之下 刘玉生 包括被哄出宫的皇太后 他们之前离开京城 赶往冀州农庄之后 就没再回去 直接在冀州各地 游山玩水 大半个月的时间 然后踩着点 回大院过大年 封莫涵一直以来的 担心成真了 真被丢下了 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皇城 过最喜庆的日子 这次甚至连皇太后都不在 彻彻底底 孤家寡人一个 封莫涵的凄凉 没人体会 刘家老爷子老太太 是真格的高兴 膝下绕着三个奶娃娃 光听奶娃们 奶声奶气的笑声 就足够二老高兴上 一整天的 你以前没在乡下 过过年节吧 看呐 是不是特别热闹 早就叫你来 你偏要守着什么 体统不体统的 多没意思 跟皇太后坐在一块 刘老太太又开启了 说教模式 全然不顾皇太后 脸色一阵阵地发黑 我跟你说 别看这腊月里 到处天寒地冻的 咱村子里能玩的东西可多了 明儿我就带你去见识见识去 见识什么 脸黑的皇太后总算是应了一句 她不是真想应 只是这大过年的 大家伙都欢欢喜喜的 她勉强给莽妇点面子 免得她一个人自说自话太丢人 现在啊 虽然处处都上洞了 但是咱这里的山上 扒开雪层还能看到绿呢 这雪下面长着冬野菜呢 明儿个 咱摘野菜去 柳家穷的过大年要挖野菜了 刘老婆子不服气了 胸脯一挺 阵地有声 老婆子有钱 她的小木箱子光是装银票都装得满满当当 如今她已经有三个小木箱子了 咱不炫富 咱只拿事实说话 皇太后淡淡地斜了她一眼 视线顺势在老婆子身上一溜 人家有钱了 穿金带银 恨不得照告天下自己是个爆发户 你就算不穿金带银 过大年的时候就不能穿好点 书爸翘起兰花纸 甚是嫌弃的捏起老婆子袖口边的布料 细棉 还灰扑扑的颜色 你所有衣服都一个料 一个款 只要以颜色深浅来分新旧吧 土包子 土包子老太太很受打击 尤其那句以颜色深浅来分新旧 还真是 咱们这儿是乡下 乡下你穿那么好的咋干活呀 这绫罗绸缎 可没有棉布衣裳 耐脏耐磨的 我这渐天的往造房钻的 穿好看也没用不是 穿好看了 心情好 你年轻的时候不打扮 哎 这年轻的时候啊 是真没钱 想打扮也没那能耐啊 现在有钱了 人也老了 还打扮啥呀 咱开不开心 跟衣裳新不新的 又没关系 轮到刘老婆子斜眼了 你穿的可够好的了吧 紧端袄子 玉斑枕 金布摇 珍珠项链 玉手镯 还住在宫里呢 咋没见你多开心啊 四目相对 两个老太太齐刷刷地 别开脸 哼 过了一会儿 刘老婆子 撞撞皇太后的手臂 咋样 明儿个去不去 啊 不去 天寒地冻的 去爬山挖野菜 我宁愿吃肉 皇太后哼道 哎呀 明儿个 我叫上村子里的 几个老姐妹 咱跨个篮子 就绕到杏花岭 后面一点点 不用爬山 那里呀 有一片小竹林 这个时候 正好能挖冬笋 回来了 把冬笋洗洗切碎 做个冬笋炒蛋 这个菜你爱吃 那就去吧 先说好啊 我不爬山 我可是皇太后 要是一不小心 在山上栽个跟头 她皇太后的脸 往哪搁呀 行了 知道了 不爬山 知道你不行 我肯定不带你去爬 谁不行了 爬就爬 皇太后脸轻 哎呦 不爬不爬 这爬山累人 你养尊处优的老太婆 能跟咱乡下妇人比 到时候啊 气得哭鼻子 丢人 谁哭鼻子 还不一定呢 明儿就去爬山 她萧满 什么大风大浪 没见过 她会哭鼻子 笑话 她跟着 莽妇 杠上了 刘一生等人 坐在旁边 听着两个老太太 斗法 忍笑 忍得极为辛苦 奶奶一个激将法 用在皇太后身上 那是百事百灵啊 以皇太后的聪明 不可能看不出 奶奶的这点把戏 只是 佛争一炷香 人争一口气 她就乐意 跟奶奶斗气 这大概就是 贵妇跟莽妇之间 别扭 又独特的相处方式 是他们之间 友情的样子 堂前 八豆红豆跟毛豆 也打成了一片 毛豆年纪稍微大一些 走路也更稳当 能说的话也更多 成了两小只的领头羊 三丸在大人中间 窜来窜去 去的最多的是 老爷子跟前 有风轻白在 老爷子的棋盘又摆上了 抽起搂子不停地毁棋 三小只过去的时候 帮忙捣捣乱 抓起棋子 这里丢一棵 那里丢一棵 成功地延长了 一盘棋下完的时间 老爷子高兴得不得了 三个奶娃娃 简直是神猪狗 每每总能在 他抓耳挠腮 想着回哪棵棋的时候 给他神来一笔 让他灵光一闪 抓起娃儿们 扔得最好的棋子 啪的一声 把风轻白的棋 给吃掉 随后才慢悠悠地 捡出娃儿们 乱扔的棋子 嘴里还阵阵有词 你看着啊 这些是小娃娃 扔进来的 老爷子可没作弊 现在我全都捡出来了 风轻白笑着应道 哈 反正最后输的 肯定是自己 由着老爷子折腾 风轻白也不拘 老人家高兴即可 这里不是朝堂 是柳家大院 坐在这里的 全是他乐意纵着的人 爷爷 还改吗 一盘棋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 风轻白问道 你等等等等啊 老头子我先想想 下棋咱不能着急 得慢慢想 老爷子眼睛盯着棋盘 一眨不眨 计算着自己要怎么走 才能把对方的棋子围杀 这个臭小子 怎么也不给他留点退路 下得那么紧密 他要怎么 骑手落子呢 小眼神飞了飞 老爷子清壳 眼着棋子慢悠悠地 往一个地方降落 这个时候 眼睛盯着 那就不是棋盘了 是风轻白 该下哪里呢 这儿 不对 不对 这儿不行 这儿 也不对 我再想想啊 爷爷 这里有个空档 落在这里吃掉这枚黑子 我就只剩下两步活路了 一只修长的手 只在棋盘的某处 清点了点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 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集 逃不出我的五指山 老爷子眼睛一亮 落紫 哎 我刚才想落的地方就是这儿 被你抢先说了 咱现在可是对手 你不能老这样管不住嘴 观其不语 懂不懂 年轻人 那就是不够沉稳 风清白阳唇 啊 爷爷教训的是 周围人简直是没眼看哪 柳之下柳之秋 跟薛青莲三个年轻的 自发弄了一个小火盆 凑到另一边去抱团 魏红魏蓝两个干脆提着小马车 扭转方向背对棋盘 主子成了狗腿子 他们还能说什么 九老窝在火盆子一角 最是自得其乐 敏着小九听着八卦 时而旁边小娃娃走过来 乃声乃气地喊一声九爷爷 这种惬意悠然的小日子 让他做神仙他都不换 家里女眷们坐在另一个火盆子旁 女子们凑到一处 聊得最多的 无非就是八卦 虽然都不是爱嚼舌根的人 但是在乡下除了闲唤嗑 说一些家长里短 也没有什么别的乐子 对了大嫂 之前在西北的时候 我们去了一趟流放之城 在那里见到了傅玉贤 突然想起这场 刘玉生随口一提 傅玉贤 傅玉贤愣了一下 他还在流放之地 傅玉贤 这个名字对傅玉贤而言 已经很久远 久远到喃喃不提 他根本想不起来 曾经在京城 占有一席之地的傅家 早就成了历史 而那些曾经给他带来 巨大痛苦跟仇恨的人 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傅玉贤母女 还有他那个薄情寡义的爹 从他们被流放之后 就被他从心上抹去 那一家子被判去了流放之地 那可不是个好地方 即便是没去过 傅玉贤也能想象得到 他们接下来 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往事已已 这些人再不值当他放在心上 千一听两人突然提起个人名 且那人还是在流放之地 好奇了 傅玉贤是谁 跟玉贤的名字就差一个字 玉贤 那人是你的姐妹 他跟薛青莲甚至比柳玉生 风清白一行 要更早回到兴华村 早就跟傅玉贤混熟了 一点也不见外地 把傅玉贤划了到好朋友的阵营 听得他问 刘木秋代为回答 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妹妹 不过那个傅玉贤不是个好东西 他跟他娘使了很多手段害玉贞 把玉贞害得可惨 后来罪有应得 一家子都被流放到西北流民地去了 嗯 这当中必然有一段爱恨情仇 木秋 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等我以后回娘家的时候 我就顺道去一趟流放之地 看看那家子过得怎么样 他们要是过得不好那就算了 他们要是过得好 那我就让他们过得更不好 芊衣握起小爪子 跟木秋同仇敌开 刘玉生三人扑哧笑出来 真不害臊 还没嫁人呢 就把生物寨说成是娘家了 芊衣小手摆啊摆 迟早的是 小眼神往男子那边的火盆瞄了一眼 凑近三人 一手眼唇摇耳朵 我跟你们说 薛青莲逃不出我五指山 迟早是我的人 我要是拿不下他 我把这个火盆吃下去 静默一瞬 三个女子笑得抱成一团 芊衣 我们等着你凯旋而归 并不负众望 芊衣腰杆子一挺 把胸脯拍得砰砰响 男子那边薛青莲额角青筋 一下一下地跳 逃不出她的五指山 大言不惨 看最后被压的是谁 笑完了 反正也没事干 刘牧秋当真的就把当初那些纠葛 当作故事说出来了 期间不乏天油加醋 整个故事跌宕起伏 直听的芊衣一愣一愣的 柳大哥厉害啊 铁汉柔情 直接就把玉征迷得五迷三道 使之不渝 要是我能有她那本事就好了 芊衣心叹 羡慕极了 芊衣 我这个故事说的是报仇雪恨 不是儿女情长 刘牧秋强调的 她说故事的都说得热血沸腾 结果芊衣光简自己想听的听 我知道我知道 那一家子已经罪有应得了 报应啊 玉征你放心 流放之地我熟 以后我回了娘家 我一定去那里溜达一圈 探望探望你妹妹 傅玉征哭笑不得 那家子过得如何 她并不在乎 她现在有夫有子 有最好的归宿 她很幸福 曾经以为放不下的东西 如今再回头看 根本微不足道 那家人算得什么呢 再次听芊衣说起娘家 刘玉生想到另一个地方 芊衣 你对古一族熟不熟 熟啊 古一族也在墨城边上 跟我们圣屋寨就隔了一座山 我以前经常翻山去那里玩 朋友不少 刘玉生自动把朋友两个字忽略了 在芊衣眼里 只要对她没恶意的 都是她朋友 你给我们说说这个古一族吧 刘木秋跟傅玉生也齐齐看向芊衣 等着她说一回故事 古一族 他们听单单偶尔提过 那个让他们头痛过一段时间的善赖 不就是古一族人吗 行吧 你们要听 我就说说 芊衣倾壳道 其实古一族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们那个部族 光听名字就知道 是玩古的 看个人天赋资质 玩古玩的最好的人 就能当选为族中圣女 得以前狗皇帝重视 芊衣骂起 稀凉老皇帝完全没有顾忌 一把年纪 做的事情太恶心 他对那个人全无好感 说起来古一族 比我们圣巫族 在皇室中的地位要高 就是因为他们擅长用蛊 能帮皇族做很多事 不过古一族的女子 其实蛮可怜的 他们的血液 跟我们圣巫族女子一样 很是特别 我们的血液 能延年益寿 他们的血液 能滋养蛊虫 所以古一族女子 被挖掘出天赋之后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 就要用自己的身体 来养蛊虫 怎么样 刘牧秋脱口问道 把蛊虫卵打进身体里啊 怎么打 再问 刘牧秋的脸 已经有点变色了 给反胃的 就是拿竹签子 在手上戳几个洞 把蛊虫卵塞进去嘛 天赋越高 血液越纯 能养的蛊虫越多 古一族女子长大成人后 身体里几乎全是各种各样的蛊虫 它们自己不会被蛊虫反噬 但是跟它们有较为亲密接触的人 很容易中毒 当然 那种毒它们能解就是了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集 最完美的结局 一个不少 大家都震惊了 刘木秋捂着嘴冲出门外 吐了 即便是刘玉生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他没办法想象一个人 身体全是各种蛊虫才蛰伏 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还有 他最为担心的是小疯儿 小疯儿跟善赖有过接触 那小疯儿是不是中了蛊毒呢 他曾经替小疯儿枕过脉 什么都没查出来 但是不排除 有些蛊毒根本就枕不出 另边火盆 薛青莲往这边看了一眼 跟刘玉生一个对视 两人眼底都有隐忧 两人都是医者 想到一块儿去了 只是小疯儿到底有没有受到影响 还得年后他们回京 再行细致的诊断才能知道 怕的就是诊不出来 你们这个表情做什么 芊衣抓到了两个人的对视 纳闷道 是因为蛊女蛊虫的事情 不用担心 蛊一族在西凉呢 你们只要不去那里 碰不到蛊女 再说了 蛊女虽然身上全是蛊虫 但是只要他们控制着不放毒 接触的时候是不会有事的 刘玉生更愁了 珊賴对小疯儿可没什么善意 她出现在南陵皇宫 为的不就是搅乱南陵的时局吗 有机会下手 她能放得过小疯儿 薛青莲仰头 朝天翻了一个白眼 这只麻雀 有时候真的很不会说话 尤其是对自己人的时候 她的机灵是不屑上限的 说话更直白 难听点说 叫一根肠子通到底 没眼力见 芊衣 要是有人中了蛊毒 一定能诊断出来吗 刘玉生抱着一线希望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圣巫族跟古一族 同样是为皇族效力 但是各自族中的秘密 是不能对外人说的 刘玉生脑袋一下大了下来 愁啊 刘姐姐 你别这样 要是你有这方面的难题 回头我回了娘家 给你找人问问去 说不定能找到解决办法 看她这般模样 芊衣意识到了什么 安抚到 要是她没记错 刘姐姐跟善赖之间 似乎是有过节的 难道是善赖 给刘姐姐的朋友下毒了 这可有点难吧 实在不行 她还真得回圣巫族一趟 去求长老帮帮忙 芊衣小脑袋官 一下子就转了好几个来回 至于柳玉生 暂时不敢抱乐观的态度 一切等回京之后再说 说来说去 稀粮不解决 始终会是男陵的隐患 也不知道现在边境那边 情况怎么样了 柳家长辈们作息时间很规律 到了那个点就开始喝浅贫贫 撑不住 长辈们要歇了 小的们也各自回房 都是脱家带口 有小玩的人了 晚睡不得 老主子小主子们退散 剩下味红味蓝 敲摩地从窑里爆出了一坛酒出来 转头就找老大去了 他们夫妻俩自打成亲之后 跟尹卫营的兄弟联系就更少了 一年里也就是过节的时候 王爷跟南南回来了 大家伙才能见上一面 感情总得联络联络不是 好歹也是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两人几个月步 跳到后院外墙某个角落 蔚蓝小声呼唤 老大老大 快出来 我爆酒来了 出来咱们休得聊会儿 喝口酒 喝弄啊 学业里四处除了风声 冷冷清清 无人回应 这是在两家大院 又不是在京城 没人突然会冒出来偷袭 你就不能放松点 露个头行不行 我说柳太妃早就成疯婆子了 左相也跑路了 现在天下太平 你就出来喝口酒能死啊 竹子不会怪你的 出来出来你放心 我以人格保证啊 绝对没有刺客 叫了几声没人回应 跟个傻帽似的猫在墙角呼唤 蔚蓝抓狂 他说真的 自打柳太妃跟左相倒了 薛红莲也被策反了之后 从那以后 刺杀军团就彻底灭绝踪迹了 他过年的 能不能轻松一下 魏红是真见不得 魏蓝的蠢样 看着推不顺眼 探手在面前的墙上拍了拍 老大 出来吧 别藏了 不然我跟大蓝 就进你那儿去了 共识那么多年 老大藏在什么位置 他们一看地形就能猜出来 这个威胁还算有用 空气中风流微动 一道黑影从暗处走出 这么多年都没变 魏大蓝 你什么时候能画少一点 魏蓝直接把酒坛子扔过去 男子顺手一接 稳稳当当 你们一个个的嘴巴跟棒壳一样 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 我要是在画少 谁来回忆气 魏蓝比魏子更嫌弃他 老大我跟你说 你这习惯 真得盖开 老师不说话 容易口臭的 话音刚落屁股就挨了一下 整个人扑在雪地上 激起了一地的雪花墨子 我自豪微大哄 老子是你男人 你帮老大踹我一脚很利索 父道懂不懂 拳脚接踵而至 刚爬起身子的男人 又一脚被踹进了雪地里 两手扑腾嗷嗷直叫 我错了我错了 我首富的 以气为刚 柳家大院规矩 绝对不能忘 一定要执行到底 这是我毕生的任务 背上的脚这才收了回去 魏蓝在雪地上赖了好 一会儿才爬起来 女人惹不得 会点拳脚的女人更惹不得 他们家这婆娘 不仅会拳脚 拳脚还不弱 抹了一把脸 魏蓝长叹 他认了 他还就喜欢这样的 挨上脊脚 挺爽 拍掉衣服上的雪墨子 三人蹲在被风的墙角 看着月夜下泛着荧光的雪地 起起呼了口气 腾秦将军 拉起边境线 王爷跟南南 估计很快就会回新华村 到时候 你跟尹卫营那帮兄弟 有什么打算 聊起这个话题 魏蓝正经起来 心底有隐隐的期盼 虽然他跟魏虹扎根柳家大院 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可并不代表 跟尹卫营感情就淡了 腥风血雨里一起走出来的 都是过命的兄弟 他盼着他们都好 最完美的结局 自然是所有人都齐齐整整 一个也不少 魏子沉默片刻 自然是王爷在哪 尹卫营就在哪 他是王爷的尹卫 那帮兄弟也是 他们的职责就是保护王爷 这是尹卫的第一宗旨 姓华村很平静 平静到你不敢相信 到了这里 基本就没有隐为用武之地了 你们的作用 还赶不上一个农夫呢 魏蓝哼哼 严珠子转了一下 要不我帮营里兄弟 每人置办几块田地 到时候大家一起 搁着种田算了 自给自足 风衣足食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五十八级 偷偷地喜欢 当初营里给你跟大红的成金鹤礼 不够你们吃一辈子 还需要种田 魏子信他的话才有鬼 他来信花村不是一次两次了 可没听说这家伙有田 这回子现好心 那摆明就是想看大家伙扔下配件 挑粪除地的狼狈样 自个儿在一旁乐呵吧 那笔钱我留着呢 日后你们要是过来 就用那笔银子在村里买地建房 魏红也有打算 王爷跟南南肯定要回来 因为赢十几个兄弟势必也得跟着来 总不可能到时候还天天把墙角屋檐当床吧 得有个安顿的地方 买地建屋很有必要 就这么定吧 魏蓝跟自家婆娘同样的想法 乔装成农夫 最能灭活敌人 到时候 要是有人赶来捣乱 老大你们扛着竹刀铁脚冲出来 能杀他们个出其不意 准赢 魏子嘴角抽了一下 看向魏蓝 眼神告诉他 二货 魏蓝自动屏蔽那个眼神 继继续尽心尽力地为老大打算 等日后你们都在新华村落地生根 安稳下来 也尝尝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 那才在过日子 老大 我跟大虎在新华村等你们 这话本来一开始多是业余的成分 结果说到后面 魏蓝越觉得就该是这么回事 他们尹魏蓝的这帮兄弟 从懂事起就都是孤儿 连自己爹娘是谁都不知道 更不用说体会家的滋味了 他们真的不能过普通人的生活吗 魏子眼里非快地掠过一丝恍惚 又立即隐去 眼神依旧坚定深沉 他是尹魏 从进入尹魏营开始 肩膀上就担着责任 他们的命不是自己的 就算他日王爷王妃回到兴华村 他们的身份也不会改变 整个尹魏营里 魏蓝魏红 能像寻常人一样生活 是极为特别的个例 至于他们 还有自己的使命 有些事情根本连期待都不能 一旦有了杂念 那么他们就不再适合待在那个位置了 他不应答 这方墙角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最后不知是谁 溢出了轻声的叹息 魏蓝魏红都是从尹魏营里出来 老大在想什么 他们怎么可能不懂 但是他们有心无力 一坛杏花村酒三人分着河 很快就见了地 迈着微醺的步伐离开的时候 魏蓝嘴里还念念有词 要是多好 要是多好 魏子在墙角站了好一会儿 抬头 头顶月色明亮 周围坠满了繁星 冬夜的夜空也很美 这种美他只能欣赏 触不到 明月慢慢偏移 有月光漏进那个角落 不知何时 已经空无一人 四周静悄悄的 好像没人来过 同样的月色下 另一个地方 也有人不成眠 柳牙 又坐在狼眼下发呆了 他身后 柳叶看着他这模样 无声叹气 随后拎了一张小凳子走过去 坐在了柳牙身边 自从京城回来之后 你几乎每日都是这样 魂不守舍的 柳牙 你到底是怎么了 柳牙在家里本来就有些不同 当初的遭遇 让家里人对他更为小心呵护 事已 他哪怕小小的变化 家里人都能察觉到 出去之后 回来的这段日子里 柳牙变化很大 不是说人的变化 而是状态的变化 做事情丢三落四 心不在焉 甚至失魂落魄 对此爹娘暗地里猜测过柳牙是不是有欣赏人了 但是转而一想 又觉得不可能 他们家柳牙是极害怕接触人的 尤其是怕被男人精神 又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什么人呢 天下红雨还要容易一些 姐姐 魏叔叔走的时候 为什么不跟我们告别啊 柳牙双手脱塞望月 悠悠地问道 柳叶很无语 他在这里唏嘘感叹 结果柳牙就问他这个 难道他这段时间的纠结 只是因为魏大人走的时候 没有告别吗 柳叶深呼吸 竟然不觉得奇怪 柳牙常常会在莫名其妙的事情上 钻牛角尖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兴许是有急事 赶着离开 来不及吧 怎么会来不及吗 我们小院跟他的睡房 就隔了两道弯 他走的时候过来说一声 一点不麻烦 爷爷说了 魏大人走的时候天还没亮呢 难道要他过来 把咱们都叫醒 然后特地说一声他要走了 魏大人是什么人 他要做什么 根本不需要跟我们交代 柳叶提醒道 柳牙 我们只是奴才 是签了卖身器的奴才 低下而卑微 而魏大人是南陵王身边的护卫 身上佩戴的令牌都是四品的令牌 跟知府是同品接的 那样一个人需要御尊将贵特地同几个奴才告别 柳叶特地强调了他们的身份 是想让柳牙不要再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却没想到女子竟然眼睛一亮 扭头高兴地看着他 对啊 我们是奴才 我可以给魏叔叔当奴才啊 柳牙 魏叔叔一个大男人 回家的时候 总需要有个人帮他侦查倒水吧 总需要有个人帮忙打扫房间 洗衣叠背吧 这些我都会啊 柳牙越说越激动 完全无视了柳叶瞠目结舌的表情 也选择性地遗忘了男子曾经对他说的 不需要丫鬟这样的话 魏叔叔是护卫 需要时时跟在王爷身边 但是他总有回来的时候啊 他出任务的时候 他就等他 他回来了 他就伺候他 就做他的小丫鬟 这样 他不是也可以永远跟魏叔叔在一起了吗 别的他不敢祈求 他知道自己配不上 他只要能待在他身边 偷偷地喜欢他就好了 光是想想 就觉得好开心 柳牙一开心 拎起小凳子没开眼笑 回房间睡觉了 留下柳叶 石画一样地坐在原地 脑子里卡壳了好久 才慢慢地转过弯来 随后 整个人咣当一声 摔下小马杂 柳牙的失魂落魄 柳牙的魂不守舍 柳牙嘴里冒得越来越多的魏叔叔三个字 还有柳牙刚才像是解决了大事一般灿烂耀眼的笑脸 柳叶坐在冰凉的地面 正正地屁股冻麻了都没爬起来 柳牙 柳牙你是不是疯了 魏大人他 他再长几岁 都跟咱爹一个年纪了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这跟魏叔叔的年纪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想做他的丫鬟 屋里女子的声音流露出他的疑惑 柳叶呆了一下 竟然无言以对 是啊 柳牙只是想做魏大人的丫鬟 那魏大人什么年纪 跟柳牙有什么关系 就算 就算柳牙真的情窦初开 对魏大人有别的想法 魏大人也不可能会看上柳牙的 柳牙 已飞完毕 配不上那样的人 咬了一下唇瓣 柳叶从地上爬起 慢吞吞地进了房 而房内 柳牙窝在自己的被子里 小小撅嘴 魏叔叔才没有那么老呢 爹比他大了至少十岁 魏叔叔才三十三 爹都快四十四了 哼 闭上眼睛 柳牙睡觉 很快就沉入了梦乡 梦里 魏叔叔跟他爹站在一块 光看脸 魏叔叔比他爹年轻二十岁 柳牙笑出了声 咯咯咯的贼高兴 等过完年 他就去找王妃 求王妃 让他给魏叔叔当小丫鬟 王妃同意了 魏叔叔就拒绝不了 柳牙笑得更大声了 从年初二开始 柳家又开始门庭若市 初一被居在家里的村民 纷纷上门串门子 带上自家的小孙儿 小孙女 闹得整个大院 全是玩的喊声笑声 到了撒豆风的时候了 八豆红豆年纪最小 玩儿没多少剑术 捣乱的份儿不少 其他小玩儿也不嫌弃 在柳家大院里里外外 疯袍躲猫猫 也把两人给带着 还带俩豆去炸牛石炮 狠狠地长了一把箭矢 八豆很兴奋 尤其是看到砰的一声 那些黑黑臭臭的东西满天飞 旁边人尖叫飞跑躲避 就更兴奋了 豆 红豆 红豆眨巴着眼睛 茫然地看着哥哥 豆 点点 八豆兴奋地匕首画脚 嘴里单字单字地往外蹦 正常人听不懂 红豆也不是个正常的 瞄懂了 小嘴一咧 养了嗓子干嚎道 甜甜甜 撕心裂肺打 吓得周围的一众小伙伴惊恐后退 八豆 红豆 毛豆没退 很是疑惑 他现在咬字已经比较清楚 短短一句话能明白说出来了 但是终究是小玩 不明白弟弟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也不明白为什么妹妹突然大哭 而且没有眼泪 八豆朝他咧嘴 咯咯一笑 抓了他手上还染着的檀香 又摇摇晃晃地走到小伙伴那边拽了一颗鞭炮 跑到家门口硕果仅存的一块牛粪旁 蹲下 很快 院里冲出了一道紫色身影 闪电一般 人还没站定 就把豪哭的红豆给搂进了怀里 随即察觉了不对劲 八豆居然没在红豆身边 小王八蛋虽然屡屡跟他作对 但是对妹妹却是异常疼爱的 在外面玩儿 从来不会离开妹妹身边三步的距离 风轻白转眸 看到了蹲在院门口旁侧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小的一团 那小王八蛋养着小脸 在冲他 笑 风轻白莫名其妙的后背一紧 眯起毛子 视线在周围飞快地扫了一圈之后 咬牙说道 风难没 这个小王八蛋居然玩炸牛粪 跨步上前探手把小家伙拎起来 小玩一悬空 他身后乾坤就暴露出来了 一团拳头大的牛粪 上头插着鞭炮 鞭炮信子已经引燃 马上燃烧完毕 哼的一声 黑色鱼花 崩上天 降落 风轻白只来得及转身将俩玩护在怀里 感受到背上头上有什么带着味道的东西落下 风轻白爆粗的心都有了 玩鞭炮炸 炸牛粪 怒急返笑 把俩娃放下来 风轻白甚至没取管满身的牛粪墨子抽走了八豆手里的檀香 把红豆浇到八豆的手里 拎起八豆找牛粪去了 站在院门口的小玩面面相取 随即呼啦啦地跟上 阿修叔叔 这是要带他们玩炸宝啊 如今村子里家家户户日子好过 手里富足 买牛羹田自然是不在话下 想寻牛粪 轻而易举 炸牛粪都懂是吧 站在一块大城堡前边 风轻白问周围的小娃娃 娃们点头 很好 我也会 风轻白勾唇 把手里小娃儿拎到眼前 你这么早会 可以提早启蒙 今天当爹的就先教你一句话 叫做以笔之道 还施笔身 八豆懵懂 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不妨碍他野兽般的直觉 察觉到自己即将陷入危险 小短腿顿时乱蹬挣扎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爹俯身放炮 眼睁睁地看着他爹慢悠悠地 后退些许距离 然后砰的一声巨响 黑色东西掀起落下 他爹手一甩 把他在半空抡了两个圈 抡得他是晕头转向 停下来的时候 八豆眼睛冒圈圈 举起沾了黑色东西的手 秀了秀 然后哭了 臭 啊 啊 啊 风清白冷笑道 不错 臭这个字说得自整腔圆 围在周围的小玩意们目瞪口呆 对这一幕久久反应不过来 唯有红豆懵懂单纯拍起小手 乐呵道 宝贝乖 转毛对上女儿笑呵呵的笑脸 风清白冷笑立即融化 这一趟 他除了教会八豆什么叫 以笔之道还师笔身 还教会了他什么叫做差别待遇 一大三小回到家 父子俩身上的战绩 又把柳家人给惊了个目瞪口呆 赶在家里老太太跟皇太后心疼问罪之前 风清白淡淡地说道 八豆调皮 跟村里小玩儿跑去榨牛粪 把红豆下着了 八豆慢了一步 小肥手指着他爹哭喊道 哼 爹爹 坏 男子转谋 你闯了祸 还恶人先告状 红豆 快 点点 快 刘老婆子上前把浑身臭兮兮的玩抱进怀里 哎哟 好好好 爹爹坏 八豆不哭 太奶奶给你洗白白 待会儿啊 换上新衣裳 又是一个香喷喷的奶娃娃 皇太后吩咐老嬷去提热水 转头叮嘱小娃娃 八豆 牛粪臭臭 下次咱不玩那个 要乖乖的 说完之后还庆幸一句 幸亏红豆毛豆 没针上那些脏东西 瞧着站在一旁朝他微笑的男人 八豆那个气啊 嘴里急得嗷嗷叫 偏声解释不完整 吃了年纪小还不会说话的亏 这天起 八豆开始非常认真努力地学说话 而风清白 这天起对牛粪是深恶痛绝 它是有洁癖的 要不是为了教训那个小王八蛋 它绝对没法忍受那些牛粪墨子 在身上多停留半刻 这要是换个人 它一个指头弄死 犯得着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最后的结果 谁都没能占完便宜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六十集 再去秀水村 每年年初二 刘大刘二两对夫妇 要例行回娘家 推托不得 尤其是刘大跟陈秀兰 如果他们不回去 势必要遭人诟病 那边的亲戚说他们也就罢了 还会把原因扯到他们家男男身上去 什么有本事了 就看不起穷亲戚了 一招得势 眼高于鼎了 嫌弃娘亲家丢人了 总结就是三个字 看不起 所以尽管夫妻俩对那边的亲戚不是那么喜欢 每年依旧要照例过去走一趟人情 可是即便这样 也没办法完全堵得住那些闲言碎语 有些人背地里该说还是会说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最近这几年回秀水村走亲戚的时候 都只有柳大跟陈秀兰两个人 柳之下跟柳玉生却是没再过去过 即便是两人成亲了也没有带心腹跟姑爷去那边看过一眼 陈家二老对此是颇有微词的 只是他们跟女儿女婿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裂缝 两人也知道原因为何 所以才将那些不满勉强给压了下去 免得双方之间关系闹得更强 为了能多陪陪八豆红豆 今年走亲戚的时间 夫妻俩推到了下午骑程 反正现在家里有马车 即便是雪地难行 坐上马车过去最多也就是一个时辰多一点 时间赶得急 到时候在那边吃顿晚饭住上一晚 第二天起床就能回来了 也不用在那边多待 夫妻俩在准备过去的礼物时 傅玉珍悄悄地找上了刘玉生 今儿早上我去菜园子摘菜 听到爹娘叹气了 估计是那边亲戚闹了些意见 楠楠 要不今年我们陪爹娘回去一趟 刘玉生愣了一下 要不是听大嫂说 她真的不知道爹娘背地里发愁 爹娘知道她跟大哥不喜欢那边 所以这些年再也没有叫他们一起过去过 把他们留在家里 老夫妻两个自个儿去那边走走人情 她竟然也有些习惯了 一时间忽略了爹娘的为难 那边外公外婆一家子 两个老的且不说 她大舅娘那张嘴可是很厉害的 人也喜欢出幺蛾子 之前姑姑带着两个侄女来到柳家大院 当中少不了她大舅娘的功劳 这几年爹娘回去只怕是没少听闲言碎语吧 只是爹娘回来之后 在他们面前从来不闲露出来 总是笑呵呵的 看起来一点事都没有 她便以为一切都好 思极死 刘玉生心头一阵愧疚 她这个亲女儿对爹娘的细心 反而不如大嫂了 我去跟风清白说说 带着八豆红豆一块去吧 傅玉生点头 我也去跟你大哥说 咱一家子齐齐整整地过去走一趟 有了这一回 以后便是不去 别人也说不了什么闲话了 刘玉生知道他话里的意思 风清白跟大哥现如今的身份地位不同 这是事实 一个是当朝王爷 一个是前途锦绣的精官 身居官微 不可能对谁都亲切随和 陈家不是刘家 他们合家去一趟 已经是给了陈家荣耀 听到儿子女儿 要跟他们一块去绣水村 刘大跟陈秀兰是惊讶的 惊讶过后没有多说什么 眼里却浮出欣慰 对儿女孝顺的欣慰 他们心里都清楚 儿女会随他们一块过去 并非是因为对那边改观 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让父母继续为难 只是他们这一份心意 就足够两口子乐呵的 对于回那边的压力 也在这种欣慰中悄然简单 小夫妻俩要去走亲戚 还要带八豆红豆一块去 皇太后虽然不放心 但是到底没足止 过年过节 亲戚之间走人情 是基本的情分 他能理解 即便是他以前当皇后的时候 每到年节 也会着人送份礼物回娘家 至少面子上要做足 不能让人诟病 男陵一笑为天 孝顺任何时候都不会错 由柳之下跟柳玉生开头 柳之下跟柳木秋 商量了一下 两人拍板也跟爹娘回一次娘家 不过他们这边 杜鹃娘家离得要近 去走一趟吃过晚饭 赶着马车当天回来都来得及 柳之秋柳木秋 还能赶回来陪爷奶 加上家里还有薛青莲跟千一在 老爷子老太太孤单不了 两辆马车一前一后 驶离了柳家大院 车轮子压在雪地上 不停地发出歌之的声响 坐在车上的小娃娃 觉着有趣 时而拍手咯咯笑 马车速度很快 一个多时辰就进入了秀水村的地界 撩起车帘子 看外面的景象 到处都是积雪 白茫茫的一片 却也能分出哪里是田地 哪里是菜园子 跟以前来的时候看着变化并不大 田地还是在那个方位 菜园子也没改变大小 只是柳玉生依旧觉得陌生 他已经好多年没过来了 柳之夏的感触并不比柳玉生少多少 相比起柳玉生 他到这边来的时间更少 因为以前要读书 时间大部分耗在书院里 连家都很少回 更何况来这边走亲戚 而风清白跟傅玉生 则是对此完完全全的陌生 他们都是第一次来 马车咕噜咕噜 时进秀水村 在村口的位置上 遇上了村里人 立即有人跟柳大 还有陈秀兰打招呼 大林 秀兰 回来走亲戚啊 陈秀兰微微地撩开车帘 同外面的人点头笑笑 是啊 年节嘛 回来走一趟看看爹娘 那赶紧回去吧 你爹娘哥家里等你们好半天了 嘴里一直念叨怎么还不来 一会儿就能到了 舒审待会儿来家里吃饭啊 闲说两句 陈秀兰放下车帘子 而车帘子落下的那一瞬间 有人眼尖 看清了车里不止是两个人 愣了一下之后 随即大腿一拍 惊叫道 哎呀妈呀 车里面还有好几个人呢 年轻的 会不会是他们家南南跟之下呀 我也看到了 是还有人 这年初二都是回娘家 走亲戚的时候 除了秀兰一家子 不可能来别人 哎呦喂 不得了 不得了了 如果真的是他们家南南跟之下 他们这一来 接下来可够陈老哥和陈嫂子 吹嘘好一阵的了 什么吹嘘呀 该说扬眉吐气才对 之前大家伙都议论说 他们家南南看不起穷亲戚 现在人家来了 陈家可不就是扬眉吐气吗 七嘴八舌 看到刚才那一幕的人又激动又兴奋 面面相去之后 齐齐转了脚 就往村里走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六十一集 不怪遭埋怨 对对 是扬眉吐气 我说咱们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赶紧过去看看呀 这大过年的 他们家南南来了 我估摸着南丽王肯定也在 这辈子咱们这种平头老百姓 能见到王爷的机会可不多 走走走 赶紧过去 往陈家走的路上 村民们奔走相告 汇聚的村民也越来越多 等到得陈家门口 已经是浩浩荡荡的阵容 只是忌惮王爷身份地位 众人不敢往里闯 全部堵在外面 伸长了脖子 往里探 刘家马车还停在门外 院子里 把人迎进门的陈家一家子 还晕晕乎乎的 脑子里空白的 什么都反应不过来 尤其是陈家老爷子跟老婆子 往年闺女跟女婿回来 都是两个人 他们都已经习惯了 所以刚才听到门外马车声响 他们只坐在屋子里 没有迎出来 是儿子陈启明 跟孙儿长东到门外接的人 他们是听到儿子 惊喜地叫声 听到喃喃 支下两个名字 才慌忙地跑了出来 看到门口进来的一行人时 二老当即就惊呆了 就在刚才 儿媳妇王氏 还在数落闺女跟女婿 抱怨他们今年迟迟不来 显然是越来越看不上娘家了 有了钱 有了地位 却忘了自个儿姓陈 不扶持娘家不说 连关系都不想维系 望恩赴一白眼狼 云云 转眼 闺女一家子 齐齐整整地出现在家门口 连南陵王都来了 那可是他们南陵地位 最尊贵的王爷 二老激动地浑身哆嗦 赶紧进堂屋 坐着烤烤火 外面可动了 一路过来 冷吧 陈启明招呼人进来 高兴得满面红光 尤其是看到同来的三个小家伙 更高兴了 三个小娃儿也来了 好好啊 这下家里更热闹了 家里还有表哥表姐呢 待会你们一起玩 大的这个是毛豆 小的两个是八豆跟红豆 我没记错吧 陈长东咧着大白牙 一边领着人往里走 一边惊叹 一个个的长得可真好看 跟年画上的娃娃似的 书爸心痒痒的伸手 捏捏毛豆的小脸蛋 又软又滑 伸手捏捏八豆的小脸蛋 还没碰到呢 就被一只小爪子 啪的给打下去了 陈长东惊奇 嘿 这小子还认生 我是你表舅舅 陈秀兰忍俊不禁道 哼 我们八豆是认生 你要是动他 他还打你 八豆连自个儿爹都捶 何况是表舅舅 陈长东抽了一下嘴角 视线落到最后一个 粉玉小娃娃脸上时 不敢伸手了 红豆在王爷怀里 王爷不仅面上淡淡的 看着那只手的眼神 还有点凉 要是他伸手去捏红豆 陈长东有种预感 他的这只手 可能保不住 到得堂屋门口 陈秀兰跟柳大 带着柳之下柳玉生换人 陈家二老这才回过神来 手忙脚乱地 把人往里请 嘴里喃喃地说道 来了就好 来了就好 王氏站在门边 脸上堆满了笑 看到陈秀兰进来了 上前轻轻热热地打招呼 欢喜模样 让长东媳妇撇了一下嘴 刚才人没来的时候 婆婆可不是这副脸孔 人前人后两个样 确实她看不惯的 以前她跟着去过柳家大院一次 见过柳玉生 见人都进来了 帮着端凳子 过来放到火盆的旁边 跟着要去造房烧茶 被柳玉生拦下了 表嫂 不用忙活 我们不可 长东媳妇笑道 可不可以喝点 上门来连口热茶都没有哪行 你们先坐着 很快就好 身子一扭去了造房 很是利索 陈长东大白牙更谎言 一行人坐下来之后 柳玉生跟柳之下问候了一下长辈 神色言语自然 凡是沉降老两口 一直是手脚无处安放的模样 一边应着柳之下柳玉生 一边语无伦次地说道 好久没见了 男男生了娃娃了 娃娃长得好 长得好 之下 之下好多年没回来 四年 五年了吧 有些变样了 外公外婆 要认不出来了 之下媳妇漂亮 好 都好 悄悄 二老声音里透出了一点哽咽 红了眼角 陈秀兰跟柳大都沉默下来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二老性格跟为人处事上 有小毛病小缺险 但是疼爱陈秀兰这一点 却是无庸置疑的 再多不是 看着二老满头白发的样子 那些埋怨也就散了 时隔这么多年 再次见到外孙外孙女 他们都看得出来 二老是真的高兴 王氏看气氛 因为二老与无伦次变得沉默下来 连忙堆笑道 哎哟 爹 娘 之下跟奶奶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还带着外孙媳妇跟孙姑爷 你看你们 高兴归高兴 咋话都说不利索呢 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落在王爷眼里 不得遭人笑话 认真说起来 他们可是王爷的殷亲长辈 该拿出点长辈的威严来才是 外公 外婆 这些年虽然我们没有过来 但是爹娘回去后 都会和我们说起你们的情况 知道你们身体健了 我跟大哥便放心许多 好 好 我跟你外婆身子骨都好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陈老爷子眼睛微湿 点头 不由自主地去看风清白 这是南南的夫君 是南陵王 他们也只有在南南成亲的时候 见过一次 风神俊朗 举手投足都显得高贵 跟他们这些乡下人不一样 想到当初他们二老 竟然想说和南南 嫁给这边的亲戚 二老心底是无味杂陈 老脸扫红 倒是没想到王爷还会肯过来看望他们这两个老家伙 视线再转 落在傅玉珍脸上 这是芝夏的媳妇 当初芝夏成亲 婚宴摆在京城 他们没能过去参加 心里不是不遗憾的 如今总算是见着了 是个玉一样的人 跟芝夏很般配 他们当初插手两孩子的亲事 错了呀 错得离谱 不怪遭埋怨 芝夏跟南南几年都不愿意过来看他们 就跟启明说的一样 咎由自取 老婆子 去 把咱准备的东西拿来 哎哟 看我这记性 陈老婆子站起来就往睡房跑 你不说 我差点就给忘了 人一激动起来 就容易忘事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1162集 陈家二老的心意 听到二老说取东西 王氏脸上笑容置了一下 变得有些勉强 这两个老东西 不会是拿他们家的东西 补贴陈秀兰吧 陈秀兰夫妇以及柳玉生等也都露出了疑惑 不知道二老准备了什么那么郑重其事 很快 陈老婆子爆出了一个灰扑扑的小箱子 打开了将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拿出来 这是枝下成亲的时候 我们两个老家伙准备了给心腹的金镯子 可惜那时候枝下成亲是在京城 我们去不了 本来想着等小夫妻俩过来亲手给心腹带上的 可惜 这是毛豆出生的时候 我们给准备的偿命锁 结果孩子摆满月酒的时候 没有请他们 这两个也是偿命锁 是给八豆跟红豆的 四件东西摆在炕上 不多也不算贵重 看着却让陈秀兰几人心里 有些发酸发色 陈老婆子眨眨眼镜里的诗意说道 东西都是早早准备好的 本来可以让你们爹娘 代为转交给你们 后面的话 他有些说不下去 他不懂 怎么就跟闺女一家子成仇了呢 他们两个老的也要面子 后背不来请 也不来看他们 气性一上来 愣是把东西压枪底儿了 结果每年看到这个箱子 二老心里也是没少添堵 今年总算是能把东西亲手送出去了 看到摆出来的四件东西 王氏脸上笑容更加勉强 别看只有四件 光是那个金镯子就值不老少 相互人家大多清贫 身上有一对银耳环 那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镯子他看着最起码得十足赤金 还有三个长命锁 可全都是银的 两个老不死的东西 见贴儿嘴里哭穷说没钱 现在拿着钱贴补外人 也没见他们皱一下眉头 王氏心头一股火气 脸上还得强称笑脸不敢闹 现在还在过大年 尤其是南南跟芝夏 这么久了终于上门一趟 他要是敢选在今天呢 他男人就敢把他扫地出门 何况还有个男灵王在 那人脸上虽然没有什么表情 而且看着好像是在微微笑着 但是他莫名地就发出 胆气虚啊 压下那股火气 王氏艰难地移开视线 不再去看那炕上的四件金银 刘一生此时已经伸手 将三豆的锁片拿了过来 直接给三丸挂在脖子上 谢谢卫公卫婆 毛豆八豆红豆 这是太婆 这是太公 要叫人啊 太公 三丸一口同声 很是响亮 只有毛豆是叫对人了的 另外两小只 豆得大家伙全乐 一笑 堂屋里此前沉闷的氛围 无形地消散 傅玉珍也从陈老婆子手里 接过了那只金镯子 戴在了手腕上 谢谢外公外婆 他笑道 应该给的 应该给的 你们不嫌弃就扯 二老放松了不少 脸上溢出的笑是真高兴 他们这点东西在乡下人看来老值钱了 但是落在南南跟芝下眼里 是很寒酸的 他们都知道 就是个心意 他们能给的 也就这么多 一堆人围着火盆子 最活跃的还是撒豆 来了陌生地方也不处 在糖屋里钻来钻去 十二奶生奶气的一压两句 给糖屋分为增色不少 陈长东在一旁看得心痒痒 盯得最多的就是红豆 小玩软糯糯的 跟南南小时候太笑了 很快陈长东就感觉一股凉嗖嗖的视线 非常不友善 僵着脖子 扭头看向南陵王的方向 恰好看到男子转过头去 跟老爷子樱化 是不是他 还是感觉错了 其实人根本没看他 他什么都没做呀 他就是多看了红豆鸡眼 长东 你去把想儿叫回来 让他带着三豆一块儿玩 陈老婆子打断了他的苦思 王世文言眼里一喜 对对对 把想儿叫回来 那玩儿也是关爱玩的 吃过饭就到处疯 让他回来陪三豆正好 想儿是他的小孙子 很是调皮爱玩 要是能跟撒豆玩到一块儿 从小结下交情 那总不会亏的 对 差点把那臭小子给忘了 我这就去把人拎回来 知夏和南南还没见过 那臭小子呢 陈长东立即起身 带了想儿回来 你顺便到邻村 跟你大姑说一声 就说小姑一家回来了 让她有时间过来 一道吃个饭 王世顺口又吩咐道 陈长东人已经窜出了门口 话都没回 哎 我说的 你听到没有 都是一家子 你得去通知医生啊 后头妇人的话还追着过来 陈长东闪得更快 也就娘这么拎不清 叫大姑回来 个应谁呢 当年大姑带着两个侄女去柳家大院 办的就不是该办的事 当中她老娘也是没少掺和 要是这个时候让两人凑到一块 那不定能凑出什么幺蛾子来 陈长东撇嘴 他全都没听见 免得全了礼数 却败了所有人的姓 堂屋里没有得到应答 王世笑得尴尬 这孩子跑得也太快了 陈秀兰看了她一眼 笑笑没说话 自从大姐带着侄女去柳家大院闹腾一通之后 两人之间的姐妹情就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前几年她回来 大姐也会过来坐坐吃顿饭 但是看她的眼神全是怨恨 陈秀兰知道原因 不过那些事情是大姐自己做出来的 她硬要把原罪推到别人身上 她也是莫可奈何呀 她不可能为了违气情分 委屈自己儿子跟女儿 委屈知秋 因为大姐求的东西太过了 长东媳妇端来了热茶 放下茶盘之后 就坐在柳玉生跟傅玉征旁边 热情地招呼他们 陈启明就跟柳大凑了一对 说起地头上的琐事 两人都是脚踏实地的人 也都喜欢摆弄庄稼 一聊起来竟然杀不住脚 越聊越乐呵 很快院外就传来小娃的大呼小叫 爹 你可别骗我 真有好看的表弟表妹来了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蹭蹭蹭的脚步声飞快地朝堂屋跑来 刘玉生往外看去 便见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娃 五六岁的年纪 脑门上留了一个锅盖 眼睛大大的贼精神 哦 我看到了 看到了 嘿嘿 真的好看 咱村里那些大小萝卜 一个都赶不上呢 这就是沉响了 人如其名的小鬼头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六十三集 后悔的滋味 小鬼头后头 陈长东跟上来 大手在玩锅盖上拍了一击 刚怎么跟你说的 不懂叫人吗 姑公姑婆 我可想你们了 得了提示 陈祥响亮的喊了一声 小步子却是朝撒兜走去 眼睛正亮亮的 臭小子 还有表舅跟表姑没叫呢 表舅表姑 还有表舅母跟表姑丈 陈长东气得鼻子都歪了 这是打一棍子绷一个屁啊 表舅母 表姑丈 陈祥已经成功地奔到三小只的面前 四双眼睛相对 真好看 跟我小时候一个样 火盆子旁边闷笑声隐隐传来 刘玉生跟傅玉珍笑点低一些 被这玩儿逗得不行 表哥 小儿跟你小的时候一个样吧 陈长东不承认 怎么一个样了 他爹比他这回子机灵多了 这下连陈秀兰跟柳大都忍不住了 长东小时候比想儿还虎 我记得小时候有次表哥带我们去抓田鼠 被一条四脚蛇吓得屁滚尿流 刘之下接道 陈长东脸一下就绿了 都多少年的黑历史了 怎么现在还记着呢 不是叫你们两个把那一幕给忘了吗 陈长东磨牙 刘玉生无辜地说道 印象太深刻了 刘之下接道 忘不了啊 陈长东很无语 哎 爹 你小时候原来那么胆小啊 连四脚蛇都怕 还不如我呢 嘿嘿 小兔崽子 你爹我怕的那好歹是有攻击性的 你怕指甲盖那么大的蜘蛛 你咋不说呀 我 我才不怕蜘蛛呢 陈祥怒了 怎么能在表弟表妹面前说他怕蜘蛛呢 爹也太不给他面子了 哎呦你脚边有只蜘蛛 啊 啊 陈祥一蹦三尺高飞奔逃出门 身后传来嚣张的爆笑声 陈祥白着小脸回头 伸长脖子 小心翼翼地朝刚才站的地方看去 啥都没有 表弟表妹三个还站在那里 三双眼睛一言难尽地看着他 丢大人了 陈小蛙的一声就哭了 完全无视儿子替泪横流的小脸 陈长东得意地说道 老子还收拾不了儿子了 把你给能耐的 刘玉生等人在一旁已经笑得不行 又担心伤了小蚀的自尊心 愣是生生地忍着 跟傅玉生两个憋得脸都通红了 那边乡 八豆突然举起小肥手 指着得意洋洋的大男人 哼 坏 没人知道八豆想起自己被爹爹 抡在半空挡牛粪的画面了 毛豆跟红豆点头 异口同声地说道 哇 陈长东很无语 陈想的哭声更嘹亮了 找到组织了呀 扯着嗓子又嚎了几声 眼泪一擦 小手一挥 走 我带你们玩去 虽然有两个小小的表弟表妹 实在太小 根本没玩头 但是鉴于刚才小小表弟 第一个出生 帮他控诉老爹 他觉得自己必须要讲义气 玩 绝对不能落下这两个小步点 男人就得讲义气 四小只 拉着小部队 晃晃悠悠地出门了 刘于生跟傅于生等人没有阻止 就在家门口玩也出不了什么事 虽然每个村子的民风不同 但是小玩在家门口玩 玩不见人了这种事情 在这里是不会发生的 风清白也没拦着 只是朝屋外某个方向淡淡地看了一眼 随即便收回视线 继续跟陈江老爷子老婆子说话 态度不热切也不冷淡 恰到好处 陈江二老已经从最初的机动中缓过劲来 但是到底是平民百姓 在他们的生活中 见过最大的官 也只有镇守而已 冷不丁地家里坐着一位王爷 还是整个南陵朝最尊贵的王爷 他们能压下机动 也压不下敬畏 所以彼此之间对话会时而有冷场的时候 每当这个时候柳之下跟陈长东 就会适时地插上两句话 让氛围得以继续 你们长居京城 一年难得回了一两次 之下现在也去京城了 家里比起以前该冷清不少 亲家爷奶肯定时时惦记你们 有时间多回来看看吧 年纪越来越大 加上这些年跟闺女女婿下戏越来越深 跟亲家那边的关系也变得很糟糕 陈老爷子有种无力感 人老了心也跟着老了 后悔的滋味总时不时地就会跑出来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对闺女他们真的没有坏心眼 怎么就总是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的 柳玉生看了风清白一眼笑道 外公 我跟风清白打算回新华村了 等京城那边的事情交代清楚 我们就回来 哦 真打算回来 那边 陈老爷子小心地瞧了一眼风清白 那边真能放下 风清白可是南陵王 不是一个随便能抽身走人的小官 他真走得成吗 风清白点头 皇上身边有知夏 我抽身不成问题 柳知夏揉眉 所以调我去京城 是为了给你抽身铺路 风清白斜眼 你在哪儿做官不是官 一举两得 知夏去京城官位升了 风墨涵有信任的人辅佐了 他跟南南还能放心走人 一举三得的事啊 我也想回新华村 谁还不想轻松了 等你知识 柳知夏微笑 心里骂了个擦 风清白把事情都算尽了 把他调去京城 自己就能拍拍屁股走人 至于他接下来的官场生涯 是不是累死累活 根本不在风清白的考虑之内 陈江二老以及陈启明父子 听着两人之间的对话 心头皆是无谓杂陈 有震惊 有酸涩 震惊风清白堂堂一个王爷 对南南当真迁就致死 可见用情之深 酸涩是因为风清白跟柳之夏 以及柳大夫妇说话的态度 跟对他们明显不同 那是真正对自己人的态度 不顾做客气 不保持距离 这是对陈家没有的 陈家虽然是外家 可是在王爷眼里 也不过是能让他勉强应酬的人家 都回来 是好事 是好事 陈老爷子点头难难地说道 王氏眼睛转了转 笑道 既然南南南跟我 王爷以后 回信花村定居了 日子悠闲下来了 也常过来看看 你们外公外婆啊 嘴上不说 心里也是惦记你们的 这血脉相连的 可不能生分了 还有 你们表哥表嫂 在家里也常提起你们 这都是年轻人 多联络下感情 相互扶持扶持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六十四集 我表弟表妹 当然金贵了 行了 你话怎么那么多 陈启明呵斥 爹娘都在呢 有你个妇人什么事 闭嘴 王氏嘴巴张了张 对上男人凌厉眼神 到底缩了缩脖子 没再继续说下去 整天就知道吼他 其实他说啥了 不就是让两家 联络联络感情 还不对了 再说了 南南跟长东 不是表亲呢 南南能把这么多的酒方 全部交给柳直秋 扶持一下自己表哥 就不行了 这死男人就是迂腐 整天只盯着自己的果园 那一亩三分地儿 连带着儿子 都跟他一样没出息 对于王氏的义友所指 陈秀兰跟柳玉生 只笑了笑 没当一回事 反而是陈老婆子的反应 让他们惊讶了一番 启明媳妇 你去造房做饭 王氏看看天色 傻眼道 哟 娘 这才刚上午后呢 大林跟秀兰一家子回来 不得夹菜啊 作风盛典 准备好时间也差不多了 王氏脸色变了变 这分明是把她支开 不让她掺和 以前老太太可不是这样的 这次吃错药了不成 去吧 陈老爷子也发话了 长冬去地窖 把备菜拿出来 长冬媳妇去帮帮你娘 哎 长冬两口子应声战起 王氏想磨蹭都不行了 只能慢吞吞地往造房走 满肚子的怨念 到了造房 看陈长冬真把地窖里 年前备下的肉条鱼杆 拿出了一大包出来 气得上手就戳他的额头 你呀 你就不能长点心啊 人家王爷什么好东西没吃过 惦记你这点腊肉鱼杆呢 啊 用不着这么多 放一半回去 全拿出来 咱家接下来不用吃了 你以为这些不要钱呢 我爹说一会儿过来看看 娘 您现在可还在考察期啊 陈长冬一句话让王氏牙火 当初在柳家大院闹腾那一回 后来男人带着儿子还亲自登门道歉来着 回来就要把他扫地出门 好求歹求的最后才留了下来 男人说看他表现 表现不好还跟以前一样 让他自个儿收拾包袱滚回娘家 王氏咳了一下 不吭声了 他男人在这儿呢 又不是守寡了 他凭什么回娘家 以为他不知道村东头的小寡妇 盯着自个儿男人呢 他走了 给那小婊子让位 想得美 王氏背后 长冬媳妇给自家男人一个赞赏的眼神 这家里也就拿爹的名头 才能压得住娘 百事不爽啊 也亏得爹能压得住 不然整个家就得被娘闹得乌烟瘴气 看看在院子一角 带着三小只玩得乐呵的儿子 长冬媳妇庆幸 幸亏他坚持没把儿子交给娘带 要不然的话 那可不得长歪了呀 院子里带着三小只一块玩 力图把一起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沉响 正在抓耳挠腮 什么跳格子 踢腱子 抛石子 团雪球 等等等等 他平时跟小伙伴们玩的游戏 他全都拎出来了 结果没一样是三小只感兴趣的 他都快没招了 到底这仨喜欢玩啥呀 最后沉响灵机一动 你们平时都玩啥 你们给表哥说说 我带你们玩 炸牛粪 三小只异口同声 不是他们只喜欢玩这个 是他们只玩过这个 陈祥很无语 更愁了 炸牛粪他倒是知道 以前也玩过 问题是这个时候上哪儿去找大城堡去呀 他们村笼共就一只牛 天寒地冻的 外面草地都枯黄了 过年这段时间 那家人家也不放牛了 直接圈在牛栏里喂倒杆 难道他们还要亲自去人家牛圈里挖粪 这个实在是太为难他了 还有别的吗 小心翼翼地他问道 三小只摇头 陈祥脑袋一下子搭了下来 不行啊 大过年的 他不能上人家家里边去扒粪 以后他还要继续在村里混呢 这事情要是传出去 他怎么在小伙伴们面前挺起腰杆做人呢 挠到脑门 陈祥又是眼睛一亮 有了 玩丢沙包 三小只一脸的茫然 不是他们见识上 黄公跟知福福 没人说过这东西 什么叫丢沙包 陈祥小手一挥 跟我来 咱们多找点人 人多了才好玩呢 这玩意儿 简单 说完顿了一下 觉着这样说不行 说得那么简单 三小只估计立马就没兴趣了 那他还得继续想折 想折多痛苦啊 这个丢沙包呢 是很不简单的一个游戏 得先圈个地方 圈外的人丢沙包 站在圈里的人 就要会躲会街才行 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 谁要能一直不死 谁就是最强的 撒豆听的是一脸的茫茫人 要一直不死 那是什么意思 毛豆年纪稍大一些 比起八豆红豆 自然能听懂的话 也要多一些 但是这次 他还真是没听懂 嗨 别问 陈祥 抢先一步 在毛豆发问之前阻止 问了他也说不清 那 待会儿看一次 你们就明白了 找小伙伴 对陈祥来说 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 凭他的人品 家门口一吆喝 呼啦啦就能来一大群人 秀水村里 他就是他们这年龄段里的孩子玩 之前围在陈家家门口的人 引镜打探 可惜视线不会拐弯 探不到堂屋里的情形 他们也不敢跟平时似的往里闯 担心王爷一个不高兴 下令砍他们的脑袋 看不到 异性阑珊 人一下就走了不少 当然也有好奇心实在太重 性子又过分执着的 还蹲在陈家的墙根 等着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消息 看着陈祥领着三只小娃娃走出院子 终于能近距离地打量 三个穿得漂漂亮亮的小娃 粉雕玉琢呀 三小娃是一个比一个长得好看 大的粉雕玉琢 小的更粉雕玉琢 眉间有红色胎记的 最是粉雕玉琢 陈祥年纪最大 平日里看着虽然虎头虎脑的 但是浑身透着精灵劲 长得也堪称优秀了 但是这回站在他们仨面前 立即被衬托成了土渣子 小儿 玩游戏呢 没办法 表弟表妹妹我带着不行 他们都不会玩 晃着小脑袋 陈祥说话贼老成 引来大家伙哄笑 那你可把表弟表妹看好了 仨玩都金贵着呢 没听出说话里带着酸 陈祥点头很是理所当然 拍着小胸脯说道 哼 我的表弟表妹 当然金贵了 这还用特地说吗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集 难道真要她去扒份 周围又是一阵哄笑声 先前说那话的人老脸红了后 她跟个巧娃娃说那些话干什么 说了人压根就听不懂 回的那叫一个梗汁 直接给她放了一颗软钉子 无心插刀 偏声戳在心口上 痛啊 片刻之后 一群小伙伴呼啦啦地 从不同的方向涌来 一边跑 一边兴奋地喊道 小儿 叫我们过来干嘛 说话的时候 每个玩的视线 都不约而同地看向 陈祥身后排排站的三个小玩 站得笔直一条线 看着就很乖巧 尤其是嘴边上 眉毛中间有一个 红色印记的小娃娃 简直是太漂亮了 一看 就让人没办法挪开视线 这是我表弟表妹 今天刚到我家 我是表哥 得带他们玩 你们一块啊 行啊 玩啥 丢沙包 小伙伴们卡了一下 再看向那小只 最大的那个 都比他们这里 最小的要矮上半个头 就甭说另外两只 更小的玩了 看年岁 是刚刚学会走路 没多久吧 玩沙包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高难度了 玩得来嘛 小儿 要不玩点别的 玩点更简单的 陈祥严肃脸 不用 就玩这个 简单的 简单的他跟三小只 全都玩过了 他们当时流露出来的眼神 让他觉得自己很弱智 一脸全是泪啊 巴豆站在稍后头 看着眼前这些人的表情 听着他们说话的语气 脑子里又浮现出爹爹 平日里看他时候的样子 反射性地站出来 冷着小脸说道 玩 我玩玩 这就玩 陈祥磨汗 回头 他要跟他爹商量一下 别跟娘再生小弟弟 小妹妹了 做哥哥的 带着累得慌啊 吆喝着小伙伴 拿了一根树枝 在雪地上三两下 画出一块地方来 分好了 两个人站在圈子外头 负责丢沙包 其他人一股脑地 往圈里挤 丢沙包 正式开始 一开始三小只 站在外面观摩 看了几眼就懂了 毛豆说道 简单 八豆红豆听不懂 但是懂点头啊 三人随后走进圈子里 身为圈子中最矮的 要是其他人不让开一些 妥妥地能把三只完全淹没 外头 沙包扔过来了 八豆眨巴着眼睛 在众人或闪避 或伸手的时候 小爪子一伸 准确无误地 把沙包揭在手里 有点沉 扔出去 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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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里外的人都目染了 沉响脑门上冷汗 更是刷刷地往下流啊 这个还怎么玩 其他人完全无用武之地 都成了陪练了呀 多 棒 红豆欢喜 小手拍得啪啪响 众人都惊呆了 不是这样玩的 游戏有点继续不下去 大伙凑在一块 当时想的是一块玩热闹 现在其他人没得玩 小伙伴们便一醒阑珊了 陈祥抹掉脑门上的汗 小肩膀有些垮 他算是明白了 这些他们觉得有趣的游戏 在撒豆眼里 那是真简单啊 只说八豆两岁不到呢 甚至走路都还没能完全走稳的 这么矮的一个个头 他居然每次都能抓住 袭来的沙包 这还是正常人嘛 这非常的不正常啊 小伙伴们纷纷地朝陈祥看去 用眼神询问现在怎么办 陈祥蹲下来双手脱腮 小眉毛拧成一团 哎 别急别急 我再想想要怎么玩 说是这么说 他哪里还想得出来啊 这个时候天寒地冻的 其实能玩的东西不多 总不能带着三小只 上山打鸟下河摸鱼吧 这个时候哪来的鸟 哪有鱼啊 趁想挠头 只差没把头发给挠秃了 怎么办 怎么办 难道还真要他去扒份呢 八豆抓着沙包 脸上茫茫然地带着疑惑 怎么这些人都不动了 把沙包丢出去 掉地上也没人捡了 这么快就结束了 简单 没意思 八豆拉起红豆毛豆 准备离开圈子 就是 两个八九岁的男玩 突然从小路的另一边走过来 边走边嬉笑道 哼 这是在玩游戏呢 丢沙包 我们也会啊 大家一起玩 看到两人沉响蹭地一下站起来 眼里尽是不喜跟防备 你们来做什么 谁要跟你们一起玩 周围小玩们看着来人 脸色也都不好看 这几个人他们都认识 是隔壁村人 也是陈响的亲戚 他大姑婆女儿的儿子 大点的叫德子 小点的叫蕾子 每次跟他们外婆 还有娘亲 回秀水村走亲戚的时候 都会欺负村里的小孩 陈响是被欺负最多的 事宜看到这两人出现 小伙伴们立即警惕戒备 咋一个个不说话了 刚才还玩得乐呵呢 我们一来就不吱声了 德子斜着嘴角走近 丝毫没把众人排斥放在眼里 就这帮小嘎懒 能把他怎么着 让他们一起上也是挨揍的份 蕾子也是紧随其后 走到圈子外面 无视了怒瞪他的沉响 视线落在三个穿着紧衣的 小奶丸身上 那些衣服可真漂亮 是他们从来没见人穿过的 站在一群乡下娃子中间 特别的显眼 视线往上 落在三个娃娃的脸上 呦 长得好 不愧是王爷的肿 想到这里 蕾子跟德子对视一眼 眼里闪过不怀好意 德子 蕾子 先进家门 跟一群刮娃子 有什么可玩的 不远处两个妇人 款款而来 走到陈家大门口的时候 喊了一声 哎呀 你们先进去 待会儿我们就来 叫什么叫 烦不烦呢 够家门口了 还能走丢了咋的 赶紧进去 别烦 兄弟二人一人一句 门口妇人被顶了嘴 似乎习以为常一般 拎起裙摆进了门 陈想看到那两人了 脸色又是一阵的难看 那是他大姑婆跟小表姑 他年纪虽然小 也知道点事了 但凡是这两人回家来 爷爷跟爹娘就总是被闹得不开心 以至于他一看到他们 就特别的不待见 你们欲求五六岁的小鬼头 张队玩就算了 居然连走路都走不稳的刮娃子 别拉过来 这是错数呢 这边乡 蕾子已经走到八豆红豆的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俩 知不知道我是谁 叫蕾子哥 毛豆跟八豆红豆中间隔了几个人 见状连忙地挤开人堆往那边跑 他觉出这人对他们不友善 陈祥也跑过去 想往八豆红豆面前挡 担心这俩坏蛋欺负表弟表妹 一边警告他们 哼 你们别乱欺负人 这是表弟表妹 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小心我爹揍你们 你爹 你爹是我什么人 他揍得着我吗 蕾子阴下了脸 抬手就朝长得最漂亮的娃娃脸上掐去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六十六集 这小屁孩真那么邪门 刚才他就想掐了 看看这么漂亮的小娃娃 脸是不是嫩得一掐就红 他更想看这么漂亮的娃娃被他欺负的 娃娃大哭的样子 啪 一只小手比他动作更快 用力地打上他的手 打掉了他掐人的动作 动作又快又准又狠 两岁不到的小娃娃 竟然能打得他手背发红 同时小男娃已经挡到了小女娃的面前 琉璃毛子瞪得溜远 胸光毕露 跟个小野兽似的 蕾子脸色更阴 反手就想给小娃一个耳光 随后想到什么 生生忍下去了 虽然以前没见到过 但是他们兄弟俩依旧是第一眼就能猜出来 这俩肯定就是外婆跟娘亲说的 是那什么王爷的种 他们在村子里横惯了 打小是天不怕地不怕 但是王爷跟平头百姓可不一样 总要忌惮一些 至于被外婆跟娘亲耳提灭命 让他们一定不能欺负那边带过来的娃娃 说什么王爷不好惹 那是开口就能要人脑袋的主等等 兄弟俩颇不以为然 他们欺负的人还少吗 就算真有事 外婆跟娘亲撒泼打打滚 事情也就解决了 哪回不是这样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我告诉你们 你们再要欺负人 我马上喊我爹来 这可是我家门口 陈响跟毛豆几乎是同时跑到俩豆的面前 把他们挡在身后 后面一群小伙伴也一起 虽然害怕这两个小霸王 这个时候也没人离开 齐齐上前几步就站到了陈响的身后 墙根那边还蹲着三两村民 借着这幅情景并未阻拦插手 而是当成笑话一般来看 蕾子跟得子在村里 没少欺负村里的小娃 他们都是知道的 谁不认识这两个小霸王 只是这不还没打起来吗 再说了乡下地方娃儿们 一块儿玩的时候 打打闹闹也不老少 这回子打完了 回头又是哥俩好了 最重要的 里头可没有他们家的娃 除此之外 甚至有人心里生出了阴暗的念头 希望蕾子跟得子 跟以前一样霸道蛮横 最好是两边打起来 王爷的娃儿在陈家大门口 被陈家的外孙欺负了 事情能善聊吗 过后陈家人 还有脸出来炫耀王爷登门吗 这般想着 墙根边上的人竟然觉得兴奋 只不过彼此之间相识一眼 谁都没把那点心思说出来 我们没想怎么样啊 那头蕾子跟得子贪首嬉笑 陈祥 咱两家怎么说也是亲戚 我们还真能欺负你 跟你的小伙伴不成 都说了 丢沙包嘛 一块玩呗 玩会儿就散了 怎么样 真的 玩会儿就散 陈祥眼里警惕 笑减了些许 只是依旧犹疑 这就是你不对了 我们哥儿两个 什么时候说个大话来着 咱只是回家走亲戚 又不是跟你们结仇来的 要不是实在没什么玩头 就这种小玩儿把戏 我们还不羡玩儿呢 陈祥回头 跟身边的小伙伴们对视一眼 点头说道 好 那就玩一会儿 先说好 不管输赢 你们都不许打人 我保证 保证 游戏再次继续 不过 这一次在两头负责丢沙包的人 便成了得子累子两兄弟 隔空相望 两人脸上的笑都意味深长 沙包扔出 很快 力道很大 瞄准了站在人群面前 小小的满脸懵懂无邪的女儿 朝着她的脸蛋 这是兄弟俩一致想到的办法 王爷的玩儿 真打了肯定会有麻烦 就算有娘亲跟外婆在 也不一定能像以前那样轻松解决 不过 如果是在游戏里受了小磕 小碰小伤 这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哪家的玩儿在外头玩儿的时候 还没有意外受过伤的 就算是王爷 也不能因为意外追究他们两个吧 想到这里 兄弟俩尽头更足了 瞧着飞过去的沙包 等着小女娃娃大哭 啪 沙包在半空 就被抓住了 又是那只小肥手 累自眼神阴质 为了砸中矮个子的小女娃 她丢沙包的时候 特地衡量了高度 没想到居然会被人接到 她娘的 这是怪胎吧 不 肯定是撞桥了 旁边五六岁的玩儿 手脚都没这么快 一个走路还不稳当的小娃 能有这身手 沙包丢了回来 磊子捡起来在手里垫了点 随后做了几个假动作 迷惑得一帮小家伙 在圈子里团团转得躲闪 随后猝不及防地 将沙包扔了出去 还是罩着小女娃的面门 啪 又被接下来了 我去 磊子跟得子在心里 齐齐抱了一声粗 看巴豆的眼神都不对了 咋来 磊子叫道 他还就不信了 这小屁孩真这么邪门 巴豆眨巴着墨浴的眼眸 朝对面的大男孩 咧嘴笑了一下 乖乖地把沙包丢回去 飞快的 沙包马上就砸了过来 快的不给人反应的机会 甚至磊子还维持在捡沙包的动作 身子都还没直起来 啪 砸中了 但是磊子跟得子很失望 因为砸中的不是小女娃 而是那个邪门的小男娃 砸在她举起护住脑袋的小手臂上 天寒地冻的气候 娃儿们身上都穿得厚厚的 那个用了磊子好大力气的沙包 砸在小娃儿的手臂上 根本没起到她期待的反应 就掉到地上了 换人换人 圈子里的小娃儿们叫嚷着 这是玩沙包的规矩 谁被砸中了 又没能接住沙包的 就要下场做扔沙包的那个 磊子咬咬牙 无奈地跟巴豆兑换了一下位置 成为圈子里面的一员 不过那么一个小娃娃 她有信心马上就能接住她的沙包 她跟得子在村里玩这个 那是顶尖高手 还能斗不过一个奶娃娃 直到她大腿高的小奶娃 站在画线外头 朝她咧嘴笑了一下 笑得贼漂亮 随后玩小手一伸 沙包就这么直直丢过来了 磊子确定 她清清楚楚看到了玩丢出沙包 动作并不快 也没有多用力 她伸出两手准备接 结果沙包像是长了灵性似的 擦过她举起的手边 啪的一声 砸在她的面门 掉落 没接住 她甚至还挨了一下 恨得 很痛啊 磊子眼里 腾得一下冒火 这个小杂种 居然敢砸她的脸 再来 待会儿轮到她扔沙包 她要是不整死 这个小杂种 她就不幸于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越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诚字诚诚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六十七集 走你 沙包一次次从小奶丸手里飞出 一次次 以各种刁钻的角度 砖砸雷子脸 百发百中 脸上到处隐隐作痛 雷子不确定有没有欲青 她自己看不到 但是周围这群五六岁小鬼们的闷笑声 她能听得一清二楚 她也能清楚地看到 德子震惊的眼神 而且她感觉到了鼻腔里热辣辣 随时有东西要流出来的感觉 光这些 她就知道自己一场下来 被玩得有多狼狈 那个小杂种是故意的 如果不是 怎么会每次杂种的都是她呢 雷子看八豆的眼神阴狠起来 另一头旁观的德子 也收起了对小奶玩的轻视 飞快地寻思 要怎么解决现在的情况 游戏是他们兄弟俩叫玩的 现在那些玩们还没叫停 他们就不好说不玩 尤其是在雷子被整得这么狼狈的时候 要是他们先说不玩了 那不就等于是落荒而逃 这事情要是传出去 说他们兄弟两个被小奶玩耍得团团转 最后灰溜溜地走人 以后他们还怎么在村子里混 正想着呢 就听见啪哒一声 之前一直落在垒子灭门的沙包 这回竟然没砸中人 落在她脚边了 垒子激动 得子也是一袭 小杂种原来也是会失手的 没他们想得那么邪乎 得子们要把沙包捡起 要砸的时候 突然想想不对劲 之前她连捡沙包的机会都没有 一次没砸过 可惜现在轮到她砸了 问题来了 她要是砸中圈里的人 那她就得跟人换位置 轮到她躲沙包 僵硬着脸 视线落在垒子那张灰扑扑 清清紫紫的脸上 她有预感 只要她跨进那条线内 垒子的现在 就是等会儿她的下场 可是她要是不砸中人 那圈子里的小鬼头们 肯定会马上把沙包捡起来 扔给那个小杂种 垒子还得继续遭殃 她是砸还是不砸呢 视线从垒子脸上收回 得子扔了 当中故意留了力 手一抖 想着就把沙包扔在自己面前 这样待会儿自己 还能捡回来继续扔 来回几次找个借口 说没意思 就能散了 可是事情远远 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 臣想那个王八蛋 居然就跑到她面前站着 还有那个叫毛豆的 也站了过来 摆明了是让她砸 这样她要是都砸不中 那比进去被沙包打脸 还丢脸呢 得子看沉响跟毛豆的眼睛 冒火生烟 她只能砸中 砸中的是沉响 沉响捡起沙包 走出化线的时候 还朝她阳光灿烂的一笑 八豆接着 沉响那个乐呀 刚才简直是要乐疯了 一直以来欺负他们 这些小伙伴的霸王 居然被八豆砸得是满脸伤 好表弟 沉响压根儿不拐弯抹角 把沙包扔得老高老远 直接扔到了八豆那边 圈子里小伙伴们拍手哄笑 为二脸色难看的只有 磊子跟得子兄弟俩 这下兄弟俩的脸 很快就匀衬了 啪啪啪 沙包打脸声响不绝于耳 兄弟俩把沙包扔到沉响那边 想侥幸得一个喘息的机会 沉响马上就把沙包扔给八豆 根本不朝他们身上砸 最后兄弟俩一人顶着一笔管血 怒了 怕娘的 你们故意耍花招是吧 老子揍死你呀的 王八糕子 哼 这是游戏 你们自个儿叫我们玩的 现在输了 就要揍人 说不起是不是 沉响带着小伙伴们立即呼啦啦的把八豆围在中间 刚才那场乐呵 把他们面对磊子得子时 那点胆气冲刷得一干二净 这俩霸王也就是仗着他们长得高长得大 根本就没什么能耐 有什么可怕的 沉响 带着你的人给老子滚开 否然老子连你一起赠 雷子目光凶狠冲着一边的小鬼头扬起拳头 不让 有本事你打 我告诉你们 我才不怕你们呢 说吧 沉响立即扬了嗓子喊道 爹 爹 你快出来 雷子跟得子要打人啦 你 雷子眼睛一立 举起拳头就往沉响的身上砸 然后看到那边院子门口有人影闪过 连忙又将拳头收了回来 哎呀 真是不走运 等着瞧 这笔账他总有机会找回来 这几个小杂种最好一个也别落单 小小身板钳子紧袍 玉琢小脸从人群中间挤出来 摇摇晃晃地走到垒子面前 咧着小嘴朝他笑 小飞手还朝他招了招 啊 瞎 瞎来 哼 你想干什么 逆着小奶丸 蕾子冷笑 瞎 瞎 小丸歪着脑袋 眼睛天真无邪 又招了一下手 蕾子当真弯下腰去 他还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怕了一个小奶丸 刚弯下腰 啪 轻轻脆脆地响声突兀地响起 震惊了周围一众的小丸 张大了嘴巴齐齐看向巴豆 耳光 结结实实的耳光 打在蕾子脸上 把他的脸都打歪了 走 你 小奶丸双手复背 下巴微扬 眼神匹匿 浑身 君临之字 只是沉响惊呆过后 扑哧一声 捧了肚子大笑 八豆 是揍你 不是走你 小伙伴们都乐疯了 八豆咪咪小嘴 瞅着实话的蕾子 咬字 走 你 我臭你 这次蕾子整个人猛地往后倒飞 狠狠地砸在雪地上 拖出了一条长长的轨迹 黑色身影在小娃们身后现身 再说一次 位子 八豆小手一指 打 打 红豆穴嘴 打打 他们听不懂那个人嘴里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不喜欢 很不喜欢 除了他们面色无常之外 整个雪地上一片死寂 还蹲在沉着墙根的几个村民 一动也不敢动 德子看着躺在雪地上 痛得勾搂了腰 嘴角溢出血丝的地地 脸色一下变得惨白 嘴唇颤抖剧烈 然后啊的一声吓哭 蕾子也吓哭了 又痛又怕 全着身子躺在雪地上 惊惧地看着那个突然出现的黑衣人 此时才真正明白 外婆跟娘亲的话 是什么意思 王爷是随时能要人脑袋的主 他要谁死 只是一句话的事 刚才他被打飞了 是真正飞出去的 他跟弟弟小霸王 打的架十个指头数不完 但是从来没有一次 能跟刚才相比较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六十八集 一哭二闹三上吊 突然出现的这个男人 跟他见过的所有人都不同 他身上传出来的气息太可怕了 只要站在他跟前 就能把人吓得腿脚发抖 雷子得子年纪不大 但是不代表一点眼力见也没有 这绝对不是他们能招惹的人 外婆跟娘亲的撒泼打滚 在这样的人面前 绝对没用 位子没有停下 脉步朝蜷缩在地上的人 一步一步走了过去 他是王爷的淫位 王爷在哪儿 身边都少不了他 刚才小主子在外面玩 主子给他递了一个颜色 要他暗中保护 小主子的一举一动 都在他眼皮子底下 之前没出手 是因为两个小主子没有危险 如果不是那小子辱骂王妃 他依旧不会现身 以免有以大欺小的嫌疑 雪地上的人惊惧已急 捂着肿得老高的脸 蹬腿后退 这时候哪里还顾得丢脸不丢脸 扯了嗓子哭叫 娘 娘 外婆 我被打了 我要被打死了 救命 救我 魏子没有理会面前人的哭叫 更没有理会身后院子里传出来的 风塌脚步声跟尖叫 拎起地上的人 脚下轻纵 飞上了不远处的树梢 把人倒掉在树叉上 跳下 稳稳落地 得子从头到尾僵硬 不敢动 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浑身抖如筛糠 他怕下一个被打的就是自己 刚才欺负王爷的孩子 他也有份 好在这时候 院子里传出了一道清清淡淡的声线 魏子 回来 是 柱子 男子刷的一声没了踪影 凭空消失在雪地 八度没走 小手还背在身后 抬起小脑袋看看得子 再看看自己有点不达标的身高 惋惜地摇摇头 要你 不使 陈祥跟一众小伙伴就在他旁边 听到小奶玩话还说不胡论 却一本正经的样 再次笑翻 只是这次不敢笑得太嚣张 因为院子里有人出来了 哭天强地的 一听声音 就知道是不让家里省心的那俩 除了他们 还有太爷太奶 爷奶以及爹娘 呼啦啦全部都跑出来了 看着被挂在不远处树上的人时 妇人哭嚎的声音 抖得就上扬了好几个调子 陈祥抖了抖小身板 敲咪咪地用两只手指堵住耳朵 又来了 以前也是 每次得子跟蕾子在村里闯祸了 大姑婆跟小姨就是这么一哭三嚎的 模样贼可怜 非要缠着人家不追究了才肯罢休 这一次 不知道又要好多久才会收场 跟小伙伴们对视一眼 陈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蕾子 哎哟 蕾子呀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蕾子 他还是个孩子 有什么罪 至于要把他打成那样掉树上 哎哟 我的蕾子呀 看到救星来了 蕾子在半空拼命地哭喊 蕾子 蕾子快救我 娘 快救我 让他们把我放下来 我要死了 我要丢下去了 哎 蕾子 蕾子你别哭 啊 娘这就来救你 你们快点 快点把他放下来 这到底是怎么了呀 竟然让大人出来欺负一个孩子 一大气小啊 还要不要脸了 后面没人应答 看着这一幕谁都没吭声 刘玉生跟风清白 还有支下夫妻走在人群最后 微微拧眉 看着这一幕 他之前在堂屋 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直到外面传来哭喊 以及风清白吩咐卫子回来 他才知道外面出事了 看着树上又哭又叫 挣扎着荡来荡去的男孩 刘玉生没有吭声 卫子是隐卫 要不是八豆红豆有危险 他绝对不会出手 哎呀 天哪 没天理了呀 我们这一家子 要被欺负死了呀 见着竟然没人搭理 陈秀英跑到那棵枯树下 一屁股坐下来哭嚎撒泼 我们家穷 没地位 被欺负死了呀 一个娘生的 我们这家子就这么不值钱呢 快点把垒子放下来 这是要吊死它呀 这是要毁了我树岳家的根呢 不让人活呀 我们好心好意的过来吃饭 念着亲戚的情分 你们 你们这是不把我们家当人看呢 秀兰 我好歹是你姐 是南南的大姑 你们是不是非要逼得我在这里一头撞死 你们才开心才满意呀 好 好 我现在就撕给你们看 反正你们也一直看不起我 杨淑月泪水连连 上前拖住坐视要往树干上撞的陈秀英 回头哀哀七七地看着站在后面的人 外公 外婆 大舅 大哥 你们真的就这么狠心 非要把我娘逼死吗 陈家二老跟陈启明一家子就在不远处 看着陈秀英母女俩哭骂 神情木然 也就王氏眼睛有些不安分地瞅来瞅去 只是 要她在这个时候出生 那她是不敢的 刚才南陵王叫什么未死回来 那是王爷身边的护尾吧 连孩子都大 她这个时候要是帮着陈秀英 那转头被收拾的不就是她了 这种蠢事她不干 有两个老家伙在 轮不到她出头 她就看看戏 外公 外婆 你们倒是说话呀 我知道我们家穷 离不上小姨家有钱有事 我们被看不起 那也是活该 可是我娘跟雷子有什么错 要遭这种罪 你们真的就那么狠心 连亲女儿亲外孙都不管吗 杨淑越哭喊 声音越来越凄厉 身形摇摇欲坠的模样 看着随时都能倒下去 周围已经有闻声赶来的村民 挤在一边远远的围观 之前在墙根下围观的那几个 早凑了过去 把事情的阴游全部给说开了 村民们个人表情不一 但是大多数眼底 藏着幸灾乐祸 这几年陈秀英母女 跟那俩小霸王 可没少让他们头疼 每回这一家子 回来秀水村 都能闹出点事情来 大多数都是因为那俩小霸王 在村里欺负 比他们小的孩子给闹开的 只是陈秀英母女俩 双簧唱得好 能撒泼 事情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现在可算是遭报应了 踢到铁板了 活该 他们就要看看陈秀英母女俩 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管用 又把那俩小霸王给护下来 这一回他们得罪的 可是南陵王 大姐 你先起来 有什么事情 我们回头慢慢说 别在这里闹笑话 最后是陈秀兰先开了口 看陈秀英的眼神 极复杂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秀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六十九集 以后别回来了 慢慢说 怎么慢慢说呀 我垒子还在树上吊着呢 刀不割肉 不知道疼 秀兰啊 这也是你孙外甥啊 大姐求求你 你先把我垒子放下来 行不行 啊 陈秀英抹着泪 一字一气 陈秀兰眼神更复杂 五味杂沉 她在大姐眼里看到了怨恨 以前大姐的性子是有些闷的 甚至有些怯懦 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那个印象中的大姐 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撒泼哭闹 软刀子四人 浑身透满了怨恨 可是将她变成这样的 不是生活 是她自己 压下鼻头泛起的酸涩 陈秀兰没有让风轻百放人 只是问道 为什么垒子会被吊上去 空中传来为子没有感情的声显 意图伤害世子 辱骂王妃 按南陵立律 侮辱皇族者 罪可处死 周围响起一片抽启声 随即传出村民们窃窃私语 说是窃窃私语 声音不大不小的 又刚好能让附近的人听见 没错 我们刚才就在旁边 从头看到尾 他们家垒子 可是骂了我操你娘这四个字 被骂的 那可是王爷的儿子 哎哟妈呀 可不就是辱骂皇族 不止骂了小世子 连王妃都骂在内了 我的天哪 胆子真大 那两小霸王来之前 他外婆娘亲 没提前告诫他们 怎么可能会不告诫 陈秀英母女俩又不傻 再说了 那俩小子都多大了 九岁了 九岁还有什么不懂的 就算不知道 看着小世子几个穿的锦衣浴袍 也该知道 不是他们能招惹得起的人 分明就是被惯坏了 以为每次外婆娘亲一闹 事情就能闹过去 我瞅着那兄弟俩 就是故意的 霸臣想着欺负一下王爷的儿子 完了还什么事都没有 多威风 陈秀英跟杨淑月脸色 一点点发白 最让他们心惊肉跳的 是辱骂皇族 罪可处死 这 这是要砍蕾子的脑袋 陈秀英嘴巴张了张 再次看向陈秀兰 想要说些什么 就见站在人群后方的子一男子 慢慢走上前来 那身气势 轻贵破人 威严强势 压得他发不出声音来 风清白走到八斗身边 伸手在他小脑袋瓜子上拍了拍 诞生说道 本王王妃 岂是能由人随意辱骂的 莫说小孩子 即便是三岁至二 一当论罪 这是律法 想避祸 就把孩子教好 顿了一下 长毛清冷 缓缓地抬起 看向陈秀英母女 你们是王妃亲戚 本王已看在情分上 网开一面 想将人放下来 可以 吊着 或者拔舌 选吧 那双眼毛不凌厉 但是漠然地 让人脚底发寒 杨淑月腿脚一软 坐在了雪地上 久久无法动弹 对上那双眼睛那一瞬 他竟然觉得有刀锋 从脖子上划过 辱骂皇族 死 他真真切切意识到 累子这次闯的祸 他们圆不了了 那是皇族 跟他们平民天壤之别的皇族 有南陵律法保护的皇族 从来没有哪一刻 让他觉得皇族 原来真的那么遥不可及 高不可攀 而周围围观的村民 被那句淡漠的话 给吓得 连呼吸都屏住了 小心翼翼的大气都不敢出 原来这就是皇族 轻描淡写一句话 就能定人生死 拔舌 从王爷嘴里说出来 就跟对人说吃饭一样平静 云淡风轻 陈家一家子 一脸色微白 之前在堂屋里 王爷跟他们有问有答 虽然不热络 却也不冷淡 几乎跟个寻常人家的孤也无二 以至于他们还差一点点就要忘记了 这是当朝的摄政大臣 跟国号同号的 南陵王 风清白 看着贪软在冰雪地里 湿了声音的女儿孙女 陈家二老不是不难受 可是能怪谁呢 做的呀 都是做的呀 陈老爷子 闭了一下眼睛 叹息 苍白无力 啊 绣迎书月 走吧 回你们家去 至于累子 什么时候放下来了 我让长东 把人送回去 以后别再回来了 他老了 也累了 为这个女儿 丢的老脸也丢够了 话说完 谁都没看 陈老爷子脚步 亮抢回屋 陈老婆子眼尾发红 也跟在老爷子身后 转了身 一个两个都走了 枯树底下的人 陈家 谁都没上前去招呼 王氏还看得津津有味呢 回过神来 发现身边已经没人了 扭头正好对上 回过头来 看他的自家男人 眼神很是不好 王氏一个机灵 连忙紧脚跟上 边走边挤出 讨好的笑脸 悄默默地拍拍心口 哎呦喂 幸亏他刚才没出头 逃过一劫呀 陈家人一下走了个精光 陈想回屋的时候 挥手让小伙伴们散了 带着三小只排排走 小脑袋扬得高高的 经过得子身边的时候 还神气活泄地哼了一声 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欺负人 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他们了 活该了吧 等进了院门 又立即反身趴在门边 贼头贼脑偷看 跟柱子似的站在原地不动的得子 毛豆 拔豆 红豆 你们说我刚才那样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你们看他给吓到 没听到英达 陈想回头 就见三小只抬头 齐齐疑惑地看着他 脸上尽是茫然 陈想抓着脑门 忘了表弟表妹太小 哪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 也怪他太早会了 哎 陈将院门一下清空了一大片 之前被吓得晋升的村民 顿时活跃了 刚才没敢说话 现在王爷不在跟前 说个悄悄话 总是可以的吧 可憋死他们了 只不过没了好戏看 一大群人也不在这里处着了 免得不知道哪里得罪到王爷 回头他们也要哀羞 众人一边议论一边散去 临走之前 还有人好心换了一下 依旧贪坐在枯树底下的母女俩 秀英啊 我说你们赶紧走吧 还搁这儿想撒泼呢 人家王爷可不吃你们那一套 趁着得子没被吊起来 赶紧带着他走人 至于磊子就先挂着吧 陈老爷子不是说了吗 回头让长东给你们送回去 就是啊 还留在这儿干啥 等着王爷回头再跟你们算账 我们刚才可是从头桥到尾的 欺负小世子的 不知你们家累子 你们家得子也有份 稀落稀笑 渐渐远去 陈秀英母女很久很久才回了魂 两人什么时候走的 除了封清白跟魏子 没人知道 而磊子挂在树上掉了半个时辰 嗓子哭哑了 他才被放下来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1170集 是好事啊 磊子被放到了堂屋旁边的小厢房 受了一番惊吓 人已经睡着了 至于他身上还带着的伤 确实挺严重 教训一个孩子 魏子没出全力 但是也没有留情太过 外面发生的一切都在王爷耳朵里 包括孩子嘴里骂的那句话 那是在处王爷的逆临 要不是这两年 王爷性子有所回暖 魏子相信 这孩子活不了 此时的堂屋 安静沉闷 陈家一家子 除了陈祥 跟不嫌事大的王氏 其他人身上 都透着一股无力 心思复杂 当中有对 风清白不留情的心寒 也有对陈秀英母女的不争 他们没办法责怪风清白 辱骂皇族 能保下一条命来 只是吊在树上 小乘大戒已经是王爷开了恩了 只是他们平头百姓 一时之间还是很难接受那样的冷硬 他们跟人闹矛盾气得再狠 面对个孩子最多也只是打一顿 爹 娘 大哥 今天发生的事情 让大家都不开心了 但是反过来想想 其实也不是坏事 陈秀兰起身坐到陈老婆子旁边 众人听她开口 都朝她看了过来 磊子跟得子会长成这样子的性子 都是被大姐跟书月浇灌出来的 不管出什么事情 都有人帮他们收拾烂摊子 他们才会越来越肆无忌惮 要是一直这么下去 他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不是每次出事 我姐都能靠着撒泼打滚解决的 陈启明愣了一下 随即一点头认同 秀兰说得没错 看看那俩小子 都被养成什么样了 陈现在年纪还小 上下还能掰过来 要不然以后就是两个恶霸 能有什么好下场 这次的事情 给了他们一个教训 要是能让他们有所收敛 反倒是好事 陈家二老皱着的眉头微微松开 这么一想 确实算是好事 就陈秀英跟杨淑月 护着俩孩子那一劲 他们就算是想交 也交不了 就得用重吹 这次不仅是给两个孩子教训 也是给秀英母女教训 王氏眼睛转了一下 附和自家男人 可不就是这么个说法 秀兰一家子离得远 兴许不知道 咱们还能不清楚 自打男男嫁给王爷后 书方输月两个 没少打着王妃表姐的旗号 在外炫耀 也就因为这个 类子得子闯祸的时候 他们闹上一闹 人家最后就不敢追究了 怕给自己惹来麻烦 这次王爷亲自出手 整治那小王八 那小子 大家伙知道了王爷的态度 以后可就不会继续惯着 秀英母女了 没了大靠山 你们看着吧 类子跟得子要是不改 还有的是苦头吃 这苦头吃过了 再横 他们也得缩起来 不定收敛了 还能给他们日后保住小命 安分下来 过安生日子呢 到时候在外头处处碰壁 一哭二闹 三上吊的法子 人家不吃了 嘿 他就不信 雷子得子 还能继续跟现在一样 那么嚣张 那俩小王八蛋 每回回秀水村 没少欺负他响儿 就该狠狠地治他们一回 赶明儿 他就到隔壁村串串门去 把今儿个的事情 各家无意地 说漏上那么一两句 等着看好戏 脸上有点刺刺的感觉 王氏被急立即崩起 对上男子朝他瞧来的视线 耿着脖子嘴硬倒 干 干什么 我又哪说错了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我可是帮着你的 我又没出幺蛾子 你说的对 哎呀 王氏顿时是如坐针毡 浑身哪儿哪儿都觉得不对 男人不骂他 反而夸他 他怎么就那么不自在呢 老脸还有点烫 除了年轻时候 刚成亲那回子 到现在 男人可是几十年都没夸过他一回了 陈长东跟媳妇俩悄悄地 扭开了脸憋笑 也就是爹能压得住老娘 老爹眼睛一瞪 老娘再不安分 也能立马疲势 要不然这些年 柳家大院可没法这么安生 刘玉生跟风庆百 还有柳之下 傅玉珍夫妇坐在一旁 就刚才的事情 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能说的 几个长辈自己就说开了 想得通 自然不会钻牛角尖 想不通 旁人说再多 也没用 不过对于姨母 刘玉生心里的感叹 唏嘘也不少 她还记得小时候 每次跟着爹娘回秀水村 姨母带着两个表姐 都会回来一块吃饭 唠唠嗑 那个时候姨母身上 还没有现如今的怨气跟戾气 甚至说话都是细声稀奇的 性子比娘亲还要老实沉闷 十几年过去 物是人非 借着宽大秀白遮掩 风清白轻轻地 握了一下女子的手 刚才那些事情 对陈家乃至整个秀水村村民来说 极具冲击力 但是对于她而言 很是平常 事情做了就做了 处理了就处理了 她对这种衍生出来的氛围不以为然 却也能理解 所以众人把修理一个孩子 当成天大的事情 来分析琢磨 乃至想到以后 风清白不值一辞 感受到手背上传来的温热 刘玉生偏头看向男子 你刚才很生气 生气得不行 他也侧毛看他 不必会地承认 现在还气吗 气 但是不能把人弄死 否则为难的是生生 刘玉生嘴角翘了一下 哑然失笑 这人性子其实还跟小时候一样 偏执小心眼 只是人长大了成熟了 懂得给那种性子 穿上一件靓丽的衣裳了 本质根本就没变 对于被女子看破 风清白丁点也不慌张 生生爱她 自然是爱她的全部 包括她不好的 柳之下跟傅玉生那边 则对这件事情 根本连提都没提 夫妻俩包着瓜子 品着粗茶 于满屋惨淡中 悠然自得 看得柳玉生直眼红 大哥大嫂这风范 是越来越足了 淡定啊 一番七嘴八舌的 分析讨论之后 王氏带着长东媳妇 去造房继续准备晚饭 刚才被打查 菜还没弄好呢 眼看天就要黑了 这才心急火燎 陈秀兰也去了帮忙 经过院子的时候 看着四个小玩 小脑袋凑在一处 陈想兴致勃勃地嘟囔着什么 三小只听懂没听懂的 也没走 愣是鸡同鸭脚 聊得很欢 童言之语传进耳里 风轻百毛心微动 顺手在糖果盘子里 抓了一把干花生 走了出去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七十一集 小王八蛋的天赋 陈祥还在那儿手舞足蹈 眼里亮晶晶的全是崇拜 真是太厉害了 一个跺脚 搜的就飞柱上去了 一跳 那么高的地方 搜的又安全落地 你们看见没 位子叔叔拎起垒子的时候 轻飘飘 跟林剑衣服似的 一甩就把人甩到树叉上挂着了 真厉害 真是太厉害了 厉害的陈祥双手合十满眼惺惺 位子 第二子杨成 飞平调 后头男子清冷声陷传来 猫在暗处的位子脸上乌云放晴 总算是由主子为他证明了 陈祥扭头 小脸一亮 表姑丈 红豆子立即朝男子伸出两只小手 没等他迈开小步子 就被男子稳稳地捞进了怀里 姐姐 风清白眼毛揉了些许 乖 刚才怕不怕 我 我 红豆摇头 小脸随手指向风清白 在另一只手里抓着的糖果 七 豆豆 七 红豆想吃 爹爹喂你 也没把小丸放下来 用脚勾了旁边的一张凳子 把花生放到上面 风清白看向三小只 一起吃 书吧拔出一颗糖果 用手轻轻一拍 糖纸里面的糖块就碎裂了 而糖纸居然没破 看得几小只瞪大了眼 将糖纸打开 把里面碎成小块的糖果 慢慢地喂给红豆 玩吃得满足地瞇了眼 会吗 风清白抬眸 问的是挤人 看的是八豆 八豆看不懂跌跌眼睛里的意味 他就一个反射性的意识 干 学着男子的样子 拔出了一颗糖果 小手一拍 糖果纹丝不动 里面的硬块 搁得他手疼 八豆怒了 长红了小脸 摸起拳头狠狠一砸 咔嚓 糖果碎裂 只是糖纸也被挤爆了 糖块从里面散出来 哇 八豆 你力气居然这么大 沉响惊叹 糖果是很硬的 他比八豆大好几岁呢 一拳下去 他也砸不出这效果来 毛豆倒是想试试 但是捏了捏硬 硬邦邦的糖果 毛豆立即把糖果扔了回去 爹爹说 掷底以掷取 乃是上乘 他还是做个上乘的人好了 然后毛豆去造访 拿了一根小木棍 对着糖果轻轻敲 嗯 省力 碎得还很均匀 沉想目瞪口呆 红豆他且不说那是女玩 但是八豆跟毛豆 明明也都比他小 可是他在他们俩中间 愣是有种自己弱爆了的感觉 这样怎么行 他可是表哥啊 沉想抓起一颗糖果 包掉糖纸 整个扔进嘴里 嚼巴嚼巴 声音清脆 一颗糖而已 哪里需要用蛮力去拍碎 直接吃不就行了吗 又不是没长牙 看着三个高碍不一的小娃娃 封清白难得地 对他们露出了笑意 他过来 只是为了探探巴豆的虚实 两岁不到 用个沙包 把九岁大的男孩 砸得一脸的鼻青脸肿 而且次次都砸肿 臭小子挺不简单啊 以前是他疏忽了 没察觉小王不但 有这方面的天赋 思极此 封清白笑容更愉悦 有天赋 更需要好好引导 不用等到巴豆长大 等他三岁 就能把他扔给秦将军 从此眼不见为敬 巴豆莫名觉得脑瓜子有些凉 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 那种凉来自于他爹 森森的恶意 晚饭之后 陈家二老已经从下午的事情里 缓过劲来了 一大家子围在火盆边上 能正常地唠唠嗑 刚过完大年初一 年味还是最浓烈的时候 家家户户的吃过饭 都是这样一家子坐在一起 说说笑笑 开心过年 没人想被不开心的事情影响心情 只是有人 却不会顾及到这些 愣是要上门来添堵 大家伙坐下没一会儿 大院门口就传来了凄惨的哭声 哭得一阳顿挫 声音很熟 陈老婆子顿时变了脸色 是秀音 爹 娘 大哥 秀兰 是我错了 我错了 能不能把累子还给我 我给你们磕头了 我给你们磕头了 王爷 楠楠 姨母也给你们磕头了 你们放累子回来吧 放过他吧 求你们了 累子不回来 书月连家门都进不了啊 都怨我 我不该跟书月 带着两个外孙回来 才闯下这么大的祸事 你们 你们就饶了他吧 我求求你们了 哭声中夹杂着 碰碰的磕头声 所有人脸色一瞬间难看无比 陈老婆子更是身形一个摇晃 红了眼睛 孽障 这个孽障 我怎么就伸出这么个孽障来 男灵以笑为先 陈秀英给二老磕头无可厚非 就算她是给柳大林跟陈秀兰磕头 因为错在她身上 彼此之间又是平辈 也起不了什么流言蜚语 可是她要给柳玉生磕头 却等于将柳玉生推上风口浪尖 因为她说的是姨母给你们磕头 而不是民妇 以长辈的身份给小辈磕头 小辈能让唾沫星子淹死 这是来求人的 这是来报复的吧 陈老爷子豁然起身往外走 没去理会周围探镜观望的村民 把跪在地上的人拖起就往里拽 滚出去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爹 别叫我爹 没你这样的女儿 你是讨债来的吧 你就见不得家里稍微安省是不是 好 你要接人 人就在以前你住的房间 把人带着 马上给我滚 陈老爷子气得眼前发黑 脚步不稳往后亮枪 幸而陈启明及时出来 把人扶住了 对这个妹妹 她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已经是当外祖的人了 一把年纪了 为什么比起年轻那会儿 更不懂事呢 更能折腾了呢 堂屋里的人陆陆续续地走出了门口 就着屋里昏暗的灯光 看着跪坐在院子里不起的妇人 人人心头五味杂陈 陈秀兰没有再上前去 只是站在门槛里安安静静地看着 身边男人半扶住她 给她支撑 看着众人都齐活站在堂屋那边 陈秀英抬起涕泪纵横的脸 直下 南南 你们别怪姨母 姨母是逼不得已的呀 蕾子还小 蕾子她还小啊 哎哟 大妹呀 看你这话说的 蕾子还小 我想儿不是更小 蕾子欺负我家想儿的时候 可没留守啊 王氏撇撇嘴 看到男人朝自己瞪过来了 连忙上前 把人拉起 蕾子是年纪不大 在这里 也没人欺负她不是 你不明就里的 就说那些话 不是平白让人误会咱吗 她在屋里歇着呢 走吧 我带你进去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172集 老娘撕了你这张烂嘴 光是体型圆润力气也大 硬是把还在说话的陈秀英就给拖进了旁边的厢房 他们家大院门没关 左连右舍的都在门外伸长了脖子等着看笑话呢 回头等陈秀兰一走 陈秀英也领着他外孙走了 最后留下来被笑话的那不就是只有他们大房吗 开玩笑吗 简直是 凭什么他们大房要带人收锅 看着王室把人拖进去了 陈启明扶着陈老爷子也回了堂屋 家里气氛刚缓和一点 因为陈秀英这一闹 又全不散得一干二净 娘 我看爹脸色不好 要不您二老先回房歇歇 陈秀兰劝道 不用 我就在这里等着 我看那孽障还能闹出什么事来 陈老爷子喘着气 胸口起伏剧烈 嘴唇发青 垂在膝盖上的手不停地发抖 刘一声皱了一下眉 不动声色地搭上陈老爷子的手腕 外公 您跟外婆年纪大了 少犯些气象 为这些事情急火 不值得 本也不是多大事 姨母就算再闹腾 又能怎么样 天还能塌了 老爷子不吭声 但是乔的脸色 显然是气怒没消 傅玉政悄悄地扯了一下柳之下 示意她安抚几句 之前唠嗑 她看出来 陈家二老对之下 其实很关心 这种时候 她说两句话 可能会比南南管用一些 那就等着吧 现在让外公外婆去歇着 也不可能睡得着 听完这话 傅玉政暗暗地服额 这跟没说话有什么区别 谁知就听陈老爷子苦笑自嘲道 是啊 睡不着 哪能睡得着 大过年可家里外的哭 秀英啊 一点没想过这个家 火喷子周围顿时又静抹下来 刘医生此时已抽回了 给老爷子探诊的手 好在只是急火攻心 引起的血压升高 没有什么大事 等平静下去就能好转 文言对老爷子笑道 外公 其实过年哭不哭的 这种说法不准 日子过得好不好 是跟人有关 跟那些彩头之类的 关系并不大 咱不信那些 家里有大舅 有表哥 两个都是能干的 不愁日子过不好 过年期间哭闹流泪不吉利 会让家里接下来一整年都倒霉 古来一直有这种说法 不过 刘医生是不信的 可能是他态度太自然 真让陈家二老脸上缓和了不少 而厢房那边 陈秀英已经看到了床上还睡着的垒子 脸上被沙包砸出来的脏污已经擦干净了 也因此更显得那些轻轻子子甚人 好在人是真的睡着 呼吸很稳 能 看吧 一点事儿没有 都是小伤 你说说你 急事白脸的跑过来闹什么 搞得一家子不安生 说到这里 王氏贼头贼脑的溜了一眼门外 没看到自家男人的身影 立即压低了嗓子 恶狠狠地说道 陈秀英 我告诉你 这里是我家 你大过年的 到我家院门口哭 是想谁倒霉呢 啊 要是今年 我家有什么事情不顺 老娘上门撕了你 既然已经嫁人了 就少往娘家跑 老爷子下场说的 让你以后别来了 你没听见呢 带上你这龟孙子 给老娘滚 麻溜的 这死婆娘想搞他们大方的 她还怕捅她撕破脸 要不是男人就在堂屋里处着 她现在就撕了这八婆 什么玩意儿 从来就不是香伯伯 陈秀英从出现在陈家院门口 一口一句的就要带蕾子回去 现在人在她跟前了 她却没有上前去把人叫醒 听着王氏骂她 也没有什么激动的反应 只扭回头 看向堂屋的方向 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 眼里全是怨毒 大嫂 你以前哄着我跟你一块 上柳家大院 可不是这副嘴脸 怎么 现在收心了 堆在眼前 伸手就能拿的元宝 都不要了 你什么意思 想出什么幺蛾子 王氏警惕地说道 当初我是叫你跟我一道 上柳家大院来着 是你自己不争气 是你侄女不争气 人家知秋看不上不要 怪我了 我告你 我可没坑害过你 这一遭走的 害得她现在还在观察期呢 以前你不是说 楠楠家里有钱 王爷那儿有权 攀上了 只要捞到点点好处 就够我们吃用一辈子的 你娘家 我记得 还有代价的姑娘吧 你不寻思寻思 送去楠楠身边 当个丫鬟什么的 陈秀英轻轻地说道 你那侄女儿姿色不差 这进水楼台先得月 要是王爷有幸看上了 你不就能跟着飞黄腾达 就算看不上 南陵王妃身边的丫鬟 日后想嫁个好人家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趁着楠楠这次来了 你不抓住机会 转头啊 便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你瞎说什么呢 王爷是什么人物 能看上一个乡下村姑 要是他真想要啊 京城多的是名门千金 排队等他挑呢 后来老娘面前 嚼舌根打主意 能耐了你 王氏眼睛瞪得更大 但是说话的语气 却不如表现出来的 那么坚定 的确很诱惑呀 有往上爬的机会 谁还故意往下走啊 要是他家侄女 真能跟在南南身边 她作为中间人 也算得是侄女的恩人了 侄女发达了 那还能不感谢她是咋的 姑嫂俩俩也不是第一次接触 陈秀英对王氏的了解 不可谓不深 只听她说话的语气就知道 其实她心动了 只是还差最后一把火 这几年 大哥处处拘着你 连娘家都少让你回了 听说闹得你现在 里外不是人 那边可没少埋怨你白眼狼 兜里有了两钱 连娘家都不认了 其实啊 我大哥有什么钱呢 五年八年十年的 这手里啊 就那么一个果园 归根到底 也不过是个地理刨石的 一年撑死了 不过几十两 那就是个没出息的 你怕她 你刚说什么 王氏话锋一转 陈秀英愣了一下 不懂她这个反应 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说错了 但凡她有点出息 她现在啊 就不止这点能耐 一个连闯都不敢闯的男人 有什么能耐 你要想自己过得好 你就得想办法 自己手里抓银子 哼 老娘撕了你这张烂嘴 王氏突然冲上去 摁着陈秀英就是一顿打 气得嗓门都顾不上压了 你个破烂货 你说谁没出息呢 你说谁没能耐呢 啊 老娘的男人 是你说得的 臭婊子 你忘了 你哥是怎么对你 逢年过节的 怕你在那边过得不好 拉米送菜送银子 亲自跑过去给你撑腰 这些老娘都忍了 你调转头来 嫌老娘男人没出息 我打死你个贱货 白眼狼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秀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1173集 老娘受了天大的委屈 陈秀英被打得猝不及防 加上这些年在夫家被搓磨的身子是越发的不好 哪里是体胖腰圆的王室的对手 一时之间只有挨打的份 让他害怕的还不是挨打 是王室一边骂一边打 嗓门大的能传出大院 他怎么都没料到 王室会因为一言不合打他 以前两人凑在一起 次数也不少 他自诩了解王室的为人 贪婪 挨占小便宜 心眼小 见钱眼开 只要有一点点能让他心动的筹码 他就能在水花上掀起一片大浪来 今儿可这是怎么了 魔证了 堂屋那边一众人听到 突然从厢房传出的打骂 奇奇愣了一下 然后赶忙往那边跑 陈启明脸色漆黑 说是打骂 他只听到他死婆娘骂了 连猪泡似的噼里啪啦 陈秀英根本就没有还嘴的机会 出口的全是惨叫 叫了这么多年 愣是没能把人叫乖 陈启明心里浮出了心灰意冷 他也是会累的 众人赶到厢房门口 看到床上磊子已经被吓醒了 坐在墙角 吓得不敢吭声 而王氏肥烁身板 正骑在陈秀英的身上 耳光一下接一下的衫 嘴里仍然骂个不停 眼睛都红了 我叫你骂 我叫你看不起 我叫你骂 老娘骂的 你骂不得 今天 老娘让你长记性 他可以骂他男人 没出息没能耐 但是别人骂不得 谁骂他死谁 两人头发衣衫在打斗间 被撕扯得七零八乱 极是狼狈 场面一言难尽 跟来的大男人们 纷纷转过了身去 不朝李看 干什么呢 够了 陈启明上去拦住王氏 竟然被他震开 气得怒吓 王大鹅 还在发疯的肥胖妇人 一个机灵 硬生生地停了手 被下面的人逮着机会 往他脸上挠了一把 痛得王氏嗷嗷的一声好 委屈得眼泪直掉 陈启明 你就知道吼我 我错哪儿了 啊 老娘错哪儿了 她就不是个东西 她是个养不出的白眼狼 你这些年对她 好全都白费了 你还护着她 好啊 既然不待见我 你干脆打死我好了 打死我 你去找你的小寡妇 王氏宁起来 直接往地上一躺 又哭又嚎 骂陈秀英白眼狼 骂陈启明没良心 骂小寡妇勾引他男人 陈启明很无语 陈长东站在门口 没敢往里看 表情也是无法描述 他老娘惯会撒泼 但是很有分寸 从来没想今儿个这样 赖在地上撒泼打滚 他撒泼的时候 都懂得给自己老爹留面 只要老爹吼一声回家 立马就能收声屁垫地跟上 娘可能真受委屈了 她媳妇也点头 这次是真哭 不是假的 说着 人连忙跑进去 在陈秀英想要反扑过来的时候 把人拦住 娘在犯二 这个时候是没有攻击力的 真让大姑再往他脸上挠一把 等他缓过劲来 今儿个晚上谁都别想睡了 行了 赶紧起来 躺地上你丢不丢人 小被人都在旁边看着呢 陈启明脸色漆黑 跟刷了一层墨似的 不急 丢人就丢人 老娘受了天大的冤屈 还被自个儿男人吼 老娘不想活了 我还怕什么丢人 你不就是想拆掉我 去找村东头那个小当妇吗 想老娘让位 我呸 你想得美 除非你打死我 什么小寡妇小当妇的 你一个当奶奶的人了 这种话是你该说的吗 起来 不起 王氏不起来 改躺为趴 那身形 没两三个人 根本就拽不起来 他还破罐子破摔了 陈启明最后一抹脸 无奈地咬牙低喝道 谁在你跟前交扯根了 除了你我还有谁 每天跟我屁股后的转 你见我搭理哪个小寡妇了 话说出来 他老脸先红了 这一婆娘自己丢人还不够 非要拉着她一起丢人 她还真是 这 这没有 没有 赶紧起来 还嫌不够丢人的 王氏这回不顶嘴了 自己乖乖爬起来 站到男人跟前 一脸得意 赢了村东头小寡妇 她现在浑身都透着舒畅劲 脸上挨的那一下也都不觉得疼了 启明 我跟你说 爹 娘 你们也听着 得意完了 想起还有个愁眉宝 王氏立马转头告状 指着被她打得鼻青脸肿的富人说道 这个老昌 陈秀英 她真不是个东西呀 你们知道 她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 巴拉巴拉连猪炮时的一口气 把事情从头到尾全交代了 末了又对陈启明说道 她说你没出息 没能耐 以前给她拉的米面送的钱 全人去喂了狗了 当初我就劝过你 你不听 看 我没说错吧 以后 你可别那么傻了 咱家自己都顾不过来 穷着呢 你每次一送 大拉拉至少一两银子 够咱家吃喝半个月的了 陈启明敏唇沉默 看着被长东媳妇拦在一边浑身狼狈的人 心灰意冷再次浮上心头 只是这次的心灰对象换了个人 看着男人沉默 王氏一时不敢吭声 门口 陈家二老连厢房的门都没进 相互扶着走了 走前只交代了一句 长东 看着他们走 以后 别再让他进门 心灰意冷的 何止陈启明 大女儿嫁得近 以前逢年过节经常回来 走的时候二老总是让他们带点东西走 只是都瞒着王氏 没让任何人知道 他们是重男轻女 但是也没将闺女不当人 只是疼爱肯定会比家里唯一的儿子要少一些 那也足够对得起了 怎么能年纪越大 越不消停呢 是他们将女儿 教得越来越自私的吗 他们心里没有答案 只剩下茫然 陈秀英走了 带着蕾子 经过陈秀兰的时候 扭头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 让陈秀兰透心凉 他眼里全是恨意 汹涌得能让人灭顶 送走了陈秀英 众人已经没了 继续坐在堂屋唠嗑的心情 各自回房歇息 陈家老大房间里 陈启明正在给王氏搓药酒 时不时的肥胖妇人 就会发出一声爱好 打架的时候不是很能的 现在这都痛了 打起来的时候 哪还顾得上痛啊 当时我恨不得把他给 撕了 作者成字成城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七十四集 只是我疼你 比疼男男多把了 丑丑男人表情 王氏梅江的两个字 说出口 他男人一起生活几十年 他能不知道 他是什么性子吗 说白了 老好人一个 总是以家里老大自居 把照顾妹妹的责任扛在肩上 对妹妹好得不得了 就只会对他凶 再看看自己身上的淤青 王氏扭开脸偷笑 这架打得直 经了这一回 男人彻底看清 他那个大妹白眼狼的真面目 以后就不会再往那边划了东西了 一个月能至少省下一两银子 一年到头能省下十二两 不老少了 哎呀 十二两 一送送了好几年 要不是知道不可能 他真想冲到陈修英家里 让他把吞下去的银子给吐出来 谁家银子不是钱了 为了白眼狼 连一文钱的利息都回不来 推亏了 喂 你真的没跟村东那小寡妇有来往 整天村东小寡妇 村东小寡妇的 是谁 你说个名字 我想想 王氏扭身躺上床 哎呀 我也不记得了 谁知道他叫啥来着 反正不是个好东西 你刚才亲口承认了 没别人的 以后上宫 别往村东走 他男人不会撒谎 他说了他就信 陈修英懒得搭理他 他们家果园就在村东那头 不往那边走 他飞过去啊 四婆娘见天不着调 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以后别动不动 就跟人干架 跟个泼妇似的 小的看了不许好 知道了 油灯熄了 王氏在暗处偷偷地翻了个白眼 他本来就是泼妇 那我考察期过了没 再观察观察 啊 还要观察呀 这日子没活头了 身边男人很快响起了呼噜声 又不打理他 王氏愤愤地闭眼 却没看到男人柔和下来的表情 第二天 吃过早饭之后 陈修兰一下子就要回兴花村了 每年过来走亲戚都是只住一天的 陈家二老也没多留 今年这个年过的糟心 留下来大家也一样是心情不好 还不如回去 回去留下大院 那个大院跟陈家不一样 什么时候都有满满的笑声 想起自己为数不多去过的大院那两次 陈老婆子叹了口气 临行前把陈修兰叫到了屋里 娘 老婆子坐在炕上 陈修兰唤了一声 走进去坐在她旁边 好一会儿 陈老婆子都没有说话 末了抓起她的手拍了拍 秀兰啊 这些年 你心里是埋怨娘的吧 娘 陈秀兰想说没有 可是她不善于对长辈说谎 她确实曾经埋怨过 也是因着埋怨 所以一年到头的 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 以至于这几年 只有年节才会回来看一眼 抬头看看老婆子满头花白的头发 她娘亲也老了 脸上比以前多了好多的褶子 我知道 你不用说 娘心里都知道 打断陈修兰的欲言又止 陈老婆子不为难她 娘不是糊涂虫 也知道你们为什么埋怨我跟你爹 那些年 爹娘做过不少糊涂事啊 可是秀兰 娘其实并不是真的重男轻女 也不是真的看不上男男 想算计她那点东西 这些年 你们过得好 爹娘看在眼里 心里是高兴的 说着长长一叹 这两年被闹腾得心累了 才发现自己真的是老了 很多事情力不从心 还讲什么 以前娘叮嘱你 让你抓着酒房 为支撒打算 那时候起 你就跟娘离了心了 也怪我这个当娘的 低着头呼了口浊气 陈老婆子眼底湿润 难啊 娘说那些 不是为了自己 也不是不喜欢男男 只是我疼你 比疼男男 更多罢了 陈秀兰出门的时候 眼圈是红的 娘亲爱她 比爱男男多 所以娘亲总是叮嘱她 要把钱抓在手里 娘的思想是养儿防老 所以让她把好处 划了给支撒 以其让她老了 能得到更多依靠 而她 爱一双儿女 何尝不是比爱爹娘更多 只是两种爱 略有不同 是不分高下的 中间缺的 只是一个理解 互相理解 互相体谅 现在她恍恶了 爹娘也想通了 跨上马车的时候 陈秀兰脸上 已经挂上了笑意 陈家二老跟陈启明夫妇 还有陈长东 一下三口出来送行 临上车之前 刘一声扭头 看向老两口花白的头发 布满皱纹的眼角 还有微红的眼眶 笑了笑 外公外婆 舅舅舅母 我们明年再来看你们 刚才风轻白 光明正大的 听了一回闭角 把房里的对话 全都告诉她了 陈家二老正了一下 眼眶更红了 点头说道 哎 明年来 外公外婆 等你们来 马车走了 伴随着车里 小娃儿稚嫩的喊声 来 来 来 等 那一刻 马车挂起的雪墨子 死都带了一股浓浓的暖意 陈家一家子直到马车消失了 才转头回屋 王氏在一旁 又跟男人闹上了 喂 你下午要去果园 不许走村东头 啊 毛病 男人回他一句 哎 怎么毛病了 怎么毛病了 你给我说说 啊 现在村东头路不好走 雪地鸡的可厚了 你绕个圈不行吗 吵吵嚷嚷嚷地从陈长东小夫妻俩旁边经过 陈长东媳妇闷笑道 哼 嘴碎 喜欢煽风点火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 也是有软肋的 那就是他的老爹 爹的五指山一翻 老娘再蹦的 那也得乖乖的 金山银山固然能诱惑老娘 但是跟老爹一比 金山银山就成了粪 而爹呢 对娘表现的各种嫌弃 既然那么嫌弃 为什么娘屡屡犯错 他最后依旧是没彻底放弃这个人呢 夫妻之间如人饮水 谁说这又不是感情的另一种模样 杏花村柳家大院 黄太后一大早就起来了 坐在堂屋里 频频地引进往外瞅 别看了 要是回来了 远远就能听到马蹄声 没回来 你瞅也没用 刘老婆子纳着鞋底 慢悠悠地说道 也就是一晚上功夫 看把你给急的 连懒觉都不睡了 你还怕玩丢了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七十五集 吃瓜斗嘴 有风清白在 两斗要是还能丢了 他也甭做什么南陵王了 坐在那个位置 丢人 批判风清白皇太后向来不遗余力 随即瞪着老婆子 过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 你看看你 刚说的那都是啥 有这么假设的吗 亏你还是太奶奶呢 我那怎么是假设了 我就是安慰你 顺嘴那么一说 我那话是问你 是问 不是假设 问也不该那么问 大过年的 赶紧呸掉 像不像一样 刘老婆子给气得哟 鞋底子也不纳了 整整袖子 准备跟皇太后争个出营 这老妇人 心情不好找人挑刺呢 来 打嘴证 她还会怕个养在身宫 连骂人都不懂得变花样的皇太后 周围围在火盆子旁边的其他人 顿时兴致勃勃 刘之秋跟薛青莲打赌 按你说这次谁会赢啊 我赌咱们家老太太 这论骂架 皇太后她真不是对手 一两银子 来不来 我也赌老太太 你做妆 薛青莲半靠在木榻上 伸着大长腿 懒洋洋的没睡醒 说话可是一点也不含糊 没办法把她拐进沟里 眼睁睁地看着一两银子从眼前飞走 柳之秋遗憾惊叹 啊 没了 没了 我的银子呀 皇太后要是争气点就好了 那她就可以换个人押宝 那边眼看着就要逗起来的俩妇人 琪琪朝她看来 刘老婆子想抓东西砸那浑小子一脸 有人比她快了一步 把她针线篮子里的丝线球给扔出去了 这个不能扔 那边有火盆子呢 哎呦喂 我的线团子 一烧就全不能用了 皇太后嘴硬 不就一个线团子 再买就是了 值几个钱 败家娘们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哀家怎么不知 那你说说 柴火多少钱一蛋 大米多少钱一斤 看 说不出来了吧 开场迎一局 刘老婆子脸上褶子舒展 皇太后沉了一口气 哼笑道 哼 那你知道 烟螺多少钱一匹 松烟末多少钱一块 那些是什么 听都没听过 皇太后奔回一城 扬眉吐气 所以 你是个吐包子 哎呦喂 你这老婆子 你是跟我杠上了是吧 早上 你还吃了我做的白菜卷呢 翻书都没有你翻脸块 早上那白菜 是我摘的 喂那颗白菜 我指甲都掰了一小块 没我摘菜 你能做白菜卷 喂 白菜卷是你说想吃 我才做的 我说你就做 你别做 刘老婆子鼻子都气歪了 这是吃完了翻脸不认人呐 做都已经做了 吃都已经吃了 还叫她吐出来不成 耍赖耍出精髓来了 下次看她还做不做 两个老妇人 一个头发银白 一个花白 四目相对 活花带闪电 一个线团子 小心翼翼地出现在两人面前 奶 皇太后 别吵了 线团子还在呢 接着了 你咋不早拿过来 两只巴掌 齐齐地拍上 柳之秋的脑门 柳之秋很无语 她年纪小 她的错 我盆子旁边 以刘老爷子为首 率领几个小辈的 充当吃瓜一员 看着两个老太太 豆嘴豆得津津有味 时不时地抿口茶 偶尔还跟九老 来一个碰杯 惬意悠险 快晒午了 秀兰他们 大多吃过早饭 就会回来 估摸着 一会儿就到家了 等到那边两个老太太 转而夹击家里的浑小子 刘老爷子这才探头 看看天色 老婆子得备午饭了 不然男男 他们回来就吃不上啊 哎哟 你不说 我都没发现呢 这么晚了 刘老婆子手脚麻利地 把针线篮子往旁边一搁 齐身往造房走 风风火火的 老二跟杜鹃 估计啊 要跟奶奶那边 前后脚进门 木秋 来给奶奶帮忙 一个人哪 怕是忙不过来 哎 来了奶奶 刘木秋笑着起身跟上 他跟植秋 昨儿个也去走亲戚了 不过那边 离杏花村不算远 当天晚上 两人就回来了 虽说家里不是只有二老在 但是心里到底是放心不下 小夫妻俩 便没在那边住 老头子 还坐着呢 快点过来烧火 来了来了 让让什么 最后一口茶 你好歹让我喝完呢 刘老爷子嘟囔 放下茶缸子 开始每天的活夫日常 没了跟自己操操的人 皇太后视线落在院子里 看着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看不到一点积雪的院子 嘴角微微地爬上了些许笑意 在柳家大院的日子 真的很热闹 每天跟莽妇这么操操嘴 也比自己待在养心殿要好 往年过年是怎么过的 吃一顿皇家年夜饭 跟风沐寒风清白 冷连相对 吃完了 回到养心殿 一室铺满冷清 而他心头尽满疲惫 殿雨布置得再喜庆 哪怕是殿内挂满红灯笼 养心殿一样是不沾年味 那是个欢喜亲不进来的地方 后来跟风清白 风沐寒之间关系 有了微妙的转变 连带着养心殿的氛围 似乎也在不知不觉间 有了改变 平日里 他店内多了一个浑水摸鱼的小皇帝 喜欢整天在他面前喋喋不休 抱怨政务繁忙 数落群臣的缺点 偶尔风清白也会过来 话不多 有时候甚至只是在养心殿里静坐 喝上一杯茶就走 但是多了一个人 却似能挤走整个殿雨大半的季冷 再后来他俩都来了 把他心里的季冷全部填满了 这些架构出了他苍白生活中的希望 他有了活下去的强烈欲望 嬷嬷 去村口看看 有没有马车过来 是 老奴这就去 老嬷嬷应着 不多耽搁 俩都不在身边一天 皇太后就想的话 昨晚辗转反侧半夜才能睡着 今儿个又是一大早就爬了起来 想两个小主子呢 造坊那边不停地传来锅铲碰撞铁锅的声响 饭菜的香味也开始慢慢地在空气中弥漫 弥漫整个大院 远远的马蹄声响 由远而近 皇太后眼睛一亮 站起来就往院门外走 刚吩咐老嬷嬷去村口探探 人还没回来呢 倒是马蹄声先来了 是他们回来了吧 一准是南南他们回来了 看 我就说不用一直看大门口 这人要是回来了 远远就能听见马蹄声 造坊里传来老妇人的大嗓门 要你说 阿家早听到了 哼 哼了一声 脸上控制不住爬出笑意 声平头一回 皇太后在农家大院等门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集 他们家孩子歪不了 随着马蹄声渐进 马车慢慢出现在皇太后眼帘 车没停 车帘被撩起了一脚 紧接着就看到挤在车窗的两个小脑袋 两树看到她了兴奋的大喊 甚至把小手伸出了车窗 做出了要抱的姿势 皇太后脸上笑容一满 那一瞬间 她竟觉得这样的生活 美好地让人无法拒绝 八豆 红豆 哪 哪 无情的大手把俩都从车窗给摁了下去 都到家门了 由着他们趴车窗 待会儿车一停 他们就得摔下来 虽然没有这个可能 车停 几人下车 玩儿一落地就蹭蹭蹭地朝皇太后跑 嘴里不停地叫唤 刘老太太还在灶头间忙活 一听到俩豆的小奶音 给极度地手上动作更快了 毛豆 八豆 红豆 太奶奶在造房呢 太爷爷也在 刘老爷子扯起嗓子一声吼 外面立即传来硬核声 大爷 丹奶 大爷 丹奶 声音发出来之后 不知道哪个傻子传出了爆笑声 紧跟着就是挨揍的哀嚎 清静着一早上的大院 顿时热闹无比 鸡飞狗跳 刘儿跟杜鹃是后脚回来的 饭菜摆上桌的时候 姨家子正好齐活 饭后 刘家老两口跟皇太后 人手一个挖分了仨豆 烤着火 问起走亲戚的事情 杜鹃那边没啥大事 以前还会有些亲戚想着拉关系捞点好住 被他明知怼了好几回之后 近两年已经安分下来了 陈秀兰这边还没开始说呢 八豆就跳出来了 手舞足挡 打 打 哎哟哟哟 哎哟喂 八豆打人了 咋回事啊 刘老婆子压倒 遇上熊孩子了 刘玉生无奈 把八豆的辉煌战绩说了一回 是秀英外孙 这是孩子打小没教好啊 吃了这回教训 说不定啊 还能改一改 刘老婆子叹息 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不抱乐观 想要孩子改好 首先大人得有端正的态度 要还跟以前那样事事纵着 那这俩孩子一准毁了 环氏堂屋 视线在自家孩子脸上扫过 刘老婆子心头心味 同时更骄傲 老大老二不说了 家里三个孙本 都是打小懂事孝顺的 现在有了曾孙子 一样教得很好 毛豆又知下跟玉珍看着 四岁的年纪 在弟弟妹妹面前 就知道端起哥哥的责任 八豆红豆跟着皇太后 虽然极得宠爱 皇太后却不会一味地教官 早早地就教导他们分辨是非 他们家孩子歪不了 最后视线落在脸上 擒着浅浅笑意的陈秀兰身上 笑闻道 咋样 这心里的结可解开了 解开了 娘 陈秀兰笑容里 有如是重负的轻松 跟亲爹娘疏远 其实她心里并不好受 再是看淡 心也有个地方 总是压抑的 如今解开了 像是甩掉了一层桎 整个人连心胸都开阔许多 刘老婆子拍拍她的手背 解开了 以后有时间呢 就尝回去看看 你爹娘也老了 刘老爷子也说道 是该尝回去看看了 不是有那话咋说的来着 什么子羊 什么带 那就是这个理嘛 子欲养而亲不带 意思就是等你想要 奉养双亲的时候 双亲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 人不在了 后悔也来不及了 九老瞇着小眼睛 着重地解释一下 家里不是有马车呢吗 秀水村幼不远 一来一回满打满算 用不上三个时辰 吃两顿饭再回来 都绰绰有余 多大点事 刘二就莫名其妙了 难道回去亲家 还能不带见了 最多也就不带见我大哥 滚犊子 刘大牙根痒 刘二不滚 不过话说回来 大哥大嫂 你们去归去 先把地头上的活计忙完了 话还没说完 鞋子齐飞 刘二抱头疏窜 一脸的生无可恋 又是这样 每回都不让他把话说完 他都一把年纪了 都三个玩的输爷爷了 能不能在玩面前 给他留点面子 能不能 刘之秋在一旁 看着自个儿老爹这怂样 摇头惊叹 不愧是我老子 逃跑的姿势 都跟我一模一样 刘二捡起 落在脚边的鞋 往浑小子砸去 刘之秋淡定伸手 接得很是潇洒 没等他嘚瑟 一只手就抢了他手里的鞋 啪的一下 盖上他的面门 二叔 我帮你 知夏 书记你人情 刘之秋目着脸 任由鞋子从脸上掉下来 哥 你不是金官吗 金官都忙得很 你赶紧走吧 是得回去了 这两天就得走 刘之秋诞声说道 柳家人 举事一正 收到家人 齐刷刷的眼神 柳之秋心都颤抖了 哥 我 我刚才 我开玩笑的 他真是开玩笑的 谁知道他哥顺水推舟 这样都能给他 扣上一个大锅 一顿揍 估计他是免不了了 而且他很确定 他是开玩笑的 他哥绝对是故意的 坑地 他哥靠的是实力 咋回事 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 刘老爷子纳闷 往年玩回来过年 可没有走得这么急的 这才刚年初三哪 跟封清白对视一眼 刘之下解释 爷 南 爹 娘 二十二十 这次 确实是京中有事 封清白也得赶回去处理 所以 等不到元宵后了 既然有事 那就回吧 什么时候走啊 我好提前 给你们收拾收拾 明天 行 明儿早饭吃早点 一早上时间收拾东西 也足够了 你们吃过饭就启程 刘老婆子没有多问 也没有多留 之下跟阿修 都是恋家的孩子 要不是真有急事 绝对不会刚过完年就要走 刘之丘 左瞅瞅右瞅瞅 爷 奶 大伯 大伯娘 我哥跟南南明儿就要走了 你们一点都不难过 一眼六过去 长辈们都跟没事人似的 也太淡定了点 难道是分别次数太多 爷奶跟大伯 大伯娘 开始麻木了 难过什么 用不了多久啊 奶奶跟阿修 就会回杏花村了 回来之前 不得紧着把那边的事情处理好 这处理得越快 回来也就越快啊 老太太哼了一声 别真当她是个盲妇 她也懂孩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七十七集 黄榜应战 这次一行反京 薛青莲没再跟着一道 她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 如今剩下孤家寡人的 与其去京城那样的纷扰之地 她更愿意待在兴华村 有兴致的时候 看看朝阳西侠 没兴致的时候 窝在房里蒙头睡大觉 到了吃饭的时候 老太太扯着嗓门一声吼 还能帮着她赶走瞌睡虫 这种米虫一样的日子 是她毕生的追求 既然能在这儿当米虫 她还东奔西跑地做什么 薛青莲觉得很满足 满足到身边有只赶不走的小麻雀 也可以忽略不计 年初四早饭过后 柳家大院的马车走了 载着柳玉生风清白 载着柳枝下傅玉针 还有皇太后跟撒豆 柳家大院年级的热闹 因为家里走了一拨人 顿时削减不少 却没有损了剩下人的心情 眼下的离别是短暂的 很快他们就能重新团聚 未来可期 月河上洞 走不了水路 我们只能走路路 到达京城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 母后 这一路可能要让你跟豆儿们受苦了 哼 哀家吃过的盐 比你吃过的米都多 哀家还能吃不了苦 皇太后轻哼了一声 蓝花指一翘 上路吧 刘玉生忍笑 已经在路上了 嗯 那就好好上路 刘之下以拳底唇 清河 看向风清白 言归正传 那边 还没有最新消息过来吗 风清白摇头道 还没有 不过也快了 等我们到达京城 应该就能收到消息 西凉跟着南陵隔着一条运河 运河到了十二月 就会上洞 我担心西凉会趁着这段时间发动攻势 整个冰冻期至少要持续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这边没法渡河支援 刘之下促眉 像这种担心也不无可能 西凉占据地利 要是真的有心出兵 恐怕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边境县有我南陵二十万大军 还有秦大将军这员老将 就算真打起来 支撑数月不是问题 回京之后我会第一时间点兵 备其粮草 等着三月渡河 要做这些准备 也不是一朝一夕 他们回到京城就已经是二月了 一个月的时间准备刚刚好 希望一切顺利 会的 简短的谈话之后 大人们安静下来 车厢里只剩下几个小玩儿 稚嫩的一压声 而素来把一枪精力 全部放在八豆红豆身上的皇太后 回京路上出现了无数次恍惚 几个年轻人皆看在眼里 因为忧心边境 这次回京几乎是日夜兼程 途中少有停下来投诉 皇太后硬是一声也没吭 咬牙坚持了下来 而且还帮着柳玉生 赋予征一道将撒豆 照顾得很好 由柳玉生仔 同样的长途下来 能保证一行人的疲惫 降到最低 二月初 马车驶入皇城 柳玉生跟风清白前脚踏进王府大门 后脚 宫里就传来皇上执意 宣风清白立刻进宫 风沫寒是心急如焚 要不是自己不能离宫 他甚至想亲自冲到南陵王府 候着皇叔 这几天 御书房的地面 都快被他踏出一道坑来了 皇上 王爷来了 来了 御书房门口 远远地看到那道紫色身影 小板子就激动地叫起来 怪不得他如此激动 从旨意传到南陵王府开始 短短时间 皇上已经问了他 百八十遍王爷来了没有 魔音穿脑 他还只能忍着 他比皇上更期盼王爷赶紧来 皇叔 快快快 刻不容缓 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呀 风清白还没走到御书房门口 里面就有明皇身影 快步地往他这边冲 到得他身边 胆大包天地拽着他走 何事这么急 大事 出大事了 西北边境啊 打起来了 我刚刚收到那边传来的消息 这还是一个月前从西北发来的呢 风末寒眉头皱得极解 他接到的信报是一个月前的消息 也就是说那边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他们无从知晓 西北边境跟南陵皇城 中间有一个月的时间差 风清白 一皱了眉头 宫中旨意下得太急 他刚进王府大门就被叫住了 因此没能回到府中 去询问府中暗卫 可有收到最新消息 这么看来 最新消息应该就是那边已经开战 西梁果然趁着这个时机发动了进攻 打的就是在南陵被堵在运河之外 无法及时支援南陵军队的时候 把南陵军队一举拿下 现在运河上洞 南陵这边根本就没有渡河支援 只有两个办法可行 要么等三月运河化洞 要么凿兵渡河 但是两种办法需要的时间 其实差不多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就是他们现在帮不上忙 完全没法及时应援 梅里会在耳边叽叽喳喳的少年 风清白拿起边境传回来的情报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西梁守边将军毛太和 挑起战事的时候 正好是大年初一 距离现在 已经过去一个月有余 黄叔 秦将军能支撑多久啊 暂时不及 这是秦将军发来的情报 但是措辞之间不见紧张 只阐明战火一气 证明短时间内 他是有把握的 风清白在圈椅上坐了下来 面上没有急迫 但是看风沫寒的眼神 却带着急许严厉 不过是打仗 秦将军身在战场上 能从容淡定 你坐在皇城反而鲜乱了分寸 风沫寒 你是皇帝 风沫寒背上凉了下来 黄叔教训的是 身为皇帝要有能让大臣放心托付的能力 兵将在前线冲锋 君王是他们最大的后盾 所以他这个君王任何时候都不能乱 不能显得手足无措 不能炸炸乎乎 这恰恰是他展现自己能力的时候 是他能最大程度获取朝臣信任跟支持的时候 立即下旨 点兵点将 准备粮草船只 于运河码头整装待发 运河一化洞 立即出发边境 耳边是男人镇定淡然的声线 安抚了风沫寒心头的躁动 让他的情绪跟着变得平和 变得从容 纷乱的脑子也渐渐清晰 当即一道圣旨飞出皇宫 飞进朝中武将手里 同时皇城城门贴上了应战的皇榜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七十八级 死亡无限拉长 南陵跟西梁打仗了 黄榜一出整个皇城百姓轰动 南陵边境平静多少年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没打过仗了 现在冷不丁听说开战了 而且黄榜都出了 百姓们轰动过后 人心惶惶 大街小巷茶楼九四 到处是聚集在一处议论的人 这个消息可以说把整个皇城 震得荡了一荡 城中议论喧嚣尘上的时候 朝堂上百官也没闲着 绞尽脑汁地想对策 只是办法有无数 没有一个有实际参考价值 全被刚回朝的南陵王给毙了 时间在一点一点的流逝 冰冻的皇城开始慢慢回暖 打仗的消息传遍整个南陵的时候 运河化动了 数十万大军立即横渡运河 开往西北边境的航船 将整个运河河面挤得满满当当 从远处看跟蚂蚁过江似的密密麻麻 风清白跟风沫寒亲自到码头 为率军将领送行 码头周围拉下了警戒线 百姓们被远远地隔离在警戒线外 黄叔 咱们能赢吗 看着远去的航船 风沫寒问道 三月河风吹上岸 将两人衣袍吹得烈烈作响 男子清月声陷从风中传来 坚定从容 始终淡然 当然能 这一战能不能赢 风清白从未持过怀疑 南陵一定会赢 战场上 有秦孝这个沙场老将领军 西梁的地力 对秦孝来说不会造成太大的威胁 而且他始终有个感觉 西梁新帝八年 绝对不是无脑之位 他初登地位 就算是野心再大 也不会在根基未稳的时候 莽撞地挑起战祸 这种举动对他来说 百害而无一利 这场仗来得蹊跷 战争持续不了多久 百官都跟随皇上 以及南陵王去码头送行了 养心殿里很是安静 皇太后坐在软榻上 慢慢地翻砍经书 似浑然 没受到战事的影响 老嬷嬷却不敢轻易上前打扰她 皇太后翻阅经书的速度 比以往慢了很多很多 只是她自己没有察觉罢了 从杏花村回来之后 俩豆就留在了南陵王府 没有再跟进皇宫来 血浓于水 血脉的牵引 是旁人花再多的心理 也比不上的 这一路 风清白跟刘玉生俩人 都时时地陪伴在俩豆身边 早就化去了娃儿们 对他们的陌生感 留在王府的时候 没有哭闹 奇怪的是 皇太后 也没有再要求把豆 带进宫 这才是异常 现在什么时辰了 视线依旧落在经书上 皇太后诞生问道 回皇太后 已经五十 老嬷嬷顿了一下 多嘴了一句 集合大军应该已经出发了 此后再无话 在寂静中 天色一点一点暗下来 夜幕降临 夜色笼罩 西北边境 卯出山奥 秦孝刚刚带人 避过了一场伏击 藏在这里略作修整 年初一战鼓雷 到现在 这场仗 已经打了足足一个月 毛太和现在 只怕哭的心都有了 因为仗着对地形熟悉 就能打得我们亏不成军 这也太小抗我们南陵部队了 这个月 咱们见面了他们多少人了 这一波一波的 有上万了吧 肯定有了 副将坐在地上大笑 秦将军的战术 是那种连战场都没上过的 什么将军能抗衡的 我顾目着那货 也就只懂得纸上谈兵 摆了这么多次 足够他技术教训了 重兵将脸上带着疲惫 却不见丝毫的狼狈 眼睛是亮的 连月来 他们跟对方进行了游击战 把对方涌出来的进攻战线 切断成几截 然后 兜着圈子的围追堵截 每次都能击杀对方 一大波的人马 毛太和 可以说是屡败屡战 屡战屡败 南陵士兵当中对此 甚至有人私下开了玩笑 堵毛太和 哭了多少回 休整一刻 继续往北路若萱 从那边的奥口埋伏 引敌扶杀 明白 就跟刚才他们想要扶杀我们一样 咱们来个以笔之道 还尸笔身 让他们也尝尝滋味 同一时间 毛太和带着剩余部下灰头土脸的坐在营帐中 听着部下传来的一个个噩耗 气得脸色铁青 一个月有余 三十多天的时间 两军交战 对方几乎没有损失什么人马 反而是他这边主动宣战方 接二连三的 被对方移点打面的方式 到现在 已经牺牲了一万两千名士兵 这样的战绩 即便最后他赢了 面上也没有光彩 来人 把善赖圣女找来 圣女营帐离将军营帐不远 很快就有人领命下去叫人 军营网里 一间宽敞的帐篷里 青丽女子眼睛赤红 面孔扭曲猙獰地盯着手臂 那节裸露出来的手臂上 布满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浓窗 黄红色的液体在窗口边缘一出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而这种浓窗还在不断地往上蔓延 血精帘 善赖一字一顿 用力过度 以致手臂 毕露青筋 这种毒窗已经在他身上肆虐一个多月了 于小手臂开始从一个到两个到一片 不断地扩散 她是谷女 不如死 毒窗没扩散一分 她的恐慌 就多一分 就像有人故意将死亡的过程在你面前无限拉长 让你极致感受到自己步入死亡的每时每刻 你可以想尽办法挣扎 却改变不了死亡的宿命 善赖正女 将军有请 棚子外有人声传来 善告将军 我马上就来 猙獰面色 说话的语气 却一如往常一般自然 在手臂上抹了遮盖气味的药粉 拉下袖子 善来走出帐篷时 已经恢复平静 面上看不出任何端倪来 经过旁边一座小棚子 听到里面传来的婴孩哭声 脚步停都未停 小矮棚里 看着女子头也不回离开的背影 丫鬟无声叹了口气 眼带怜悯地 看着怀中的小娃 小竹子已经一岁了 面容已经长开 粉粉嫩嫩 跟画里出来似的 只从五官就能看出精致来 日后必然是长得极好的 稍微大些以后 除非是恶极了 基本不再苦恼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阳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集 你爹爹是个女儿奴 这么个可人疼的玩儿 为何圣女偏偏不爱呢 怎么说也是她的亲骨肉啊 对上玩儿哭得湿润的漆黑眼睛 丫鬟拍了拍她的背 小主子是不是饿了 奴婢这就去给你弄吃的 你且忍一忍啊 军营跟云宫不同 这里的食物是定量定餐发放大 照顾的都是要上战场打仗的大男人 食物以耐饿为主 全是硬量 根本不会特意照顾一下小娃 弄点什么适合小娃吃的东西 为了让小娃尽快下口 她只能把干硬的磨磨泡水 泡软了之后 再喂到小娃嘴里 一天几顿皆是如此 喂完了就没了 再饿只能忍着 小娃偏生又是饿得快的 各瓦时辰就得喂一次 发放到她手里的口粮根本不够 丫鬟还得从自己嘴里 省下来一些 才能勉强应付过去 圣女根本就不管 想到这里 丫鬟叹了一口气 看向防似听懂了她的话 直了眼泪安静下来的小娃 笑笑走出了小棚子 想磨磨软得快一些 又不伤小娃的胃 需得烧些开水 好在火房这边 没有吝啬一点柴火 毛将军 你找我 走到大将军营帐前 善赖直接掀开帘子走了进去 营帐里有不少人 除了毛太和 还有她好几个部下 每个人的脸色都是极不好看 善赖知道当中的原因 淡然走过去坐下 善赖圣女 当初本将军认为 你给的意见忠肯 是以最后决定调兵出城 毛太和看着善赖 眼神阴沉沉沉的 圣女没忘你我之间的约定吧 将军说笑了 既是约定 定下了 善赖就不会忘 只是善赖一见女流 从头到尾 也没有参与到战术上来 对于大军现在的形势 所知不甚详细 唯有等将军需要的时候传唤 定定地看着善赖好一会儿 确定她脸上没有心虚之类的情绪 毛太和脸色才缓了下来 患上笑容 倒是本将的疏忽了 应该及时把我们这边的战报 也跟圣女说一声才是 现在我们这边的形势可不太好啊 秦孝那个老东西太狡猾了 始终躲躲藏藏 不与我们正面交锋 拖着我们疲于奔命 然后突然派出来偷袭 奸诈狡猾 无耻得很 还请将军说说 需要善赖如何做 确实需要善赖圣女帮忙了 既然对方如此无耻 我们若是一直拿正大光明的战术应战 岂不是吃亏 圣女觉得你有什么法子 能击溃他们的布局 善赖笑笑 毛太和面上说的冠冕堂皇 问她有什么办法击溃布局 她是个古女 她的办法除了放出 孤独祸害对方的兵力 还能有什么办法 不过 毛太和要的也仅此而已 将军放心 这几日你且按兵不动 三日后就能看到你想要的 哦 三日 你确定时间足够 毛太和亚裔 旁侧 好几个将领也惊讶地看着善赖 要知道秦孝首里兵力是二十万 即便是这几个月来也有损失 但是那点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善赖哪怕是擅长尸骨 又怎么能在短短三日的时间里击溃二十万大军的防线 善赖轻小道 大将军所读兵书不在少数 难道不知道有一句话 叫做擎贼先擎王 毛太和愣了一下 仰头大笑 好好 本家等着圣女捷报 将军且拭目以待 南陵王府 刘玉生带着八豆红豆用过早饭之后 在花厅地板上铺了一张毯子 跟两小只坐在上面玩积木的游戏 这些积木是他这两日叫人做出来的 母子仨没事的时候堆一下积木 逗玩说说话 倒也自得其乐 窗外正下着雨 稀稀利利的 这是京城开春之后第一场雨 下得很是绵长 从天光亮 一直到现在都没停 屋檐上滴落的水珠 快得能串成线 风清白一大早就上朝去了 离支援大军渡河已经过去两天 这两天朝堂上事情肯定不少 每次他下朝回来 脸上都带着少有的疲态 如今已经三月 而边境那边传来打仗的消息 是正月大年 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 整个南陵对战事情况极度关注 朝中自然也是一样 不知道秦将军那边究竟如何 自从之前那封战报之后 再也没有过任何信件 而风清白这边吩咐未成 注意战况 信件往来一来一回的 也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 这种时间差极为延无战绩 让柳玉生 头一次想念起后现代的电话呢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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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豆突然开口 拉回了柳玉生发散的思绪 伸出食指轻点在红豆的小鼻尖上 柳玉生笑道 爹爹这个时候还没下朝呢 需要午饭的时候才能回来 红豆想爹爹了 小甜甜 红豆用力点头 八豆撅嘴说道 不想 不想 刘渝生再次玩耳失笑 自打在杏花村被风清白教训过一回 沾了满身牛粪墨子之后 八豆在语言方面的进步 可谓是突飞猛进 现在已经能清晰地说出小短句来 不会再让人轻易地产生误解 他估摸着 那一回八豆肯定是在风清白手上吃了亏 我用得着你想 花厅外 男子轻悦声陷穿透鱼目而来 红豆小脸一亮 从毯子上爬起 蹭蹭蹭地往外跑 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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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豆 蝶蝶回来了 男子身影出现在花厅门口 外山湿了一大片 为避免沾湿女儿身上的小袄子 伸出两只手把她抱起 手臂却是平斩 跟娃之间多出了一臂的距离 红豆皱着小眉头 不解爹爹为什么这样抱着自己 滑了着小手往她怀里凑 蹬着小腿使劲吃奶的力气 够不着 眼看都快要扁起小嘴哭了 风清白脸色一变 立即把娃儿塞给刘玉生 舍舍 我去换紧衣裳 走到门口还不忘回头交代一声 红豆 爹爹一会儿回来抱你 刚回来的人转身又投进雨幕 刘玉生愣愣地看着男子背影 消失在门口 随后嘴角抽啊抽 他都还没来得及跟他说上一句话 那般着急慌张的样子 都要不像风清白了 低头又点点要哭不哭的 红豆的小鼻尖 红豆 你爹爹是个女儿奴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 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秀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八十集 露了口风 男领得翻天 男人换衣服再来不过是片刻功夫 刘一生怀疑他是飞来的 今天回来得早些 朝他那边大臣没烦你 给男子倒了一杯热茶 刘一生问道 能说的昨天都已经说过讨论过了 目前能做的只有等 同样的话题 敢不停地拿到他面前来议论 需要勇气 刘一生叹气 大军渡河到达边境 该是五月了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秦将军撑到那个时候没问题 风庆百笑笑 年前刚收到消息的时候 我已经给冬月皇帝了求援信 他那边离西北较近 中间也用不着横渡运河 如果他帮忙 会比我朝大军更快到达 怎么没听你说 刘一生一下瞪圆了眼睛 这男人做事敲摸摸的 他不说 旁人根本猜不到 打算的也惊细了 小七还欠着他们人情 风庆百亲自递信求援 小七不可能置之不理 极大的可能会出手帮助 秦将军那边的迎面 以下大增 抱着怀里不断挣扎 要下地的红豆 走到毯子上坐下 风庆百这才回毛朝女子倾笑 我若不可靠 怎么做你男人 刘玉生脸微红 这件事跟他做他男人 能扯上什么关系 后脸皮给自己拉好感 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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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毯子上八豆红豆一起换他 乃声乃气的 眼睛眨巴眨巴 玩儿一笑 拍拍微热的脸颊 刘玉生走过去 好 爹爹娘亲跟你们一块玩 一将四口盘膝 坐在不大的毯子上 将散乱的积木 一点一点地构架成形 八豆 你又抢爹爹的积木了 风庆百 你能不能不那么幼稚 跟个小娃儿交劲 你脸呢 别哭别哭 娘亲帮你重新搭起来 一将四口兢兢业业 认真无比的只有两个 余下的父子俩 比的不是创造力 是破坏力 窗外春雨稀里里 融合窗内 时而传出来的笑声道声 连雨丝都变得越来越绵软 上午之后哄着娘仨睡着了 风庆百转耳去了书房 魏子已经等很久了 之前孩子们玩得高兴 他没有立即离开 柱子 魏晨那边来消息了 看到男子出现 魏子立即递上刚收到的线报 将纸条展开 看完之后 风庆百眉头猝起 闪赖 谁也没有想到 他会出现在西凉军营 加之军营戒备森严 魏晨没法前进去 探听更多消息 食指在桌面轻敲 书房内响起不紧不慢的扣机声 知道主子在沉思 魏子没有再出声打扰 风庆百的思绪 转到了西北边境 善赖出现在军营 那么毛太和突然违反常理调兵出城 便有了合理的解释 当中必然是跟善赖有关 西凉出兵 或许连八念都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看来他之前的猜测没错 八念这个心底也被人坑了一把 唯一还有一点让风清白想不通的就是 既然当初善赖能在南陵皇室搅出风雨 那么这个人对西凉必然是忠心的 一个对西凉忠心的人 最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显西凉于不义的境地呢 用最快的速度传心魏城 叫他密切注意善赖的动作 绝对不能放松 魏子顿了一下才说道 是 哪怕用最快的速度传心魏城 至少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有善赖在当中变数不可估计 或许等魏城接到这边信息的时候 那边已经 但是无论如何 聊胜于无 说不定真有转机呢 魏子下去了 风清白看向窗外 被雨水刷过的天色 毛中凝聚着散不去的雾碍 养心殿那边 风沫寒又跑去皇太后面前喋喋不休了 我今儿才听皇叔说 原来他一早就跟东越那边通过气了 在我们南陵援军到达兵局之前 东越会先一步派兵援助 粮草方面他也不是问题 只要撑过这两个月 西凉就只有任输求和的份了 以秦将军的战场经验 对付一个连战场都没有上过的人 那还不是手道心来呀 毛太和掀不起什么风浪的 皇叔之前猜测这个事情 很可能不是西凉皇帝下的命令 如果皇叔猜测的没错 那西凉皇帝的陈情书 应该很快就会传到南陵 对边境发生的事情做出解释 除非他想成为众矢之地 巴拉巴拉把事情交代了一通 风沐寒这才说出忠心思想 黄奶奶你不用担心 南陵肯定会赢 秦将军也肯定会得胜归来 说完了 皇太后半躺在贵妃榻上 眼皮子青苔问道 说完了 说完了回你御书房 处理政务去 哪个皇帝当的 有你这么闲的 黄祖母 你要不要跟我聊一聊你的心情 心情不好你别憋着 再不及我也能安慰安慰你不是吗 秦义 一息后皇上不走 把他扔出去 风沐寒灰溜溜地离了养心殿 好歹他也是个皇帝 真要是被扔出去 以后在妃子跟群臣面前还怎么抬起头来啊 皇祖母一点也不疼他 他也是皇孙 跟八豆红豆一样 怎么这待遇就差这么多 算了 他是皇帝 皇帝心胸能荣百川 他跟八豆红豆比什么 皇祖母疼八豆红豆 就等于是疼他了 养心殿里 老嬷嬷把皇太后扶着坐起来 想到皇上离开时 你耳头巴脑的样子 不觉玩耳 皇上过来说那么一堆的 是在担心皇太后呢 他是过来偷懒的 皇太后轻哼 哼 哀家需要他担心什么 哀家何时心情不好了 皇太后不承认 老嬷嬷也不敢说什么 只是这养心殿里但凡有眼睛的 谁看不出皇太后这段时间不对劲啊 要不然以皇太后对这两个小世子的疼爱劲 早就让王妃把娃带进宫里来了 之所以没叫 是皇太后自己都知道自己心不在焉 担心心神恍惚之下 没办法看骨好玩 老嬷嬷自然知道皇太后是为了哪般 只是那种猜测就更加不可能宣逐于口了 露了丁点口风 男陵都得翻天 藏在角落里 平日里跟个隐形人一样的秦义 也将这些天皇太后的反常看在眼里 可惜义父不在这里 看不到 要不然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八十一集 秦孝这个老皮肤 三天时间一晃而过 大将军秦孝带着一队骑袭兵 三天时间又伤敌数千 南陵这边士气高涨 大将军 这几日都没见着毛太和那个匹夫出现 你说他会不会被吓得不敢出帐篷了 大有可能啊 以为自己有多能耐 居然敢选在大年初一跟我们宣战 不让他吃足教训 他以为当将军只需要纸上谈兵呢 趁着咱们士气高涨 要不一鼓作气 率大军直接杀过去 听手下副将聊得兴高采烈 秦孝脸上没显出什么高兴的表情 反而眉头微醋 不要小看毛太和 就算他没上过战场 但是能成为首边大将 此人领兵的能力绝对不弱 只是初登战场各方面还质淡了些 给他点时间 他未必会一直处在下风 大将军 这你就过歉了 饶使他再有能耐 论经验 他也是远不能跟大将军比的 不是他们盲目崇拜 大将军的能力 几十年来跟在他身边的老将 有目共睹 否则也成不了南陵军神 秦孝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身为领军大将 毛太和居然三日不曾出现 急不争吵 只是他一时之间还猜不透 对方在打什么主意 略作沉吟 朝身后的士兵吩咐道 先回营地休整 让少兵注意那边动静 加强营地防卫 随后秦孝转身 一股心悸感 却抖地从心底爬出来 让他脚步机不可查地一顿 面上不动声色地说道 左将领路回营 奔将殿后 众人不已有他 因为以前也有过大将军 负责殿后的战术 所以应声之后 众人便拐道往己方营地走 这个时候夜幕一降 没人察觉身后的大将军 不太对劲 有人回头看他还站在原地的身影 也只以为大将军是准备在后方步一阵 掩饰他们离开的路线 让追兵疲于奔命 秦孝不是不想走 是没办法迈开脚步 那种心悸感来得突然而迅猛 且迅速往四肢百骸蔓延 极为清晰的感觉 他不明白那是什么 但是第一预感 变决不好 有敌兵 追 别跑 有种留下了一站 前头已经传来催促跟上的口哨声 秦孝沉了一下心神 勉力提步跟上 看到我南陵军就吓得屁滚尿流 冲上去 把这拨人头全留下 没走多远 就听到前面传来南陵兵将的冲煞声 秦孝浓眉一皱 加快脚步追上去 周围到处隐隐绰绰 借着夜幕遮掩 很难看清哪个地方有人 只能凭借脚步声分辨方位 看着前头兵将们追出去的方向 再看看那方起伏的山丘地形 秦孝脚步顿住 陡然大喝 都回来 然来不及了 追得太快 前面一群已经进入了敌人的包围圈 无数人影从山丘后面冲出来 见势如鱼 南陵兵将终于知道掉进了对方的陷阱 这几日来连连得胜 每次遇上对方的人手 就能把对方打得丢盔弃甲 溃不成军 一时之间被胜利麻痹了大脑 这才会轻视对方 好在他们现在现身的地形 有不少的怪石 借着怪石遮掩 只要不冒出头 还能保住一命 燃猪将夺好之后 接下来的一幕 看得他们目资欲裂 潮水般的敌军 全部朝陷阱外的人围了上去 大将军 不用管我们 快走 走 快走啊大将军 这个陷阱 这个陷阱 原来是为了困住他们 让他们没法对大将军做出支援 西凉真正的目的是将军 秦孝爷发现了这一点 虎目一沉 扬起重剑 斜切敌军 从地势上取力 并未恋战 要是他停在这里不走 大家都得死 他把敌军引开 剩下的人还有存活的可能 耳边风声呼啸 身后杀声震天 逃跑途中 两边还有敌军 源源不断地冒出来 逃亦无路可选 秦孝知道这定然是对方有意为之 要将他逼近死胡同 然后轻而易举地将他擒杀 这场缠斗持续到夜半 打斗中那种心悸的感觉 不断地给他带来干扰 同时他能感觉到 他全身的力气在飞快地流失 到得他筋疲力尽强弩之末 他已经身处悬崖 悬崖下是滚滚的运河水 前头火把明亮 敌军围堵成厚厚的人墙 最前方甚至拉开了盾牌 盾牌后头是叙事待发的弓箭 这般阵仗 真是看得起本将军 秦孝诞生说道 敌军士兵分开一条缝隙 一道人影从后头缓缓走出来 银色铠甲 将军战亏 秦将军乃是南陵 威名赫赫的战神 沙场老将 阵仗不大 岂非看不起秦将军 毛太和笑着 志得意满 扬眉吐气 下巴朝秦孝身后扬了一下 已经追到这份上 秦将军 该束手救秦了 想抓本将军 就凭你一个钢断奶的小儿 秦孝的话让毛太和变了脸色 好歹他也是一员大将 被侮辱成钢断奶 不等于是笑话他这个将军屠有虚名吗 秦孝 已经没路可退 你不知道吧 这三日交手 你真以为我西凉士兵头那么弱 每每皆被你们打得溃不成军 我们那是故意的 故意又使你不断出手 在打斗的时候 成功在你身上种下蛊虫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四肢无力 再稍等片刻 你连战的力气都没有了 看在你好歹是异国战神 本将给你点面子 只要你肯主动投降 本将还能让你保下一条命来 是吗 秦孝没看他 牛头往南陵京城的方向遥望 怪不得感觉如此不对劲 不过 谁说本将军没路可退 纵身跳入了滚滚运河 坏得让人猝不及防 想拦都拦不了 毛太和愣了一瞬 立即气急败坏地怒吼道 放箭 放箭 射死他 他本以为到了这种境地 秦孝怎么都会跟他好好扯皮一番 图毛生路 没想到对方连话都没多说几句 直接就跳河了 只差一点点 只要到了夜半子时 秦孝就彻底成为真板肉 他怎么能跳河呢 秦孝这个老皮肤 又把他的计划全部打乱了 原本只要再拖延一点点的时间 他就能生擒秦孝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橙子橙橙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八十二集 原来他终究是怕死的 几方大将军落在敌军手里 对南陵士气将会是无比沉重的打击 结实在战 没了士气的士兵便会是一盘散沙 他西凉取胜 只日可待 那全都是他的战功 可是现在 秦孝跳河了 南陵士兵若是知道 自己最敬重的大将军被逼跳河 会是什么反应 势必怒艳冲天 嗜血报仇 毛太和 我敢想 这个时候 甚至比起秦孝还在的时候 更让他心慌 他看不到盯点取胜的希望 所有希望 比秦孝那一跳 全跳没了 众物落水的声音 在悬崖上空回荡 整个悬崖上 全是毛太和抓狂的怒骂 紧跟着 有人从后方传来急报 将军 将军 不好了 宫里来人了 皇上下了圣旨 敏将军带着人马 现在就在军营里 等着您回去接旨呢 毛太和身形一晃 脸色疏燃煞白 敏孝和 跟他一样 是朝中新进大将 因为两人名字都有一个盒子 又担着一样的职位 两人之间的暗斗 就没停过 现在对方亲自带圣旨过来 还能有好吗 那私事来看他笑话来了 悬崖上人匆匆忙忙地走了 运河湍急的河水中 一道身影浮浮沉沉 随波逐流 隐约还能看到身上 似乎插着两根利剑 今孝渐渐失去了 睁开眼睛的力气 任由河水灌入口鼻 三月的河水真冷啊 阿满 临近此夜 两大军营没有如往常一般平静 全是乱哄哄地喧嚣震天 只是两边的乱 又完全不同 南陵这边 大将军御服迟迟未归 之前重服的兵将 好容易突出重围 立即往营里搬了援兵 前往营救大将军 最后沿着痕迹追上悬崖 悬崖上已经空无一人 悬崖下只有河水湍急 浪声滔滔的大运河 悬崖上不见打斗的痕迹 却散落着不少被丢弃的箭矢 还有凌乱的离去的脚印 大将军 怒吼声在南陵军营上空回荡 一声一声 似要震碎夜色的浓 杀去西凉军营 为他将军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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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仇 报仇 士气浓烈如飓风 席卷所过之处 片甲不留 而西凉军营 毛太和匆匆回到营里 还没走进将军营帐 就被两边冲出来的人压了下去 其立即摘掉了他头上的盔甲 卸掉了他身上的容装 毛太和怒吼道 敏孝和 在这里 本将还是大将军 你想作反 作反 将军营帐里 另一员大将走出来 脸色沉冰 身为首边大将 掌十万兵权 你私自调兵出城 私自发动战事 给我西凉树敌 带来无穷祸患 要说造反 你才是造反的那个吧 书吧 一扬手里的圣旨 宣读皇上的旨意 皇上有指 毛太和犯上作乱 身为首边大将 掌十万兵权 却为所欲为 不将朝纲放在眼里 尽即刻削除官职 就地处决 以敬孝游 被压在地上的毛太和 顷刻兴红了眼睛 敏孝和 你敢 我要见皇上 那将对西凉对皇上 忠心个耿 这当中定有误会 我要面见皇上 亲自陈情 晚了 你毛家和府 三百多条人命 因为你以此急功尽力 已被抄家灭族 头顶冷冷的声音 冻结了毛太和浑身的血液 我们乃是同了 你本是西凉武将新鬼 怎的竟然会听了妖女蛊惑 出兵压境南陵 来人 啥 手起刀落 人头落地 毛太和所有春秋大梦 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最后连带地送掉了自己的命 而他到死都没明白 妖女 山赖明明是皇上 倚众的圣女 怎么就成了妖女 把毛太和的人头送去南陵军营 跟南陵休战 带人追击善赖 务必将其抓回来 善赖逃了 逃得仓促 身后依旧跟着那个丫鬟 抱着那个连路都还不会走的奶娃娃 逃亡路上 无数次善赖想过丢下身后的一大一小 但是他身边不能没人伺候 日后是个什么光景还不知道 有个人陪着 总能多点底气 西凉他回不去了 从怂恿毛太和出兵那刻起 他就知道他回不去了 可是他一点也不后悔 甚至连路上数次大笑 以前他有多喜欢那个人 现在他就有多恨 他活不久了 在死之前能把他一并拖下水 他觉得极快活 这样即便是他真的死了 他也忘不了他 这一辈子他都会想起 曾经有那么一个人 让他恨入骨髓 远远的火光冲天 两边军营的人交接上了 善赖很想去看看西凉军营 被反扑的下场 看看西凉大将仓皇逃窜的狼狈模样 可惜他得逃命 想休战不可能的 秦孝死了 南陵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善赖大笑笑声尖利刺耳 跟在他身后的丫鬟 小心翼翼地缩了身子 将被吓醒的小丸抱紧 一手悄悄地捂住他的耳朵 圣女做了什么 他其实并不知道 只是入夜前 他看见圣女急匆匆地回到帐篷 随后带了一个小包裹 偷偷地溜出军营 他当即便追了上来 差一点 他就要被圣女丢在军营中 连同他怀里的小丸 好在圣女看到他跟上 并没有开口赶走他 圣女 我们现在 要去哪里呀 等女子笑声停了 他捏如着 问了一声 流放之城 女子面无表情 除了流放之地 他已经无处容身 南陵在通缉他 西凉皇在捕捉他 冬月跟北苍 又是南陵的邦交 他同样是去不得 只剩下一个三不管地带 能容他落脚 曾经急受皇帝倚重的 古一族圣女 沦落到四处逃亡 想想 当真可笑 这边流放之地并不算远 即便是步行 半日的时间 也能到达了 两个女子 带着安静的小丸 急赶了近半宿 前方 已经能看到流放之地 高矮不一的 破败城墙 再走几步就能入城 压下心头洗衣 善赖举步走过去 在他到达城门前的瞬间 诸为疏然亮起 无数火把 明亮如昼 敏啸和骑着骏马 在火把中间 城门前 静静地看着他 善赖圣女 走得太慢了 善赖煞白了脸 在火光亮起的时候 身子轻轻发颤 原来人早就在这里等着了 那么他的下场 也可遇见 死到临头的时候 他发现 原来他终究 是怕死的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 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 有声剧 农女 浮飞 别太甜 改编自 红秀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橙子橙橙 由未来 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八十三集 沙光稀凉狗 少敏将军 久等了 哪怕怕的发抖 善赖也不允许 自己流露出 惊恐慌乱 有失他的身份 无视对方身上 传来的肃杀冰冷 善赖举步 慢慢地走到骏马前 抬头诞声问道 皇上可有什么话 要对我说的 皇上交代 让善赖圣女 从此以后 居住在流放之地 这下等之地 跟善赖圣女 很相配 说吧 敏孝和杨首 两个佩剑士兵 便走上前来 抽出佩刀 另外 皇上特地叮嘱 善赖圣女善谷 也善逃 未免 每每总要劳师动众 圣女的腿 就留下吧 不 善赖心头一骇 失声大喊 随即双腿传来剧痛 整个人失去了支撑里 狼狈倒地 看着就在自己面前的双足 脚上 甚至还穿着白色绣花鞋 善赖眼睛赤红 发疯地怒吼 把他们扔进城里 叮嘱里面的人看着 他若敢逃 逃一次 在他腿上 再砍下一截 冰冷无情的话语 趴在地上 扇来吃力地 抬起头来 看麻痹上的人 居高临下 火光中 那双明暗变换的眼睛 全是对他的讥讽 跟鄙夷 透过那张脸 他仿佛看到了那个人 身披龙袍 站在龙椅前 毫不避讳地对他嘲笑 看他 如同看一只 被赶进穷象的狗 食指紧紧地扣进椅里 善赖大笑 笑得凄理荒凉 丫鬟缩在一旁 从头到尾低着头 浑身瑟瑟发抖 不敢动 不敢出声 更不敢去看地上 沾满鲜血的那双脚 幸而他太过不起眼 追过来的人 根本就没把他 这个小角色放在眼里 只是将他跟圣语 一并丢进了城 许是城门口 闹出的动静太大 即便是夜半三更 城门内 依旧是点着烛火 有不少人聚集在 城门的不远处 蹲在城中 破落房屋店铺的狼眼前 敲头接耳 看着这一幕 既不收敛声量 也不收敛怪笑声 对于城外还没撤的兵将 不以为意的模样 而那一道道 落在他们身上的视线 让人头皮发麻 很快 有人站起身 朝他们走来 不 你们想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是古一族圣女 你们敢碰我 我让你们不得好死 不要 救救你们别这样 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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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啊 流放之地城门 其实没有门 只是人们自觉地将这道门 当成是里外两个不同世界的通道而已 周围灯光虽然昏暗 却依旧能让人看得清楚发生的一切 女子被人明目张胆地拖到了暗处 地上只留下两条长长的血迹 以及一个哭泣的小娃娃 流放之地 本就是各种罪恶不断滋生的地方 收回视线 敏啸和策马离开 回迎 如果可以 他更想一刀杀了善来那个妖女 若非他从中挑拨 毛太和绝对没有那个胆量放手一搏 如今因他挑起的战争 把整个西凉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很可能在这之后的几年甚至几十年 西凉都将战火纷飞 西凉百姓亦将流离失所 想到接下来即将到来的那场谈判 敏啸和脸色沉宁 即便是送上毛太和的人头 他对于结果也不敢抱有乐观的期望 被毛太和逼死的秦孝 不仅仅只是一名普通的将领 他是整个南陵军营 甚至绝大部分南陵人的信仰 是南陵的战神 秦孝一生经历过无数的战役 几十年屹立在战场上不曾倒下 最后却死在他们西凉人手里 西凉还能安稳吗 新帝刚刚决定打破以往锁国的传统 准备跟周边各国建立良好的邦交 因着善赖这一手全泡汤了 不说西凉会成为其他三国仇视的对象 至少跟南陵以及冬月再也没有交好的可能 敏孝和猜测得没错 南陵军营不接受休战议和 将他们这边送过去的毛太和人头 悬挂在南陵大军旗帜上之后 南陵士兵累起了战鼓 这一次由他们对西凉宣战 南陵士兵的士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 由余下各路将领率领 一路冲杀进西凉军营 相比起南陵的士气 西凉这边却前所未有的低迷 主帅被皇上治罪 于军营里被一刀砍了脑袋 脑袋还悬挂在对方阵营的大旗杆上 接二连三的变故跟打击 让西凉这支军队的士气落到了谷底 即便是由敏孝和临时指挥 也根本提不起反抗的心理 一路溃逃 兵败如山道 大战过后 战场上满木窗椅 到处都是浮尸 西凉这边带来的粮草被禁术抢光 所有行军帐篷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这些尚不能让南陵士兵解恨 开始在墨城城门外放火箭 焚烧墨城城墙 整个墨城百姓心惊胆战 人心惶惶 到处是惊惧的哭声 敏孝和带着紧剩的人马 狼狈地逃进城内 清点人数的时候 十万精兵只剩下不到两万 而此时距离秦孝大将军被逼跳崖 仅仅过去了十五天 西凉狗出来受死 有种开城门 老子跟你们死战 杀 杀光西凉狗 为秦将军报仇 报仇 城外是源源不绝的怒吼声 伴随战鼓雷雷 南陵士兵在城外 已经聚集三天了 三天 士气一点也不减 作为武将 敏孝和也有血腥 也想干脆调集兵马冲出去 跟对方打个你死我活 可是不行 墨城城门一开 如同将猛虎放入闸内 因为盘旋城门外的 除了南陵兵将之外 还来了五万冬月兵马 是骑兵 这不是一条二那么简单 这是一国条两国呀 怎么打 敏孝和不敢打 他现在最想做的 是把毛太和的尸体拉出来 鞭尸 没长脑子的废物 死了都还祸害得西凉鸡犬不宁 缩在墨城城池内 敏孝和一筹莫展 求助的战报发了一封又一封 但是要到达西凉皇宫 落在皇上手里 至少需要一个多月 再等皇上回信 又是一个多月 那时候 只怕他早已经做了花肥了 其后 冬月五万骑兵 直接驻扎在了墨城城外 而南陵兵将 虽然没有野蛮的攻击城门 却也不退兵 每日里轮班一样 在城外 累战鼓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 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古言多人有声剧 农女扶飞别太甜 改编自 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 成字成城 由未来领衔演播 点击订阅 不迷路 第一千一百八十四季 已经白头了 不会更白 墨城城墙被烧出一片片焦黑 就连城头都到处是 火箭光顾过的痕迹 战鼓 敌兵围城 窗移的城墙 如同惊弓之鸟的百姓 这些将还守在城市的西凉官兵 折磨得身心举皮 四月初 京城春暖 曹掌英飞 然边境传来的一个消息 却将整个皇城炸得如坠寒冬 绚热暖阳 已屈不散人们心头的寒冷 西北边境 秦将军 墨 他们南陵的战神 曾守卫了南陵边境数十年 让边境百姓得以安稳的大将军秦孝 站死了 在跟西凉的战场上 站死了 整个皇城 一片哀气 城内所有店铺门前 都悬挂上了白色的晚帘 人们穿上了素衣 以此为大将军哀悼 还有很多很多的百姓 挤在城门 挤在京兆府 一遍遍地询问守卫 询问衙门的官兵 希望能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希望有人对他们说 大将军没死 他还活着 南陵皇宫 同样是挂上了白布 哀伤沉重的氛围 在整座皇宫上下蔓延 以往热闹的朝堂 这两日安静死寂 即便是时时在朝上上演的党派之争 也被各方势力暂时放下了 西北的桑宝 是前日到达京城的 接到桑宝开始 皇上已经接连两日不曾上朝 朝臣们亦不敢催 只能每日里按时到宫中点茅 然后在金鸾殿前等上一早 到了下朝时间 才又各自散去 相比朝臣们表现出来的 真心或假意的悲痛 养心殿里的人 显得最为平静 皇太后正在跟八豆红豆玩耍 同以前一样 俩豆在贵妃榻上玩闹 觉得无聊了便自己滑下榻子 在殿内到处晃晃悠悠地走 皇太后不拘着他们 只跟在他们身后 看着玩步伐步稳要摔了 伸手扶上一把 八豆红豆马上就要满两岁了 小步子已经走得很稳 只要不跑 基本上摔不了 只是皇太后依旧不放心 总是亲自在旁边看着 太后 他们摔不着 你坐下来歇歇吧 刘渝生语气有些小心翼翼 自从边境传来消息之后 这两天他都心惊肉跳的 除了晚上回王府睡觉 白天他基本不敢离了养心殿 就是担心皇太后会如何 他没想到皇太后会这么平静 听到秦将军战死的消息 除了愣住的时间长了点 全无一样 可是越是这样 他反而 越放心不下 皇太后 平静地反常了 事宜私下里 特地叮嘱老嬷嬷 晚上他们不在养心殿的时候 让老嬷嬷 让老嬷嬷 多注意这太后 现在八豆红豆 不住养心殿了 你带着他们进宫 还假 才能见上他们一面 见着了 就更想多陪陪他们 皇太后 瞧着俩小玩 嘴角 似有很浅的笑容 看着他们 一天天长大 是最让人开心的事情 那我把八豆红豆 留下来陪你吧 刘玉生立即说道 现在俩豆老是见不着你 也闹腾呢 特别是八豆 每天起床 嘴里嚷嚷的 都是奶奶 让八豆红豆 陪着皇太后 倒是个好主意 至少有俩豆在 皇太后即便是伤心难过 也会克制一些 皇太后看了她一眼 眼里闪过无奈 哀家知道 你担心什么 哀家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亲自送走过先皇 送走过两个儿子 送走过唯一的孙儿 还有什么事情 是看不开的 顿了一下 视线转到俩豆身上 至于八豆红豆 等过一段时间吧 过段时间再送到养心殿来 现在宫里气氛不好 娃呆在这里 对他们也不好 再者 哀家现在也没有好的精力去照顾他们 秦将军战死 哀家心里也是难过的 毕竟认识那么多年 怎么可能不难过呢 这般刘玉生一时之间倒是想不出什么理由 继续游说了 封墨涵跟封清白坐在旁边 这个时候更想是摆设 没有半点助力 让封清白去开解安慰皇太后 那别想 那压根就不是会开解别人的人 至于封墨涵 有那个心 没那个力 倒行不够 三人加上俩玩 在养心殿一待就是一整天 到了下傍晚 赵礼被赶出养心殿 出动俩兜都不好使 也只有这个时候 三人才能从中感受到一点点 皇太后真实的心情 哎呀 这都两天了 皇祖母还是这个样子 她真的没事啊 会不会是强撑的 封墨涵是真担心 看向封清白 黄叔 你说皇祖母会不会又跟以前一样 瘦到自己太大 变得半疯癫吧 封清白斜腻着她 皇太后什么时候半疯癫了 以前大不如把自个儿 所在养心殿好几年不见人啊 头发都气白了 已经白头了 再难受头发也不会更白 刘一生回头 望着身后安静的宫殿 心里总有种发毛的感觉 明天是八豆红豆生辰 太后让我们早点带八豆红豆过来 说要带他们在御花园玩 那就早点过来 风沫寒有些闷 哎呀可惜了 这档口也没办法给八豆红豆好好过一个生辰 四月十二 俩豆生辰 过了这一天就正是满两岁了 要是秦将军那个老家伙在 肯定会借机厚脸皮凑到养心殿 然后赖上一整天不带走的 以前对立的时候 觉得那个老家伙特别讨厌 特别难对付 时时想着怎么弄死对方才好 现在风沫寒却有些想那个老东西了 有段时间黄叔不在 老东西教了他不少的为君之道 真心实意地盼他好 秦老将军也是八豆红豆的长辈 他不在了 八豆红豆照理应该为他哀悼 没有什么比眼下更重要的 柳玉生抬手柔柔少年的脑袋 在岔路口分别前叮嘱道 明儿忙完正午你也过来 这些天还是要多陪着黄太后 我总觉得心里有点慌 黄婶你放心吧 就算没事我也每天都过来 而且周围我家派了人手看着 黄太后不会有什么事的 文言 柳玉生才心下烧安 离宫的路上 身边男人把他绊抱进怀里 别担心 不会有事的 真的 我对你说过的话 何曾食言过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其他作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